第六十五集 这一番不知不觉又是大半个时辰过去了 《论经》店里的所有记载福禄之数的秘籍 算是被陈一山看完了 内中的福禄也都被他记了下来 他满意的伸了个懒腰 揉了揉有点发胀的眼睛 起身走动几步 散一下惊苦 这一夜确实闹得有点疲惫啊 但是物有所知 现在还是回宿屋 躺窗上一会儿吧 他甩甩手正准备去拿悬婴灵剑离开论经典 突然间心念一动 咒觉有五风从四面门窗里透了进来 刹那间满屋书架上 哗哗哗作响了起来 又要解纳了 他心中大喜 早先的几次解纳经历早让他有了预知的经验 看来自己出手对付白大王 与众神结缘果然还是有所回报的 书役 竹简 故伯在被风仙动的过程中溢出一丝丝的灵气朝着陈一山汇聚而来 乳毛孔进经脉行遍周天 一枚精盈剔透的补丁在那蚂蚁长袍的尖袖上结了出来 通宵研读俘虏之术 耗费先例对付白大王的疲惫 在这一瞬间消失殆尽了 损失的灵气全部补足了不说 还更加充盈了一些 死之百骸 懒洋洋的 被一丝丝灵气滋润着 通体舒态 陈一山青吐灼气暗响着 不出意外的话 等到下一次结纳的时候 修为会达到养缘境界的第四个阶段 归海 距离第九个阶段脱胎 那是越来越近了 绕着这个速度 似乎要不了一年试验 便能突破养缘境界 进入承担 然后将体内的妖毒 尽数去除啊 他心满意足地拿起了 玄英灵剑 朝着论经殿外走去 出了殿门 下了台阶 他稍稍仰望 只见当空一轮明月 渐渐隐退 朝阳尚未东升 但已有光滑 透过云层 洒落丝丝点点 那玄英灵剑 受此日月同辉相应 刻在剑柄上的风阵符 骤然间一亮 竟似活了一样 清晃如水起涟漪 陈一扇发觉剑上的意象 不由地吃了一惊 宁神看的风阵符 风阵符 共计有十二种 细分下来 有神风 邪风 魔风 妖风 血风 利风 气风 魂风 这是一枚专一针对 魂魄的风阵符 也即魂风符 他原以为 这是对付白大王 所用的 用慧眼细看之下 只见那符路上 笼罩着一层 极为浓郁的清气 清气包裹之中 有一柄拇指般 长短的虚幻小剑 在左冲右突 只是逃不出清气之外 丝丝冰冷寒气熄来 他竟不由自主地 打了个寒气 他难难道 还以为 这剑柄上刻画的风阵符 是天宝真人 专门为了风阵 白大王而设的 可现在看来 有些不然了 忽然间心中一动 难道 这符路风阵的不是白大王 而是这清气中的 小剑 用慧眼看出 魂风符困住的东西之后 陈一善就明白了 这柄鹰灵箭的诡异之处 可能远远超出自己的意料 魂风符 毫无疑问 风阵的就是 魂魄之类的东西 那清气的浓郁程度 代表了风阵符的 浮力大小 清气越浓郁 意味着风阵符的效力越强 同时也意味着 被风阵的东西越厉害 所以那柄被笼罩在 清气之中的 拇指长短的 漆黑如墨的虚幻小剑 极有可能是某种魂魄 而且清气如此浓郁 说明该魂魄异强厉强厉害 可问题在于 它是谁的魂魄 又为什么会被天宝真人所封阵 因为有一层风魂符营造的清气笼罩 陈一山用慧眼一时也看不透那虚幻小剑的底细 把魂魂魂符毁掉吗 似乎有些鲁莽了 天宝真人刻意封剑 又把剑丢进枯井之中 并传下规矩 给天宝官后世弟子 不得擅自开剑 显然是对这被风阵的魂魄 重视之际 毁掉魂风符对自己来说自然容易 只是对天宝真人 稍显不大尊敬了 私人已逝又是一派高人风范 自己学了人家的俘虏之术 又得了这玄英灵剑 不稍存些敬畏之心 怕是不妥的 但是若不弄明白 这虚幻小剑究竟是什么东西 就算使用玄英灵剑 也会于心不安呢 陈一山陷入了沉思 土地宫言之凿凿的说 玄英灵剑是天宝真人 特意留在枯顶中 有些风阵白大王的 而且还是所有风阵附阵最重要的文明 就是因为冥孔首剑开了你 又动了玄英灵剑 这才使得白大王重见天人 所以这柄虚幻小剑 其实是白大王的王国 之前被我和众神消灭的 难道只是白大王的重身 无垢道长却说 天宝真人是因为在晚年的时候 悔恨自己杀戮过重 所以才封存自己的武器的 所以 莫非这柄虚幻小剑 是天宝真人自己的魂魄 不对 土地宫说天宝真人 因为想要化异为先 硬生生炼坏了自己的魂魄 是不大可能再把魂魄封到天里的 更何可 天宝真人只是一介凡夫俗子 魂魄离体就意味着死亡 而他在封建的时候明明还没有死 陈一山越想越糊涂了 他又撕存了片刻暗想 事情到底如何 还得我去探个究竟啊 他持剑 匆匆朝着后扇奔去 封建井已经开了口 磨盘大小的石盖 歪在地上 陈一山伸手把它翻开 凝神去看 只见在石盖内侧 刻着一圈淡淡的 密密麻麻的浮路 依稀可以辨认出 是邪风服 是专一对付邪神用的 只是这神风服 暗淡了许多 像是快要消失的一样 陈一山用慧眼观桥 隐约可见浮路上 沾染着些许血迹 仔细去嗅 还能闻到一股兴气 很显然 正是这血迹污了邪风服 导致其中蕴含的浮力 所剩无几 只剩下了一缕 淡淡的青芒而已 陈一山明白了 哦 风阵白大王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并非是悬阴灵剑 而是这个石盖 只要石井盖上的 邪风服效力有存 白大王是不可能 闯见天日的 而明空极有可能 是在掀开石盖的时候 弄伤了自己 把自己的血 染在了石盖上 以至于无意中 污染了邪风服 导致福利大几 白大王由此解脱风阵 依此看来 虚幻小剑 并非是白大王的魂魄 当然 它更不会是 天保真人的魂魄 事情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天保真人 为什么会在自己的剑里 松着一道魂魄呢 而且还把剑 丢进枯井里 与白大王为伴 这一道魂魄 到底是谁的魂魄 被好奇心和穷究欲折磨的陈一山 终于决定了 天保真人 非是陈某不敬 只是这虚幻小剑 到底是为何物 陈某需得弄清楚 若他是恶魂 陈某就出手将其解决掉 不能让他像白大王一样 只封不杀 以至于酿成今夜之祸 难难说完 他虚空败了一败 然后伸出右手 食指中指 顶而引起 一步灵气激荡出来 冲击在魂魂魯上 只听轰的一声闷响 浮露崩碎 清气消散 他毁掉了 剑柄上可化的风魂魯 那把正在胡乱游走的 虚幻小剑目的一掷 凝住片刻 突然间嗖的一声 笔直直冲天际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六十六集 陈一山急忙用慧眼去看 却只见一道漆黑如墨的流光 钻入了云端 然后便无影无踪了 他根本就没来得及看清楚 坏了 陈一山心中一阵懊悔 千算万算 想到了如果虚幻小剑是恶魂 就由自己动手灭掉 却没想到 魂风符被毁掉之后 那虚幻小剑会直接逃走 如此一来 等于说是自己放出了一个 不知道是谁的魂魄 这万一真的是到恶魂 逃出去危害人间 岂不是自己著成的大错 刚起了这个念头 却见月影之下黑芒一闪 那柄虚幻小剑又从云中倒转下来 如电般刺向了他自己 陈一山吓得一个机灵 脚下急滑 慌忙闪身躲避 那虚幻小剑扑了个空 却再次掉转箭头 咻的一声 重新朝着陈一山的天灵盖 击射而来 真是一道恶魂啊 陈一山骂道 是我放了你 你还要杀我 再次闪身躲开 凝神去看 却又不见了踪迹 此时是黎明之前 那虚幻小剑又漆黑如墨 速度极快 踪迹实在是难以捕捉 他警惕着 勋勋四顾 恶魂哪儿去了 突厥小腹一凉 陈一山急忙低头去看 却见那虚幻小剑 不知何时 竟然刺到了自己的肚子上 而且死的部位正是气海血 风存在他体内的妖毒 许久都没有反应了 此时骤然间发出一针异动 这个混账东西 陈一山脸色大变 火从手出啊 千不该万不该手剑破坏俘虏 放出祸害 反抗了自己啊 万一妖毒发作 自己前功尽弃不说 想要活命 也是不可能了 他惊怒之下 伸手去抓那虚幻小剑 虚幻小剑连刺了数次 都没能穿进陈一山的肚子 到底是玉器阶段的养缘境界 灵器护体早就已经不是寻常肉体可比了 那虚幻小剑连魂风服都抗衡不了 却想要刺穿陈一山的身体也是妄为 似乎感知到了陈一山的手朝自己抓来 他又准备逃走 但是这一次 他来不及了 因为离得近 陈一山的手速也快 一把就将其抓在了掌中 同时灵器迸发 玉器阶段的威力瞬间显露出来 心念起初 灵器渐渐凝聚成了半球状 把虚幻小剑倒扣在了他的掌中 但看那虚幻小剑奋力冲突 却哪能掏出陈一山的手掌心呢 混账东西 陈一山冷笑 这次你想逃也逃不掉了 控制住了虚幻小剑之后 陈一山又细细感觉了一番自己体内的妖毒 天性啊没有再生异动 他松了口气 转眼朝掌中的虚幻小剑怒目而始 这次非要看清楚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剑魂 乃天保真人所用玄英灵剑自身 此剑原本是凡足 只因天保真人履用异数锤炼 又杀伐无数 引人受妖邪 积怨而成魂 使得此剑魏力大增 但同时也力气深入 杀心难止 常常与天保真人相抗 天保真人用之不详 毁之不忍 特刻魂风浮于其上 蒸其风筝 后藏剑于景 使之不变天日 陈毁山这才明白 这个混账东西 居然是玄英灵剑的魂魄呀 剑居然也可以生出魂魄来 陈毁山惊恶异常 天保真人用异数锤炼玄英灵剑 又靠他纵横江湖 斩杀过不计其数的恶徒猛兽 甚至是弱小的妖宁 剑锋引血无数 所屠戮的族类又复杂 终被怨气缠绕 经年累月无法消解 竟渐渐滋胜了一丝灵指 并最终孕育出了一道剑魂 有了剑魂之后的玄英灵剑 威力比从前更为强大 但杀心也更加深重 力气也更加剧力 甚至到了一天不饮血 就一天不痛快的地步 而且还开始与天保真人产生摩擦 到最后天保真人发觉 自己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武器了 反而还有被剑魂侵蚀心性的威胁 天保真人既不敢再用它 也不舍得毁掉这把 陪伴自己几乎一辈子的神兵力气 不得已 只好动用魂风符 亲自封枕了剑魂 然后把玄英灵剑丢进了枯井之中 与同样罪恶深重的白大王作伴 并下令不许开净 弄清了缘由之后 陈一山的心情有些复杂 这玄英灵剑确实是一把好剑 自己已经到了玉器阶段 正好可以祭练飞剑了 用玄英灵剑来做飞剑 以后遇见飞行日行千里不是难事 所以他舍不得将其丢弃 只是这剑魂也确实太过于恶毒了 自己帮他破了风筝符 为他恢复了自由 可他解脱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居然是要杀了自己 简直是忘恩负义暴虐成性的混账 若是留下的 以后还不知道会生出什么祸害 毕竟祭练飞剑是要用到自身魂血的 陈一山可不想自己的魂血 沾染上一丝恶魂的污秽啊 算了 留剑不留魂吧 陈一山催动着掌中的灵器 缓缓挤压那虚幻小剑 想要把他彻底给削容掉 只听痴痴声响 掌心中的黑烟滚滚而起 那虚幻小剑感受到了陈一山的意图 开始拼命的颤抖挣扎 甚至发出了凄厉的叫声 如同夜宵怪题 又像是恶鬼哭笑 尖锐难听之陈一山丝毫不为所动 继续运转灵器 消融着他 一缕缕黑烟消散 虚幻小剑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原本漆黑如墨的色泽一点点退去 虚语间便只剩下一缕 飘摇雨散的清澈剑风完全不成剑的模样了 他不挣扎了也不颤抖了 就连叫声都变得孱弱起来 如同婴儿戳气 陈一山停手了 他动了测印之心 看样子 剑魂如墨色进退 他所急运的戾气杀心 应该是都没有了吧 要么试着放手 看看他的表现 陈一山收敛了灵器 不再外放 一不成样子的剑魂 在他掌心中轻轻浮动了一下 如风中残竹一样 摇摇一追 没有再逃离 更没有攻击陈一山 看来是真的变好了 一把剑 能自生出剑魂 也着实不易 我若饶你 你该当如何呀 陈一山缓缓说道 他相信剑魂能听得懂 若是听不懂 也不配叫魂了 那孱弱的剑魂 在陈一山掌心中晃了一晃 似乎是想要参拜陈一山 但由于太过孱弱 这一败 竟险些倒下消散 罢了 你且回到你的剑身上去吧 日后 我用灵器慢慢滋养你 不会让你消散的 陈一山 把悬婴灵剑 从黑色剑桥中拔了出来 凑到剑魂跟前 那剑魂离开他的手掌 飘然钻入了悬婴灵剑之中 然后一切归于沉寂 陈一山一愣 就这样 整把剑看起来毫无变化 对呀 身魂归一 难道就没有一丁点反应 难道是剑魂太过于缠弱 一回到剑身里去 有棉息了 陈一山想了想 记起自己在论经殿里看到的秘籍中 有一种服录是专门用来练气的 叫如意服 所谓如意服 是指如臂之时 勇气如意 七年 天保真人用艺术练画悬婴灵剑 大概就是频繁使用了如意服 只是天保真人画服多以血为之 让剑引血 滋生力气是难免的 最终也导致了他对剑魂的失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六十七集 现在 自己用灵气试试 单只隐气 画服如意道一生 其 灵气画旧的如意服 瞬间凝映在了剑身之上 如水渗土一样 渐渐隐去不见 陈一山凝视悬婴灵剑 怎么好像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呢 他失望的把剑插回了剑鞘 摆弄了这么长时间 好像是把剑给玩飞了 哎呀 看来啊 这把剑 到底还是跟自己无缘 陡然间一声嗡鸣之音 下了失落中的陈一山一跳 低头看时 只见那把悬婴灵剑的剑锋之上 正暴闪着一片异常惊人的璀璨光芒 陈一山大喜 看起来气笑了 蒸蒸剑鸣之音 接连清脆阵相 悬婴灵剑在陈一山的手上 颤动不已 兴奋了 陈一山隐隐能感受到他的心情 甚至能看出悬婴灵剑整个气质都变化了 原本他只是宝剑 一把无坚不摧的宝剑 黑桥银风 悬婴当之无愧 但冰冷死寂 毫无生气 却对不起他名字中那个灵子 现如今 见魂回归见身 又有灵气化旧的如意伏加持 就好比一具行尸走肉 被注入了灵魂一样 他终于活了过来 天宝真人用你当杀气 锋芒出群雄束手 风光无限 可惜 却无法帮你洗涤怨力 终时宝物变恶 如今 我还你清澈初心 以后视你为朋友 如何 悬婴零剑 发出一连串的争鸣之音 就像是在说 好好好 答应了 好 陈一山满意的笑了 以后 我会把你祭练成为飞剑 让你不但灵 而且先 穿云过海 攀山访月 一日千里 任你遨游 一道道剑芒 竟然不可抑制地从剑鞘之中迸射了出来 陈一山伸手拔剑 还未挥动 便听哗的一声 锋芒如扑 自发地掠了出去 枯井周遭 方圆六尺之地的草木 尽数为之披靡 陈一山大喜过望 禁不住 赞了一声 好剑啊 玄英零剑一阵 从陈一山的手中脱落 剑尖触地 竟然自行在地上 弹跳了两下 脚皮一场 惹得陈一山大笑 好了 不要再显摆了 快回你的俏中去吧 继练飞剑 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虽然自己已经到了 预期阶段 可以自行练气了 但是对于如何练气的具体细节 陈一山还不明朗 简单粗暴地使用灵气 灌注到武器之上 也可以使得武器威力暴增 甚至可以飞行 但效力却是一时的 就如之前他在凤凰岭上 驾驭石子 枯木那样 一次性使用罢了 玄英零剑 可不能如此浪费啊 得 还是等回到影川郡 见到叶南兴以后 再向自己这个大弟子 请教请教吧 东方天际 已经犯出了余渡白 陈一山把玄英零剑 背在身上 大踏步朝着前院走去 是时候 出发了 对于徐家庄那个假爹 他已经不那么害怕了 经过一夜鬼哭狼嚎 雷鸣电闪洗礼的众弟子 还有徐家主仆二人 显然都没有睡好 其实啊 是在后半夜 他们根本就没敢再睡 清晨 听见惯礼的公鸡打鸣 他们才敢露灭 一个个都盯着巨大的黑眼圈 蓬头垢面 小心翼翼的出门 因为夜里不敢去茅房 憋尿憋的走路 哆嗦 连站都站不完了 陈一山 神清气爽的走过来 遇上众人 不禁恶然 你们这都是怎么了 一看见陈一山 每个人都抑制不住 劫吼余声的喜悦 嚎啕大哭 尤其是徐强 跟陈大仙哭诉 自己已经没有 可以唤喜的都当哭了 吴购道长 打着哈欠从屋里出来说 徐强啊 你又尿裤子了 是不是经常憋尿 倒置得肾虚啊 众弟子一听 赶紧去茅房 之后 个个神清气爽的出来 纷纷询问吴购道长 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吴购道长把后山井里 封着一个邪神的事情 说了出来 又说陈县长是如何如何神武 一出手 天雷勾地火 霹力加持 打得那个邪神 屁滚尿流是外交里难 又说什么土地公 山神水神门神 齐齐献身 给陈县长打下手 集体把邪神围殴致死 听得众人是目瞪口呆 神痴不已 又暗暗后悔 昨天夜里实在是应该打着胆子出来 看看热闹的 尤其是徐太来 暗想自己活了这大半辈子 还没见过土地爷 山神爷 水神娘娘的真容啊 特别是在听吴购道长 称赞水神娘娘 明媚动人后 懊悔不已 以后又少了个 可以吹牛的谈资啊 吴购道长说了明空的死讯 众弟子都大为唏嘘 徐太来感觉 天宝观 是个不祥之地 吃顿饭差点拉肚子拉死 睡个觉 又遭遇邪神暴走 还是及早离开为命啊 更何况 几天没回家了 放着一个假爹在 他也实在是焦虑 当即央求陈县山 快点动身 陈县山虽然一夜没睡 但是修为提升 精神反而比众人都好得多 自无不妥 只是问吴购道长 道长的臂上怎么样 能远行吗 可以 骑马都不成问题了 吴购道长甩甩胳膊 展示着他那灵丹妙药的强大威力 陈县山又后悔了 夜里只看了有关俘虏之术的秘籍 没有看医药方面的 徐太来 从小锦衣玉师长大 不善受苦 所以来的时候 即便是忙着赶路 也要坐在马车内 免受风吹日晒 不过这几天的遭遇 倒是让他的富贵病 消磨掉了许多 竟主动提出回城的时候 能否各自骑马 这样会走得快些 陈县山表示赞同 吴购道长刚吹完牛 也无不可 徐强自然更不会反对 这一次 吴购道长没有带弟子随行 而是吩咐明日 说从今以后 他就是大师兄了 要随时做好 接管长教一职的准备 明日又是激动 又是惶恐 想不明白 自己的师父 正是春秋鼎盛 您父立强的时候 怎么断了两条胳膊 就起了退隐的心思 更何况 那两条胳膊 也差不多算是好了呀 他哪里知道 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师父 暗中有多鸡贼呀 吴购道长时 因为找好了下家呀 要随着倾国 倾城的夜仙师修仙去了 小小的天宝观 岂能成为 羁伴自己的地方 明日对师父满口承诺 一定会带好师弟们 把天宝真人 祖师爷的金身重塑 然后目送吴购道长 随同陈一山等人下山而去 众人行到山下 沿途明溪的水 灵灵作响 水面越来越宽处 吴购道长说 这明溪就是水神娘娘的分地 养着山域内不少的百姓 话音刚露 一道窈窍的人影分水而出 站定水波 冲着马上的陈一山 就是迎迎一拜 徐太来和徐强 还以为是水里钻出什么妖怪来 吓得差点坠吗 等听见陈一山说 哎呀 水神娘娘不必多礼 有什么事吗 主仆二人 这才稳住 偷眼打亮水神娘娘的模样 徐太来不禁呆住 暗想吴购道长说的不错呀 真是身材曼妙 容貌清丽 尤其是那双眼睛 哟 水汪汪一片 如秋波横溢 看得让人失神呢 徐强也咬着指头 暗想回去 又可以多捶一个牛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六十八集 确听水神青洛说吧 敢问仙长 是要走了吗 言下之意 十分不舍 陈一山道 啊 陈王还有事情要办 不急与诸神尊告辞 属无礼了 真的要走了 水神轻落黯然道 那以后 小神还能得度仙眼吗 陈一山沉眼的片刻 暗想这水神 是一方水域正神 神仙殊土 各有修行之法 总不至于 也想跟着自己 学什么仙吧 哦 是了 他和山神土地门神 都不受这里的城隍待见 大概是想挪挪窝吧 可自己又能帮他 挪到哪里去呢 自己也没这个资格呀 私存了片刻他说 水神娘娘 以后若遇到难处 可以到影川郡 府城陈郡首相里寻我 我叫陈一山 但凡能帮得上忙 我都可以帮他 可是 小神的封地 就是这条溪流 而且小神神力若想 无法离开封地远行 啊 这样啊 那我知道了 陈一山是吃软不吃硬的人 本就不善于拒绝旁人的恳求 更何况水深轻落 焦滴滴一个女子 神色楚楚可怜 眼神充满期盼 她实在是不认 陈吟半天 终究还是说道 你是想去更大的水域吧 以后 如果有机会 我会帮着你的 仙长说的是真的 水深轻落 激动坏了 陈某从不轻易许人 更不失信于人 多谢仙长 水深轻落高兴极了 他从昨夜里回来 就在苦思冥想 怎么样才能跟陈大仙 这样的高人 处的关系更近一些 以求日后 有更大的进步空间 他不想在中日 看县府城隍的脸色过户 苦守着这一条 小小的明溪 受用那点微薄的香火度日 只是没有什么 合适的借口 求见陈一山而已 直到清晨 陈一山等人 沿着明溪下山 他在水中遥望间 猜测陈一山 可能要离开天宝馆 直到这个时候 再不现身搭话 以后就没机会了 所以他才厚着脸皮 出来拦马叩拜 没想到 陈先长真是好说话 居然几句话 就答应了以后 要帮衬自己 他心中自然是欢喜不济 当下他又是一拜 恭送先长 有劳了 陈一山点点头 心中一阵酸涩 这答应是答应的 以后怎么帮呢 苦恼着自己嘴见 他带着众人 扬辫催马而去 徐太来在路上 忍不住嘖嘖叹道 哎呀 没想到活了大半辈子 在这一年里 仙人也见了 神奇也见了 跟着仙长啊 真是不枉此生啊 徐强插嘴道 哎 妖怪也见过了 就是还没见过魔鬼啊 徐太来脸色一变 催了几口骂道 我呸呸呸 狗奴才 闭上你的牛嘴 要见你去见 跟我没关系 我呸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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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一山本来因为对水神 有许懦而忧郁 此时却忍俊不禁 和无垢道长一阵哈哈大笑 水神轻落 踏在水波之上 直到望不见 陈一山的背影 才怅然若失的一探 准备回到水下神府 却忽然瞥见 一个造衣白面 身形睽萎的男子 从远处飘然而来 静止朝天宝观奔去 水神轻落定睛一看 只见来人劈头散发 手举一块扇面 大小的木牌 上面写着两个字 日游 水神轻落吃了一惊 知道那是县府 城皇爷坐下的日游神 立刻迎户 天宝山水神轻落 参见日游大人 啊 是水神娘娘啊 不必客气 日游神飘然落在水面上 激起了一圈水纹涟漪 他面相凶恶 说话倒是恭敬有礼 上差是要到天宝观去吗 敢问所为何事 嗯 我奉献府城皇大人差遣 何来天宝山询问一些事情 上差请讲 小神或许知道 哦 也好 昨夜里 当值的夜游神 看见天宝观 有天刚雷动 电蒙震术 竟集于方圆八十里之地 先府城皇大人得报之后 十分惊讶 所以今早就派我来这里 查探原有 请教水神娘娘 您可知道 夜里发生何事吗 回上差的话 小神刚巧知道 那是一位仙长在夜里做法 施展仙术 仙长 日游神心中惊讶 暗想天宝观果然出了仙人 西年天宝观真人画意为仙 下场惨淡 难不成他的后世徒子徒孙 竟然能成功 如果是这样 可真是惊天动地啊 敢问是哪位仙长 有因何做法呀 是一位姓陈的仙长 夜里是以霹雳手段 降服白大王 姓陈 降服白大王 日游神恶然了半天 才又问到 白大王不是被封阵了吗 是 但是因为天宝观地子明空 误开了封建井 放出了他 险仙酿成大祸 多亏了那位陈仙长 与天宝观的无垢是朋友 且夜宿观中 出手给白大王以重创 而后 小神与山神土地 以及两位门神陆力同心 将白大王给彻底消灭 日游神呆了半天 没说说话来 白大王的厉害 他是知道的 他的顶头上司 县府城皇都无能为力 还曾有言说 即使是郡府大城皇出面 也未必守到前来 所以才拖了这么久 一直放任 那邪神被封阵而置之不力 那位兴臣的仙长 好大的本事啊 他惊疑不定道 那位仙长法力如何呀 很厉害 对付白大王如希小儿 举手投足 便能勾动天雷地火 弹指尖 就与邪神一重创 白大王被打得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要不然 小神等 也无法消灭白大王 日游神彻底惊了 有劳水神娘娘引荐 小神想去拜会一下 这位陈仙长 想必 县府城皇大人还要拜荐呢 水神轻落 听见日游神口中说出 小神 拜会 拜见等字眼 不免心中有些得意 暗想 你们不是高高在上吗 听了陈大仙的事迹 还不是一样要去身 可惜了 你们是见不着了 他摇摇头 上差来得不巧 陈仙长已经走了 走了 日游神又愣了片刻 心想着没头没尾的 回去怎么跟城皇爷交代啊 哎呀 敢问水神娘娘 那位陈仙长 出自何处县门呢 小神不知道 只听陈仙长说 有事儿 可以到尹川郡 陈郡城家里寻他 日游神 深深瞥了水神轻落一眼 有些难以置信的 尹川郡 陈郡城 那位仙长竟然把自己的 籍贯和家人都告知水神娘娘了 要知道 神与仙殊途 前者是享受香火 汇聚愿力而得神通的 后者是吸纳天地灵气 修法术而成仙道的 前者要保静安民 庇护一方百姓 后者要远离人世 不理红尘俗世 可以说神与仙是少有交集的两类存在 诗人把神仙并列是因为不知道其中区别 而且由于种种缘由 在高层面上神与仙甚至互相看不起 相互存有敌 所以一个仙人怎么会告诉一个神奇 自己的籍贯和家人的信息呢 更何况 这个水神青洛 只不过是个很低微的小神 日游神很难理解 是啊 陈仙长还告诉小神 他的名讳 换作一山 还说以后要帮小神如何如何的 水神青洛 我看着日游神惊恶的样子 心中更是畅快 让你们平时看不起我们这些地处穷山恶水 侠于拼侠的小神 威比丽小怎么样 不过也能解交到大人物吗 哎呀 多谢 告辞了 日游神被打击的有些心乱 当即也不再问了 拱拱手 我这就去回报 城隍大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六十九集 恭送上神 水神看着日游神有些狼狈的离开 再也忍不住 愉悦弥漫 咯咯娇笑了起来 哎哟 水神娘娘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说来也与咱土地分享分享 土地宫的秃脑袋突然从地下钻了出来 笑吟吟的看着水神轻落 喂 还有我 我在想啊 咱们是不是找个由头 去拜见一下陈县长啊 嗡嗡的门声传来 不用看就知道是山神到了 哎呀 我们俩兄弟呀 去给陈县长看门也成啊 门神兄弟也连没出现 你们来晚了 水神轻落十分得意 把刚才如何送走陈县山 又如何跟日游神交谈的事情说了一遍 完了又笑 众神听得呆住 土地宫突然一跺脚 脸带冷笑 恭喜水神娘娘啊 以后高升 只可呆呀 山神哼了一声 本就长得难看的脸 变得更加难看 嗡声道 水神 你只想着自己啊 我们大家伙你就不提啊 门神兄弟也似笑非笑 默不作声 水神轻落一愣 心下立刻明白了 这是众神在极度脑恨自己 得了便宜还卖乖呀 自己只顾着得意 忘了他们的感受了 他也是个心思经营 剔透的人 当机一笑 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以为 我是为自己求的 我一大早就守在水里 唯恐陈县长悄然离开 而咱们没有察觉 我在陈县长跟前 只提我自己 不提你们是为什么 还不是怕陈县长觉得 咱们贪得无厌 心生不满 你们以为如果有朝一日 陈县长提些我的话 我会忘了你们 众神一听 这才回尘作息 徒弟公呵呵笑道 嘿嘿嘿 我就说 水神娘娘最聪明灵力 且心地善良 咱们是一伙的 那天水神娘娘高升 我们就算是原地踏步 也脸上有光啊 嘿嘿 反正 我拿水神你当妹子 你肯定不会忘记了你山神哥的 啊 山神笑得像个大傻子 门神兄弟也附和 哎 我们俩就不指望别的了 要是能守个城门 就心满意足了 总好过 在后山 后门当职啊 众神都笑了起来 灵溪水盘充满了快活的气息 哎 对了 水神 土地公笑了一阵 突然神色严肃起来 你其实不该说那些话刺激日游神的 你知道咱们县府城皇爷的心胸博大 日游神回去如实禀告 他会怎么想你啊 以后不更得给你穿小鞋 水神轻落 其实痛快过后也后悔了 当下一咬红唇 露着一排小戏白牙 反正也不是穿了一年两年了 随他便 别的地方的神奇做得好了 侠鱼都能扩大些 咱们呢 几百年了 就守在这几十里 还是山芋 这山上山下 总共有多少百姓 满打满算也不够一万人呢 就这还托了天宝冠的福 要不然 进乡的人更少 这样下去 我们何年何月能出头啊 徒弟公凄凉地点了点头 哎呀是啊 但愿陈仙长 都会把你忘了吧 葛城县城皇 在听了日游神的汇报之后 也是一阵的惊恶 举手投足 便能勾动天雷地火 轻飘飘就给予白大王重创 打那个邪神 犹如戏弄小儿 这是什么道行啊 不可能吧 县佛城皇阴遇了半天 乐乐说道 我们宋国境内人口繁多欲望横流 速来为修仙者所不惜 因此县门很少 据本城皇所知 国内有名的修仙门派也就云梦派而已 可是自从云梦派上一任长教现实现实天下就没有什么厉害的仙人了就是云梦派的现任长教叶南兴也不过是四节水平而已他出手也未必打得过白大王啊 是啊 属下也是这么想的日游神挠了挠头 可是水神轻落 言之阳梦派应该不至于哄骗书下吧 而且昨天夜里的动静也确实太大了 方圆进白里的百姓都被惊动了 所以很奇怪啊 白大王的厉害在四百年前本城皇就有所知 那时候本城皇对外说对白大王无必胜把握其实还是为自己晚尊了就连郡府大城皇都无必胜的把握更成论是我呀 哎呀大人谦逊了哎 我是谦逊是实情 这邪神被封阵了几百年 虽说不再享受香火供奉可神力也被封阵并没有消解 五阶仙人对上他也不过是半斤八两 本城皇实在是想不明白 那个陈上仙到底是何方来客 竟厉害如斯啊 大人 会不会是海外仙山仙岛的高人历临本地 而我们不知啊 不可能 城皇断然否定 海外仙人 九步履族中原 怎么可能突然会去天宝观做客呀 天宝观在凡人眼中是大观 只有道知识休居之地 可对于仙人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呀 无垢修炼艺术有点成就 但也比不上当年的天宝真人 即便是天宝真人都没能得到仙人的垂青 他无垢又有何德何能啊 那那属下就不明白了 水神青洛不是说那个仙长是颖川郡的吗 我去找洛川郡大城皇通报一下此事 再让大城皇联络一下颖川郡 看那边到底有没有这个叫陈一山的 大人 属下听那个水神青洛言语之间 似乎跟陈仙长很熟 而且陈仙长还答应以后提携他 这 痴 痴 痴心妄想 诚皇不屑地说道 神仙殊 陈一山若真是仙界高人 怎么可能会吹清一个小小的明晰水神呢 那也就在你面前吹嘘一番 聊一自卫吧 话说回来 就算是陈一山真是仙界高人 也真的吹清于他 又有什么办法去提携他呀 我们神界之位 难道还能轮到一个仙界中人插手分排 啊 城皇大人说的是 日游神陪小 天宝山那几个家伙 是不安分惯了 不安分 那就让他们七七惶惶下去吧 等到香火供奉难以为继的时候 看他们怎么来求我 到时候 我赏报大城皇 转告郡城 撤了他们封地 毁了他们的庙宇 削了他们的神位 让他们臣归臣土归土 去找天宝人人做办吧 大人为我 影川郡府城 臣府门前 一个十七八岁的 明眸好尺的小姑娘正在叩门 在她身旁 还站着一个浑身轻衣的清冷美艳女子 门开了 陈泰青家的老门子缓缓出来 一见他们便叹息一声 哎呀 还是你们呢 你们怎么又来了 我叫雨晴 那是我师父 姓燕 你认得我们吧 小姑娘眉开眼笑 十分动人 但老门子丝毫不为所动 反倒是有些不耐烦的 哎呀 认得认得 你们天天来 我又没失意 怎么不认得呀 我们想求见掌门师祖 也就是你家公子 麻烦您老去通报一下吧 老门子无奈 哎呦 我告诉你们很多遍了 我们家公子不在家 他被仙人带走治病去了 一年半再回不来的 你还是别来再敲门了啊 还有 你也别再诓骗我这个老头子 说什么我家公子是你的师祖 开什么玩笑 我家公子和你年纪一般大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集 欲请苦笑一声 我真的是你家公子的徒孙啊 叶南星也忍不住了 就是我接你们公子上于梦山的 你说我家公子是你接走的 哎又说我家公子是你的师父 这天底下 哪有师父让徒弟接走 给自己休闲治病的 你们别想让我老头子了 我是老了 但是不活动 叶南星那个暴脾气几乎蹦不住 强忍怒气 嘶声说道 我来接你家公子的时候 是你开的门吧 你见过我的呀 你 你跟我那天夜里见到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老门子冷笑一声 哼 那天夜里 我看得清清楚楚 来接我家公子的仙女 跟月里嫦娥长得一样 至于你 长得也就一般 于情无语 夜南星气几 你个老花言 怎么就不是一个人了 还跟月里嫦娥一样 你见过嫦娥是怎么着 白天和夜里光线不同 两次穿衣打扮 风格不同 发型不一样 那次湿了淡妆 这次用了裸妆而已 你个老直男 这都认不出来 还居然说我长得也就一般 一般你个头 气死我了 雨晴拉住快要抱走的夜南星耳语道 淡定淡定师傅 这是长教先生的家人 别跟他一般见识 也不用跟他一般见识 让徒儿再跟他聊聊 老大爷 你只要告诉你家公子 他的徒弟和徒孙在外面求见就好了 他肯定知道我们是谁 雨晴劝退夜南星 自告奋勇上前 和颜悦色的道 老门子摇摇头 不禁惋惜 哎呀 你这个女娃娃 天天求见我们家公子 是思春还是饭花吃了呀 生的模样也还过得去 要是不饭花吃病 说不定还能配上我家公子 再不计呀 做个测试也是可以的 雨晴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鲜鲜素手开始颤抖 子春 花吃 母样也还过得去 你是瞎吗 还有 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仙女 你让我给人作响 我 哎 你这姑娘怎么还抖上了 这嘴唇也紫了 老门子吃惊的看着 在狂怒边缘徘徊的雨晴 突然一拍手 哎呀 我知道了 你这不是花吃病啊 是诗心疯啊 我们府有个名医 叫苍狼先生 最会是诗心疯了 你还是去找他看看病吧 哎呀 诗心疯的女人可没人敢要啊 做个妾 也不行啊 雨晴伸手去抽奖了 你这糟老头子 你才诗心疯 你们全家都诗心疯 你才没人要 你去当大茶壶都没人要 什么是大茶壶 晚上睡的小学女 怎么会知道这个职业 别别别不管了 老娘要我遗迹 童死你个糟老头子 叶南兴见情形不对 赶紧上前拉住徒弟 哎呀 淡定淡定 这是掌门现实的家人 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 不是叶南兴和雨晴生气 实在是因为他们两个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陈一山在外面浪了多久 他们两个就在影传去吃笔门羹吃了多久 每次来求见陈一山都会被拒之门外 那个老眼昏花的门子始终声称陈一山根本就没回来 当然陈一山呢 也确实没有回来 只是叶南兴和雨晴不信 撕破了西夷老祖的妻子先知 得了老祖的传承 修为连叶南兴都看不透 脚程还会慢 两个女人同城一把剑都到了 掌教先师会没回家 最开始 叶南兴还以为陈一山是要先和家人团聚 不愿意让自己和雨晴掺和他们的天伦之乐 所以老门子说公子不在家是托子 可后来连续几天仍说不在家 叶南兴和雨晴就慌了 是掌教先师没有原谅自己呢 还是在考验自己的诚心呢 无论如何 叶南兴跟雨晴也不敢闯扶 只能在外面租了间客栈仙住下 每日来拜访求见 客客气气 彬彬有礼 老门子只要说公子不在 他们就走 绝不纠缠 以此来向掌门先师表示 我们很乖 我们很听话 但是直到昨天 情况发生了变化 陈太清 狼狈不看的回来了 据说是身上有伤 马也丢了 沿途没少受罪 多亏了有官身在 还能一路打点秋风 否则呀 就被拐跑了 消息传出 吓得叶南兴和雨晴 在客栈里成黄成孔了一夜 要知道 陈太清能混到这么惨的地步 可全是他俩给害的呀 人家带了一大包金银珠宝 被叶南兴拒之不见 跟雨晴理论还被打伤 云蒙山那么高 那么难走 差道那么多 人家一介烦人 全靠一双手一双脚 硬是爬上爬下呀 细想一下 师徒两个都觉得自己太恶毒了 叶南兴还脑补说 这几天掌教先师不露面 肯定是因为他父亲一直没回来 以至于先师心里憋着火呢 万一陈太清有个好歹 那掌教先师就不单单闭门 不见他们那么简单了 那是要他们提头来见呢 天星啊 陈太清总算是回来了 不管狼狈不狼狈 人能回来就好 听说也没有缺胳膊少腿 这让叶南兴可雨晴稍微心安了些 可即便如此 这一早过来 两个人也是胆战心惊 心想总躲不过这一劫 还是主动点为好 先去找陈太清赔罪 该挨打挨打 该挨骂挨骂 只要陈太清原谅啊 掌教祖师应该也就不会处罚得太重 只是没想到这个老门子说话越来越气人 就他这种情商和交流水平 就没有人想过要打死他吗 掌教先师不在 那掌教先师的父亲 陈俊成在吗 能见见他也是可以的 叶南兴把暴走的雨晴劝到旁边 自告奋勇又省钱问道 老门子却把脑袋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哎呀 我们家俊成大人心情不好 身体也不好 而且因为思念公子 忧愤成疾 所以特意吩咐下来 你们养病 谁也不见 俊太守来 也不见 这 哎呀 别这也那也了 回去吧 这大姑娘 小媳妇的 天天抛头露面 要见男人 小的见不着就见老的 也不害臊 我告诉你们 我家俊成 搬拿起 老门子很傲娇 把门砰得 关上 叶南兴和雨晴望着门 哭了 作为堂堂送国 现存最知名的仙人 持闭门关给就算了 居然被怪异 妄想给人做妾的恶名 致命一山 你不是个男人哪 不见就不见 为什么要派个糟老头子 这么羞辱我师徒 我们可都是 堂堂正正的仙女啊 雨晴 你别拦着我 我也是要大开杀戒 师父 我没拦着你啊 我还想劝你 别拦着徒儿呢 徒儿也准备大开杀戒 河东郡永安县的关道上 骑着马的陈一山 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暗暗呼吟 也没着凉伤风啊 我堂堂一个养员三界的仙人 灵气护体 还能染上风寒 肯定是父母大人想念我了 嗨 放心 等孩儿解决完徐家庄的事情 就回去给你们二老爷个惊喜 哎呀 叶南星和雨晴 怕是等不到我 已经离开影川 回云梦生了吧 这俩少年 都怪他们当初跑得太快 害得我当了好几天气概 要不是遇上徐家主仆啊 说不定刚开始修仙就得被饿死 成为 世上最倒霉 最凄凉的仙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一集 先让啊 到着 到了 跑在最前面的徐强兜马回来 伸手往不远处指着一片庄园 笑嘻嘻地道 徐家庄 空影二位大家光临 哦 已经到了 起码果然快多了 陈一山看了看太阳 还没完全落山 心想这一次的行程走了还不到一天 途中竟然也没有出现什么意外 接连几次遇到妖怪邪神 都让他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扫把星转似的 以至于沿途不出事都有点惊奇了 哎呀 仙长啊 现在进庄吗 徐太来忧心忡忡地问道 陈一山挪了挪嘴 示意徐太来把目光投向无垢道长 只见无垢道长已经下马 站在一处高地 拿出了他的阴阳罗盘 放在掌中 对准了那一片偌大的庄园 凝神看着盘中的海底针 阴阳罗盘发出阵阵异响 海底针飞快地转了起来 隐隐间开始有黑气盘扰 陈一山绕有兴致地看着无垢道长摆弄 知道这也是悬门艺术的一种 有妖怪啊 倾刻间无垢道长收了罗盘惊叹一声 回头对陈一山说道 县长啊 庄里确实有妖怪 而且妖力还很强啊 徐太来的脸色白了下来 徐强也不嘻嘻哈哈了 真的是妖怪 徐太来抱着最后一丝的希望 也破灭了 原本他还存着点念想 万一那位假爹真是自己的父亲 只不过是在遭受了某种奇遇后 性子变了而已 又修炼了一些歪门邪道的本事 所以行为怪诞 抑或是被碎物附体 行事磨着 找厉害的法师婆婆也就好了 眼下 无垢道长这么一说 让徐太来无比心良啊 当然是妖怪啊 这阴阳罗盘不会出错呀 无垢道长盯着徐太来 徐庄主 你也真是心大呀 妖怪进了庄子 就住在你家里 你居然不带着家人逃跑 还敢留下家卷 自己带着徐强出来办救兵啊 徐太来叹息道 哎呀 他是我父亲的模样啊 这除了药机吸血 要压缓暖床之外 也从来没主动害过我和家人呢 妖怪从来居心叵测 你就是心大呀 我让家里的武师去后院 又找了些和尚道士 等法师去探他的底细 他虽然愤怒 却仍旧没对我和家人 做出什么事情来 要不然 我早带着家人跑了 也不敢留下家卷 自己带着徐强出来 请救兵啊 你这还是心大呀 他说只要我不再做 过分的事 他是不会对我和家卷下手的 妖怪的话你也信 频道觉得 你还是心大呀 我靠 徐太来怒了 脾气好 不代表人家不会发飙 我靠 你能换句话说吗 妖怪妖怪 万一你看错了呢 万一真是我父亲 这是被什么碎物附体了呢 还没见到人 就你那个盘子看了看 就确定是妖怪 有 徐庄主 这是不相信频道 要不 让仙长说 陈一山本不想插嘴的 此时只好无奈到 哎呀 徐庄主 你不是也觉得令尊有问题才出来求援的吗 怎么现在援兵到了 反而又犹豫了 他是有问题 可 可如果他真是妖怪 为什么对我和家人如此手下留情呢 徐太来 徐太来心情很复杂 还有 他没有住进后院之前 言谈举止 真的就跟我父亲一模一样 这又是什么 这又是什么缘故啊 徐强也在一旁点头称事 表示不解 无垢道长思量着 也觉得莫名其妙 扭头看向陈一山 陈一山没有吭声 在没见到正主之前 自己能知道什么呀 要不说 非要带着无垢道长来呢 人家靠艺术 在远距离就能判断出些 有用的信息了 可自己呢 只是用慧眼 近距离看了 才清除底细眼 四人正在观望 不远处的树林里 突然传出一阵 稀稀苏苏的动静 接着 并有三四个猎户模样的汉子 骑着马 踢着弓箭 刀叉钻了出来 马背上 托着几只野兔 野鸡 章子 甚至还有一头狼 算是满载而归 徐强看见他们 先是一愣 继而便大声呵斥起来 好啊 徐好 徐姐徐姚 你们几个混账东西 不狠狠看家 居然跑出去打猎 几个人匆忙围拢上来 朝着徐太来 那手便拜 小的参见庄主 徐太来的脸色也很难看 我临行师不是交代过你们吗 我不在家的时候 你们要好声看护 夫人和少庄主 为什么擅自出来打猎 禀庄主 不是小的们不听话 是因为庄子里的鸡 已经没有了 你们走后 后院老爷 要鸡又要的琴 以至于咱们连打鸣和下蛋的鸡都没了 夫人没办法 就吩咐小的们出来打些野鸡回去 小的们只是顺道捕了些野兔和章子 哦 还有这头狼都跟我们抢猎物 被射死了 小的们想着带回去剥了狼皮 给少庄主做个垫子哟 哦 徐太来的脸色这才好了些 又问道 那 夫人和少庄主还好吗 好 一切安好 后院老爷呢 除了要鸡 也没什么动静 现在每天要几只啊 六只 清晨三只 傍晚三只 那丫头呢 上次送去的还没送出来呢 你们没有去后院打搅他吧 上次老爷闹过一通之后再没人敢去了 更何况 庄主走的时候也交代过 小的们怎敢犯计啊 那就好啊 不过小的们这次出来 只打了三只野鸡 明早老爷如果要要 我就送不上去了 也不知道野兔行不行啊 老爷喜不喜欢兔子血啊 哎呀 明早再说吧 徐太来心想 有陈仙长在 还怕什么鸡够不够的问题啊 只要老婆孩子没事 就心安了不少 他扭头对陈一山说道 哎呀 让陈仙长见笑了 这几个都是我徐家从小养大的人 跟徐强一样 罪是忠心不二的 又吩咐徐豪徐杰徐英等人道 这位是陈仙长 是我请来的仙人 都过来拜卦 仙人 几人惊疑不定 呆呆傻傻的 忽乱朝陈一山拱手行李 旁边徐强一脚就踹了上去 哎 磕头惨白 几人慌乱地跪了一地 见过老神仙 陈一山忙道 哎 不必客气 快快起来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徐强得意洋洋地 把众人揪了起来 徐太来又介绍 无垢道长给他们认识 众人也败了一番 有了仙人在前 面对天宝大法师的时候 众人反而不那么震惊了 这让无垢道长心里 有点小小的失落 徐太来愁眉苦脸道 哎呀 县长啊 现在怎么办呢 您听听 家里的鸡都吃没了 连打鸣和下蛋的鸡都没有了 陈一山听了这话 想笑 这鸡除了弓的就是母的 弓的打鸣 母的下蛋 难道还有别的鸡啊 他干咳了几声 扭头问无垢道长 道长啊 既然确定是妖怪了 那此妖比起风疏影来 孰强孰弱呀 旁边徐豪等人惊饿起来 老爷真是妖怪 不是中了邪 或者犯了谈气 都闭嘴 别乱插话 徐强摆起了家努老大的夹子 众人诺诺 然后静若寒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二集 只见无垢道长沉吟了片刻 又摇了摇头 跟风疏影相比 谁强谁弱 听到难以判断呢 这么讲 庄子里的妖怪 应该不是草木之妖 而是禽兽之妖 草木之妖虽然厉害 但弱点在于难以移根挪穴 禽兽之妖 纵然不是十分厉害 但却因为善于腾挪幻化 行动灵力快捷 也难对付 贫道曾经想过禽兽之妖 但都还是些 未能脱化人形 也不能开口说话的伴有 跟着庄子里的妖怪 可同日而语 所以贫道说 难以判断啊 陈毅山好奇的 那你怎么确定 这庄子里的妖怪 是禽兽之妖 而不是草木之妖呢 无垢道长笑道 贫道不敢在仙长面前买弄了 一笑放假呀 陈毅山摇头 没有 我是真的在请教道长 贫道哪里敢当啊 无垢道长吓了一跳 见陈毅山目光 炯炯的盯着自己 也不敢再卖弄关子了 当即说道 贫道失诚下来的说法 把妖怪分为五类 一为禽兽之妖 如狼妖 狐妖 鸡妖 鹰妖 二为草木之妖 如槐妖 花妖 杏妖 三为林虫之妖 如鱼妖 鳖妖 蛇妖 蜘蛛妖 吴公妖 四为自然之妖 如山精水魅 血妖 食妖 五为气聚之妖 如笔妖 画妖 琵琶妖 这五类之中啊 以禽兽之妖最为教化 草木之妖最难得到 林虫之妖最为狠毒 自然之妖最为善良 气聚之妖最为孱弱呀 陈一山听得入神 回忆自己这段时间遇上的妖怪 还真能对得上好 憋怪是林虫之妖 血食狠毒 受过西医老祖的熏陶 还天天接受云梦派的四位 吞了有心害她的水月 不说竟然还要吃掉夜男性和雨情 还有那个临死 还咬了自己一口的蜘蛛妖 更是凶残 血女山精水妹都算是自然之妖出身 山精水妹摆脱妖道成了神奇 血女原本也在雪川接受人类供奉 只不过不是正身 因为感觉修为进步太慢 才起了神道改入妖道 但害人居然要靠美色引诱 而且被自己三言两语打发了 心性确实也不算太坏 封书营算是草木之药 千年的道行 却仍旧困守凤凰岭 也确实修行很难 他不禁点了下头 对吴沟道长说 请道长 继续讲下去 是 吴沟道长 见陈一山脸上并没什么不以为然的神色 是真的很认真地在听自己说话 不由得心下佩服 暗想仙长的胸襟气度 果然常人难及啊 那么大的本事 还愿意听我一个凡夫俗子郭曾 于是也更加严肃了起来 啊 语道之所以判断这庄子里的妖怪是禽手之药 正是基于五大妖类的特性 徐庄主 你说那妖怪幻化成令尊的模样归家 并告诉你们是他生前有奇遇 得蒙先人收为弟子 死是假死 骗得你们都信了 对不对啊 徐太来点了点头 是啊 这就是狡猾的表现 吴沟道长言之凿凿 自然之谣 还有草木之谣 因为根性秉植的缘故 没有这种弯弯绕绕的脑子 就算是假冒旁人 也绝不可能把这人的言谈举止 削到一模一样的程度 哦 至于临冲之药 不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善心 以他们残忍的个性 只要能潜入庄子 又没有人防备 怕是要不了一天 他们就能把所有人袭击个遍 徐庄主别说出来请援兵了 能活着都不容易啊 这话说的徐太来和徐强 这说明对方不弱呀 啊 总结下来 贫道判断 庄子里妖怪 大概率是禽兽之妖 只是 吴沟道长挠了挠头 这个妖怪 这个妖怪为什么会一直没有对徐庄主和家眷们下毒手 这一点 贫道也想不通啊 按说 徐庄主让家里武师去后院探查 又请了法师到家里 那妖怪早就该恼羞成怒了 也该明白 徐庄主对他起疑了 就这样 他还留着一家大小的活口 未免 也太善良了吧 难道是因为徐庄主心大 放着一家大小的不跑路 陪着妖怪生活 感动了妖怪 也不至于吧 徐太来古怪的看着武狗 导长 什么仇什么怨呢 我们一家大小全被灭口了才好吗 什么陪着妖怪生活 感动了妖怪 你是想说我傻吧 他看起来跟我爹没什么区别 我能怎么办 哎呀不是 贫道不是这个意思 贫道就是分析分析 徐庄主你别多想啊 吴构道长赶紧转移话题 他指的指阴阳罗盘 对陈一山说道 县长啊 根据海底针感受妖气的程度 这个妖怪 比贫道以前遇过的所有妖怪都厉害 当然 跟风书营还是很难对比的 县长 贫道不是他的对手 还得靠您老人家呀 陈一山忍不住苦笑 早知道就不听吴构道长分析了 本来自己不怎么紧张 听了吴构道长分析完 倒是有点紧张了 禽兽之药 会是什么禽兽呢 喜欢喝鸡血 难道是黄鼠狼成精 至于妖力强横 别说比风书营强了 就算跟风书营一样厉害 自己也打不过呀 关键是按照吴构道长说的 禽兽之药 又狡猾 弯弯绕绕多 听自己的嘴顿 说得通吗 看来关键的时候 只能是五月拨了 这一次都没用过呢 这次要是用了 应该不属于是轻用吧 徐庄主 刚才徐豪说 那妖怪现在棒棒还要急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 今晚这三只 我去送 陈一山想到了一个不打草惊蛇 还能看出对方底细的主意 徐太来吃了一惊 怎么能让仙长去送呢 不行不行 贫道去送吧 吴构道长自告奋勇 算了 你去肯定得先打起来 陈一山说 你们放心 我是借送鸡的名头 看看那妖怪的底细 就这么定了 我送鸡的时候 道长在后院大门外守着 以备不散 徐庄主 你和徐强徐豪等 最好是把庄子里的人全部转移走 不要惊动那个妖怪 徐太来说 哎呀 仙长放心 我们走 他是不拦着的 陈一山摇摇头 哎呀 还真是个奇怪的妖怪啊 吴构道长 吴构道 徐庄主也很奇怪啊 心打不说 还迷之自信 任妖作妇 还负辞子孝 徐太来不分 你干老牛鼻子 你总是内涵老子 你打个竖腰弄折两条胳膊 你才迷之自信 说我认妖作妇 感情妖怪没变成你爹 还负辞子孝 你爹难道不辞 你难道不孝 老子问候你祖宗十八代 第七十三集 吴构道长愣住 疯了疯了 徐庄主不会也是妖怪变的吧 带贫道用剑前掩开照着他 陈一山无语了 眼见徐太来 要上手跟吴构道长拼命 陈一山赶紧呵斥了一声 好了 都别闹了 一技行事 道长 你准备好奔雷福 若是妖怪强好 保命要紧 是 众人巧无声息的进庄 徐强徐豪 徐杰等人迅速组织徐家的仆役 丫鬟 护院武师 徐太来带上老婆孩子 开始不动声色的往庄外转移 陈一山换了一身徐家仆役的打扮 短衣小帽 把麻衣长袍勒在里面 手里提着穿起来的三只野鸡 直奔后院 吴构道长 在脚上贴了奔雷服 跟到了后院门口处 便不再往里面进 陈一山指引灵气 也在自己脚下画了一道奔雷服 然后才在屋外伸手叩门 嘴里朗声道 老爷 您叫的鸡来了 放进来 里面传来一声暴躁的嗓音 我曾到这个点儿才来 做死吗 陈一山刚伸手推开门 便有一股浓郁的血腥气味扑面而来 呛得他差点呕吐出来 强忍着恶心 屏住呼吸 他定睛往里面看去 只见室内黑洞洞的 窗帘都拉得很严实 极无光线照进 明处看暗处 一时间头昏 什么也看不清楚 乱看什么 我挖你眼珠子 立鹤声中 一张酷似徐太来的老脸 从黑暗中探出 猛然凑到了跟前 陈一山猝不及防 吓了一跳 我叫的鸡呢 老头子虚发皆张 目光通红 这里呢 陈一山洋洋手里的野鸡 用慧眼凝神打亮老头子 还没看仔细 老头子已经一把扯过鸡 顺手把门砰的关上了 乌鲁 陈一山捂着鼻子往后退 居然给我野鸡 还是半死不活的 门突然又开了 老头子咆哮一声 把一串野鸡 朝着陈一山的脸砸了过来 陈一山一闪身躲了过去 心头不禁活起骂头 个老东西 你挑剔什么 家鸡被你吃光了 有野鸡就不错了 就这三只 你爱要不要 等到明早 你只能吃兔子 还是野兔 什么 兔子 老头子的面孔扭曲了起来 你们打了野兔 此时离得近 陈一山慧眼看他看得清楚 土药 学具于学家总分之中 只这一个信息 就让陈一山有点慌了 老头子的眼中快要低出血来 嗖的窜起 半空中裂开嘴来 化为三瓣状 两颗门牙煞时间暴涨 变得又尖又大 犹如两把匕首 寒光闪闪中 朝陈一山当头咬下 陈一山反手抽出玄英灵剑 灵气玉气拼尽全力 在剑不容发之际 一道寒芒撩了上去 刀锋刻上土药门牙 露出一阵祸心 养缘三阶的修为 配上身魂一体的灵剑 笑了一非同小可 兔妖吃痛 嘶的一声 感觉两颗大门牙都麻了 她翻身落地 惊讶地瞥了一眼陈一山 又看了看她手中的 玄英灵剑 支声道 你是何方身上 指着一下交锋 陈一山心中已是大定 眼前这个兔妖 没风疏影那么强 自己完全可以和她硬杠啊 她索性一把扯掉奴仆的衣帽 露出自己雪白的蚂蚁城袍 冷笑一声 好你个兔妖啊 在人家祖坟里修炼成精 反过来要祸害人家的子孙 你这是该当何罪啊 兔妖大惊失色 颤动着三瓣嘴 你怎么知道我是兔妖 要怎么知道 我是在徐家祖坟中修炼成精的 你自己看看你那红眼睛 再看看你那大门牙 还有你这三瓣豁子嘴 还有你那两只快要竖起来的耳朵 你说你不是兔子 有人信吗 兔妖雅言 要不是在人家祖坟中修炼成精 也不至于把人家的底细 了解得这么清楚吧 兔妖目光闪烁 脸色阴晴不定 阁下是仙人 我错 徐太来也真有本事 居然能请来仙人 可兔妖我对他不错 他竟然还要害我 这是何道理啊 你要当人家的爹 还把人家庄子里养的鸡都吃光了 又祸害人家的丫鬟 这叫对他不错 我修炼了几百年 比他太爷爷出生的都早 叫他一生儿子 也不算辱墨了他吧 鸡 我只拿来喝血了 肉还不是他们自己吃了 至于丫鬟 我也没要他们的命 只是采阴补羊而已 跟谁说也不是睡啊 在妖怪里 我这种算是心地善良的了 这话说的陈衣衫 一时有点语色了 是啊 这兔妖的所作所为 似乎在妖怪里 确实能算是一股清平 对对对 为什么要在坏蛋里面 挑不那么坏的 做正面典型啊 差点被这只狡猾的兔子 绕进去 总之 你当人家爹就是不对 你采阴补羊更是不对 虽然没害人家姑娘的命 却弄得人家姑娘精神恍惚 以后还怎么正常做人呢 还有你是只兔子 吃白菜萝卜就行 为什么要喝鸡血啊 兔兔可爱 难道鸡鸡就不可爱了 兔妖气劫 这到底是个仙人 还是个傻雕啊 鸡鸡 有我们兔兔可爱 这位仙长 小妖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往日无仇 近日也无冤 所以 咱们何必生死相搏呢 仙长既然是徐太来 请来帮忙的 那小妖给你个面子啊 走就是了 兔妖拱拱手 还冲陈一山鞠了个躬 这么彬彬有礼的妖怪 还是第一次见呢 陈一山心中狐疑了起来 只见兔妖缓缓抬头 脸上突然多了些似笑非笑的猙獰面容 通红的双眼之中 陡然一闪 竟然迸射出两道细线野丝的血芒 凝如实质 朝着陈一山闪电般纵横交织扫去 陈一山刚才就怀疑 土腰捣鬼 心中早有防备 眼见如此脚下一动 身影如奔雷般掠了出去 瞬息间 已到了土腰身后 嘴里喝了一声 小妖 找死 玄英灵剑划光闪烁 吃的一声中 土腰的耳朵落下一只 跌落尘埃 土腰惊得魂飞魄散 惨叫声中就地一滚 已现出了圆形 乃是一只如牛犊般大小的 肥鼠灰兔子 毛茸茸的 倒也确实可爱 像鹿啊 却见他四腿蹬地 嗖的窜起 土腰快成一道灰影 朝着院门外 急急逃去 陈衣衫冷笑一声 隐气欲气 玄英灵剑脱手而出 嗡声之中 灵剑已然化作一道青芒 土腰刚逃到后院门口 还没出门 便抖绝 屁股后面一凉 忙中偷闲扭头一撇 屁股上鲜血绷见 不来就不尝的尾巴 竟然被削掉了 个混蛋 土腰 我跟你使不两立啊 你等着 土腰痛心疾首地叫蚂蚱 也顾不得去捡自己的尾巴 撂下一句狠话 急匆匆跳出门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四集 源以为自己速度快 这一出去就逃出生天了 藏在暗处修炼几年 再回来报 萧尔断尾之仇 不料 刚发完狠心 门后就突然飞出一团 黑漆麻雾的东西 朝着自己的大兔连打来 兔妖吓了一跳 我去 这门口还埋伏着一个 盲低头躲避 哪里还来得及 那黑漆麻雾的东西 不偏不倚 正砸在 他那两颗大兔牙上 那牙实在是太大了 好辨认 也好打把呀 火星四尖 两根兔牙 掉了 兔腰伸爪子捂着嘴 疼得跺脚乌野 那黑漆麻雾的东西 又飞了回去 落在一个道士的手上 满脸坏笑的看了过来 原来是只肥兔子呀 正是无垢道长 用阴阳罗盘 捡了个现成的便宜 本来那兔妖的牙 坚韧异常 就凭无垢道长的本事 是砸不掉的 怪就怪 兔妖刚才用牙 与陈毅山的玄英零剑硬碰 被陈毅山一剑磕动了牙根 于是就活泛了 无垢道长又是偷袭 那阴阳罗盘也不是反品 不给他盘下来 都对不起祖宗 疼痛之余 吐腰愤怒一击 耳朵掉了一个 还有一个 尾巴没了 只多露着地 放屁还舒坦点 但是门牙掉了 可怎么办呢 本来就是三本豁子嘴 没了门牙 丑上家丑 说话还漏风 以后怎么勾的母兔子呀 还有 血眼见牙 是自己修炼几百年 才修炼出来的大杀器 就这么着被毁了一个 那个混蛋佛分鸟呢 兔妖怒骂着 目中血盲再次蹦射出来 朝着无垢道长叫之而去 因为说话漏风 一句好端端的 你个混蛋活不了了 硬生生被兔爷说成了 那个鬼样子 无垢道长见事不妙 想着陈仙长的交代 打不过就跑 立刻启动奔雷符 咻的往远处逃窜 兔妖一蹦一跳 身影如风 速度也是快的不可思议 跟着就追了上去 非要把无垢道长给弄死不可 后面陈衣衫也提见追了出来 一道一吐一掀 眨眼间便追出了庄子 徐太来带着家眷奴仆 早已经出了庄子 此时黄昏都站在高处张望 猛然间瞧见夕阳余晖中 庄子里有三道残影闪过 接着便什么也瞧不见了 徐太来叹息一声 哎呀 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我的青春呢 追在最后面的陈衣衫 连续遇了几次悬婴灵剑 竟都没有刺中兔妖 不禁暗暗感慨 这兔子确实脚啊 好得够快 闪得也厉害啊 无垢道长用着奔雷符 竟也不敌那兔妖的速度 眼看就快要被追上了 陈衣衫与那兔妖的距离 也是越拉越近 眨眼间只听砰的一声 一团灰影撞在了 无垢道长的腰窝上 无垢道长惨叫一声 直挺挺的飞了出去 那灰影一闪 略向山野草丛中 瞬间就消失不见 陈衣衫赶上前去 先把无垢道长掺起来 怎么样 无垢道长呲牙咧嘴 捂着后腰 贫道没事 可能是差弃了 带住那该死的兔子要紧 陈衣衫点点头 提剑往草丛里找 灰烟仔细观桥 但见那团灰影 几丈几丈的闪现 瞬息间奔向一片坟地 再次隐匿 兔妖把身形缩小了 如此一来更难寻觅 陈衣衫心想 必其功于一意 不能就此罢手 当即跟了过去 后面无垢道长也追随了上来 是徐家祖坟 两人望着一片高高矮矮的坟营 眼见明月出生 一片阴气蒸腾 四下里静谧无声 煞食甚人 这妖妖妞就是在这里学剧的 俗话说 狡猪独三哭 妖怪见了老窝 可不好找了 无垢道长一手 无垢道长一手捂着老妖 一手拿出阴阳罗盘 咬牙切齿地说 仙长放心 找得到 今晚 非要霸了那 孽畜的皮不可 陈衣衫心想 带上无垢道长 真是明智之举啊 用慧眼一个坟营 一个坟营 去判断 使必要累死自己不可 而无垢道长 就不一样了 他用阴阳罗盘 寻腰定位 自己做好准备 伺机下手 就算狡兔三哭 也管教那兔子 无处可藏啊 陈衣衫暗暗 伸直引灵气 迅速画幅 直等无垢道长 出结果 但见罗盘海底针 滴溜溜的转动 突然黑气滋生 针头停摆 无垢道长伸手一指 找到了 陈衣衫毫不迟疑 一挥手 天罡雷浮 一道梯力 从半空中滚落下来 积在三丈开外的 一处坟营上 坟营无损 却有一道灰影 嗖的窜出 在地上翻了两弯 不知又钻到哪里去了 在那边 无垢道长手持罗盘 一找一个转 地煞火服 阴 一道幽火从地下窜出 连带着还有个灰影 也跳了出来 惨叫着 又逃向别处 无垢道长满脸吟笑 我让你跑 非把你弄熟了不可 小爷就吃红烧腰醋 一方下 一道一鲜 一个指一个诈 彼此都很兴奋 乐此不疲 倒是苦了吐也 吓得魂飞胆丧 在各处屋里 窜进窜出 眼看着天上闪电 地上花火 生生把渗人的墓地 搞成了大型 坟头绑逼现场 站在庄子外 高地上的徐家众人 也早看见了 徐家祖坟中的动静 有的吓得面如土色 有的吓得目瞪口呆 有的兴奋不已 直直叫叫 徐强大喇叭似的喊道 哎 瞧见什么了 那就是陈先生在降妖啊 我在路上都见过好几次了 跟你们说 你们还不信 徐太来揪着儿子 并排跪在地上 嘴里念念有词 哎呀 列祖列宗在上 不肖子孙惊扰了你们 不为别的职位降妖 还望赎罪 赎罪啊 河东郡永安县城中 一个身着灶衣 手持木牌 上述夜游二字的人 飘在空中 远远看见这一幕 也吃惊不消 观望了片刻 这夜游神 便立刻飞奔城皇庙去了 庄子附近 不少农人 匆匆抱走了在外面玩闹的孩子 回家紧闭门户 连饭都不敢做了 胆小的 早早藏进了被窝 蒙着脑袋打着摆子 还有老人家趁机教育子女 看见了没有 那就是老天爷用雷在劈 忤逆不孝的人呢 也有幸灾乐祸的 嫉妒徐太来家大业大 乐不可知跟家人分享 早听说徐家闹祸事 现在连祖坟都遭雷劈了 这事要败家了 其实徐家的祖坟 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天罡雷福和地煞火福 都专一针对妖魔鬼怪 并不批草木吐石 更不可能炸坟烧关 只是声势太大了而已 局外人都吓得不轻 更不用说身在其中的兔业 此时他是一万个后悔 早知道外面的厉害如斯 就好好说话 不该惹怒他呀 陈一山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一次用符的时候 都省着灵气 一缕一缕地用 省得兔子没打着 自己先来趴下来 兔子这会儿 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满以为逃进老窝 凭着自己多年经营的角兔 三十窟 怎么着 也得让那个刺头先人直男儿腿 却没想到 连老窝都快给炸完了 你昂得 这一朝不够待见 只要让兔爷躲过这一劫 回去一定杀徐他来满门 左腰 千万不能太善良了 这都是血泪的教训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五集 陈一山和吴构道长正在忙得不亦乐乎 突厥周围阴风阵阵 数道呼啸之音如飞而止 陈一山吃了一惊 大手还顾 吴构道长也恶然仰望 只见徐家祖坟四周站满了人 不 是空中飘满了人 在正东方内 空中飘着一前两后三个身影 站在最前面的 身穿珠袍 头戴朝天尺无纱帽 腰缠蓝玉带 手持白玉龟 相貌十分威严 陈一山慧眼如炬 历史认出那是永安县府的城隍 城隍身后立着的两员随走 都是轻衣打扮 一人手持判官笔 一人手持断魂道 陈一山看出那是城隍坐下的文判官和武判官 正南方位 空中站定两尊神奇 一个身穿造衣 一个身着白袍 都是披头散发的打扮 手中各持一枚蒲扇大小的木牌 上面分别写着日游夜游 不用说 就是城隍手下的日游神和夜游神 在正西方位飘着三个身影 为首的一个相貌十分争鸣 半边脸黑 半边脸白 正是阴阳司工 乃是城隍手下第一福利 他身后两个分别是速报司工 纠察司工 也是城隍手下的福利 手中分别拿着钩魂锁 打魂颠 穿魂钩 正北方位也有两尊神 站在左面的相貌比阴阳司工还要吓人 眼睛暴凸 刘牙外露 清晰的面色 神态争鸣 头上戴着金箍 身上穿着红袖袍 正是城隍手下神将中的金家 也称大鬼 另一个人长得也跟他如孪生兄弟一样 只不过穿的是蓝袖袍 是城隍手下神将中的银索 也称小鬼 好嘛 陈毅上看待了 合着永安县城隍带着全府 顾输神官神将 都来看热闹了 污垢道长也呆住了 他是吓的 咱天宝大法师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打过强盗 收拾过恶霸 嚷兄辟邪 也对付过妖孽 见过神奇 京城里去过 皇宫里坐过 可就没见过眼前这么大的阵仗 不说陈毅山呆住 无垢道长惊悚 永安县府城隍 看着陈毅山也是心头震动 他得夜游神通报 说徐家祖坟有天雷地火勾连 像是有人在做法 声势极大 便知道是高人立临 当即出城远望 一看之下 他心中更是骇人 只见那边天雷一个接着一个披露 地火一团接着一团暴击 徐家祖坟中两道残影来来往往 其中一个还能看清楚 是个道人 另外一个根本看不清 快如顺移 那得是什么修为啊 能在徐家祖坟弄出如此大手笔 肯定是为了那个土妖来的 陈黄想明白之后 陈黄想明白之后不敢态漫 当即召唤全府的部署 有头有脸的一个不辣 摆不上台面的一个不带 穿得正正经经 带其全府家伙 前来百会大县 于是就有了眼前这一幕 藏在地下的兔鹰 猫了半天 不见动静 难道那两个刺头累了 走了 要不要露脸出去看看 算了 万一对方使诈 故意假装离开 其实就等着我猫头 然后一个雷劈下来 那我不找死吗 我就猫着 在兔鹰的地盘上 看谁好得过谁 正打如意算盘呢 忽然听见外面 传来一声熟悉的嗓音 永安县城隍 写文武判官 三思功 日夜游神 金家银所将 见过仙长 兔鹰一个机灵打遍全身 整个兔都不好了 嗯 城隍那老东西 也准备来捡便宜 都打漏水兔了 却听陈一山说道 城隍有礼 修仙者陈一山 在此降妖 无意惊动贵府啊 城隍问道 啊 县长啊 是为了那个兔妖 而来的吗 正是 陈一山眉头一宣暗想 你竟然知道 有这么个妖怪 居然还放纵他 在你的侠地内 为非作歹 城隍似乎知道 陈一山心中所想 忙说道 哎呀 惭愧啊 在小神的志下 出来这么个妖妮 本就是小神的罪过 其实 小神曾经抓捕过他四次 只因他心性狡猾奸诈 又善于奔逃藏匿 而且精通幻化妖术 所以每次都让他逃走了 属实是小神无能 一笑仙佳呀 陈一山脸上带了些冷笑 问道 那他在徐家庄兴风作浪 你知道吗 哎呀 小神知道 但是不敢管哪 城隍苦笑道 三年前 他在城中一户人家里为祸 小神获悉之后 前去降板 但是却被他给逃了 之后 小神离开 他又回去报复 将那一户人家老小全给害了 所以这一次啊 小神虽然早已经收到消息 知道他在徐家庄成兄 可是没有毕生的把握 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还望仙长见谅啊 陈一山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啊 今夜 有仙长援手 当是此妖死期啊 城隍冲着陈一山行了一礼 转身一挥手 本无判官 三四功 日夜由神 金家阴所听令 众神应声 再 以现行方位 将此地为龙 搁尽全力 不许走突来的兔妖 东南西北四方 何方出纰漏 何方领罪 届时 修怪奔赴 不将情面 众神拱手 遵命 兔爷听见这话 感觉凉了 不但心凉了 身子也凉了 这还打个屁呀 不但这么欺负兔子的呀 虽然 咱是个流氓兔 娘的 也不知道 徐家还能请来这么厉害的援兵啊 我早知道 兔爷 我也不去你家呀 正悔恨之中 突听见外面一声力喝 啊 在这里 兔爷叫声 八号 想也没想 他麻溜的就往外窜 果然 刚动身 屁股底下 就是轰的一声 力煞烈火 窜起一掌多高 一座兔毛 化作飞灰去了 他刚窜出地面 便听见 吃的一声响 轻忙爆射 那柄割了他耳朵 砍了他尾巴的小剑剑 兴奋的刺了过来 我天儿 不愧是兔爷 瞬间抱越两丈地 仓皇躲过了小剑剑 熟悉的银销声传来 一手捂着腰 一手捧着阴阳罗盘的 无垢道掌 猥琐地靠近 不由分说 反掌就砸呀 兔爷大喘着气 又喘了 一阵密集的破空之音 响起正西方位上 三思宫手里的勾魂锁 打魂边穿魂钩 争先恐后地朝着兔子袭来 原来 铺也跑到了西面 镇守在这个方位的三思宫 唯恐担责 当下都拼尽全力 有兔没兔 打三赶子试试 兔爷心惊胆战 奋力一欲 朝着东面 狼狈窜出 嘴里骂道 我亏你们 还是仙 还是神 一朵七首 不算 话云未落 空中一座小山式的白鱼龟 轰然砸了 守在东面的城皇爷亲自出手了 后面文武判官 一个手持判官笔 一个手持断魂刀 飞身过来准备进展 兔爷扭头就窜 城皇爷冷笑 跟你个妖孽 还讲什么道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六集 兔爷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往南刚落地 两个牌子就打得过来 就像派苍蝇一样 快 准 狠 自然是日游神 夜游神出手了 兔爷看看躲过 颤巍巍往北而去 早就等着的大鬼 小鬼 宁笑着 扔家的扔家 啰嗦的啰嗦 搂草打兔子呀 兔爷实在是无处可躲了 真是四面八方都是敌人 他只能用尽浑身力气 往地下猛钻 决绝身前急风一闪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怎么回事 浑身就硬了 被风震了 哼 让你跑 陈一山拍了拍手 风妖服不偏不倚 印在了兔爷的脑瓜上 两行热泪从兔爷眼中滚滚落下 这一刻他竟有了种解脱的感觉 终于不用再奔跑了 也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那简直不是兔子干的活啊 众神靠近 成皇再次向陈一山行礼 陈先生 这妖妮可否交给小神处置啊 陈一山心想着对方到底是一副成皇 对自己有恭敬有礼 结交下来也算一元 当即说道 当然可以 本就是尊神至下的妖宁 该由尊神处置 多谢 成皇大喜回头冲属下众神喝道 拿下他 三司公和大小鬼上前动手 勾魂锁先套出了兔子的腰魂 穿魂钩又刺了进去 接着金家银锁上了腰身 兔爷痛苦难耐 嘶声残叫 哎呀 饶命啊 小妖知错 以后再也不敢了 还有以后 想得倒多呀 成皇冷笑 带走 送到何东郡大成皇那里 让他尝尝法恶司的手段 且慢 陈一山突然说道 先不急带走 成皇一愣 还以为陈一山反悔了 当即陪小头 这兔妖留给仙长 其实也没什么 小神带走啊 只想让他受些惩罚 以惩罚他之前犯下的罪过 陈一山道 我有些话问他 问完 你带走就是 哎呀 多谢多谢呀 成皇这才放心 对陈一山来说 留下不留下 兔妖都没什么 但是对成皇来说 抓捕兔妖可是一件大功劳 他自然舍不得放下 只听陈一山问那兔妖 你每天喝鸡血 是什么缘故 兔妖冷笑 哼 你想套兔妖的修道方法 说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兔妖为什么要告诉你 陈一山一愣 还没有吭声 成皇在旁边 已然是大怒喝道 朝他 守卫在一侧的三思宫 立刻举起手中的打魂鞭 朝着兔妖的妖魂 如雨点般落下 第一下兔妖还能忍受 随后便发出阵阵凄惨的豪叫 小妖治错了 不要再打了 哎呀 成皇骂道 仙长问你什么 你就打什么 再敢耍滑头 送你到大城皇 罚恶司室 本府定然 交代他们叫你上刀山下游谷 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是是是 兔妖浑身如同筛糠 抖得不像样子 原本誓死如归的气焰 消失殆尽了 嗯 还不快说 不是 小妖和鸡蟹 是因为鸡 闪失 蜈蜈 鞋子 油盐 蜘蛛 等毒 鸡蟹 可以补小妖的妖礼啊 陈一山点点头又问道 你对徐家老主人的事情了如指掌 言谈举止也模仿得唯妙唯肖 以致徐家人都难以辨别真假 这是为什么 总不至于 就是因为你住在徐家祖坟中吧 这是因为徐家老主人在的时候 小妖与她是好友 兔妖叹息了一声 不胜感慨 小妖 原本也不是穷凶极恶之辈 西年 小妖见徐家老主人在田间围猎 遇到有孕的雌兔便不忍杀害 因此心中对她大有好感 后来 小妖幻化成人形 脱名图先生 与徐家老主刻意结交 彼此时常品茶一起 饮酒论诗 只是后来她过世了 小妖失去了一个好友 本就心情愤懑 混迹红尘时 又见人类多杀戮 多贪欲 以至于心生怨气 变得越来越狠利 再后来 小妖畏惧神奇降罪 所以才不择手段 加紧修炼呢 陈一山心中恍然 所以 你对徐太来一家 还算心思手软 也是因为 与徐家老主人的交情啊 兔妖汗手 是的 陈一山又问 那些被你祸害的丫鬟 还有咎吗 兔妖沉吟片刻说道 小妖能开方子 能致那些人恍惚意证 把方子说出来 陈一山吩咐了一声 又对吴购道长说 道长 你记下 吴购道长申明要理 当即答道 是 于是 兔妖说方子 吴购道长用心磨叽 一人一妖 前后对焰了三遍 确保药方无误 吴购道长 这才对陈一山点了点头 贫道记下了 好的 我问完了 陈一山想了想 也没别的事可问了 便对承皇说道 这兔妖 你可以带走了 还请仙长手下开恩呢 兔妖哀求道 仙长 小妖对徐家 没作恶太过 又供了方子作为弥补 还求仙长 在城隍爷跟前 替小妖美言几句 以免去小妖 上刀山下游过的苦楚啊 陈一山瞥了城隍一眼 城隍连忙说道 等把这妖孽送到何东去大城隍那里之后 公过司自然会对这妖孽 降加清算 事功事过都会如实记录 他该守什么罚就守什么罚 确保公平 嗯 陈一山没再说话 带走 城隍一声令下 文武判官 日夜游神 三思功 金银将 带着兔妖呼啸而去 先长若有空闲 可以到小神庙中 续谈一番啊 城隍得了一件大功劳 心中十分的美丽 小音音说道 吉日前 县夫百姓拜计小神 共舞之中有极妙好茶 小神特请先长 先王品鉴啊 陈一山对城隍那里的茶并没什么兴趣 本想婉言拒绝 但突然间心中一动 暗想城隍身为一城正神 手底下说不定真有些好东西 不为品茶 为了多学点本事也该去 于是便改变了主意孝道 好 恭敬不如从命 陈某明日便去贵府拜会 多谢先长赏光 那小神就先告辞了 城隍拱手致意 然后兴冲冲的去了 咱们也走吧 陈一山和吴购道长 离开了徐家祖坟 往庄子里回去 徐家众人听闻作怪的是兔妖 已被降服 无不欢喜 徐太来对陈一山和吴购道长 自然是千恩万谢 当即带着众人回庄子 有命徐强徐豪等 去好好安排 连夜里大摆沿席 款待陈一山和吴购道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七集 席间陈一山问徐太来的 啊 令尊大人在世的时候 是否有一个朋友 经常在一起 聘明义旗 引酒论师啊 徐太来思量半天 恍然说道 有 那人是先父的望年骄 好像叫图先生 说也是河东郡人 谈吐很是不俗 只是在家父故去之后啊 他就没有再出现过 陈一山笑道 出现是出现了 只是你不认的 图先生 就是那个兔妖 啊 徐太来恍然动荣道 这么说 从家父在世的时候 那妖怪就盯上我们徐家了 也不算是吧 陈一山把前因后果 说了一番道 这也算是一段缘分 孽缘还是善缘 且不好说呀 徐太来恶然良久难难道 哎呀 实在是想不到啊 这里面还有这些故事啊 吴购道长 把兔妖说的方子写下 交给徐太来 让他暗方抓药 治疗那些受害的丫鬟 徐太来自然又是千恩万谢 酒足饭饱 宾煮尽欢 其后 徐太来提议去赏月说道 哎 县长 道长 在天宝挂那里的时候 咱们没能赏月 今晚仍是满月 而且还是十五 趁日子 不如到中户 飞来山甘露亭上去看看 好啊 吴购道长吃得太称 正想走走 陈一山嘴上称事 但心中却一直有一丝阴语 明明已经降服了徐太 为什么没有接纳呢 难道 是因为把土窑交给了成皇的缘故 最终的功劳 不送我的 如果是这样 明天就去把土窑拥死人 且不说陈一山心中胡思乱想 只说徐太来引着他和吴购道长 一路缓行绕到庄后 只见那里有一处土堆的假山 十来丈高 植满了花木 有松柏 有银杏 郁郁葱葱 虽不微恶 却也清秀 山顶上造着一个亭子 正是甘露亭 徐太来对吴购道长笑道 小可这里原本是一马平川 没有这么精致 后来经过风水明家指点 特意在庄后造了这么一处假山 叫做飞来山 山下又打造了一条水渠 还庄而过 欲指前有名堂 后有靠山 腰缠羽带 青龙环保 道长啊 您精通阴阳五行 熟知风水堪雨 看看这山水如何呀 吴购道长张望一番 撇了撇嘴 也就一般吧 一般 贫道觉得 风水都是小数 福祸鸡兄啊 还要看人 要不是令尊大人生前后道 那兔妖能饶了你全家 你要不是良善之辈 能请仙长来给你除妖 徐太来并不服气 心想这牛鼻子又内涵老子 嘴上去笑道 说得也对啊 陈一山在旁边笑而不语 心想吴购道长说的也算实情 如果不是徐太来让自己搭车 给自己饭吃 哪里有后来的缘分呢 三人徐徐上山 到了甘露亭中 夜风洒洒送来 满山遍野松涛永迫 当空一轮满月 滑光洒落 无数星辰闪耀 照得遍地如同生霜 陈一山顿觉胸襟开阔 心情大好 这飞来山造得不错 陈一山由衷赞道 听见了没有 道长 连仙长都说不错 徐太来十分得意 乌购道长黑然笑道 不错也只是不错 仙长又没说很好 徐太来哼道 你就是喜欢挑词 乌购道长道 诶 有此当然要挑 不然乍着多难受啊 陈一山坐在亭子里的长凳上 听着乌购和徐太来伴嘴 又看天上的月亮 浑圆如饼 刹那间 他不禁想起了风书影 明年地流江降落之时 他能突破瓶颈吗 呼的心中一动 蚂蚁烈烈作响 陈一山忙垂眼去看 却见左前巾上 悄然结出一个补丁 映然璀璨 结了 陈一山心中大为兴奋 相辅了土药 果然又得宜呢 这一次 该提升到归海阶段了吧 呼的一声轻响 风声骤见 漫山遍野 郁郁葱葱的 松柏银杏 竟然都整齐画衣地晃动了起来 密密麻麻的叶子 在风中烈烈作响 一股股清气 从繁茂的之间 萦绕开来 然后在徐太来 无垢道长 惊恶的目光中 水一般 倒漫向山顶 奔着甘露亭中的 陈一山而来 陈一山也吓了一大跳 他连忙从亭中的 在长凳上站起来躲避 慌乱之中 陈一山昼觉 头顶浸凉 浑身发麻 那清气 早已从他的天灵盖 百惠学上灌顶而下 涌向他的周身 县长 徐太来惊骇至极 刚喊了一声 便被无垢道长 给捂住了嘴 四目相对 徐太来和无垢道长 都看到对方的脸 满是煞白 彼此眼中充满的 也都是惊惧 更是激动 无垢道长朝着徐太来 打了个紧声的手势 然后拉着他往后退去 两人一小步一小步 缓缓退到了甘露亭之外 站到了树杖开崴的地方 陈一山仍旧是一动不动 保持着一个固定的姿势 如泥塑木雕一样 凝立在甘露亭中 哎呀 陈先生这是怎么了 徐太来惊诧地问道 你敢什么拉我出来 你没看见那些异象啊 无垢道长的声音 有些颤抖 那是满月星辰 和万和松涛的灵气呀 你是说 刚才那些青气 嗯 那是灵气 灵气 哎呀 贫道清县是闲谈的时候 说起过些修宪的一文传说呀 仙人修炼的时候 都是要采集灵气进行修行的 徐太来惊了半天 说起来 之前第一次遇见陈一山的时候 在马车上就感受过类似的情形 只是那一次的规模 与现在相比实在是差得远了 徐太来突发奇想 哎 无垢道长 您说 我们能采集那些灵气吗 我们 想瞎了你的心呢 无垢道长冷笑一声 哼 你我都是肉眼凡胎 天地间的灵气虽然很多 但是你我连看都看不到 还贪什么采集啊 徐太来不解道 但是刚才那么多青气 灵气涌上甘露亭 咱们都看到了呀 无垢道长说 那是因为 贪道和你都站在了陈先掌的身边 借了他先例的光 再加上那些灵气实在是太过于浓郁 所以咱们也都看见了 现在 你再回头瞧瞧 还看得见吗 徐太来扭头望去 瞪大了眼睛 却再也看不见什么青气弥漫回潮了 只能看见自山顶甘露亭以下 山坡上的花草树木全都呈现出一幅朝陈一山俯首称臣的奇特景象 他们拱卫的中心就是陈一山所在的甘露亭 徐太来无限敬畏 喃喃说道 哎呀 这 这就是仙术吗 无垢道长点了点头 不胜感慨道 是啊 陈先长 这就是在吸收天地万物的灵气呀 徐太来道 哎呀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谁相信还有这种事情呢 无垢道长艳羡至极叹息了一声 悠悠说道 哎呀 可惜呀 我们终究不过 是凡夫苏子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八集 徐太来猴头滚动 忍不住地吞咽了口唾沫 却听无垢道长又说道 不过 贫道听师父说 仙人在吸收天地灵气的时候 需要念仙诀 行仙仪 可不像陈先长 现如今的这副模样 随意地站在那里 自然而然 什么都没有做 就直接让草木 诸灵 臣服 兴悦来话 主动攻击灵气了 徐太来深深地 撇了无垢道长一眼道 哎呀 好想修仙呢 秀个屁呀 做梦娶媳妇 想想怪美就行了 既然道长对仙叔这么感兴趣 为什么没有偷拜到仙门 而是学了艺术啊 你以为仙人很容易见到吗 吴购道长冷笑道 咱们能遇到陈仙长 那是三生有幸 还有 就算遇到了仙人 你觉得自己 能蒙手吹青 被守卫弟子吗 贫道自负 天分还算不错 人品也还过硬 如果早几十年 遇到陈仙长 说不定 还有机会 拜陈仙长为师 至于徐家主嘛 你 你能跟陈仙长 做个朋友 已经算是祖坟 冒清烟了 那是 徐太来连连点头 表示赞同 但是到最后 又品味出 吴购道长话里的意思 好像哪里不对劲 哎 道长 你不用这么猜我吧 没有没有 贫道一想拿庄主 当朋友的 怎么会猜你呢 其实啊 贫道有个小秘密 藏在心里 已经很久了 今晚 可以对庄主你说说 徐太来见 吴购道长 神秘兮兮 几眉弄眼的样子 也绝好奇 什么秘密啊 吴购道长 伸手一缕长须 咋巴了咋巴嘴 说道 陈仙长啊 大用让贫道追随 跟着他老人家的弟子 叶仙长 学学宪法 叶仙长 你知道吗 就是叶南星 叶仙姑啊 你说说 这人呢 一不小心 就走运了 可能还是 人品的问题吧 哎呀 其实啊 跟庄主 你说句交心话 天保管那份秘业啊 贫道也是很 放心不下的 毕竟明日 他们还小嘛 有些事情 未必处理的好 还需要贫道 拿拿主意 可是呢 陈仙长这么盛情邀请 叶仙长又是 国色天香 不 叶仙长啊 又是宪法广大 非要贫道追随 你说 这 贫道也很为难呢 对了 这个秘密啊 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 贫道做事啊 一想都是很低调的 我靠 徐太来 看不惯无垢道长 那得了便宜 还买乖的丑恶嘴里 骂了一声 拂袖远利 在他心中 当然是充满了 羡慕嫉妒恨呢 他想到 陈仙长能对着 牛鼻子老道吹轻 难道就看不上 我啊 不管了 无论如何 都要再求求些人 哎 徐庄主啊 频道还没说完呢 这个秘密啊 只对你一个人分享啊 滚 此时 位于甘露亭中 看似渊庭悦知的陈一山 并不像无垢道长 想象的那么轻松 事实上 陈一山 近乎处于混沌茫然的状态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无法自主控制自己的身体 他原本认为 这一次劫纳 自己就该顺理成章的再晋升一个阶段 到达养员境界下的归海阶段 可是现在反应好像有点太大了 在他的四肢百骸以及经络之中 灵气汇聚成流 如溪水般 匆匆游走 分开又汇合 凝聚又离散 周而复始 一变又一变 这个过程其实很快 但是在不能动弹的陈一山的感觉中 却进行的极其缓慢 他周身四万七千毛孔都完全张开了 正贪婪地吸收着外界的灵气 上到夜空中的满月和星辰 中到空中的风云 下到飞来山 漫山边野的花草树木 再到山下的土地流水 甚至连藏匿在草木土水中的鸟兽虫鱼 无一不具备灵气 正所谓万物生灵 只是万物有别 灵气蕴含多少 各自不同罢了 除了月亮星辰和风云之外 单论一花一草一木一水一石一兽等个体 灵气都非常稀薄有限 有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汇聚起来就又变得相当可观了 现如今 这些灵气就像找到了归宿一样 他们如万川归海般都涌向陈一山 从他身上张开的毛孔里灌入到他的体内 他只是被动的接受 直观的体验并不是舒服 而是煎熬 是膨胀 生理上的那种膨胀 他体内的经脉 脏腹都在承受灵气疯狂的入侵 但就好比吃饭 嘴虽然能不断咀嚼 但是肠胃的容量有限 根本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食物的狂轰烂炸 对比灵气也是如此 陈一山的身体吸纳灵气过多 激进于饱和状态 他已经吸收不下了 可他周身的毛孔并未闭合 就像是嘴巴不知道肠胃的痛苦一样 仍旧贪吃 外界的灵气依然是一丝丝一缕缕的汇聚过来 争先恐后的往他体内迸发 而汇聚来的还没有进入他体内的 正等待着被接纳的灵气更多 他们一圈圈一层层 如同涟漪在甘露亭的上空 形成了一个大片肉眼不可见的漩涡状气浪 半径一大树杖开拜 吴购道长和徐太来肉眼难见 但却早已身处其中 他们只感觉自己好似处在巨大的风暴之中 又像是泛舟飘荡在 看不见边际的汪洋之上 身如浮萍 随波逐流 半点都不能自主 但是他们又感觉不到丝毫的恐惧 内心之中全是祥和安稳 这种奇妙的感受 在他们此前的生命中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他们不再说话 也不再有任何其他的动作 只是贪婪的感受 在复杂的情绪里 他们以敬畏的目光望向陈一山 仿佛看到了一个浑身都在发光 正准备雨画灯仙的天人 而陈一山呢 却感觉自己快要爆炸了 别再进来了 够多了 不要了 随着一声清悦之音鸣响 如同激情般在脑海中回响 陈一山眼前猛的恍惚 一个无边无际的苍茫天地出现了 将他纳入其中 飞来山不见了 甘露亭不见了 吴沟道长和徐太来也不见了 眼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由一顶巨大的紫金丹炉缓缓出现 悬于空中 灵气疯狂入体 撑得快要爆炸的感觉 消失了 而取而代之的是 空空如也 陈一山惊愕地看着那丹炉 只见炉盖正在缓缓打开 十余长高的炉体 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显得渺小不堪 但是在陈一山眼中 却又高不可攀 朔大无碰 一股股灵气弥漫而来 丝丝缕缕的汇落其中 掩盖了炉离 并继续升烫 一离 五离 一分 五分 仿佛是过去了很长时间 也仿佛只是眨眼一顺 灵气不再进来了 炉盖也缓缓闭合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七十九集 陈一山看见 十余丈高的炉体中 灵气覆盖 近乎齿余高了 算起来 整个单炉 被灵气填充了 大约百分之一 这是什么呀 慧眼凝视 啊 气海 陈一山冷住了 气海 不是一处穴道吗 怎么会是一顶单炉呢 恍惚间 他有所明误 此气海非彼气海 这单炉 是气海外线的状态 当四肢百海 经脉脏腑 无法容纳过多的灵气时 气海就会油然而生 成为储存灵气的地方 而灵气归于单炉 就是归海啊 换而言之 自己已经到了归海境界 惊 喜 外界 涌动的灵气 也终于到了衰竭的边缘 不再往他体内灌重 刹那间 斗转星 以天地翻覆 单炉消失 陈一山的意识 从苍茫中退回 重新回到了赶路亭里 啊 一口浊气吐了出来 陈一山晃动着脖颈 只觉周身上下 既暖又清爽 实在是舒服之至 远处的吴构道长和徐太来 都觉一股疾风 从亭中弥漫而下 瞬间消散 他们相视一眼 都慌忙迎了上去 啊 县长 刚才我们 没有打扰到你吧 吴构道长 小心翼翼地说道 啊 没有 陈一山微笑着 感受着自己 已经迥然变化的状态 说道 刚才啊 我很爽 很爽啊 香炉精致 一缕青烟 鸟鸟鸟生烫 点心 干果 蜜剑摆放整齐 两杯热茶 热气扑面 旁边伺候的小神差 悄然退下 城隍端起杯子 冲陈一山 抬手净叉 先长 请 陈一山微微汗手 也端起了杯子 轻轻一触 果然是好茶呀 他一大早就来 城隍庙赴约 本来至不在茶 可仍旧被那汤中的 唇香给吸引了 忍不住 多喝了几杯 却见城隍只是 隔空对着茶杯 用鼻子深深一吸 那清亮的茶汤 瞬间就暗淡了下来 对于碟子里摆放的 点心果子也是 城隍用鼻子深深一嗅 点心便积发眉 水果也变得干别起来 陈一山被城隍搞得实在是没心情再吃吃喝喝了 只吞其味 不食其至 真是浪费啊 啊 陈某 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贵夫 还望贵夫不领指点呢 他放下茶杯 决定先闲聊几句 然后再切入正体 以达到自己此行的目的 城隍说 先长客气 请讲 昨日听贵夫说 要把那兔妖 发送到洛川郡大城隍府下的伐厄寺 还提及了功果寺 但是在降妖的时候 陈某见过贵夫的部署 三四公只有阴阳寺宫 素宝寺宫和纠察寺宫 却没有伐厄寺 功果寺 难道在贵府之中 没有设立这些执司吗 确实没有 城隍笑了笑说道 神仙殊殊途 仙长可能对神界的职位分数 不太清楚 且听小神细细说来 这县府城隍 只是小城隍 只死有限 昨日仙长所见到的 已经是小神府下的 全部司神和神将了 其余如小神差一等 当然不在其中 小神这里 只有三大司神 也就是先长刚才所说的 阴阳寺 素宝寺和纠察寺 君府大城隍那里 是八大司神 比小神这里 多了赏膳寺 法厄寺 财神寺 祝寿寺 和功果寺 陈宇山嗷了一声 示意城隍继续说下去 城隍又说道 除了司神 多出五个来 郡府大城隍那边的神将也多 既有文武判官 日夜游神 金家银索 还有牛马将军 范谢将军 牛马将军 也就是百姓常说的 牛头马面 范谢将军 则是民间传言的黑白无常 又称七爷八爷 陈宇山大感兴趣 他在休闲之前 也是彻头彻尾的寻常百姓 对于城隍爷 日夜游神 牛头马面 大鬼小鬼 黑白无常的认知 还停留在传说之中 只是从未见过的 当然 他也不想见 毕竟 他从小听来的说法都是 人只有在寿命到了的时候 才会遇见这些神奇 亦或者是某某人作恶多端 罪大恶极 要遭报应 以至于被这些神奇 清茶勾魂 而今 能跟城隍爷面对面地 坐着聊天 品茶吃点心 如许家常版 把原本神秘莫测 闻风丧胆的神奇们 当作谈资 也是一种奇妙的经历见闻呢 他问道 兔妖在贵府这里 也能受刑吧 为什么非要送到 郡府大城隍那里 城隍笑道 在小神这里 确实也能受刑 只是郡府大城隍那里 有八大神思 分工更为明确 直思也更为清楚 刑罚明目众多 断然不会有所纰漏 再者呀 小神也存了私心呢 送到郡府大城隍那里 可以让大城隍 对小神记录 这一次的功劳在案 如此 对小神以后 在职位上的提升 有很大的好处啊 陈以珊心想 这城隍也倒也是坦诚啊 他对我殷勤有加 怕是冲着这个女孩来的吧 他问道 陈某之前听说 城隍与城隍之间 虽然有大府小府之分 却没有上下统侠之说 难道洛川郡这里的大城隍 还可以提拔 任免贵府 哎呀 城隍之间 确实没有上下统侠之说 大府对小府 也只是寄功和上剑 但是能寄功和上剑 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上剑给谁呢 上剑给京师首座 城隍神 没有京师首座城隍神 托梦于国朝皇帝 才能对全国各城的城隍 进行赤风 以此或生或迁啊 哦 那京师首座城隍的府压之大 又在郡府大城隍之上了 是的 京师首座城隍府下 有二十四大司审 是郡府大城隍的三倍之多 麾下神官神将 除了匹配 有文武判官 日夜游神 金家银索 牛马将军 范谢将军之外 还有甘柳将军 是部署最为齐全的了 陈一山点了点头道 那想必京师首座城隍 是天底下最大的正神了吧 哈哈 非也 城隍笑了笑说道 京师首座城隍 可以说是普天之下 城神中最大的正致 却不是所有神器中最大的正神 天下之大 和湖遍地 山川相连 神器何其多也 有门神 土地神 山神 水神 山神之中 以五岳神君为尊 水神之中 以和神 江神为首 他们的地位 都在京师首座城隍之上 就连八水正神 落怀 影迹 京卫 汉白 地位 也都十分尊崇 更不用说 还有五湖四海 龙宫的存在 只是神器与神器之间 并不互相礼数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集 陈衣衫呆呆了片刻 陈某不知神界忠实 孤陋寡闻 让贵妇见笑了 哎呀 仙长 严重啊 小神也不知仙界忠实 更是孤陋拱闻啊 就譬如 仙长是来自哪个仙门仙派 小神都不知道啊 陈某 乃是云梦一派 云梦 城皇愣了片刻 胡一道 这云梦派 由仙鹅叶南兴 指掌门户 小神还是知道的 但是叶仙鹅的修为 似乎并不及陈仙长吧 陈仙长与叶仙鹅 莫非是师兄妹 叶南兴 是陈某的弟子 啊 城皇大吃一惊 之前听闻 云梦五届仙师 在多年前就已经过去了呀 难道消息是假的 贵妇说的没错 叶南兴的授业师傅 确实已经过去了 陈某是最近才收他为弟子的 也是在他的请求之下 才暂时指掌云梦门户的 城皇呆了半天 忽然起身 冲着陈仙山深深意义 啊 宋国境内 有陈仙长这样的高人坐镇 实乃宋国百姓之福分呢 贵妇过于了 陈某 会不敢当啊 陈仙山离习谢礼 两人互相谦让了一番 又重新各自落座 城皇的心情甚好 各种高帽信手甩出 给陈仙山带的是不亦乐乎 到最后 陈仙山都接不住了 满脸骚红 心想再这么奉承下去 我非找不到北部客 更何况闲聊了半天 也该切入正题了 他轻轻嗓子 收敛心神 整容问道 贵妇 陈某还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陈某见过 只捅下几十里地的土地宫 只掌管一条小溪的水神 也见过贵妇这样的一城正神 但无论神位高低 法力大小 都能不借外物而直接飞升 这是什么神通啊 城皇一愣 万万没想到 陈仙山会问出这种问题来 飞升 这难道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 作为一个神奇 谁还不会飞呢 陈仙山见城皇目瞪口呆 居然被问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脸上不禁也是一红 暗想他问的这个问题 不会是太白痴了吧 贵妇要是不便回答就算了 陈某也是随口一问呢 那没什么 这大概是因为我们都没有肉身的缘故吧 只有你属木太神 以魂魄成神 自然就能飞升了 那所有的神奇 都没有肉身的吗 又是一个白痴问题 但城皇还是很有耐心的解答道 也不尽然 只有我们城皇府下 所有神奇是没有肉身的 山神 土地 水神 有些有肉身 有些则没有 有肉身的 为什么也能飞啊 这个 城皇很怀疑 陈仙山是不是没话找话 他气氛尴尬 才问自己这种问题 他说 那些以肉身成神的 法力多半都很高深 如洛川郡内的洛神 腾云驾雾完全不在话下 这种神通啊 小神是望尘莫及的 洛神哪 陈仙山心中暗暗盘算着 有机会得认识认识 腾云驾雾这种本事 学会了可比遇见飞行厉害的多呀 他又问道 陈仙山看大多数妖怪也会飞 他们又是基于什么道数呢 城皇终于忍不住 古怪的瞥了陈仙山一眼 心想这个陈仙长手段通天彻地 法力无边 天雷地火都能信手念来 居然全关心一些不入流的问题 反复询问 也是古怪啊 可嘴上还是打倒 妖怪大多是乘风皆失 陈仙山打破砂锅问到底 这怎么个乘风介事法呀 呃 城皇被聊得卡壳了 心想好吗 你刚才还说随口一问 信你我就是个鬼呀 他挠了挠头苦笑道 哎呀 这个小神其实说不通透 哎这样吧 小神府里有本荡妖制 内中记录了一些常见的 妖术修炼原理和破解方法 专供我们降妖使用 仙长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拿去看看 那太好了 多谢贵妇 陈仙山大喜过望 来就是要搜罗好东西的 不然不是白来一趟吗 先长客气 城皇问道 先长是在徐家住吧 小神 差人给您送过去 不必 我就在你这里看就行 看完书啊 就得走了 如此 小神这就差人送来 有劳 有劳 城皇换了小神差 给陈仙山取书 心中却暗暗复飞道 那荡妖制内容繁多 你在这里看 你看到什么时候啊 却见陈仙山取过书之后 刷刷的一阵乱翻 眼睛发直 像是痴呆了一样 片刻之后 忽然把书盒上 放在了桌子上 闭着眼睛 嘴里小声嘀咕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城皇吃了一惊 怎么看个荡妖制 还磨上了 县长 陈县长 你没事吧 城皇连声呼喊 啊 啊 叫我呢 啊 我没事 没事 陈县山睁开眼来 把书又还给了城皇 齐身拱手谢礼道 啊 多谢贵福了 呃 县长 不看了 啊 我已经看完了 啊 城皇恶然地看着陈县山 这 看完了 啊 看完了 好在内容不算多 也找到了我想看的内容 嗯 不错 这 这 啊 哎 县长还真 真是快啊 城皇打着哈哈 敷衍地说道 他根本不相信 陈县山刚才胡乱一番 眼睛发直 一副痴呆的样子 就看完了挡妖制 就算是会一目十行 过目不忘的本事 也夸张不到这样快的程度啊 嗯 原来仙人也会吹牛啊 可不是我们神界的日常体恶 城皇在心里暗暗地想 呃 那个 书中有一处错误 大概是误写了吧 陈县山忽然说的 啊 第一百二十九页处 左手 第九宗 言道 蜘蛛妖 蛛丝中蕴含妖毒 为全身之罪 这话不对 蜘蛛妖的蛛丝中啊 是没有任何妖毒的 熬之中才有 尤其是 就算蛛妖身死 熬之也能单独存活片刻时间 遇到蛛妖的时候 是要千万谨记这一点 莫妖被他死后 还反咬一口啊 这可是陈县山用命换来的真理 再没有谁比他更有发言权了 诚皇初始还不以为然 随手翻书 等翻到一百二十九页 左手 第九宗 看见那句 蜘蛛妖 蛛丝中蕴含妖毒 为全身之罪 诚皇悚然的倒抽一口凉气 如见鬼魅般看着陈县山 好家伙 真看完了 把原文记住也还罢了 他居然连书页杭书都记住了 这怎么可能啊 难道是 他只看了这一页 然后故意在本府跟前 往高山莫测 哼 如此伎俩 稍险低端啊 未免有损 他先人的风范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一集 哦 对了 还有第二百一十七页 右手 第三种 说凡 熬 龟 圆类 撑腰 降服时 以破其壳为致命手段 此类说法也有问题啊 这类精怪 攻其尾锥是最有效的 攻其壳 难破防 还容易遭受反噬 陈一山又补充道 这个记载 城隍是有印象的 但是具体在哪一页 哪一行 他是完全不知道的 当下匆忙翻书 到第二百一十七页 看向右手 第三种 本乌龟圆类撑腰 降服时 以破其壳为致命手段 果然有这条记载 内容一模一样啊 荡腰痣 吊在了地上 贵妇 这 这是怎么了 陈一山见城隍丢了书 张大了嘴 下巴都快要掉下来的样子 不禁惊问 没 没什么 城隍自觉失态 连忙把书捡了起来掩饰头 哎呀 小神是没有想到啊 这么权威的书中 居然还存在这么多的纰漏 县长 说得太好了 小神一定让他们 把错误内容给改正过来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啊 还有 第三百零一 第三百六十九页 第四百二十三页 陈一山说着 城隍翻着 到最后 城隍那颗脆弱的心呢 已经被震惊得完全麻木了 哎呀 修神的和修仙的 差距就这么大吗 我生前还是个近视极地的大才子呢 激索这种事情 对我来说完全是看家本领啊 事后被赤方成神 为了做好一副城隍 当个有责任的政策 我可是读了整整一年 才把这本荡药制给完全记住了呀 可居然 还没人家胡乱一番记得熟 这还有没有千里了 对陈一山来说 有慧眼加持 短时间内记住 荡药制 实在是没什么难度 天宝贯论经典 上下两层 有那么多关于 福禄之术的藏本典籍 自己还不是 没用一个晚上的时间 就全部翻完 而且全部记住了呢 不但是记住还茶漏不缺的 慧眼呢 就是有这个优点 在永安县府城隍爷那儿 充满了震惊 羡慕畏惧的瞩目理想 陈一山拱拱手 轻言道谢 然后飘然而去 自己送了他一件大功劳 又帮他指出了不少 荡药至终的错误 这番看总不是白看 他接下来的行程 已经安排好了 到徐家庄跟徐太来告个别 就该带着无够到这 回颖川郡老家了 想想阔别多时的父母 还真是归心似箭了 昨夜大排研习的时候 陈一山就表明了 自己次日会走 徐太来也连夜派人安排了 可是到临头 陈一山真要走的时候 徐太来又不知道怎么的 像是一下子被抽走了主心骨 一万个舍不得 徐太来非要丢家舍业 抛弃妻子 追随陈一山而去 陈一山当然不会做 破坏人家美满家庭的人 再三拒绝 再三拒绝 徐太来呢 就拉拉扯扯 哭哭啼啼 搞得跟那生理死别一样 让人怀疑 这两个大男人之间 有什么难以言说的秘密 陈一山沉了脸 连红戴鹤 说有什么事 可以到尹川郡找自己 再这样纠缠不清 之前的情分就一笔勾销 这才勉强 让徐太来收敛住情绪 那边徐强又普通跪在地上 抱住陈一山的小腿 哭得如丧烤笔啊 哎呀 仙长啊 仙长啊 你就这么走了 我可怎么办呢 你可不能丢下我不管啊 你说我以后怎么活呀 陈一山听得是气不大一出来 这说的像话嘛 弄得跟魏王人发丧出病一样 抬腿一脚就把徐强踹翻 无垢道长也上前跟着踢了两脚 这才安生 两个人上了徐太来安排的马车 瞥见车厢里塞满了东西 吃的喝的穿的带的一应俱全 还有几包重重的金银植物 陈一山也没有再让送回去 贺一声走 跟无垢道长匆忙离开这一对 过分粘人的徐家主播 赶车的人本来是徐强 但是被陈一山打了一顿之后 强硬的换成了徐豪 免得分离时啊 再闹出活出丧的丢人戏码 实在是没眼看 没耳朵听啊 徐豪把陈一山和无垢道长 送到了落水码头便告辞了 陈一山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与徐太来的这段缘分 算是完满结束了 回影川郡 走水路比陆路更快 沿落水顺流 东出到虎关 可以直接进入影川郡的辖地内 在折而向南继续乘船走影水 要不了三天时间就能到影川浮城 他和无垢道长乘坐的 是长达九丈 宽越三整的座船 为洛川郡官府特许经营 承载容量可达两百余人 审视巨大 船舱设有上下两层 下层是底舱 根本不设座位 票价极其便宜 挤满了风尘仆仆的寒室平民 上层则有数量有限的雅座 可供茶饮餐点 还有窗户 开窗可平高懒落 当然票价卖的也是极其的昂贵 因为临近年关往来伤可很多 水路繁忙 这只船也是满载 如果不是徐太来在洛川郡有些能力 陈毅山和无垢道长还搭不上这条船 更买不到上层船舱的好位置 即便如此 徐太来还心中愧疚 觉得愧对仙长 让仙长跟一船反复俗子挤在一起 无垢道长的心中也很是不安 总觉得自己是个累赘 虽然陈毅山解释过多次 是自己想走水路 想坐船的 但无垢道长总觉得 是因为自己不会飞的缘故 如果是陈仙长自己走 怕不是早就遇见飞回去了吗 陈毅山倒是想遇见飞行 但是他欲使玄英灵剑当武器 去降妖打怪还算顺手 让小剑剑飞出去几杖 几十杖也还有把握 可如果做程具飞行几百里的话 就算是小剑剑敢飞 他也不敢站上去 更不敢带着无垢道长一起飞 一切还得等见到叶南星再说 关于遇见飞行的具体细节问题 还要打听清楚 他也暗暗惭愧 哎呀 说来啊 我也是归海阶段的修建者了 最精通的居然是凡人中意识修炼的 修炼之术 至于说先数先法 除了我摸索出来的灵气外界 移植隐气等皮毛 其他的几乎是一概不止 连语情还不如 他也想过走路路回去 用奔雷斧也不慢 可是无垢道长的速度跟不上了 笔墨只验画的符 根本无法与灵气画的符相提并论 而且他也问了无垢道长 用奔雷斧跑七百里后 会是什么后果 无垢道长说他自己会死 其实关于飞行 陈毅山看了荡妖制之后 已经有了些想法 荡妖制里说 妖怪飞行大多数乘风戒士 所谓乘风戒士是指妖怪 先以妖力设起一股妖风 然后站在风口浪尖上 裹挟而去 看上去很拉风的样子 大概后世的拉风一次 也是由此而来的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二集 这种举动 这种举动类似于修仙者遇见飞行 只不过妖怪遇的是风 而修仙者遇的是剑 所以这妖怪飞行的时候 常常弄出很大的声势 妖风异漫 飞杀走时啊 烟尘滚滚呢 妖怪自以为又狂野又拉风 其实极不雅观 而且妖风大多会呈现出某种颜色 妖力低弱者 妖风为黑色 如狼烟起雾 妖力稍强者 妖风为灰色 如大霾弥天 这妖力再强一些的 妖风则呈现出黄色 如沙尘铺卷 总之啊 没有半点美观性可言 而且还容易引起恐慌 人类看见这些有颜色的灼风 就知道是妖怪在搞事情了 先就有了地方 常常大呼小叫 啊妖怪来了 快收衣服了 为神奇 仙人所不屑 只有妖力极为强横的妖怪 射起的妖风 才会呈现出无色状态 这种妖怪 即便是高位大神 或者高阶大仙 也会深深的忌惮 当然 飞禽成精的妖怪 本身就具备飞行的能力 借助风势速度 只会更快些而已 陈一山虽然很想尽快学会飞行 也能用灵气直接鼓荡出风来 但还不至于学那些美品的妖怪 弄出黑风灰风黄风来解释 倒是在福禄之术中 有一种呼风服 常常配合唤语服使用 被意识施加在奇门遁甲之中 所以凡夫俗子认为意识能呼风唤语 本事极大 因此才称他们为法师 但是意识修炼俘禄之术 就算达到无够道长的水平 呼风唤语的能力也还是很有限 如呼风能平地起个小旋风 卷起符纸吹灭烟火就不错了 至于唤语 还要常常借助天上的云彩 若是晴空万里无云 那就巧妇难为无米之垂了 数十年前宋国大汉 皇帝请来义士呼风唤语 结果万里无云 那义士也无能为力 气得皇帝当场下令 就砍了那个倒霉的意识 陈一山暗想 如果我用灵气画呼风 在以妖怪乘风计事的本事 是不是就也能飞行啊 而且还不至于 搞得很难看那种 当然这只是一种设想 他还没有付诸于时间 一切都等到回归影川郡之后 闲暇下来 跳个无人打脚的时间和环境 偷偷实验 那样就算失败了也没什么 不至于会败坏自己的高人风范 到现在为止 无垢道长还不知道 陈一山举手投足 引雷划火的本事 是从他贯中的论经殿里学来的 但陈一山觉得 无垢道长不是外人 一些秘密可以与之分享 所以在船上闲坐的时候 陈一山还旁敲侧击地问他 道长 你有没有想过 俘虏之术的威力 其实极大呀 无垢道长点了点头说 确实很大 不过也很难学呀 要靠天赋和悟性 有些人一辈子也学不会一种俘虏 而一旦学成 就能达到凡夫俗子所能为的极限了 只不过 比起先术先法 相差 不可以理计呀 陈一山又点拨他 你信不信 用俘虏之术 也能勾动天雷地火呀 无垢道长断然不息 凡夫俗子 都能修炼的俘虏之术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呀 陈一山说 可是 在你天宝观论经殿里的藏书中 就有天刚雷符 和地煞火符的记载啊 虽然有记载 可那都是假的 频道都试验过 根本不能用啊 无垢道长心说谈到俘虏之术 这可是频道的主场 仙长您还是不了解的 林了 无垢道长还补充了一句 还是天雷爵管用 但是遇上大妖怪 还是嗝皮 就像频道 在风书影跟前献丑那次一样 哎 仙长 您是知道的 陈一山无语了 看来用俘虏之术 勾动天雷地火 甚或发挥更大威力的说法 别说无垢道长不信了 怕是谁都不会相信了 要不然陈一山之前出手的时候 也不至于吓到白大王 还耸动成皇 让一杆神奇都觉得 他的高深莫测了 但是陈一山不甘心的又问道 哎呀 道长 你有没有想过 用灵气 其实也是可以画符的 什么 用灵气画符 无垢道长一连比一 我呸 能指引灵气的都是仙人 哪个仙人会自甘下见的 去画凡夫俗子才用的符 仙长 您会吗 您肯定不会吗 陈一山的眼角抽动 沉默良久 陈一山淡淡地说 不聊这些了 咱们还是到甲板上看水吧 落水波澜壮阔 陈一山立在甲板之上 迎着凉风深呼吸一次 两次三次 才按纳住 想要把无垢道长 一脚踹下去的冲动 真是朽木不可刁影 粪谱之强不可乌也 无垢道长并不知道 自己其实已经在鬼门关 走过一遭了 看着落水还是很兴奋 感慨道 哎呀 怪不得 落水能称天下八水第一呀 汇聚衣水 冲出三百里落一平川 成就宋国荆棘大地 统连东西 毗林寄影 这规模 这重要性真是仅次于江河呀 陈一山点了点头 心中倒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永安县城隍说的落神 那可是神尉丝毫不弱于京师 首作城隍的大神 说不定还犹有过之 天下水神之中 除了河神江神之外 便以落神为第一了 就连宋国皇帝也四十几百 香火供奉 从无断绝 毕竟落水可是掌控国运的水脉 巩卫京师 充当曹运 供养者数百万胜利 永安城隍说 落神善能腾云驾雾 也不知道是何等神通啊 陈一山没见过 也想象不到只能是心向往之 他和无垢道长在甲板上 看了一阵落水风光之后 便进了舱内 看水看得口渴 吹西北风吹得肚子空 两人都打算喝点茶 吃点点心 上层舱位里的人不多 有的是商骨 有的是近身或出差的官员 返乡的世子 总之非富即贵 坐都是雅坐 三三两两的人共居一桌 或静坐或闲聊 或手谈或对饮 或论文作夫 或评点时事 一派祥和也不吵闹 陈一山感觉还是挺舒服的 跟无垢道长要了一壶茶 一碟瓜子 一碟糕点 有的没的说着 倒也不觉烦闷 吴沟道长心中不住的感慨 哎呀 陈仙长也推没架子了 想当年呢 叶仙俄惊师露联 那是何等的台长 相较之下 陈仙长就如俗世中人一样 但却又是叶仙俄的掌门仙师 看来本事的大小 还真不能一排场大小而定啊 感慨中一阵笑声 打断了他的思绪 在他们身后 坐着两名年轻的文士 面白观金 披着黑衣大厂 打扮相当不俗 桌子上放着一尊红泥小火炉 温着一壶酒 酒香四溢 下摆四碟小菜 吃喝畅聊 虽是两人 却也热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三集 只是刚才他们发出的笑声略显猥琐了些 让无垢道长不禁想留神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周兄 周兄前方靠岸就是虎关独靠 关上就有一座洛神庙 传完庙里的洛神跟洛神本尊极为相似 你想看洛神长什么样子 不如到时候上岸去瞻仰一下神像 这你祖母太有什么好看的 得看到活生生的洛神 才知道他是何等的角色 哎呀 见活生生的洛神 咱们一见凡夫祖子 还想见洛神 梦里见吧 哎呀 古时候的曹子健不也是凡夫祖子 他怎么见的 你听听新年曹子健写的洛神模样 坚若萧成 妖如约素 严谨秀相 好之成路 方则无家 千花不语 那是单纯外郎 好吃内心 还有柔情挫态 美于语言呢 相见相是削出来的 腰细的就那么一丢丢 哎 脖子白 身上香 嘴唇又红又润 那仪态是又柔又美呀 哎呀 是啊 写的令人向往 你说这曹子健 到底坚没见过洛神呢 我才是见过的 要不然呢 曹子健为什么死那么早啊 嘿嘿 显然是因为见过洛神之后 害了相思病才死的 嘿嘿嘿 这个说法妙啊 不过如果洛神真长得那样动人 能让我一亲方则 我就是死也甘心呢 嘿 王兄如此殷切盼望 说不定啊 夜里洛神就来梦中与王兄相会了 嘿嘿嘿嘿 哎呀 有道是 人不风流亡少年 周兄此言深得我心 但愿最后入梦 梦会洛神 来 干杯 吴够道长听了半天 只气得蹊跷声音 感情这俩或是斯文败类啊 跟这亵渎落水神明呢 这还落水上的行船呢 就不怕遭什么报应 吴够道长正要发飙 突然看见陈一山也是一脸冷笑 缓缓说道 等上岸了再说 显然陈一山也听到了 也很厌恶 是 吴够道长暗暗压下怒火 只等着船靠近虎关 上了岸再收拾这两个火 但是那两个人作死的行为 竟然还没有完 那位周兄突然起身 揭开窗户 将一杯酒泼向了落水之中 嘴里泄笑道 洛神啊 你若有意 与周某共饮这杯酒啊 那位王兄也跟着把酒泼了出去 还有我 梦中相会 可好啊 两人嘻嘻哈哈 再无争现 吴够道长脸色铁青 感觉自己快忍不住了 恨不能一手抓住一个 把他们两个都给丢进落水里去 正愤愤愤之际不停哗的一声巨响 城内桌椅板凳翻倒 座上之人东倒西歪 已经是人人变色 惊惧呼声四起 那两名文士摔成一团桌上酒洒卢倒 火炭滚落在他们身上 又沾染了酒水 轻刻间便一阵火急 两名文士登时惨叫起来 陈以山和吴够道长还能展文 但也吃惊不消 两人彼此面面相觑 心中都是同样的想法 不会是那两个蠢货的言语 激怒了洛神显灵 发怒要毁传了吧 再看那两个文士 已经都从窗口翻了出去 坠入了水中 随着浪花引墨 轻刻间就消失不见了 陈以山唯恐吴够道长也翻出去 连忙伸手把窗户关上 不好了 有人落水了 快跑啊 船要翻了 这是在落水上 你往哪跑啊 快祷告啊 求洛神保佑 我看着 就是洛神烦怒了 肯定是谁不经洛神 嘱怒了洛神 舱内瞬间已经是非凡迎天 各种各样的叫声 骂声 哭声 祷告声 此起彼伏 全都嗡嗡传入 陈以山的耳朵里 人仰马帆都连滚带爬 争先恐后的往舱外挤涌 吴够道长也吓得面无人色 开始立足不稳了 他惊恐的看向还稳稳站住的陈以山 争生道 县 县长 怎么办啊 陈以山也很慌 心中对那两个文师脑恨不已 又觉得自己倒霉 到哪儿都能遇到作死的惹势惊啊 徐太来惹上学女吧 虽说掺杂了些许色心 但好歹也是抱着与人为善的心理 天青 林美云等人惹上风书影吧 虽然是狂妄自大 可到底是基于为民除害的出众 吴够道长也是如此 至于这船上的两个文师 这纯粹就是嘴贱呢 而且惹的还不是妖怪 是神奇 是一尊得罪不起的大神 船又剧烈的晃动了一下 水浪拍击船身 也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舱中不少人已经晕了过去 不知道是吓晕的 还是被晃晕的 神志清醒的人 开始争相去抢柱子包 叫骂声 嚎哭声不绝于耳 陈以山张望了一眼 立声喝道 不想掉出去的话 我把窗户关上 你别往舱外去 上着甲板 每一个也站不完 这一声力喝 灯时惊醒了不少人 纷纷连滚带爬的去关窗户 那些挤到舱口的人 也不敢再往外爬了 像是一下子找到了 主心谷一样 都朝陈以山这边往来 有人突然认出了 吴够道长 历时惊喜交加 喊了起来 天宝大法师 那是天宝大法师 救命啊法师 别叫了 吴够道长这会儿也吓得面无人色 被人喊得更是心烦意乱喝头 都听陈先生啊 哪位是陈先生啊 谁是陈先生 贫道身边这位 舱内的情绪稍稍稳稳定了下来 窗户都关岩似的 也没有人再掉出去 但是船体 扔在剧烈的打牌子 陈以山感觉得出来 这种剧烈的晃动 再来几次 船就彻底毁了 不是接体 就是侧翻入水啊 他从小在营水附近长大 精通水性 所以并不怕落水 只是眼下这情形 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 个人安危问题了 满船乘客 再加上船员和水手 一旦传回 可是要造成两百多条亡灵啊 底舱的呼喊声 哭闹声 惊叫声已经传上来了 陈以山听得浑身冰冷 下面人都拥挤 如果发生见他 好 不看声音 我从船上蚂蚁 下云梦一来 几次历经生死 满打满算 再救了十几个人 还不够这一传人的灵德 再来就拿着他们死 自己的 我以后有什么险 就算再救一万个人 就弥补不了今日的亏欠 想到这里 陈以山也打算 豁出去了 道长 你小心了 别掉出去 说话间 他袍袖一甩 激开窗扇 在无垢道长的惊呼声中 在舱内众乘客的惊恶目光中 他整个人 从窗口跳了出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四集 天啊 他怎么跳出去了 这 这是续群短路了 法师说要听他的 这是干什么呀 众乘客都伸长了脖子 惊疑不定地朝窗户外看去 林药落水之际 陈以山指引灵气 画下一道避水符 脚下树道涟漪荡开 人已经稳稳当当地 立在了水面上 舱内发出阵阵倒抽冷气的声音 乘客们已经惊呆了 这位陈先生居然能站在水面上 洛神 还请手下留情 陈以山口中饱寒灵气 冲着落水狂吼一声 当即挡开了水浪 声波直透水底 满船的人也都为这一声震动九天的嗓音 惊住了 一时间恐慌的情绪倒是少了许多 也不知道是谁忽然大叫了一声 哎呀 这位陈先生 是神仙啊 他是来救我们的 一些靠窗的乘客 都引颈往外观瞧 只见落水之上狂风呼啸 啄浪翻滚 波涌波落 那陈先生却立在潮头之上 背负长剑 麻衣胜血 随水浮浮沉沉 不管风浪多大 他的身躯都始终昂厉 窥然不动 只衣媚萨萨 长发飘荡 大有一事独立的出尘仙字 这不是神仙 是神妹 真是神仙啊 有闲人下烦了 我没有救了 不少人已经喜极而泣 对于摇晃得越来越厉害的船 反倒是不再害怕了 无垢道长半个身子都骑在窗台上 手脚都夹得很紧 胃里都被晃得翻江倒海了 还仍旧勾着脑袋去看陈一山 他提着嗓子喊了一声 想要给陈一山助助生事 不料带着把刚喝的茶水 还有刚吃的点心也带出去了 陈一山心中万分焦急 他刚才喝叫那一声 相信洛神是能听见的 毕竟连那两个文士的唯琐对话 都能被听见 自己喊得惊天动地 洛神怎么会听不到呢 怕是对方不想毁养自己怕了 这样可不行啊 洛神 两人造孽 与他人何干呢 你难道要这一传人都葬身于父吗 陈一山再次纵声呼和 你是庇护万民的正人 我是黑白不分 是非不明 傻人不眨眼的邪神 你如果要了这一传人的性命 我保证你从今往后会断了香火 毁了金身 到时候 你后悔莫及 这一连串的威胁之语 终于起了作用 狂风止住了 大浪也缓缓落幕 船体渐渐安稳 满船欢呼声 爆然而起 哎呀 神仙保佑啊 神仙保佑啊 陈一山却没有丝毫的喜悦之情 因为他看到一条巨大的青色影子 就在水底若隐若现 船已经够大了 可是相较于那青色的巨影 完全不值一提 那是洛神的真身吗 你 这么爱管仙士啊 一声冷力的女子嗓音 如箭一样从水底传出 瞬间刺进陈一山的耳内 真的他几乎失神 可船上的人还在欢呼 显然他们是听不到这声音的 洛神只对陈一山一人发问 陈某 为了这许多人命 口出狂言 得罪了 陈一山强射心神 冲水底拱手行李 得罪了 哼 水下发出一声冷笑 就这一句话 便像轻飘飘的结果 他们的命可以留下来 但你替他们出头 你就得下来 一连串的回音 震得陈一山脑海中 嗡嗡乱鸣 在他头痛欲裂的片刻间 水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动 接着便有一团 方圆树杖的漩涡 在他脚下出现 黑白两种水波 第一次旋转 内中透出一股磅礴之力 吸扯着他 要往水下拽去 避水浮的浮力 只抗衡了瞬息 便砰的失效 陈一山觉得身子一沉 整个人已经不由自主的 要被漩涡吸走 他大惊失色 为了救人 也不能把自己的命丢了呀 风来 千军一发之际 陈一山也顾不得自己 之前对飞行的摄像成熟不成熟了 指引灵气呼风符 瞬间化救 呼啸盛重 一阵旋风从水面上卷起 内中的脱举之力 与漩涡里的吸扯之力相互碰撞 登时溅起树涨高的水浪 陈一山借此机会 蜻蜓点水奋力一跃 踏上风口 嘴里喝一声 急 那旋风顺着他的心意指引 拖着他的身体 朝船的反方向滚滚而去 谢天谢地 竟然真的飞起来了 水下传出疑的一声 显然是出乎意料 但紧接着 又是一声更加愤怒的吏喝 想跑吗 没那么容易 巨响声中 一股灼浪从水底冲出 半空中 一阵扭曲盘旋 煞时间已化作一条墨绿色的水龙 尾随陈一山狂追而去 陈一山实验乘风介事成功 心中欢喜无限 暗想自己真是个天才 利用俘虏之术和妖术结合 修为处在小小的归海阶段就能飞行 猛然听见身后动静极大 还夹杂着船上众人的惊呼 龙 龙出来了 尤其是无垢道长的嗓门最大 陈县长 小心背后啊 陈一山扭头一看 不由的吓得魂飞魄散 只见一条几十丈长的墨绿色巨龙 不知何时已然临近 两下相聚不足六持远 飞快点 陈一山心下焦急 他也不敢往船上跑 只能是往岸上去 但第一次飞行并不稳当 反而是心中越急速度越慢 巨龙又靠近了鸡翅 吼声阵天 巨龙咆哮着 身子奋力一窜 巨高临下 骇人的阴影已经完全照住了陈一山 血盆大口轰然吞下 碰 龙嘴和声 发出一声令人心悸的响动 水花四剑中 陈一山的身影消失 不 不可能 还骑在窗台上的无垢道长 惊愕地看着这一幕 脸色下的灰白 无所不能的陈仙长 被水龙吞掉了 满船欢呼的人 也都瞬间陷入了四季 忽然间 传出一声清响 水龙的脑后 迸射出一道流光 后面紧跟着一道白影闪出 流光暗落 白影止住 竟是一箭一人 哦 仙长威武 那太厉害了 仙长法力无变哪 欢呼声 瞬间又雷动起来 连无垢道长 都兴奋地含牙了嗓子 差点从窗户上 掉下水去 一道绿芒 从水底 骤然窜出 如垫般 缠向了陈一山的脚 船上的欢呼声 立时变成了惊呼 无垢道长也 瞪大了眼睛 闭上了嘴 陈一山一直留神观望水底 眼看绿芒靠近 慧眼如炬 已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当即立刻一声 斩 弹旋在他身边的 玄英灵剑 刷得击舍而去 剑芒掠出 那绿芒已被拦腰斩断 两条巨型水草落在了水面上 好厉害的仙人 好厉害的仙树啊 水底轻盈颤动 怒不可遏的声音 森然传出 今天 我一个都走不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五集 落神是动了针 一股磅礴无匹的神力 如飓风般压迫而来 陈一山瞬间就觉得大事不妙 牛头一道滔天巨浪 从水底掀起百余丈高 数十丈宽 如一堵遮天蔽日的墙 翻滚着 朝着他和船疯狂涌来 他心下意料 我心了 彻底没招了 要么我自己跑 留下全船的人不管 要么走 五月波 陈一山咬牙切齿 手掌一翻 那个通体有黑的波 瞬间险见 这是到了不可不用的时候了 他叹 陈一山慧眼圆整 恶狠狠地瞪着水底的轻盈 把五月波对准了对方 他应该抵挡不住五月波的攻击吧 陈一山充满了信心 五月波中灿然闪亮 瞬间咬出万丈光芒 照着水面呈现出一片诡异的烂 光芒之中 一道幻影书的闪现 如山四月 踏空而来 陈一山 惊呆了 那 那是我自己 那如山似的巨大人影 身着麻衣 剑眉星帽 正是他自己的样貌 住手 那幻影冲水底发出一声咆哮 铺天盖地的威势 顷刻间席卷而下 水下轻盈下的一颤 失声而呼 这是一种无上的高妙宪法 高妙他连剑都没剑过 只是在传门中听过 据说 能施展出这种宪法的信任 就连四海之神都不敢招惹 更不用说 他这种小小的大水征身了 对方灭掉自己 就如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恐惧之下 那堵遮天蔽日的水浪 历时崩塌 船上的人也都静得浑身贪软 便是无垢道长 也颤微微 从窗台上滑落进舱内 止不住浑身 晒康式的颤抖 人 对于庞大的事物 总是充满恐惧 见到一个比自己高大 威猛的同类都会心生畏惧 更不用说 看到一个巨人 一个像山一样大的巨人 吓尿了好吗 水上水下 一仙一神也都摒弃凝神地 看着那巨大的幻影 心态各异 陈一山狂喜 裸神耸惧 他们都在观望 那法天相地的巨人 接下来准备发什么大招 不管如何 一定都会产生 毁天灭地的威力吧 却见那巨人 那巨人缓缓俯身 低头冲水底凝视 目光渐渐变得柔和 脸上居然也出现了笑容 最后他挥了挥手 和煦地说道 多谢 再会 然后 乌月波中光芒暗淡 那巨大人影 也迅速变得稀薄起来 在陈一山难以置信的目光中 消失了 彻底消失了 我靠 陈一山瞠目结舌的半天 终于忍不住 爆出了一句粗口 就这 他使劲晃了晃 吴月波再无反应 眼前不由的一黑 险些从风口浪尖上摔下去 这是要坑死我呀 水底下的轻盈 也是颤了颤 有这 大笑声陡然从水底下泡出 洛神是小傻了 哎 这是法天相帝吗 我还是第一次见的 多谢 赞 好有礼貌 春一山羞愤难当 甩手就要把乌月波丢到水里去 他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西姨老祖那句话的深意啊 不可轻用 不可轻用 这哪是不可轻用啊 这明明就是不能用了 说什么保命法宝 说什么 会兼起居心叵测者的邪念 这分明就是个序章生事的废物嘛 说一个巨大的幻影 这是出来唬唬人 然后赔个笑脸 灰灰手再见 就没有然后了 谁要这种老狮子啊 陈一山使劲一甩手 却发现乌月波根本甩不出去 他又是厌恶 又是惊诧 呼听水下 又传出一声哑人 接着 那巨大的轻影 突然间消失了 风起云涌的水面 刹那间变得风平浪静 刚才惊天动地的一切 就仿佛 不曾发生过一样 陈一山呆住 怎么 洛神 又这么走了 为什么 陈县长 陈县长念 陈县长与天同气 与地同手啊 无垢道长的破罗嗓子 远远地传了过来 陈一山身形一晃 差点再进水里去 呼风符的效力 持续不了多久了 他不敢耽误 赶紧引风 朝着船飞去 甲板之上 已经挤满了人 眼见陈一山飘然而至 无不匍匐跪拜 大县县灵啊 大县保佑啊 大县慈悲 大县飞武 纵声此起彼伏 喊得陈一山一阵头疼 看着甲板上黑压压的人群 那慌乱的挥挥手 起来 都起来吧 不必客气 没有人起来 一道道炙热的目光 都仰望着他 掌管坐船的船令 挤到近前 朝着陈一山连连磕头 哎呀 宪长请留下先号 下官回去 禀报朝廷 定然为宪长 建妙立词 塑造今身 享受万年香火呀 不必 修宪者不受香火 不及愿力 陈一山摇了摇头说道 还有啊 宽恕你们的是洛神 是他饶了你们 而不是我 所以以后 你们还是为洛神 敬献香火吧 船令一愣 可是洛神刚才差点 没什么可是 快些靠啊 不要再耽误时间了 也别再说什么 亵渎神灵的话 如果洛神再发怒 我也救不了你们 是是是 船令下的面无人色 连滚带趴的去了 呼和舵手水手 赶紧行船 朝着虎关渡口而去 眼见船客们 都朝自己涌来 无垢道长 连挤都挤不到跟前 陈一山苦笑一声 也顾不得劳累 指引灵气 又画下一道呼风符 伸手扯住无垢道长 站立风口 朝着岸上呼啸而去 徐太来送给他的那些礼物 基本上全都舍弃 一直到上了岸 落了地 无垢道长还浑浑噩噩 既因为死里逃生的经历 又难忘法天向地的震撼 还有刚刚腾云家雾的飘忽 陈一山心中也满是后怕 乌越波根本没有能制服洛神的能力 是洛神自己把手放水了 但到底是因为什么 他想不明白 现在单单是望一眼落水 他都觉得心有余悸 大神就是大神啊 实力为时恐怖啊 之前还想着怎么结识洛神 跟洛神学习腾云驾雾的本事 没想到却是以这么一种方式结识 认识是认识了 可结的是仇啊 他只想快点离开落水水域 可惜偏偏天宫不作美 他跟无垢道长上岸之后 没多久 并有大雨瓢泊而下 两人为躲雨慌不择路 遥望见一座庙宇 不计辨认清楚 便奔了进去 庙宇不笑 两人站在山门中 看见迎面而立的大殿上手 挂着一块牌柄 四周雕以水纹连衣 当中三个大字 金光灿灿 娘娘殿 陈一山心中 陡然起了一股不祥的预感 娘娘殿 供奉的是哪个娘娘 他画了一道壁水符 越过庭院朝大殿走去 无垢道长也连忙跟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六集 殿中一个庙柱 歪坐在蒲团上 酣水浑尘 香岸上 炉香 鸟鸟而生 一座杖鱼高的女神 金身塑像 稳坐神态 左手立着金铜 右手立着玉女 看那女神娘娘 病如青云碧月 面若东升朝下 发际高耸 秀眉如柳 极其的端庄美貌 无垢道长不仅一呆 乐乐说道 县长 咱们这是进了洛神庙 这是洛神娘娘啊 陈一山心头一沉 哎呀 真是怕什么就遇到什么 却见无垢道长张口打了个哈 然后摇摇晃晃 坐倒在了蒲团上 靠着那个庙柱 也睡了过去 道长 陈一山吃的已经连忙呼喊 无垢道长却如昏死了一般 毫无反应 本尊要问你几句话 不许有外人在场 陈一山猛回头 只见殿外雨中一个身披青螺衣的女子 婀娜上去 向前微露 仙妖清白 瓢泼大雨 似乎是在可以避开她一样 一滴都没有落在她身上 淡淡的幽香 如蓝般弥漫开来 女子已经走到殿内 明眸善赖 如水波流液 缓缓飘落在陈一山的脸上 陈一山悚然后退 扭头看一眼店中的娘娘 今生再回看一眼的女子 太香了 也太美了 真是归子艳艺 柔情戳态 祈福旷世 无相应徒啊 见过 洛神娘娘 陈一山心中惶恐 暗想自己也算是倒霉 冒冒失失进了人家的地盘 又被人家堵在门口 是福是祸都躲不过去了 只能是客客气气 尽量平息 之前的不愉快情绪 她恭恭敬敬地拱手行礼 方才 在水上冲撞了洛神娘娘 还请恕嘴 你叫什么名字 洛神似乎并不打算追究她的过错 开口便问她的性命 声音妩媚 动听至极 完全不像是之前 从落水水底传出的 那个冷漠的嗓音 陈一山 西夷老祖 与你是什么关系 西夷老祖 陈一山惊讶地看着洛神 一直都是她看穿别人的来历 今日竟然便主动为被动 洛神一口道出了她的事成 她是怎么看出来的 洛神微微一笑 离窝浅些 百昧暗生 看得陈一山脸上一热 竟暗暗有点自残行贿 不敢再指使洛神的目光 更不敢用慧眼去窥视洛神的底细 第一眼看见你身上的这件麻衣长袍时 我就已经有些狐疑了 只是没有往深处去想 后来你拿出乌月波 一切便都明了 你得了西夷老祖的衣钵 听见这话 陈一山哪里还有隐瞒的必要 也明白乌月波不灵的时候 洛神为什么会放过自己了 人家是冲西夷老祖的面子 才对自己网开一面的呀 是 陈冒得了西夷老祖的一波 洛神娘娘认得西夷老祖 何出土 洛出书 这典故 你不知道吗 陈一山猛然醒悟 我这 知道了 他暗想自己也是真奔到家了 西夷老祖先到大城之时 和洛 均有异象 和洛 洛神与西夷老祖的关系 一定非同寻常 果然只听洛神说的 西夷老祖 曾在黄河悟到 黄河中有一通灵老龟 每日清晨都来听餐 还曾托老祖寻和 大有功劳 老祖后来悟出河图 便刻在了老龟的背上 那老龟得此机缘 一月度节成功 化为龟蛇玄武 屡在黄河两岸显灵 终成河神 且位居天下水神之首 西夷老祖后来又在 洛水沿岸引修 水中有一条蛟龙 也每日来朝拜他 最终老祖悟出洛书 便开恩点唤了蛟龙 这蛟龙度过大劫 而成真龙 统于洛水 便是我了 陈一山听了满心震动 原以为神仙殊途 可没想到天下第一水神 河神 还有八水正神中的首尊洛神 竟然都得积元于西夷老祖啊 不道于天下 结元于江水 西夷老祖真的是身体力行啊 在下 虽然承受了西夷老祖的衣钵 却不知道洛神的来历 真是孤陋寡闻了 让洛神见效 你是在何处得到老祖衣钵的 云梦山 老祖动 哦 洛神点点头 云梦 我是知道的 如此说来 你可算是我的师弟 参见师姐 陈一山毫不犹豫 当即参拜 开玩笑嘛 有这么一条大腿 不 有这么一条没腿送上门里 不赶紧抱住了 还等什么呀 陈一山这一声师姐 喊得洛神居然笑语盈盈起来说道 不错不错 老祖门下有叫无泪 大多都是奇形怪状的家伙 银样貌俊俏 以我手下的金铜都好看些 陈一山脸色帐红 乐乐道 多谢师姐夸赞 不是夸你 确实如此嘛 以后你有机会见到那几个家伙的话 就明白师姐 没有夸大棋子了 咱们姐弟俩 便是老祖门下的 颜面担当了 说完 洛神不知道是想起了谁的尊容 禁不住眼嘴偷笑 陈一山心想 和神原是大龟 后来进化成了龟蛇玄武 那模样 确实不会这么好看的 就算脱化成人形 大约也不怎么出类拔萃 又一想云梦山上 原来的那个老鳖 身脖子缩脖子 四条腿爬叉着 模样猥琐古怪 不由的也跟着笑了 笑声中 师姐弟两个相互对视了一眼 关系 在这瞬间就变得亲密起来 之前因动手而产生的那一点不愉快 也早就烟消云散了 师姐 陈一山亲热地叫着问道 本来天高云淡的 可是突然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 是尸解尸展的神通吗 嗯 我行云不雨 就是要让你进我这神庙 好问清楚你的来历 倒没想到 真是应了那句人世俗话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你还真就入了师姐这山门 咱们姐弟俩 算是有缘极了 诶 师姐 这话多半是形容夫妻的 你可别乱用啊 这个道士就是天宝卦的那个无垢 我听船上有人喊着天宝大法师 你怎么跟他认识的 洛神根本没在意自己用错 没用错俗语 只是高兴 顾盼之间看见无垢道长 便随意地一直到 我把他弄睡着了 是不想他听见咱们说话 对 他就是无垢道长 一神一束 很是厉害 小弟跟他也是无意中认识的 见他古道热肠 急功好意 就结交了下来 那他算是高攀了 洛神不怎么看中无垢道长 冷淡地说道 凡夫俗子修炼艺术 顶天了也就比些小神小妖厉害 他名头倒是总闹得很大 就像新年的天宝真人 孤明钓鱼 我素来不怎么喜欢他们 陈一山见洛神对凡人有些偏见 心想他到底不是人类出身便笑道 师姐是龙族血脉 又怀无射神通 自然看不上他们 可小弟也是反复俗子生扬 普通门户里出来的呢 洛神也笑了起来 好个师弟 你这是寒沙摄影 说师姐心中有偏爱 小弟不敢 师姐对你还是另眼相待的 你跟他们不一样 身上没有阿渣污汇气 话说你是什么时候得了老祖一波的 十天之前 十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七集 洛神吃了一惊 瞪着一双妙目 又细细打亮起陈一山来 片刻后点点头道 才十天而已 可你的修为不低啊 看来你的资质 是老祖门下最高的了 都是机缘巧合 也多亏了老祖赐鱼的麻衣 小弟不敢鞠躬 惭愧惭愧 你在师姐面前就不必谦虚了 这世上敢对洛神出手的人 也没几个 陈一山汗都下来了 善笑道 哎呀 小弟也是猛浪 早就听说师姐的大名 师姐身为八水正神之手 神通广大 小弟愿不敢出手的 只是常言道 百事修得同传度 小弟实在是不舍那一传 两百多条性命 葬身于师姐的手中啊 洛神轻轻一笑 你这是怪师姐 滥伤无辜了 陈一山心中烧声举意 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小弟不敢付费师姐 小弟知道 师姐出手是因为事出有因 那两个猥琐之人 亵渎师姐名头 自作孽不可获 但是 总归不至于 连累那么多无辜的人 也丢了性命啊 嗯 今天确实是师姐出手重了些 洛神秀眉微粗 沉默了片刻 缓缓说道 也确实事出有因 并不全是因为 那两个猥琐之人 说得下流话 还因为这个 说时迟那时快 洛神突然拂袖一挥 立在大殿神台上 金身作素旁边的 玉女雕像 砰的一声 历史土崩瓦解 贬为激愤 陈一山吃了一惊 不知洛神这般突然间发了脾气 而且动手毁掉了自己近视的神速 是为什么 当即不安地问 师姐 这是怎么了 洛神冷冷地哼了一声 绝美的脸上 拧起了一股寒霜 恨恨地说道 师弟你不知道 天下水神一戏中 和江不牧 江神不服和神为首多年了 但是和神出自西伊老祖门下 当是你我师兄 凡事我自然会站在和神这边的 因此 与江神也相处不快 我洛神府中的这个玉女 追随我多年了 我把她当成是心腹 她却与江神的儿子暗中勾搭 有了奸情 她出自我蛟龙一族 多修炼几年 就能退化为真龙 江神是什么畜生 朱坡龙而已 呸 丑得令人发指 也不知道她是眼睛瞎还是心下 陈一善听得暗暗则舌呀 神界果然不是铁板一块 前有城隍与山神土地水神不牧 现有河江冲突 看来就是连水神与水神之间 也有许多派性 而且今天听到的神界秘密 可太多了 河神是乌龟出道 异化为龟舌玄 洛神是蛟龙出道 异化为真龙 江神居然是猪婆龙出道 这猪婆龙也叫陀龙 后世成为杨泽 他也确实成了 就看师姐这绝世自重 可见蛟龙一族的血脉中 就带着眉毛 看不起猪婆龙 也说正常了 他们的奸情今是败露 我因此心中大怒 再加上那两个猥琐 吃被在船上胡言乱语 一时间就恼得 师姐我出手不论轻重了 眼见洛神面色纷纷 陈以珊温声劝道 师姐息怒 今天少了一个玉女 却多了一个师弟 师姐也该高兴吗 不错 我多了个好师弟 胜过失去一个不听话的玉女 洛神又笑了起来 又上下端详陈以珊 美目如波 方则拼离 在强大的容颜 和令人心旷神怡的 幽香加持下 陈以珊脸色胀红 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弟弟若是无事 不如去姐姐府上坐坐 姐姐也带你去游览一下 洛神水府 洛神见陈以珊面皮子薄 不经看不由的笑艳丛生 倒是愈发喜欢这个新人的师弟 当即连称呼都改了 自称姐姐 口呼弟弟 盛情邀请陈以珊 去自家神府里认认门 陈以珊阴了 现在吗 当然是现在 说话间 洛神瞥了一眼 无垢道长 有些嫌弃的 至于这个道士 一见凡夫俗子 就不要带去了 陈以珊心中一阵犹豫 洛神水府啊 他当然想去看看 那可是龙宫啊 从小就听各种各样 有关龙宫的传说 那可是水晶打造 奢华超越人间皇宫 珍藏无数奇珍异补的地方啊 不过他还是攻身说道 禀师姐 叫姐姐 是 冰姐姐 小弟也万分想去洛神水府 开开眼界 只是 哎 小弟还有要事在身 要不小弟改日再登神府 去拜会姐姐 近视玉女背叛 洛神的心情极其糟糕 认下陈以珊这个师弟后 心情刚刚好了一点 所以应急邀请陈以珊 到她的神府做客 她也是多年不曾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 只觉意犹未尽 没想陈以珊会拒绝 她顿时便觉有些失落 泱泱的 你现在能有什么钥匙在身 陈以珊 唯恐惹 世界不痛快 当即把自己是如何如何中了妖毒 差点殒命 又如何如何上了云梦山 进了老祖洞 最终如何受了老祖一波的事情说了一遍 然后道 现在 小弟性命无余 还得及早回归家中 向父母报声平安 免得他们担忧 而且 那叶南星和雨晴在影川军 我怕他们与小弟的父母产生局域 所以才积极回去啊 原来是这样 洛神点了点头 叶南星的名头我也听过 他的心术不差 只是性子很招人厌 云梦派的名声在神界也不算上家 新年云梦子 逼迫与梦山神远走他乡 惹得神界颇有怨言 如果不是碍于他们跟西医老祖有些渊源 五月神军早找他们麻烦了 弟弟你现在担任云梦掌教新师 整顿一下云梦派 倒也是好事 小弟明白 以后一定约束好叶南星他们 不能窝了西医老祖的名头 嗯 那姐姐就不强邀你去神府了 以后得闲就来看看师姐 有什么麻烦了 也一定要来找姐姐 姐姐帮你出头 多谢姐姐 陈一山心中别体多温暖了 当即又是发自肺腑的深深意义 好了 姐姐不耽误你回家的行程 你回去吧 洛神拂袖一挥 挪移之中一片霞光冲天而起 空中密集的乌云顿时四散而开 瓢泼大雨 眨眼间便支柱不落 天空拂又晴朗开来 这份神通看得陈一山是艳羡不已 他心想早些回家报过平安之后 就赶紧来洛神水府拜上师姐 询问一下腾云驾雾的本事 用呼风符和妖术结合而独创出的飞行本领 到底还是有些拿不上台面呢 姐姐我可回去了 洛神颇有些不舍的挥了挥先些御手 然后细腰清白 转身步步连升 鸟鸟挪挪的往外走去 陈一山送出大殿 正要说声恭送姐姐回府 突然间想起一事了 连忙紧赶紧不喊了手 姐姐 小弟有个麻烦事 想要请姐姐帮忙 洛神站住 回首似惊鸿一瞥 顾盼生辉中 显得很欣喜 好 弟弟你说 洛川郡葛城县天堡山下 有条明溪 明溪之中 有个小水神叫清洛 他跟葛城县的城隍不怎么和睦 而且因为水域狭小 香火微薄 早想另谋出路 前几天 他求到小弟头上来了 小弟一时自不量力 答应了他 可其实也无能为力 姐姐这边能不能帮帮他呢 明溪水的小神清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八集 洛神完美式的一笑 盯着陈一山问道 姐姐好像听说过这个名字呢 她是水妹出身吧 对 她是水妹出身 水妹呢 一般都长得特别好看 妖魅动人 男子难易 这个清洛 怎么样 这个 这个清洛的模样 确实很好看 也算是妖魅动人吧 可是比起姐姐 却差得远了 姐姐这样的局势自容 是神魅动人 不但是男子男敌的 女子也难抵挡啊 你这臭小子 什么神魅动人 什么女子也难抵挡 把姐姐说成什么了 真会胡说 洛神笑得花枝微颤 脸上浅浅的梨窝又浮现了出来 寒沉问道 姐姐问你 你才休闲几天啊 怎么会认识一个小小的西神 还答应帮他谋出路 你们两个 有什么瓜葛 你别是被他给迷惑了吧 陈一山一听这话 就明白师姐是误会自己跟那个青洛有不明不白的关系了 当下赶紧解释 把制服邪神白大王的经历说了一遍 洛神这才恍然 真是个好管闲事的小弟弟 洛神摇摇头道 我看你以后会给姐姐惹不少麻烦的 那个青洛 嗯 我回神府之后 就派神使去接他来洛水 我对玉女近视正好缺位 让他来补 不算屈了他吧 那对他可是天大的恩宠啊 怎么会屈了他呢 洛蝎姐姐 陈一山喜出望外 没想到事情解决得如此顺利 自己在青洛那边总算不会当个失心之明了 至于说从明溪水神变成洛神的近视 不但不算屈才 这可算是一步登天了 自己这位师姐享受数百万百姓的香火供奉 还有朝廷官府四十正计 近视也是要立神速配向于洛神庙的 跟着喝汤都比在明溪当正神强一万倍呀 要知道洛神身边的近视如金童玉女 可都是出自他在蛟龙翼族中的近亲晚辈 旁人谁有这样的机会 这个面子给的可真够大了 只是姐姐 葛城县城皇会不会不高兴啊 会不会给您带来什么麻烦 陈一山替青洛兴奋之余 又隐隐为自己的师姐担心 天宝山的土地 山神门神 还有这个明溪水神青洛 他们都被葛城县城皇 锁死在冷板凳上了 应该是不想让他们出头的 葛城县城皇算什么东西 洛神摆摆手 不屑地说道 就是洛川郡的大城皇来了 姐姐也不会拿正眼去看他 我洛水行经天下六郡之地 还维系宋国荆棘草运便利 一个县的城皇在姐姐眼中 就如神府的虾兵蟹将一般无二 他能给姐姐带来什么麻烦 天宝山的土地 山神 门神 既然与你有渊源 那就是与姐姐我也有了渊源 我看谁敢阻他们出头 是 听师姐这么霸气 陈一山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这枚龙符你拿着 真遇到什么麻烦解决不了的话 捏碎传讯给姐姐 姐姐去帮你摆平 洛神从袖中拿出一枚龙形玉符 递给了陈一山 陈一山连忙伸手接住 眼见洛神转身离开 陈一山当即再败 恭送姐姐 洛神兵兵兵兵的走到神庙山门 身影宛若游龙 啊不 他本就是龙 轻轻一晃 便咬然无踪 这神通 又让陈一山羡慕的 口水差点流一滴啊 哎呀 我什么时候能学会 这种真正顺一顺现的本事呢 摸着那枚龙符 陈一山感慨无险 人生际遇有时候就是恍若一梦 原本想方设法要结实落神 不料却阴差阳错 动手结了院 懊悔中柳暗花明 居然又不打不相识 一笑敏恩仇成了姐弟 哎 我怎么睡着了 陈一山正感慨着 身后传来一阵 稀稀苏苏的动静 扭头看时 只见无垢道长揉着脑袋 从蒲团上爬了起来 鼻子深锈 嘴里喃喃嘀咕 哎呀 好香啊 什么味道 哎 雨过天晴了呀 仙长 咱们是不是该走了呀 哎呀 这 这个玉女的神速怎么毁了 无垢道长吓得脸色煞白 还以为是陈一山下的黑手 心想陈仙长的脾气也怪不好的 跟落神干仗 拿人家近视出气 还是在人家的神庙里动手 这万一激怒落神 弄个水漫虎官 淹没全城可不得了 他赶紧说道 仙长啊 咱们跟落神起了冲突 这个庙可不能久留啊 哎呀 是该走了 陈一山微微一笑 从岸上粘起一缕香 点燃插入香炉中 又冲着庙里的落神金身素像 深深一败 嘴里说道 姐姐 小弟告辞了 对对对 赶紧告辞啊 无垢道长跟着陈一山出了大殿 突然间觉得哪里不对 师生问道 姐姐 仙长 你 你喊落神姐姐 这 这是 为了陪你道歉 也不用喊他这么亲密吧 陈一山却解释道 是啊 落神娘娘 是我的师姐 之前动手啊 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而已 刚才已经解释清楚 师姐不生气的 你也别慌张了 无垢道长 无垢道长惊恶的半天说不出话了 许久他才难以置信的问道 宣长 您老人家到底是什么背景啊 什么什么背景 我就是影川俊 以普通百姓出身 无垢道长 笑出了一脸便秘的表情 普通百姓 有亲爹当 封疆大力 掌管一郡治安的 普通百姓 有弟子 是云梦 仙女 皇帝 见了都得毕恭毕敬的 普通百姓 有姐姐 是洛杉 娘娘 算了 越想越生气啊 无垢道长走出大殿 回顾了一眼洛神金身 牛头又追上陈衣衫 问道 县长 刚才洛神来了 真的来了 在平道睡着的时候 是的 洛神的样貌 跟金身神祖像吗 像 但是 要比神祖 好看一百倍 哎呀 无垢道长 深深 懊悔 我也太挫了吧 怎么在 最迟他露脸的时候 睡着了呢 那可是 洛神 本尊家道啊 天下之人 谁不想 一睹他的神言 我真是个 忠啊 深深的自责 和懊悔中 无垢道长 抬手扇了自己一巴掌 打得那个脆响 连陈衣衫都吓了一大跳 哎 道长 你这是干什么 无垢道长 狠狠说道 给自己长点记性 免得下次 关键时候 又贪睡 你以为 是你自己睡着了吗 陈衣衫好笑道 那是我姐姐出手 让你去见周公的 她不大喜欢 凡夫俗子 不想你听见 她和我说话 你看那个庙柱啊 到现在还没睡醒呢 咱们快些行路吧 再晚一会儿啊 那帮船上的客人 怕是也该到了 乌垢道长 一阵的心塞啊 原来 是我不受待见的 在凡夫俗子中 贫导的威望那么高 没想到 在洛神这里 竟然被嫌弃至私啊 使姐弟见个面 都要先把我给弄晕 哎呀 这就是街从之间 不可弥补的差距吧 努力吧 明天大概就能见到 叶贤哥了 如果真如陈宣长说的那样 能跟随叶贤哥修炼仙法 我终于有天 也能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八十九集 陈一山与吴构道长出虎关 折而向南 又去营水渡口寻川 两人心中都暗暗祈祷 营水之上 可不能再发生什么意外了 毕竟 影神 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接近年关 影川郡俯城中的百姓 比往日更要忙碌了些 小摊小贩 忙着趁年前多做几笔生意 烟花爆竹 花生瓜子 果子蜜饯 都已经摆上了街头 布料行 针线铺子 腌制粉铺 也比平日离热了 男人们忙着囤积年货 妇女们忙着做新衣新鞋 孩子们忙着瞒闹 就连小偷爬手 也在积极劳动 好赚一笔钱过年 城中的气氛还算可以 前些日子下过一场雪 随后温度便慢慢回升 虽然不能说是很温暖 但也不至于说严寒 陆太守带着鼠官们 从各县巡视公务回来 看着城中忙碌热闹的景象 很是满意 对左右说道 看着气象 我等今年 应该可以过个好年 是啊 太守大人 去年大寒 暴雪 压榻 房屋 无数 还冻死不少人 今年就好多了 气温正适中 咱们可以松口气了 不必担心 有百姓会冻死了 我可掉以轻心 天干物燥 没有雪灾 却还是要小心火灾的 是 还有就是野兽伤人的事情 一定要杜绝 冬天在山林里 弥补到食物的猛兽 可能会流窜到百姓家中的 再有就是妖孽 咱们地处中原 人口繁密 误颤风登 让不少妖孽 垂涎三指 一定要严防死守 不可让他们 在过年期间 祸害百姓 太守 这个可以放心 咱们附近山林中的猛兽 基本上 都被郡城陈大人 给清剿干净 据说连狼 都很难见着了 至于妖孽嘛 大妖怪 咱们这里没有 就算有 也被城隍爷收拾了 小妖怪一般呢 也畏惧陈大人 等先不敢前来作祟的 嗯 陈俊成办事 还是很牢靠的 这一年又辛苦了 对了 他牵些日子外出 现在应该已经回来了吧 回来了 但是俊成大人的身体状况 好像有些糟糕啊 而且因为 陈家公子的事情 军成大人 一直都是郁郁寡欢的 听说这几日 都是闭门不出 谢绝见客呀 哎呀 陆太守叹息了一声 说道 他们夫妻 只有一山那一独子 碍于性命 这下闹出了 那么多的祸端 他们的日子 必定很难过呀 本府 得抽时间去看看他 是啊 是啊 一山是个多好的孩子呀 没想到会出这种祸事 众鼠官也都跟着叹息 但谁都看得出来 陆太守眼中 有些幸灾乐祸的身材 他没有儿子 嫉妒陈太清 生了个好儿子 已经多年了 怕是心中巴不得人家儿子 凶多吉少呢 好人有好报啊 本府相信 一山的孩子 一定会没事的 对了 你们准备一下 今年献祭 城皇爷的贡品 往事都是陈俊成准备 他现在心里交瘁 就由你们来办吧 一定要让城皇爷高兴 这样 才能保佑咱们 尹川俊平安过年 还有啊 最重要的事情 这段时间 是影神净水的日子 不许行传 不许捕猎 一定要监管道理 毕竟啊 如果真的有大妖孽 来我们这里作祟 就只能靠城皇爷 和影神摆平了 陆太守 神色严肃地说道 是 陆太守挥挥手 都回去吧 我也该回府了 老爷 老爷 陆太守正要与一众蜀官告辞 忽瞧见一道人影飞快地奔来 嘴里大呼小叫 显得十分焦急 却是太守府的管家 陆通 狗奴才 陆太守脸色沉了下来 喝骂了一声道 阿姐小巷的 你冲上什么 叫我什么 小 小姐又犯病了 上吊自杀了 陆通冲到跟前 气喘吁吁地说道 什么 陆太守脸色 瞬间变得煞败 急匆匆地就从马车上跳下来 抢了下属一匹马 甩鞭子就准备狂奔 陆通又连忙扯住套绳岛 又救我回来了 你个混账 陆太守气地给了陆通一辫子 可小姐现在 还是熏思迷惑得要轻生啊 哎呀 夫人都劝不住啊 我想回家 你去请苍狼先生来 是 陈毅山和吴购道长出虎关 南下入影传郡境内 趁着天色还没完全昏暗下来 便去影阴县的渡口找船 结果到了渡口才发现 码头上全是空船停口 竟没有看见一个船夫收工 吴购道长恶然 县长 不对啊 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啊 难道 营水夜里都走出 陈毅山也愣了片刻 突然一拍脑门气闹到 哎呀 我竟忘了这一节 临近年关 影神净水啊 吴购道长茫然 影神净水是什么意思啊 陈毅山哼了一声 就是影神也要准备过年 净水半月 不许有人在影水上行船 更不许于民打狱 吴购道长吃惊道 还有这种规矩啊 原本没有 自去年才有的 陈毅山望水星探 哎呀 听家父说 是影神下了神域 给影传君大臣皇 大臣皇又托梦给了陆太守 于是这个规矩就立下了 这 这可影神派场不小啊 别处 可没听说还有这规矩 据说 去岁有人不遵净水令 物子行船 结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连船也无影无踪了 哎呀 走吧 陈毅山摇头说道 人家的地盘 就按人家的规矩来吧 咱们只能走路路了 先去投过客栈 明早再走 吴购道长惭愧道 对不住仙长 要是没有贫道 您早就到家了 起船行路 有没有马 徐庄主送的金银财谱 也丢失在了落水上 绕路入府 要多走许久了 不如仙长 您先回去 贫道随后赶来就是 哎 你我之间 何必客气 已经入了影川郡 左右不过是再走两天罢了 陈毅山反过来 安抚乌购道长 你我都相伴走了这么久 没道理现在丢下你不管啊 仙长 乌购道长感动得又快哭了 此时陆府中院 明依苍狼先生在厅中摇头 太守大人 令援这是心病啊 小可之前就来诊治过 确实是无能为力呀 可是小女之前 虽然屡有犯病 却也只是痴痴呆呆 我一二日就好了 从没有寻死密活过呀 陆太守急得嘴角都起泡了 他比陈太清还惨 家中只有个独生女儿 陆家香火难续不说 这唯一的女儿 还害了难以启齿的病 如果连女儿都死了 那可是真正的绝活啊 本来她的声明就不如陈太清 女儿若死 那郡里的百姓 还不知道会在背后 怎么议论她的长短呢 苍狼先生为难道 哎呀太守大人 属小可直言呢 一定是有什么事 刺激到了令援 而且这件事情 怕是与当年的变故有关 其严重程度 大概也是令援所不能接受的 心病还需心要医呀 打不开心结 说什么都是枉然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集 你们对小姐做了什么事情 陆太守立刻怒目扫向 自己女儿的几个丫鬟 几个丫鬟慌忙跪了下去 其中一个目光闪烁 欲言又止 陆太守早已经看见 当即立声喝道 你说 是 是阿张 阿张说王少爷 被老爷爷丢进饮水 为了鱼鳖 小姐听见了就 就犯了病 而且怎么都劝不住 叫做阿张的丫鬟 脸色立石沙白 浮在地上不住的口头 老爷 奴婢是错了 奴婢也是无意中在 陆太守一脚踹在了他的脸上 当场打昏在地 鹅脚已然出现 该死的混账东西 陆太守骂骂咧咧中 扭头冲陆通叫道 把这个贱臂 也丢进营水里去喂鱼杀 是 陆通一招手 家奴凿涌了上来 抬起阿张就往外走 苍狼先生叹息了一声道 哎呀 太守大人 少造杀你 怕是早就生出儿子了 嗯 本府身为封疆大力 管的就是生杀大权 怎么可能少造杀你 陆太守最恨别人拿他没儿子说事 当即就扭曲了脸 语气不善地说道 更何况 造杀孽就不生儿子了 陈太清造的杀孽比我还多 不照样有儿子 多拜神多求神 迟早能得仔细 丢他们去营水 就当是给营神上供了 是 怎么 什么 苍狼先生 有意见 苍狼先生摇头不语 显然是无法苟同 也不愿意再多说了 这个太守的为人 算是有口皆碑的 都给差评 心结 算是找到了吧 陆太守死死盯着苍狼先生道 你本来也知道 小女当年跟汪家那小子私会 被本府发掘 恼怒之下 就让人把姓汪的丢进了营水 这也怪不得本府下狠手 谁让那小子勾引梁家女子呢 而且还是勾引我太守家 本府一直没跟小女说实话 当然 也是为了他好 只告诉他 那姓汪的外出游离 至今未归 哼 谁曾想 这不开眼的贱臂 把实情说出来了 苍狼先生 你说 现在该怎么办呢 哎呀 小姐当年 就是因为与汪少爷的事情 被搅黄 而害了心病啊 现如今 听闻汪少爷是死在自己父亲的手上 这打击之大 可想而知啊 心结虽然找到了 却没有结法 说小可无能为力 太守大人 还神令请高明吧 你这个用意 陆太守恼羞成怒了 陈太青的儿子中妖毒 你说无能为力 本府的女儿还心病 你还是无能为力 你这种人 还有什么自高 列在影川军名义之手 马上给我救治 治不好 信不信我割了你的一鸣 你 你 苍狼先生也没想到 陆太守说翻脸就翻脸 惊怒交加之下 脸色涨得通红 半天才愤愤说道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治不好你女儿 你不是喜欢把人丢到营水里吗 大不了 你也把我丢进去算了 是可杀不可辱 苍某行医 三十年 我人无数 你去问问影川军的百姓 看苍某到底是拥医还是名医 想割我的一鸣 你也得问问百姓答应不答应 苍某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分明是怕家丑外扬 想封我的口吧 大胆放肆 好你个狂妄的拥医 你治不好病还有理了 你以为本府不敢要你的命吗 陆太守宁小的 你想死 本府可以成全你 来啊 我这位烂鱼虫说的名医 也给本府丢到营水里去 行路的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苍狼先生一边大骂 一边奋力挣扎 不让陆通等人捆绑自己 一阵笑声突然从天而降 把陆太守 苍狼先生 还有跪在地上的丫鬟 冲进屋里的陆通等奴仆 都吓了一跳 苍狼先生不骂了 陆通等人也不绑了 都朝外面看去 却见院中飘然而落一道人影 昂首阔步朝厅中走来 灯营里看的身材仙长 金履衣长锤 发色微红 面目似乎只有二三十岁 生得风神俊朗 一太极其潇洒不羁 嘴里说道 陆太守啊 何必什么人都往营水里丢呢 营水中的鱼虾 并不喜欢吃人呢 尤其是这种老人呢 你 你是谁 陆太守惊愕地看着那金履衣男子 刚才对方从空中飘落 他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普通的人类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本事 你说要用人命孝敬家父 我特来告诉你 无必 金履衣男子轻笑的 陆太守呆了片刻 猛地醒悟过来师生道 领尊大人是 是营水正神 金履衣男子微微寒手 不错 哎呀 哎呀 这这这 不知道是小神君驾到 在下有失远迎 还望恕罪啊 那个 孝敬领尊大人的事 陆太守当时手足无措起来 连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旁边 苍狼先生 陆通等人 也都万分惊愕 他们都在影神庙中 见过影神的金身俗像 却从没见过真神 更没见过影神的家具 没想到今夜居然见到了影神的儿子 这面容倒是依稀有几分像 他父亲的金身俗像啊 只是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陆太守不必慌张 我是看在你对家父一番孝心的份上 特意来帮你排忧解难的 小神君笑道 灵爱不就是患了相思病吗 小时而已 能有多难治啊 陆太守喜出望外 哎呀 小神君能治这病 小神君嘴角一撇 若是不能 我又何必来你俯杀 沾染红尘呢 哎呀 在下何德何能啊 居然劳动小神君亲自驾临 为小女治病 这可是我们陆家 三生有幸啊 陆太守直接就跪下了 让他感到万分欣喜的 还不仅仅是自己的女儿有救了 更重要的是 自己若能结识小神君 就能进而结识迎水正神呢 八水正神里排名第三 仅次于落怀十大师的是一尊大神呢 如果能攀上影神座靠山 自己还不是想生几个儿子 就生几个儿子 这可是自己迄今为止 最大的心病啊 起来吧 不必小神君小神君的叫 称呼我金先生就可以了 是 金先生 陆通等人也都连连跪拜 从未见过神奇利临的他们 既惶恐又兴奋 唯有苍狼先生 却满腹疑惑地看向金先生 你真的能治相思病 请问 是怎么个知法 金先生冷傲地瞥了苍狼先生一眼 轻蔑地一笑 根本就没打话 转而对陆太守说道 这闲杂人等一律退避 金某 去给你家小姐治病 是 陆太守大喝一声 没有的东西 都滚出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一集 苍狼先生还要再说话 却被路通一扯 冷笑道 走吧 苍明依 苍狼先生 恨恨而去 陆太守本来是想要杀了 苍狼先生的 可是当着金先生的面在 他倒也不敢落下个 残忍好杀的名头 万一在金先生这里 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再传到影神那里 可算是得不偿失啊 苍狼那家伙 上有老下有小 几十口人都住在府城 略微识想的话 就不至于会出去乱说的 他转身赔起笑脸 引着金先生 进了女儿的闺房 陆夫人正在床边垂泪 见他们进来 便倒了个福 其实见过金先生 外面说的话 他早就听到了 此时陆小姐躺在床上 双目紧闭 一动不动 是苍狼先生给他服用了 安神催眠的药物 帮他稳定情绪的 你们两个也出去吧 我给他治病 不需要任何人在场 陆太守夫妻俩一愣 面面相去 金先生 已经不耐烦起来了 森然说道 怎么 你们夫妻还不信我 若不是看在你家敬重家父的份上 谁会来管你们这凡夫俗子家里的现实 是是是 陆某告退 有劳金先生了 陆太守赶紧扯着夫人出去了 到了外间 陆夫人就不满地躲起来 他一个大男人 你就放心他单独留在咱们女儿闺房内啊 哎呀 你小声点 陆太守瞪眼道 什么男人女人的 金先生是神人 我觉得不对劲 神人怎么会主动上门来给咱家女儿治病 到底是不是神奇 谁说的准啊 陈太清的儿子中了妖毒 还有仙女主动上门搭救的 我堂堂乙俊太守 面子难得 还不如小小的郡城 我亲眼看见人家从天而降的 不是神奇是什么 你个妇道人家 都是什么 陆夫人不敢再吭声了 闺房之中 金先生贴了一眼 酣水中的陆小姐 那是一张憔悴 却不失轻力的主演 很美 即便是昏睡中 仍旧簇着眉头 整个人由内而外 散发出的淡淡忧愁 极其惹人怜惜 金先生摇了摇头嘀咕道 哎呀 凡夫俗子 总是为了情爱死去活来 说到底 不就是那点子俗事吗 还有什么 能比无上神通还吸引人呢 他扶下身子 在陆小姐脸上 深深一嗅 嗯 还是香的 这魂魄 我收了 古怪的笑容在他脸上荡漾的开来 金先生的嘴巴撅了起来 口中吐出了一个泡泡 透明的 如气如雾 轻轻飘落在陆小姐的脸上 裹住 然后啪的一声爆裂开来 安神催眠药物的效力解除了 陆小姐缓缓睁开了眼睛 陆小姐 你这相思病 无人能治啊 金先生恢复了之前那副潇洒 俊仪的身态 你是谁 陆小姐惊声问道 为你治病的 金先生 我不要治病 我要死 我要去陪他 陆小姐 你那位朝思暮想的情郎 已经被你父亲派人丢进营水里喂了鱼虾 这辈子 你都见不到他了 死 也见不到 又谈何陪伴呢 在陆小姐躁动不安的情绪中 金先生仍旧是平和的说着话 但恰好 我是影神之子 还有些神通 如果 真想见你那位情郎的话 我倒是可以帮你 只是你得 影神之子 真的吗 陆小姐的眼神中 爆发出了异样的光芒 他 他落水之后 是不是被你们救下了 每年每月每日 落入营水而死的人 何其多也啊 我们神父怎么可能去救啊 那 那你一定有办法让他活过来的 对不对 你一定能救活他的 是不是 金先生摇头 哎 人死不能复生 连我父亲 也无法活死人肉白骨 因为那是有为天道的事情 更何况是我呢 求求你了 你一定要帮我 他如果无法复生 那我这条命 你必不就已 你若是这样想的话 我倒是有办法 金先生叹了口气 悠悠地说道 哎呀 只是怕你不肯啊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都肯的 只要能与他再续缘分 我死也无憾 嗯 你敢发誓 若我帮你见到他 你就算死也无憾 我当然敢发誓 如果你能让我再见到他 我死也无憾 嗯 既然如此 我便成全你的心愿 金先生笑颜颜中 手里已经多了一枚 凝润如玉的赤色鱼形玉佩 放在了陆小姐的额上 我送给你的这个玉佩 蕴含着我的极大神通 你佩戴好的 只要入梦 便能与你那晴郎再会 甚至还可以共度余生啊 陆小姐的深情已经发痴了 真的可以吗 切记 不可违背誓言 否则 两情永世啊 你死 我也不会负心的 陆小姐伸手去握住了玉佩 绝情地说道 哎呀 好自为之吧 金先生长叹了一声 多谢 陆小姐喃喃说了一句 眼睛便闭上了 眨眼间 已经熟睡入梦 金先生长眉威怂 目光灿然 将粉样的舌头伸出 舔了舔棱脑分明的嘴唇 喃喃喃 喃喃自语道 成了 有一个痴心妄想的俗人 你那微薄的精气神 还有你的魂 以后便都归我了 正所谓 一缕香魂随风事 夜班三角 辱梦遥啊 房中一股 一风骤气 温度在刹那间降低 金先生招了招手 一缕淡如薄烟 形似烟雾的影子 从陆小姐的身上飘出 落入了那枚 鱼形玉配之中 这样好看的皮囊 还有这样像的灵魂 可不多见了 金先生在鱼形玉配上 深锈一口 然后张嘴一吐 又是个泡泡出来 只是这次的泡泡 不同于之前那个 是浑浊的水泡 很大 飘飘晃晃 裹住了陆小姐的整个身体 贴合渗透 转瞬间消失不见 陆小姐 你该起来了 金先生唤了一声 清丽的脸上 那双柔美的眼睛 猛然睁开了 越瞪越大 隐隐已经变得有些外突了 金先生冷哼一声 过了 那眼睛顿时内缩 片刻间便又复原了 他的脸色 已经不如之前那般苍白了 反而带了些诡异的红润 原本轻瘦的脸颊 此时也有些婴儿肥了 但整体看上去 还是陆小姐 是大病出狱的陆小姐 他起身朝着金先生轨道 小的参见主人 这声音带着似温吞吞的怪象 惹得金先生冷哼一声道 好好说话 人类的说话方式 你不会吗 是 声音变得正常了 记住你的身份 你现在是陆小姐了 言谈举止 都要呵护一个 大家闺秀的风云 明白吗 是 小的明白 小女子知道了 腔调 神情 瞬间就拿捏得很准确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二集 金先生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但瞬间他又伸手掩住了口鼻 急转身往外走去 又嫌弃地嘟囊了一句 真臭 半个月后 你可回来 是 周人 陆太守 陆太守夫妻两个还在院中焦急地等候 突然看见金先生掩着口鼻出来 都觉差异 金先生 小女的病情怎么样了 陆太守迎了上去 恋爱已经好了 金先生放下了手 还微微有些照明 以后啊 他不会再提姓汪的事情了 他已经忘了那些 令他不开心的事情 真的 陆太守大喜 陆夫人却不放心 女儿快步冲进了屋内 娘 陆小姐安安静静地坐在床头 看见陆夫人进来 并盈盈起身 十分亲热地呼唤起来 好女儿 你 你真的好了 陆夫人喜极而起 女儿好了呀 多亏了金先生 陆小姐笑吟吟地说道 哎呀 娘刚才还胡思乱想 以为那个金先生是 好了 现在可太好了 外面 金先生对陆太守说道 去年 你执行家父的净水令 干得不错 今年我看也提前布置了 很好 家父还夸过你 要不然呢 我也不会来帮你的忙 陆太守兴奋地脸色通红 搓着小手 晕乎乎地说道 这影神还夸赞过在下 这怎么敢当呢 这都是在下的分内之事 是举手之劳啊 你家女儿的病已经痊愈 不过我也不急着回营水神父 这样吧 我帮你做些攻击 你可以张榜布告 告知军内百姓 谁有疑难杂症 难以治愈 可以来你太守府登记造册 我去帮忙治病 啊 陆太守惊愕道 这些贱民 曾干劳金先生的大家呀 毕竟 我们神父也是一直在接受百姓的香火情啊 这一次 就当是我替家父回馈一下他们罢了 这 这实在是如天之恩呐 在下呀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呢 快去办吧 是 在下 一定谨遵神愈 陆太守的思绪已经飘了起来 这种事情一旦传开 那我的官生还有威望 怕是能在天下所有郡守里面 打得头筹啊 看以后还有谁敢说我不仅很担心 哦 对了 家父还有点别的嗜好 不知道陆太守 了解佛啊 金先生突然压低了声音 似笑非笑的看着陆太守 嗜好 陆太守从幻想中回过神来 紧张的浑身发抖 这个 书在下咕隆划闻 实实不知啊 哎呀 要过年了 金先生淡淡的说道 你们人类过年 我们神父也过年 你们人类过年讲究什么呀 年年有余对吧 我们神父过年呐 讲究 年年有人呐 年年有人 陆太守愈发的摸不着头脑 这年年有余 意思是年年都有余庆 年年有人呐 寓意年年都不断相活 金先生黑然笑道 哈哈 家父的这点小时候啊 是关于吃的 他最喜欢吃的是 百日鹰 百日鹰 陆太守的脸色变了 就是出生不足百天的婴儿 金先生伸手拍了拍陆太守的肩膀 轻轻说道 五十个男婴 五十个女婴 陆太守 能找来吗 陆太守惊得浑身发麻 面色如鬼 这 这个 金先生 莫不是在开玩笑啊 哼 神父中人从来不开玩笑 金先生的脸阴郁了下来 鱼气也变得森染 我听说 陆太守你做梦都想要生个儿子 一百个别家的孩子 换你一个亲生的 啊不 连带上我今晚救了你女儿 是两个呀 陆太守觉得划算吗 啊 当然 我们营水神父也从来不勉强谁做任何的事情 陆太守觉得为难的话 我可以找旁人帮忙的 为营神分忧的事情啊 怕是会有很多人抢着做吧 陆太守感觉自己的头皮炸开了 浑身的血液一下子都涌进了脑海中 金先生 能保在下生儿子 我保不住 但是我父亲可以啊 堂堂营水征身 下一道神域给城皇府 叫赏膳司 那城皇难道敢不听吗 在下 明白了 金先生请放心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下能办好 不要交给旁人 啊 陆太守 决定了 决定了 要过年了吗 该孝敬影神的 断然不回去 影神保佑我影川去这么多年 一点小事后 难道还不能满踪吗 好 太好了 我就知道陆太守 你是个有心人 你家的香火不会断了 以后 飞黄腾达 也指日可待了 金先生大笑着 身影一晃 已在半空中 飘忽中 便不见了踪迹 就醉将近 不但城中百姓热闹 城皇庙里也很热闹 在肉眼樊胎 看不到的空中阁楼里 影川郡府城 大城皇手下 两叛八思 都在加急处理 这一年积压的各种公案 赏膳思理 司公判官陈重楼 正在核对账目 一边看 一边问手下的审理 今年做膳事的人 比去年多了几何呀 回大人的话 多了一百三十二人 膳事呢 比去年多了几何呀 膳事也比去年多了 两百二十六件 整体还是好的 这样 本司也好给城皇大人交差呀 大人 今年的大膳之人有三位 准备怎么评判他们的赏赐 本司记得 有一个孙元外 他是出自修建了一条新的营水大桥 比老乔宽一倍有余 城中也更上苍老 可容四辆马车负重并持 老百姓对其是交口称赞 上山布上可以著名本司的盘子 给他驾守三年 是 大人记性真好 第二个大膳之人 是高庄主 他免了二十家穷困店户的租子 还在辅学内捐钱 资助了十三个家境困顿的世子读书 此人也不错 他是不是一直想要儿子 结果 一连生了四个女儿 对 就是他 上山布上著名本司的盘子 给他添个儿子 是 第三个大膳人 跟大人您可有关 是您的子孙 郡城大人陈太清 这一年 青椒猛兽和妖孽六十余子 旧人多达百余名 没有贪污过官府一文钱 没有拿过百姓一颗鸡蛋 也没有逊私舞弊一件事情 军中百姓对其官生评价 犹在陆太鼠之上 还有 陈太清为了降服猪妖 亲自带队 与儿子陈一山共同坐着 陈一山还为此中了致命的妖毒 当日日游神在场亲眼看见 这个本司是知道的 赏山叛辞的话 先搁置吧 毕竟是自家子孙 本司依照规矩还是要回避的 届时 把赏山布 递交给城皇大人复合的时候 让他再做决定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三集 神力感叹道 哎哟 大人真是大公无私啊 身处其位 就要谋其正 更要守规矩啊 陈崇楼苦笑一声 哎呀 只是我那一山孩儿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要是能换回他一条命啊 我这赏善司公的神职 便是不作也成啊 哎呀 得后 福也后 大人 您那子孙 平生多做善事 肯定会有好报的 哎呀 但愿如此吧 陈司公 在忙啊 陈崇楼正在发感慨 郡府大城皇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门口 身后还跟着文武两大判官 军事一身正经官府打扮 看样子便非为闲事而来 惊得陈崇楼和神力们 都连忙起身相迎 参见城皇大人 见过文武大判官 不必客气 本府过来 是有事要问 大城皇神色肃穆 从袍袖中翻出一张黄纸 轻飘飘地丢在了桌子上说道 这是洛川郡大城皇发来的公憾 向本府打听一个叫陈一山的人 你看看吧 陈崇楼吃了一惊 看那公憾上密密麻麻 他写了数百字从头读下来 还没有看完就下出了一身的冷汗 公憾中提及一个叫陈一山的人 说是仙人 在洛川郡 葛城县不经通报便擅自开封阵 灭掉了邪神白达王 然后干预神界中的政务安排 竟越过县府城皇 郡府大城皇两处正神 要给一个小小的明溪水神 另谋神旨 这 这个 陈崇楼惊讶的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大城皇脸色冷漠 本府如果没记错的话 这个陈一山 是你的玄孙吧 下官 确实有个玄孙叫陈一山 他 他绝对不会是这公憾中提及的陈一山 你确定 下官的孙儿 半个多月前中了妖毒 性命危在旦夕 是被云梦仙师叶南兴带走救治了 他断然不可能出现在洛川郡 更不可能灭掉邪神白达王 这公憾上说的言之凿凿 那位仙人陈一山 就是影川郡郡城 陈泰青之子 难道洛川郡的大城皇还能弄错了 是是公憾上是这么说的 但是下官觉得一定是哪里弄错了 或者是崇明或者茂名也未可知啊 最好是弄错了 不然 你这位玄孙的手伸得可够长啊 大城皇冷笑道 先神白大王一直处在葛城县的监管之下 那个陈一山却不经告知就打开风筝 强行出头剿命 事后甩袖就走 连面都不照 这是在打葛城县城皇的脸啊 也是在打我们整个神界的脸 百姓知道之后 怎么看我们神界 以为我们神界无能 还是以为我们神界失位素参呢 至于后面 这个陈一山还大包大揽 说要帮明西水神谋侄 纵然他仙法广大 但我们神界的植物调动 还轮不到一个仙人插手吧 是 城皇大人说的是 陈崇楼脸色通红 孽如道 大概就是崇明之人 张管李戴了 或者是茂名之人 以鹅传鹅了 张管李戴也罢 以鹅传鹅也好 总之 那个仙人是打着陈一山的名头 在揽世 得有人为此承担责任的 洛川郡城皇府很多高兴 本府的面子上也不好看 陈太青今年的膳事做了不少 本府是知道的 可是被这件事情一搅和 怕是也不用赏他了吧 陈崇楼一惊 可是 这 这个是 大城皇眼皮子上翻 目光森染 怎么 陈司公 觉得本府的处置不公允 陈崇楼敢怒不敢言 低下头来 没 没有 下官明白了 大城皇盯着陈崇楼看了片刻 然后沉声说道 你明白就好 非是本府对你有什么意见 而是神界的规矩 名望大于一切 有时间的话 你去给陈太青托个梦 让他好好查查 到底是谁打着他儿子的名义 在外面朝风惹雨的 也到时候连累了家门 还不知道祸出何方啊 陈崇楼苦笑 唉 其实 昨夜下官 已经拖过梦给台青了 询问过一山的事情 他说一山还在云梦 夜仙师不允许他下山 所以下官才笃定 骆穿去那边 脚式的仙人陈一山 绝非是下官的悬寸 哼 若是如此 那便最好 你呀 好自为之吧 大城皇带着文武判官拂袖而去 提了半天劲的陈崇楼 一下子泄了气 浑身无力的瘫坐在椅子上 自顾自的发呆道 是那个仙人 把这一山的名头 在洛川军热事呢 能灭到仙人白打了 本事可不消啊 绝不会是我的孙儿 我的可怜的孙儿 还不是在云梦受什么罪呢 他已经说夜男性对他不好 哎呀 陈崇楼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一个仙法高深的人 会说自己是陈一山呢 难道真的是与自己孙儿重名的人 可他又为什么说 自己是影川郡郡城之子呢 是冒名顶替的 这位仙人到底图什么呢 赏扇思的神力们 也个个面色不快 议论纷纷道 大臣皇这样处置 未免也太偏颇了 陈太清所做的善事为郡内第一 这样的善人居然不赏 我们赏扇思以后 还不得被老百姓骂死 哎呀是啊 城皇庙里各司都在争老百姓的香火供奉 赏扇 罚恶两司 历来以秉公执法 不逊私情而为百姓爱戴 香火名列各司之首 可大臣皇如此插手干预 咱们赏山寺以后 威信何在呀 洛川郡那边也是小题大做 就算有仙人灭了邪神白大王 不也是为民除害吗 他们自己不灭 本就是无能 是尸位素参 现在反而怪到别人头上 哎呀 只是那位仙人 插手神界植物分派的事情 确实也有些过分了 哎 你们怕还是不知道吧 洛川郡葛城县的城皇 原本就是咱们这边调过去的 那位城皇爷啊 曾经是咱们大城皇属下 纠叉司的司公 听说罪是心胸狭隘的 谁知道他说的话 有几分真几分假呀 好了 陈崇楼打断了众神里的议论 贴清了脸道 妄自议论上官 你们也太放肆了 都不许再说了 是 众神里赶紧晋升 又开始盲手中的文毒了 陈崇楼也调整了一下心情 说道 陈太清的赏善之事 就不用提了 今年三大善人 还缺一个 你们觉得 还可以提名谁啊 这个 陈太守怎么样啊 一个神力 犹犹豫豫豫地说道 陈太守 每年给咱们上的香火 是最多的 在供奉上 也是极为讲究 这个 小人觉得 这个 他每次来祷告 都说想要个儿子 这个 什么这个那个的 你说便说 犹犹豫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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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陈崇楼冷笑道 怕是连你自己都觉得难以启齐 说不出口吧 那名神力当即掌红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四集 陈崇楼冷哼一声 我们要赏的是真正纯善的人 不是八戒奉承我们的人 怎么 求求神 烧烧香就算善人了 杀人放火的 也不少求神上香的 他们那是干多了亏心事 想求个心安理得 想要行贿我们 以德庇护 这纯属痴心妄想 以陆太守的所作所为 我看该由法厄斯多讨论讨论呢 是 本次以为 这第三大善人 由影川区的名医 苍狼先生不想如何呀 善 众神力无不心悦成福 苍狼先生 每月抽出七天时间 对百姓进行议诊 对穷困人家不收诊金 还常常教百姓辨别毒 是真正的议者人心的 那就这么决定了 看看他养手还有多久 本司觉得 他去世之后 是可以做一任土地神的 是 在影音县 通往阳迪县的关道上 陈毅山和吴构道长 正一路急行 他们昨夜在影音县借宿 尽早出发 又连着赶了快一天的路上 眼瞧着 就要到达阳迪县了 陈毅山一身麻衣长袍 仍旧是干干净净 仙尘不染 吴构道长 却满脸风尘 像是从土里钻出来的一样 他是最爱干净的人 这模样早就忍受不了了 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 沐浴更衣 整发羞虚 陈毅山也瞧得出来 微笑打趣道 哎呀 道长 我看你左斗右筛的 像是浑身长了狮子一样 不就是尘土吗 何必如此 咱们今夜赶到阳迪县住宿 你好好洗漱一番 明早 从阳迪县出发 后天就能到府城 到时候 进我家里 随便你折腾 吴构道长也觉得不好意思 干笑道 没事没事 频道还好 还好 陈毅山嗡了一声 不再说话 脸色只是有些阴郁了下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似乎是离家越近 心情越忐忑 这并不是那种 尽乡情更怯的忧愁 而是隐隐觉得 哪里不安 就像是 尹川郡里 要出大事了一样 道上忽悠一股狂风卷起 烟尘滚滚 挂得无垢道长 接连配了好几口灰 陈毅山却拂袖一挥 帝国风尘 喃喃说道 山雨欲来 风满楼啊 大城皇 从陈崇楼那里离开之后 便回到了自己庙里的 泥塑木胎之上 最近庙里的香火很旺 供上来的祭品都不错 颇有些好吃好喝的 现在可以悠哉悠哉的品贱 享用一下子 神岸上各色水果点心摆满了桌子 大城皇都看花眼了 他左挑挑右描描 还没下决心是先吃个核桃酥 还是先尝尝马蹄糕 突然间有个壮汉满脸愤怒的冲了进来 嘴里大声骂道 城皇爷 城皇爷 你到底是个什么狗屁大神啊 老子以后再也不给你烧香上供了 在妙柱的惊呼声中 那壮汉跳上前来 一脚踹翻了神岸 让大城皇眼馋嘴馋的水果点心 瞬间就洒了一粒 大城皇吃了一惊 随即气得浑身发抖 他恨不得马上就显灵 砸死这个粗鲁汉子 那妙柱也恼了 揪住壮汉叫上道 你好大的胆子 敢踢翻大城皇爷的神岸 你就不怕遭报呀 老子不怕 让他赶紧报呀 他如果报应老子 还说明他是灵验的 哎呀 我看你小子是害了疯病了 你才疯了 守着一个破庙 给这么个狗屁大城皇当奴子 说什么保佑一城平安 确实放狗屁 老子 四十节起 都来庙里烧香礼拜 也没见过他保佑过老子什么 这一盘子马蹄狗 还是老子从南方无惧烧回来的 特意供给他尝尝鲜 结果烧完香 回到家我就发现我儿子丢了 城皇爷 就是这么报应人的 妙柱一听这话 气也稍稍缓了一些 哎呀你 你儿子丢了 该去报官呢 城皇爷日理万机 哪能家家户户都照顾到啊 老子抱了官府 可官府说偷孩子的人 没留下什么蛛丝马迹 他们也查不出来 又说一定是我们夫妻 干了什么坏事 所以才遭受这报应 放他娘的屁 我们夫妻一辈子 也没干过一件坏事 我那个儿子 还不满三个月呀 那躺在床上睡个觉 就无缘无故地丢了 狗城皇 你不是灵眼吗 你不是保佑百姓吗 你快还我儿子呀 壮汉说着就哭 一哭骂得便更厉害了 跳上神台 甚至要推倒大城皇的 泥塑木胎神像 眼见壮汉要推到大城皇的 泥塑木胎神像 亏得那庙柱死命拉住他 不住的安慰 这才没得手 大城皇听得一边恼怒 一边暗自生亏 自己庇护的城中 自己的新民家里 居然还能发生这种事情 没过片刻时间 庙里就又涌进来几个百姓 都是哭诉自己家孩子丢了的 众人七嘴八舌的说 有清晨起来就不见孩子的 有武奸发现丢了的 有黄昏时候做饭丢了的 都是一家老小被什么迷香放倒 醒来后孩子就不见了 抱到官府但里也没了下文 只能来求神 一时间城皇庙里漆漆残残 闹得大城皇半点心情都没有了 黑着脸架起因风而去 又回了神府衙寺内 神差见其脸色不善 只陪着小星过来伺候 大人 不是去享用供品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享用个鬼呀 大城皇怒吼道 赵纠察司公 日游神夜游神过来 问问 他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是 神差屁滚尿流而去 大城皇阴沉着脸 眼中几乎能滴出黑水来 心想那个陆太守竟是个废物 治下这么多百姓丢了子女 居然不查不问 让他们都闹到了城皇庙里 他这个太守还干不干了 尹川郡一日一夜之间 丢失了共计十名婴儿 六男四女 分数四成八房 普通民户 一时间满城震动 陆太守在明面上也很愤怒 已经连夜下令派补义 彻查此案了 大城皇神案被踹 香炉倒地 贡品没享用到嘴里 连泥身都差点不保 还挨了许多丑骂 自然是更加愤怒 他招来纠察司宫和日夜游神 狂洒怒气 把这几位神官骂得是狗血拎头 然后又贺令日游神 在白天插访 夜游神在夜里插访 纠察司全司神官 神力也都出动 分散下去 一并插探 要是弄不清楚是何人所为 就都停用香火 府城中 人神两界都闹大发了 而远在阳笛县夜宿的陈一山 对此当然还是一无所知 客栈中 吴购道长坐在木桶里 舒服地叹了口气 对陈一山说道 惭愧啊 仙长 为了住一间 能沐浴地上放 咱们最后一点盘缠 也算是花完了 明天呢 就只能吃干粮了 陈一山说 无妨 明晚到家 再吃些好的 倒是不让你洗这个澡啊 我看你明早连路都走不好 无垢道长黑啸 仙长 要不要一起洗啊 陈一山看着无垢道长身上白花花 满是快乐的肌肉 连连摆手 不必 不必了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五集 无垢道长遗憾地咋巴了咋巴嘴 哎呀 还想看看仙长的身体构造 跟我有什么区别呢 他一连换洗了三遍水 才总算是觉得把自己洗白白了 然后换了一身心内衬 躺到床上 安然入睡 陈一山睡眠的时间倒是越发少了 在无垢道长憨声传出之后 他就飘然离殿 寻找到一处僻静空旷之地 开始练习自己琢磨出来的飞行术 呼风伏加成风界势 异术配合妖术 虽然拿不上台面 可胜在实用 这种飞行术的一大优点 就是没风可以呼风 飞行全靠界势 耗费灵力极少 适合长时间使用 当然 此数的缺点也很明显 飞得不够高 想要穿云入月 那是不可能了 也不够快 想要日行术千里 无疑是痴心妄想 飞行术练了几遍之后 陈一山听见剑鞘里 悬婴灵剑嗡的鸣响 便悔心一笑 剑兄 你也着急了 出来吧 悬婴灵剑刷的 便从剑鞘中飞出 先是在空中飞快的盘旋了一圈之后 然后才落在陈一山手里 陈一山又开始了日常的磨剑工作 所谓磨剑 并非是在磨刀石上磨练剑刃 而是被他与灵器一遍又一遍的在剑身上画家吃福 同时给剑魂注入灵器 这几天打磨下来 小剑剑早就有了新的变化 嗡嗡的争鸣之音更加的清脆动听 剑王所及之处也更远更阔 剑魂的形状较之几天前更加清晰顽固 完全恢复剑行指日可待 剑身的色泽也更加凝实了 若是丢出去 小剑剑也能在飞行数十里之后迅速归来 这让陈一山都有些羡慕了 小剑剑飞行的速度可是比他自己快上了许多呀 而小剑剑自己也十分喜欢放飞自我 每当陈一山练习飞行的时候 小剑剑就在剑窍里乱动想要出来 当陈一山放得出来之后 只要没有明令让他回归剑翘 他就嗖嗖嗖的在空中盘旋呼啸不停 而且还尤其喜欢以陈一山的脑袋为原心 以石杖之地为半径 一圈又一圈的炫耀自己的飞行技术 陈一山呢也懒得管他 自顾自的盘坐在地上 继续琢磨俘虏之术还有妖术 吸取其中可以化为己用的精华部分 俘虏之术算是已经被他琢磨透了 几种能林狄派上大用的俘虏 被他记得滚瓜烂书 书到可以保证在瞬间用灵气一蹴而救 至于妖术 除了乘风界势被他用在了飞行术中之外 还有一个令他极其感兴趣的 他正在研究 那就是射空术 妖怪擅长近身裹挟 无论是人还是物 譬如大妖怪抓人 常常是一阵妖风刮过 人就不见了 荡妖之中称其为射走 该术不同于隔空取物 隔空取物的话 陈一山只饮灵气就能做到 但归根结底 隔空取物的物还是要落在自己手上的 而射空妖术中的射是关键 这个射呀 就是吸的意思 也就是说 妖怪用了某种方法吸附住了人或者物 我挟着他们随自己而去 根本不必抓在手里 更不必拖在身上 一言以闭之 虽然带走了人或者物 却基本不耗费自身的妖力 这种术如果学会 带着无垢道长飞上天 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那么到底用什么方法吸附呢 当然不是用罪 而是利用某种奇怪的力量 制造出一种无空状态 使得妖怪与被射者之间 不存在一丝丝空气 然后被射者就会被别处的空气压迫 自动贴合上来 此夜 陈一山下定决心要练会射空术 不为别的 就为能让同行的人跟自己一起飞 自己还不必耗费灵气 或者林敌之际带偏对手 又或者单纯的唬人 所到之处 万物追随 寸草不留 通通射走 此术简直可以说是不但实用 且极具观赏性 必须要弄懂 且学会啊 他绞尽脑汁 思索再三 先以灵气外线 破走空气 制造无空状态 倒也能成功 可是耗费灵气实在是太剧烈了 得不偿失啊 这就好像是从树上 设来一个果子 耗费的灵气 比自己过去爬树摘果子 要多上百倍 这要是多吃几颗 还不得耗尽灵气而亡啊 怎么想怎么汉皮 强行施展是不可取的 妖怪也是肯定 不会用妖气施展这个术的 不然射走个人 还没吃到嘴里 就活活累死自己了 所以啊 一定另有巧门 在小剑剑终于飞累了 落下来在地上跳着玩的时候 陈一山也猛然间想明白了 是有谋底 身上四万七千毛孔 在通脉隐气又归海之后 普纳能力已经可以发挥到极大的程度 若是把毛孔完全调动起来 一部分用来吸气 另一部分用来出气 屏蔽新的空气 免使其再补充进来 吞吐之间 只要速度足够快 无空状态便能立刻形成 控制好哪些毛孔进 哪些毛孔出 就能控制好射取的方向 可谓是周身三百六十度 五死角都可以射取 他试炼了几次 终于成功 跑到临近的一处池塘岸边 刷的飞跃到队过去 三条活鱼还有一条泥铸 被他从水中射出来了 妙 妙啊 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欢喜 冲着池塘大呼小叫起来 池塘中早有鱼虾去通报池中的水神堂主 报 有人在岸上射取我水族兄弟 三条草鱼还有一只泥铸不清于害 那人还在不断叫嚣 搅闹得全唐鱼下都惶恐不安呢 唐主一听吃了一惊 蒙蒙了详细情况 然后战战兢兢地叮嘱下属道 告诉所有水族成员 他多远点 能涉悟得比是大妖怪 我只是普天之下最小最小的水神了 得罪不起他 等他走了之后 再想办法告诉影神 求他做主 是 岸边的陈一山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吓坏了这池塘里的水族生灵们 还在反复地誓言 屡屡成功 无疑次失手之后 他又突然自行举一反三地醒悟出 自己的飞行术也完全可以利用毛孔进行改进 只要吞吐空气足够多足够快 所形成的托举飞升之力也会变得极大 满心欢喜的一试验 果然如此 不必再用呼风符 也不必用什么妖鼠乘风解释 就用自身的毛孔便可以了 如此一来 孤单能带无垢道长一起飞上天 还能和太阳肩并肩了 他直挺挺地往上飞腾 顷刻间便至百丈之高的距离 遥望见一座山头耸立 怪石临寻便急飞而去 喝了一声 来 无愧数百斤的大石居然被他射走了 哈哈哈哈 陈茂真是个天才 他看着跟随自己一起飞的大石 禁不住仰天长笑 却不妨石头上盘着一条斑斓长虫 被他吓醒猛然间窜了起来 吃惊之余 他突厥灵气耗尽在啊嗷的怪叫声里 直挺挺地掉了下去 正巧落入池塘之中 石头也随同落下 轰然一声显现命中在陈茂山的身上 鱼虾乱成一团四散逃窥 汤竹躲进淤泥深处 看着自己那用藕做成的莲花水浮被巨石砸得吸碎 是欲哭无泪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六集 小剑剑好奇地穿进了水中凑了过来 陈茂山憋着气 从池塘水底淤泥里 艰难地拔出自己身插进去的霜培 然后浮出水面 趴到岸上 仰面歪倒在地上 已懂不懂了 真丢人啊 如果不是身体比以前强认了属石磊 这一帅早死了 就算帅不死 也得淹散 只想那只剑如今变得很安静 浮在水面上 已懂不懂地翻满长冲一样 哎呀 今晚誓言太多次了 灵体已经耗尽了 不能再练了 赶紧恢复恢复吧 不然呢 他就会更长了 叶难兴和雨晴 在影川剧 已经住了十天了 迄今为止 这师徒俩 仍旧不知道 陈一山还没回来 坚持每天去臣服求见 虽然每次都吃闭门羹 可他们也不敢不去啊 到时这些天下来 师徒二人竟然有点喜欢这熙熙攘攘 分乱复权的红尘世界了 尤其是雨晴 每天窗街过巷 瞧见各种各样的热闹新鲜事 自是觉得比在云蒙山修炼有趣多了 他尤其喜欢街上老里头卖的糖糊 红通通的 看着就让人流口水 咬一口又酸又甜 简直是绝味 还有早适的酸辣汤 喝起来 那叫一个过瘾 搭配上香喷喷的油条 或者热腾腾的小笼包 简直是不能耿绝了 还有五间的蒸面 午后的点心 如千层酥 藕丝糖 酱油瓜子 冻米糖 豆酥糖 每天有这么多好吃的 就是不做仙女 也痛快啊 雨晴再也不坚持什么比估了 说什么不吃五谷杂粮 只饮昭露 简直是作孽 反正还没有脱胎换骨 身体还是人体 不是仙体 仙人仙人 半边是仙 半边是人 又不是真仙 讨那份苦吃是何必呢 肠胃最能接受的 还是人间美味 而不是露水啊 为什么要断绝 让人浑绕梦迁的美味佳肴呢 仙人也是要有欲望的 不然跟死人有什么区别呀 当然 他还喜欢上了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凑热闹 这天傍晚 雨晴又缠街头的烙魔卷羊杂了 打算去买来尝尝 却见街头人潮涌动 不少百姓朝着文庙后街奔去 还有人嚷嚷着 哎呀 神仙下凡了 包治百病啊 雨晴一愣 哪个神仙下凡了 本大姑娘就是活生生的仙女 当然师父也是 去看看 什么人在搞鬼 雨晴跟着人潮 也奔文庙后计而去 大老远便看见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 挤成了一个半院 围着几名官差 争先恐后的登记姓名 雨晴不解其意 连忙问身旁挤得正起劲的大妈 哎 这是干什么呢 神仙在哪呢 是陆太守下了布告 问谁家有疑难杂症 治不好的 都可以在这里登记 然后去护有神仙上门治病 雨晴惊 真的 还有这么闲的神仙啊 大妈不乐意了 你这话说的 神仙不都替老百姓着想吗 不然谁会共奉相伙啊 雨晴撇撇嘴 我就是小仙女 可我都没有替老百姓着想 我师父是大仙女 我师父也不会 你这小姑娘啊 还别不信 大妈见得撇嘴便继续点拨她 太守家里的小姐 就是被这位神仙治好的 还有王老爷赵老爷 家里也都得神仙上门了 你家有谁生病的话 治不好的话 赶紧过去登记啊 雨晴吐吐舌头 我家里的人都好得很 百病不亲 说完 雨晴无视大妈仇恨的眼神 便跑跑跳跳地离开了 碰 竟迎面撞入一人怀中 雨晴抬头 只见一个身披金履衣的美男子 正冲自己浅笑 姑娘 人吃五骨杂粮 谁能不生病啊 你确定 不要我帮你看看吗 男子的声音充满了蛊惑 雨晴吃了一惊 下意识地便察觉出那美男子 并非是普通人类 他是故意让我撞到他的 而我竟然也没有躲开 普通人类绝不会有这样的身法 也不会有他这样暗暗发红的头发 深邃 岂略带金黄色的同人 他往后退去 冷声问道 你是什么人 妖孽吗 妖孽 美男子呵呵一笑道 肉眼凡胎的小姑娘 居然知道妖孽 却又不识真神 你 真神 不是小神 不是邪神 乃是真正的大神 在雨晴醋眉之际 只见那美男子 袍袖一挥 刹那间云气 蒸腾 慢慢迷空 金履衣 洒洒响动中 那男子浑身上下 都已笼罩在一片霞光之内 顶上天际 也有七彩红线 如花般 层层绽放 道上的草 本来已经枯萎了 被霞光一照 竟然又离奇般的抽心牙 便轻葱了 街头 渔谱之中 吊挂着几条晒干的鱼 被云气侵染 刹那间 竟然也活蹦乱跳起来 满天的云霞 蒸腾的水雾 七彩的红光 将腐城映尘的 如同人间仙境 雨晴 雨晴看呆了 这本事他是没有的 不但他没有 就连师父 叶南兴也没有 怎样 美男子笑眯眯的 看着雨晴 神仙啊 神仙在这里 一群人呼啸着奔来 神色激动的 鬼了下去 哎呀 哎神仙 我家里妻子 罹患头疼病一年了 这怎么都治不好 求神仙搭救啊 哎呀 我家儿子坏了肚子 父亲七天都止不住 求神仙搭救 小人的儿子呀 我我我我 我最爱的那个小妾 害了心痛病都快死了 哎 神仙救命啊 美男子皱了皱眉头 伸手一扯雨晴 雨晴刚吓了一声 你干什么 便觉自己 已经轻飘飘的 升到半空 身子越过府邸 跪拜的众人头顶 腾云驾舞般 往远处飞去 雨晴没有再挣扎 因为他越发的吃惊了 这男子飞行的本事 太过于惊人 居然不靠遇见 而且扯住我如同无物 难道 真的是大神 一世城外 在无人的空旷处 美男子带着雨晴落地 姑娘 你可以叫我金先生 还不知你的方名是 我叫雨晴 雨晴姑娘 你的造化来了 金先生微笑着凑近了他 鼻子松动 不自觉地暗暗朝着他身上 身秀 骤然间他脸色大变 后腿半步 惊恶地看着雨晴 你是修仙者 是啊 雨晴微微有些得意 终于也让你吃惊了 虽然你本事很大 可本姑娘 也是实实在在的仙女啊 怪不得 灵魂如此香甜 真是令人着迷啊 非凡间女子可比 好 好香啊 啊 金先生贪婪地又深深地嗅了一口 不仅手舞足蹈 眉开眼笑 嘴角甚至流出了晶莹的哈喇子 雨晴看着他这副模样 不由地吓得连连后退 你这是干什么 发疯念病吗 我那是在感知你的仙道高低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七集 金先生也意识到自己失态了 连忙收起了如痴如醉的怪模样 恢复了正常 只是看向雨晴的目光 依旧炙热 雨晴仙子啊 你还没有脱胎换骨吧 当然没有 脱胎换骨的话就是真仙了 无必再称是修仙者 也可以摘掉仙人中的人字 那是如假包换的仙体仙魂 承担成真 内外会员 你不懂吗 我当然懂 我不但懂啊 我还可以帮你脱胎换骨 你 你呢 在你身上 我感觉不到仙道的气息 你不是修仙者吧 哈哈哈哈哈哈 影神 你知道吗 昭仿四海 木五月 翻手为云覆为雨 竹浪驱超三千丈 雷为护从 殿为翼 乃是有无上神通的大神啊 雨晴听得瞠目结舌 你是影神 金先生略觉尴尬 呃不 我是影神之子 呃 但是我已经尽得家福真传 也有广大神通 虽然总说神仙殊途 可万发同归啊 真正的得到者 并不拘泥于是仙还是神 我刚才招手云雾起 拂袖满天下 低头枯草荣 举足死余生 你是亲眼看到的 帮你脱胎换骨 又要何难呢 欲情呆住 这些道理 他闻所未闻 并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金先生说的也不错 他刚才显露的那手段 实在是太惊人了 天线云红 身照霞光 枯草抽心 死鱼复生 平地而起 腾云甲雾 祸胎换骨 仙体仙魂 承担成真 内外混源 你真的不想要吗 金先生轻轻地说着 声音中极具诱惑力 欲情有些痴迷了 真嫌 真嫌 金先生寻寻闪诱道 你若想要的话 我便帮你啊 欲情呆呆道 你 你怎么帮我 哎 我自有神器 金先生手掌翻开 又是一枚精致的赤色 瑜伽玉佩 他笑颜颜地递向瑜伽 戴上他 就什么都有了 戴上他 就能脱胎换骨了 到底是修仙症 语情虽然痴迷 但仍旧是保有一丝灵质的 家父身受百万圣灵的香火 神通广大无边 我得其真传 又恰与你有缘 白送你一场造化 你居然不想要 好好想一想吧 真正的平须与空 语化成仙 皆是天高地阔 任你飞腾 茫园雪穿随你往复 四海仙道 尊你为上宾 五岳神君 尽你为高鹏 你真的不要 金先生的言语 充满了诱惑力 渐渐说的语情 眼神迷离 如痴如醉起来 我要 雨晴一把抓住了 于行玉佩 真的要 要了 可不能后悔啊 不后悔 我就要 雨晴的眼神炙热 言辞坚定 你敢发誓吗 发什么誓 为了脱胎换骨 成就真仙 便是受受你的灵魂 也在所不惜 受受灵魂 哎呀 不舍掉你现有的灵魂 如何能得现魂呢 我怎么不敢发誓 雨晴伸出手来 张嘴欲启事 闭嘴 一声力喝 如雷般咆哮而来 雨晴娇躯 剧针陡然从浑浑 噩噩噩中惊醒 手中的于行玉佩 跌落尘埃 他惊恐地看了一眼金先生 往后击退 金先生期盼了半天 口水都流了一地 猛然间却功亏一篑 不由地惊怒交加 嘶声咆哮 谁敢坏 本神军的好事 金先生反手引去了 于行玉佩 愤怒至极的望向来人时 却见是一个 艳若桃里的妙颜女子 站在一把飞剑之上 悬浮于半空 她手持白毛浮沉 穿一身悬色长衣 窈窕玲珑的身段 在风吹衣果之际 若隐若现 肤色盛雪般白皙 如玉般盈润 一头浓密的长发 瀑布式地垂在 纤细的腰下 衣媚飘飘 烈烈作响 实是无上角色 欲见而行 敢问这位仙额的方明啊 金先生的怒气 在瞬间就全部消失 她满脸堆欢着 身形一晃 故作潇洒的也 飘然飞起 朝着那绝色女子靠近 师父 清醒过来的雨晴 惊喜地呼唤了一声 来人正是叶南星 师父 金先生笑嘻嘻地看着叶南星 哦 这位仙额 是那小姑娘的 师父 叶南星面带寒霜 兴眼圆正 红唇微绝 暮色森然地打量着金先生 似是想要看出他的修为 但宁神观桥之下 他发现 对方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光芒包裹着 内中修为高低 时时琢磨不透 一阵道歇的吞气之音 金先生在凑近叶南星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深锈一口 他的目光在瞬间就又变得火辣炙热起来 脸色也更加潮红 更加香甜的灵魂来了 居然一下子遇到两个修仙的姑娘 金先生咧开嘴笑着自言自语 像是喝醉了酒 整个人居然在半空中就摇摇晃晃 开始癫狂起来 云蒙叶南星 请教阁下是何方神圣 叶南星面带艳赠地往后退却 语气韵怒地质问道 我徒儿与琴何事得罪了你 一直于你要对他下如此毒手 金氏如果不说出个道理来 就怪我仙见无情 叶南星 云蒙 金先生稍稍吃惊 连忙擦了擦嘴角溢出的口水 瞬间恢复了瓶颈 拱拱手道 哈哈 原来是云蒙掌教仙师啊 恕我无理了 家父乃是营水正神 也曾提及过夜仙师的名声 但夜仙师不在云蒙山修炼 深入红尘俗室 前进我影川侠地内 以于何为啊 图经此地而已 不做斗粮 告辞了 叶南星一听对方是影神之子 心中怂惧 知道自己得罪不及 当即也不追究他的责任了 架剑贴地而飞 伸束手一把扯住雨晴 带上飞剑 然后便呼啸远去 金先生愣了片刻 看着空中渐行渐远的两道倩影 扬声合道 叶仙俄 何必来取匆匆啊 可否一方步到影神水府 让我进一进地主之一啊 不必客气了 叶南星的声音远远传来 随后便与雨晴彻底消失在 金先生的视野之中 金先生有些失落的一笑 伸出舌头在唇上舔了一圈 南南说道 叶南星 宋国境内有名的鲜鹅 偌大的名头 却就这么走了 看起来也不过如此嘛 嘿嘿嘿嘿 你们师徒这对香甜的灵魂 我是一号定 嘿嘿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九十八集 盈川郡府城归来客栈 一间雅室之内 雨晴跪在了铺团上 委屈又可怜地看着自己的师父 你起来吧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你 叶南星脸色依旧很难看 但语气却很软 他瞥了徒弟一眼 心中又是生气 又是怜惜 谢师父 雨晴笑着从铺团上爬了起来 过去扭着叶南星的胳膊撒娇头 师父 这次多亏有你 要不是你及时赶到 我就被那个恶神给骗了 就没命了 若不是我陡然看见天上云霞漫开 红光乍现 金额之余 到外面观望 为何城中现此奇景 也发现不了那丝带着你飞往城外 我屡次叫你小心点小心点 你就是不长信 徒儿已经很小心了 只是怎么也没想到 在人世间还能遇上这种恶神啊 你一个修仙者能来红尘中 要魔鬼怪当然也能来 你以为这里一片安宁祥和 就遇不到什么危险了 大妖怪 大神奇 大魔头 都不是我们能惹得起的 这里不是云梦山 没有宪阵护卫你 是 婢子知道错了 谁能想到 堂堂影神的儿子 居然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那死真是可恶极了 师父 这件事情 就这么算了吗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替徒儿出气呢 你这丫头啊 叶南星叹息了一声苦涩地说道 杀了他 你以为师父能杀得了他 英神神通广大 不是你我能得罪得起的 更何况 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 天时地利人和 都在人家那边 咱们仕途俩不占一头 拿什么去讨要道理呢 人在屋檐下 不能不低头啊 这件事情不这么算了 还能怎么着 好气啊 于晴有些不甘地倔了倔嘴 随后又问道 师父 那个恶神要徒儿出卖灵魂 这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还给徒儿那个鱼形玉佩 又是什么东西啊 收敛魂魄 稀释精气 会让他的神通提升非常之快 只是抢取他人魂魄 是妖怪们常干的事情 又为天道 迟早又受结束惩罚 有火灾 风灾 水灾相加 所以他也不敢直接抢取 于是就动了别样的歪心思 让你自己发誓 自愿交出魂魄 出卖性命 这样 便不是他强取了 至于那个鱼形玉佩 应该就是能够存储 惊奇魂魄的神器吧 原来如此 怪不得他用脱胎换骨 成就真仙的诱惑来哄徒儿 简直是阴险歹毒至极 于晴恶狠狠地骂了几句道 说不是强取 也是巧取 这能是正审干出来的事 叶南兴冷笑道 你到影神是什么 是水神啊 叶南兴翻动妙目 白了语情一眼 我是问你他的出身 那徒儿怎么会知道 为师知道 他原本是黄河中的一条金鱼 曾越过龙门而得到 后来又因为八戒和神 而受到提拔和重用 在和神府中任职多年后 要来营水 当水神 如果不是宋朝朝廷 允许为其剑祠造妙 让百姓供奉香火 他就是个妖怪 金鱼金 他儿子自然是小金鱼金 原来金鱼啊 怪不得那个恶神 自称是金先生 感情父子俩 是一对大小金鱼 呸呸呸 叶南兴恨狠地说道 那老金鱼原本在和神府的时候 可能还老实一些 现如今天高皇帝远 他自己独霸营水流域 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至于他的儿子 并然是从小被骄纵惯了 仗着父亲的神威 胡作非为 在大宝天 语情愤愤地骂道 恨 恼祝他们父子俩 多行不义 必自闭 让他们两条金鱼 变臭鱼干 叶南兴没心紧促 一脸忧怨道 让他们自闭是妄想 变臭鱼干 更是痴心 今天能从那小金鱼精手下逃走 已经算老大的不容易了 师徒两个大小角色 坐在一堆都呆呆地发整 越想越不识滋味 突然间 师徒俩异口同声地惊呼 不好了 脸色都变了 面面相去之际 叶南兴问道 你想到什么了 那条小金鱼精 在府城到处给人治病 说是所有的疑难杂症 它都能治好 很多老百姓都在排队后诊 师父你说 这会不会只是那小金鱼精 用来骗取人类精气魂魄的手段啊 一定是了 叶南兴冷笑道 凡人无知 总以为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雨晴呆了片刻又问道 师父 你刚才想到的是什么 叶南兴忧心忡忡的 我想到的是 我们师徒二人的精气魂魄 比凡人更强更蠢 那小金鱼精垂涎三尺 却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 他邀请咱们去水府 便是不安好心 被我拒绝了 极有可能 还是要找上门来 啊 那咱们怎么办呀 师父 雨晴一想到自己险些 主动交出精气魂魄的情形 就心有余地 恐惧地浑身发颤 叶南兴咬了咬牙道 明早 你我再去求见一次 让教仙师 如果他还是不见咱们 那咱们就赶紧离开 这事非之地 回归云梦山 红尘俗世 虽然热闹 却不是咱们师徒 能够久留的地方 云梦山有创派先祖 留下来的护山大镇 咱们师徒 自保还是足够的 真的要回去吗 雨晴泱泱问道 一想到回归云梦 就再也吃不到 可口的糖葫芦 喝不到销魂的酸辣汤 买不到软糯的绿豆糕 再也没有油条 蒸面小笼包 羊杂烙膜 千层酥 藕丝糖 雨晴的心里 就一阵阵的难过 叶南星瞥了他一眼 你还是那么贪玩 不回去 难道要在这里等死吗 雨晴苦恼道 那但愿 明天掌教仙师 能见咱们 让咱们留下来 还有啊 师父 如果明天那个老混蛋门子 还是不让咱们进去 咱们就硬闯进去 无论如何要见到掌教仙师 还有 那小金玉精如此带毒 这股恶气 突然是非要出了的 怎么 你还要报复那小金玉精 是啊 告诉掌教仙师 有恶身欺辱咱们 掌教仙师总不会不管吧 你总是那么天真 怕是到时候掌教仙师 一听对方的来历 自己就躲开了 怎么会 怎么会 映神就是引水流域最大的神 在他的地头上 谁敢招惹他 掌教仙师的家 还是影川郡的呢 能不知道影神的厉害 他怕是会跟你我 撇清楚干系的 掌教仙师 不至于那么势力吧 雨晴嘟嘴的 他还从憋外手里 揪了咱们呢 那是遇上了他能降服的妖怪 三言两语就能打发走的 又不费吹灰之力 何乐而不为 可是现在 对头是影神父子啊 八水正神中的大神 身后还站着水神系的魁首 和神 你知道和神得到多少年 有多大神通吗 便是四海龙君都要忌惮他三分 你觉得掌教仙师敢惹 修仙者都是自私自利的 谁肯为谁出头呢 师父你刚才就为徒儿出头 得罪了那小金玉金啊 一来师父并不知道他是谁 二来 师父难以突破第五阶段 也没几年好活了 凭你出头就出了 得罪影神就得罪了 怕什么 哎呀师父 你肯定能突破第五阶段的 而且还能一直冲到 脱胎换骨阶段的 突然还要看你再活五百年 再活一千年呢 修晴见叶南星脸色惨淡 异性南山 知道他又在为自己 始终无法晋升到 洗髓阶段而烦闷 便赶紧抱着他安慰起来 叶南星自然看得出 修晴是在故意斗自己开心 心中稍稍有些韵涕 但更多的还是失落 他缓缓说道 本以为掌教县师 得了西一老祖一波传承 会指点我更进一步的 可到底 还是恼恨我当初待他不好 至今仍旧闭门不见 为师妻是早该死心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明天 咱们明天一定能见到掌教县师 见与不见 在我们得罪影神的情况下 其实已经没什么大区别了 师父 你总说徒儿太天真 可师父你又总是太悲观 万一掌教县师愿意护着我们呢 叶南兴不想再跟雨晴争论 笑着摇了摇头 心中却暗暗地感叹 这世间的事情何其奇怪啊 原本还是他父亲求着我去救 此时正躺在阳宅县客栈里一动不动的陈一山 连续打了几个喷嚏 在床边一直小心陪护的无垢道长 忍不住地想 哎呀 仙长不会是生病的呢 虽然觉得这个想法比较白痴 毕竟仙人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但无垢道长确实十分担心 他敬爱的陈仙长 本来说好的 今早醒来就出发 到傍晚便能赶回府城 可结果呢 陈一山半夜不知道去了哪里 临到黎明时还不见踪迹 无垢道长醒来一看屋子空着 吓了一大跳 正胡思乱想 仙长是不是觉得他累赘 不要他了 然后就听见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接着便看见心心念念的陈仙长 推门进来了 仙长你 抱歉 我要休息休息 陈一山满脸疲惫至极的神色 走路时连腿都是颤抖的 只对翘首以待的无垢道长 说了一句话 摸着床倒头就睡 无垢道长惊呆了 啥时候也没见仙长累成这个样子呀 他也不敢问 更不敢叫醒陈一山 在惊讶和不安的猜测中 他去跟店掌柜说迟些退房 然后又直勾勾地陪床到下午 猜见陈一山悠悠悠悠悠转 可醒来之后 陈一山只是叹息了一声 哎呀 好累啊 感觉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以后再也不能这么玩了 无垢道长一愣 仙长半夜出去玩了 玩什么累成这个样子 居然仙体都被掏空了 难道是 哎呀 罪过罪过呀 无垢道长邪恶地响入非非 也是啊 人不风流亡少年嘛 仙人也是人哪 理解理解 哎呀 道长 我还得再休息一阵 只能是明早出发了 陈一山欠然说道 他感觉着灵气仍旧没有全然恢复 知道是昨夜试验射空术透支过度了 也不敢再拿身体开玩笑 无妨无妨 仙长 只管休息 乌购道长小心翼翼地退出房间 无奈地想 哎呀 没钱了 说好的今晚到仙长家里大吃大喝洗白白的 看来是做不到了 还是去老板那里求施舍一下吧 哎呀 往常花宅这种事情都是明太明定做的 哎呀 明日道长 这是我们山下乡民们凑的钱 虽然不多呀 但也算是大家伙为真人的金身再速出一点力 还请笑纳呀 数十个百姓 数十个百姓聚在真人殿前 有一名老者手捧托盘 盘中用红布包裹了几串钱 乃是山下百姓们得知天保真人的金身塑像被毁 自发来捐钱的 啊 多谢张老丈 让高林们破废了 明日连盟躬身写过 转手递给身旁的名誉 然后又朝众百姓深深以医说道 等真人金身再造之后 当为各位父老立碑 记下捐赠这大名 以后各位父老有需要天保惯的地方 也请尽管言语 诸位高林的八子和婚 择日选宅 秋千万挂 冠礼一概免费 如果有歹人出没 野兽行凶 邪物作祟 小道也会带领师兄们 全力保乡民们平安 便是寻常的跌打损伤 冠中也有灵丹妙药 免费供养 还是天保冠的道长们厚道啊 哎呀是啊 从天保真人在这里坐镇开始啊 我们几辈人都受冠中 道长们的庇护 比求神还要管用啊 哎 连瞧着这又一代的道爷们也长起来了 本事还是那么大 心地还是那么好 咱们山下百姓的下一代 也有福啊 明日的承诺让众乡民喜出往外 全都没口子的夸赞起来 闹得明日明月还老大的不好意思 明日道长 无垢道长以后不回来了吗 张老正突然问道 家师追随陈仙长 外出扶妖解难去了 回是肯定要回来的 但是归期还未定 小道也是暂时代替家师 执掌天保管门户而已 不过诸位放心啊 家师原本定下的规矩 小道都会遵循 一切照旧 那就好 那就好 哎呀 倒是明空道长可惜了 怎么就被邪神给害了呢 张老丈感叹了一声 人群里面 便有一个姑娘红了眼睛 明日认的 那是张老丈的孙女大鸭 往常是跟明空关系极好的 据说两人还有点什么儿女情长 眼下算是阴阳两隔了 哼 还不是咱们县城的城隍爷 只受香火不干正事 放纵邪神不管 才闹出了人命 张老丈身后 一个中年汉子恨恨地说道 我看 就是咱们这天保山里的土地爷 都比那位在城里闲坐得强 张全 你住口 张老丈脸色一变呵斥道 神明就在举头三尺处 你小心惹口孽呀 张全冷笑道 我才不怕呢 城里那位坐庙的爷 就是不顶庇佑 白想香火 还不让人说呀 什么城隍爷 我看就是坐辣爷 坐着不动 干等着 一股寒风突然阴嗖嗖地灌进真人殿内 当即吹落高悬的油灯一盏 正砸在张全的头上 哎呀 张全痛呼一声 鹅脚鲜血泵流 众人都惊呆了 张老丈连忙拱手 团团作医 四方拜神 口里嘀咕道 哎呀 神明恕罪呀 张全也是有口无心 口无遮拦哪 张全捂着脑袋说 哎 这 四叔 你念叨什么念叨 不就风大吹落了油灯吗 值得什么大惊小怪 明日觉得 那风来的古怪 心知有意 深锈一口 闻到风中 隐隐有股香火味 便取了两枚铜钱照在眼上 使了个剑前眼开 赫然看见寒风涌动入 立着一个劈头散发的睽伪汉子 手持日游神牌 正宠张全怒目而始 明日吃了一惊 连忙拱手道 不知神官过境 恕罪恕罪 张全有口无心 求神官饶暑 真有神奇假道了 一干百姓 本就心下荒漫 又都瞧不见日游神 看见明日那副作派 更是耸聚 却听半空中有人说道 张全 我乃日游神时宜 成皇爷日理万机 保佑一线生灵平安 岂是你这刁民 能妄自菲薄的 你出言不去 诋毁成皇大人 可知罪过 张全也是个盲汉 不顾头破血流 跳脚冲着空中就骂 老子不怕 老子没诋毁他 老子说的都是实话 由衷你让做辣爷披露啊 张老张吓得 差点晕死过去 明日也惊得脸色 傻白脚道 哎呀张全 你闭嘴吧 日游神更是勃然打怒 正代发飙 却听身后一声 威严的喝石 叫你去赵明西水神 山神 土地神 以及天宝灌门神 你跟一帮蠢民 知什么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集 日游神回头看 只见县府城隍 脸色铁青的立在风口 身后文武判官左右傍随 连忙应一声 是 城隍大人 迅速离去 城隍爷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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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乡民仍旧只是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个个瞪大了眼睛 如痴如呆 明日也算是被吓坏了 他没想到 今天用了一次见钱眼开 不但看见了日游神 就连城隍爷也看到了 他更没想到 刚才张全说城隍城隍道 张老丈说神明在 神明就在 真是一个比一个嘴壮 他颤为为道 不知城隍爷驾到 贫道失礼 恕罪 众乡民呆了片刻 也都纷纷跪到 小鸡捉米式的磕头 只有张全冷哼着 无懂于衷 任凭张老丈 死命拽他 他也不归 文判官 把这些人说的话都记录在案 回头递交给速报司 自然有他们的报应 城隍 城隍冷笑着说道 文判官早拿出了笔 开始记录 众人听的已经是面无人色 明日明月明星等也都脸色煞白 明日央求道 城隍爷 张全 张全确实是有口无心的 本府看他是有口也有心 他本人又不怕 你倒替他求情 城隍虚看着明日 朗笑道 你这窥测术 叫见钱眼开吧 可真有意思呀 明日浑身一颤 强笑道 雕虫小鸡 不值一审 你师父无够道长呢 回城隍爷的话 我家师追随陈县长外出 就为解难去了 陈县长 今天本府就是冲着 所谓的陈县长来的 城隍爷脸色十分难看 明日不解其故 啊 城隍爷没做解释 冷冷道 本府要发落几个不安分的小神 正好有这些乡民在场 本府借你这宝地一用 如何呀 明日哪敢不计 当即说道 陈县爷请便 请便 只是他在心中鼻鼓 发落几个不安分的小神 哪几个 没过多久 日游神便回来了 手持神牌飘然入殿内 对县城黄报道 回平大人 吴小神已经招致 话音刚落 便有一声极为沉重的踏地之音传来 众人寻声回望 只见平时在庙里才能看到的山神爷 一脸晦气地踏过门槛 迈入真人殿中 长得真是一言难尽啊 大鸭和明台明镜 直接都吓哭了 诶 怎么还有这许多老百姓在 山神忘声忘气地问道 城黄大人要见我们 为什么不找个僻静的地方 当着他们的面 来论论你们做的事情 更好 毕竟 他们是你们的姓民嘛 城黄爷冷冷回道 山神挠了挠头 狐疑地看着面色不善的城黄 不知道这位爷 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 尼西使神轻落 参见城黄大人 一道倩影闪进殿内 顷刻间满室异香 正是明熙水神到了 众人看得眼睛一亮 原来水神娘娘 比庙里的塑像 还要好看一百倍 青落和山神都是有身体的 所以老百姓肉眼也能瞧见 只是后来的土地公和门神兄弟 都没有肉身 除了剑前掩开的明日 能瞧得见他们 明月明星张老丈张权大鸭等人就看不见了 但饶是如此众人也觉得今天是大开眼睛 不但听见了城黄爷和日游神说话 居然还看到了山神爷水神娘娘的真身 有几个人兴奋激动的脸色通红 想着回去怎么在村子里吹牛都快想破头了 也不知道城黄爷说的要发落他们是什么意思 所有人都屏息宁神 瞬大了眼睛 支着耳朵 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叫你们五位过来 是一一 邪神白大王处置一事上 你们的罪过 县城黄见众小神已经到齐 便开门进山表明意图 罪过 山神恶然 瞪着眼睛大声质问道 我们诛灭了邪神 没有功劳就算了 居然还有罪过 城黄大人明说 我们这算是什么罪过呀 放肆 你便是这么对城黄大人说话的吗 纵放邪神 越界勾连 惊扰百姓 难道不是你们的罪过 文判官上前呵斥道 你们几个不经上报 私放邪神白大王 然后勾结仙界众人 乘一时之快 虽然击灭了白大王 却搅闹得全县百姓彻夜不安 这几日仍然心有余悸 土地公忍不住说道 文判官这话 我们听不懂啊 不懂你可以问 白大王根本就不是我们放出来的 所以私放这个罪名 我们担待不及 至于勾结仙界众人 乘一时之快 这罪名就更离谱了 邪神白大王 重献天日 又杀人害命 无意中招惹了 叶苏天宝官的陈仙长 被陈仙长所重伤 这谈何勾结啊 而我们五位虽然位卑力小 却也不敢放任不管 只能硬着头皮去对抗 邪神 这怎么叫成一时之快 至于惊扰百姓 我想问问文判官 是放邪神出去害他们好 还是诛灭邪神 让他们受邪惊扰好 说得好 虎弟也是好神啊 张全突然叫唤了一声 吓得张老张 大压等人差点 欠承皇打怒 目视日游神 日游神一排子打了过去 扇在张全的嘴上 张全呜的一声 竟然张不开口了 成皇爷处置公务 再有望于者 以张全力 神派封口 日游神立身呵斥 除了明日 众人都瞧不见张全是怎么被封口的 但见他呜呜呜呜的闷哼 嘴巴就是张不开 憋得脸色血红 都吓得不清 殿内一时间鸦雀无声 静得连众人的呼吸声都能听见 贤承皇这才满意的哼了一声 牛头冲土地公冷笑道 小小天宝山一个土地神 职位不大 神通不大 却剩了好大一张利口啊 白大王在你们的监管之下 不管是谁放的 你们都难辞其咎 难道你们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虎似处于侠 闺欲毁于毒中 是谁之过语 便守着不得此其责言 五位神奇中四位都愣住了 这是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吧 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吧 只有山神愣愣地问门神道 他那话是啥意思 门神低声道 问你笼子里的老虎 犀牛跑出去伤人了 盒子里的玉被毁坏了 是谁的罪过 山神道 嗯 谁的 看管笼子盒子的人有罪 嗯 至于说勾结仙界中人 是水神轻弱 亲口承认 要托那位陈一山 帮他谋求神职 陈一山也答应了 这不是勾结是什么呀 县城皇懒得大理山神 只冲轻弱宁笑道 神仙殊徒啊 你们不明白吗 要一个仙人某你们的神职 你们按的是什么心呢 第一百零一集 水神轻弱脸色大变 可一时间也无言以对 是恨恨地看向了日游神 那天 不敢给他说那么多话的 县城皇立声喝道 门判官 宣布本府的处理结果 门判官喝道 听神谕 先有天宝山山神 明溪水神 土地 二门神 纵放邪神白大王 又勾结仙界中人 触犯神规 特伐墨百年香火愿力 赶下神坛 三年之内 不许享受百姓祭祀 吴判官先修去他们的百年香火愿力 是 吴判官当即处理 一手笔一手刀 虎视眈眈地扫向五位神奇 五位神奇瞬间就惊呆了 伐墨百年的香火愿力 他们总共才享受了四百年香火而已 伐墨百年等于是说 一下子就抽掉了他们四分之一的神道修为啊 至于赶下神坛 三年之内不许百姓祭祀 这一条处罚更是印度 不受百姓祭祀 便不能显灵为百姓做事 三年以后 纵然他们还能回归神坛 可百姓 谁还信奉你啊 甚至说 对于门神兄弟来讲 三年之内 不受香火就意味着彻底消亡 因为他们兄弟俩的神通最弱 本来就只是享受天宝灌内 中道式的香火 剪掉一百年 有关三年幽禁 哪里还能存在啊 伏地抽薪啊 这绝对是赶尽杀爵士的 伏地抽薪啊 门神兄弟惊怒交加 已经瑟瑟发抖起来 山神更是第一个站出来 恶声吼道 我不服 吴判官立声喝道 城皇大人神女以下 谁敢不服 先佛城皇了不起吗 他的职位虽在我们之上 但是却没有权利剥夺我们的正神之位 我们有庙 有神速 那是郡府一级的官府同意 老百姓出自修建的 他凭什么把我赶下神坛 我们就是不服 山神气得浑身发抖 恶吼如泪 本府已经召会过洛川郡大城皇 大城皇会托梦给郡太守 说明情况的 你们不服也得服啊 县城皇轻蔑地瞥了山神一眼 知道你是山肖出身 但是在本府面前耍你的鬼气没用 收敛一下 不然罪责更重 你这是假公祭司 土地公的面孔也扭曲起来 我也不服 本府秉公办事 从来不知什么是假公祭司啊 县城皇冷笑道 一个大头僧人 死后能担任一方土地 就该知道满足了 偏偏不消停 你不纯粹 是要自掏苦吃吗 城皇大人 让陈仙长 某远大虔诚的只有小生我一个 与山神土地 门神无关 你只处置我一个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罚他们下神谈 水神轻落 咬着一口背齿细牙 水汪汪的大眼睛满是愤痕 你们五个当中 就输你最不安分 县城皇讥讽道 也难怪你就是水妹出身嘛 妖妹偏能祸人 他们恐怕也勾引不了 那个所谓的陈上仙 只有你能 但背后 未必就没有他们出谋划策 所以 还是要一体惩罚的 你 你怎么能这么说 轻落气愤至极 娇斥一声愤然问道 陈仙长 先法无边 城皇大人如此诋毁他 就不怕得罪陈仙长 陈一山是吧 哈哈 县城皇大笑道 你们真以为他是大仙呢 真以为 他能让你们更上层楼 实话告诉你们 本夫已经收到了 转自影川郡大臣皇处的公罕 里面说 陈一山确实是影川郡之人 但却不是什么高人 更非能灭邪神白大王的上仙 他是一个身中妖毒 性命朝不保夕的凡夫俗子 不 不可能 轻落那美丽的脸上 瞬间变得毫无血色 公罕可以给你看看 陈一山的高祖陈重楼 就在影川郡大城皇府下 任之司公 他亲口所言 难道还能有假 五位神奇再度恶然 县城皇讥讽道 你们都别做梦了 你们遇上的那个陈上仙 既有可能就是个脱陈一山之名的骗子 心怀叵测的梦浪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想法 居然会冒充一个身中妖毒性命难保之人的透明 出来搅惹是非呀 你 你胡说八道 陈先长亲手把白大王打成重伤 怎么可能是骗子 山神怒吼道 他能引来天雷 能够弄地火 能身发瞬移 一根指头就能封阵白大王 就是大仙 对 吴购道长跟陈大仙是好朋友 吴购道长说陈大仙法力无边 吴购道长还追随陈大仙左右 怎么可能会是骗子 门神兄弟也恼怒异常的嚷嚷起来 修仙者会写障眼法也没什么出奇的 弄出天雷地火的假象也不足为怪 顺义的身法 怕是连无够道长都毁 至于降服邪神白大王 白大王被封治了数百年 神童早就弱到了极点吧 打伤他恐怕也不会费什么力气啊 县城皇逐条批驳众神的说法 土地公也是到此时才发现 原来这位爷比自己还能说呀 你们以为法力无边的陈大仙 岂有可能是个刚入仙门 学了些皮毛就敢游历红尘 到处招摇撞骗的家伙 仔细想想 有哪个正经的仙人 为耶稣在天宝观这种地方 跟无够道长那种烦人结为朋友 还管你们的破闲事 偏偏你们自作多情 痴心妄想 还以为翻身的机会来了 鱼不可及 县城皇直接下了诛心的言论 冷笑脸脸 明日明月等人听得心中不快 我们天宝观这种地方怎么了 这可是天下知名的地方 跟我师父成为朋友怎么了 我们师父被称为天宝大法师 天下有几个人不认识 不过他们也是敢怒而不敢言 土地宫水神轻弱 山神门神被城皇那诛心之论 搅闹得心中大乱 纷纷暗思逃 是啊 一个大仙 为什么会夜宿天宝观 这种凡夫俗子居住的地方 是啊 为什么会跟无垢道场那种法师借窍 还很热心的 管我们的闲事 难不成 陈县长真的是个招摇撞骗的家伙 那一夜 我们都被骗了 吴判官还不动手 先城皇见五位神奇都痴痴呆呆的 不再反驳冲撞自己 便知道自己的言语起笑了 不趁着这个时候削他们的香火怨力 等他们集体反抗起来 到棘手难办了 吴判官正要动手 却猛然听见一道森寒的声音传来 住手 那声音 似乎是从天边传下的 滚滚如雷 朕的武判官浑身一枕 笔和刀 两大神器 竟然都险些拿捏不住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02集 谁说陈一山是招摇撞骗的家伙 又是谁 讥讽他不正经 声音继续传来 在众神 众人惊恶的目光中 一个少年如幻影般陡然出现在真人殿的门口 县府城皇 文武判官等 竟然都没看清那少年的身法 他的声音和他的人似乎是同时得大的 好俊俏的少年啊 藏在张老丈身后的大鸭 突然脸色通红的捂住了嘴 但他说出了所有人 在看到那少年时的 第一感觉 真的是 好俊俏啊 一袭轻衣 一头乌发 见眉星眸 玉面长身 宽阔的肩膀下 是细细的腰身 挺翘的鼻子下面 是一张粉嫩的嘴 就连水神轻落看去 也觉得这少年的样貌 完全不属于自己心中的俊俏小郎君 陈宣长 但是如此美貌的少年 在县府城皇的眼中 却是个极其可怖的存在 因为县府城皇在他身上 秀到了极为广阔 深邃的香火怨力 那是连自己都远远不及的 敢问 大神来自何处 香火怨力是神通的来源 香火旺盛 怨力深阔 那就是神通广大的象征 县府城皇也不敢怠慢 立刻放下身段 恭敬的请教 洛神府中 金童子 那少年撇了撇嘴 似乎是很不屑于回答 县府城皇这个问题 洛神 金童 县府城皇悚然一惊 这 这可是条蛟龙啊 洛神 八水正神的大街头 几乎天下所有神妻 都知道他的出身 蛟龙一族血统 得大纪元化为真龙 神通广大 逼之河神 江神 也不差积蓄 他身旁的金童玉女 两大近世神官 也都出自他蛟龙一族的翘楚 向来随他一起配向于洛神庙 使万民相伙 向朝廷祭祀 比之一般的郡府大城皇 还要神道精深呢 不要说小小的葛城县 城皇得罪不及 就是洛川郡大城皇来了 见到金童也得厚礼相待 一小神子聚啊 至于水神清洛 山神土地门神兄弟 听到洛神府中金童子 这七个字的时候 都几乎立足不稳 文武叛官 日游神 也都瑟瑟发抖起来 他们的神通太小 职位也太低 根本抵挡不住金童 那深阔香火怨力的威亚 唯有明日明月 张老丈等一杆凡人 不受金童的香火怨力影响 却被洛神金童子等身份 而经得如听炸雷啊 今天是怎么 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大神 以后要是吹牛的话 该从从哪里吹起 才能让人觉得低调谦逊 且不是真的 县城皇早已是满脸堆欢 阵衣正观 双手捧着白玉鬼 对金童深深作依 笑容谄媚道 小神是葛成县府的城皇 不识上神尊严 失礼 失礼了 敢问上神驾临必敬 有何吩咐啊 刚才就是你再诋毁陈衣衫吧 金童根本不吃他那一套 冷笑道 别狡辩 我记得你的声音 县城皇一愣 心说 我说陈衣衫是骗子怎么了 嘴上也不否认 是 是小神说的 但是 是实情啊 放肆 陈衣衫也是你这小神能议论的 金童立声喝道 摘掉你的冠冕 脱下你的袍服 放下白玉龟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葛成县城皇了 县城皇脸色斗变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啊 啊 什么啊 我说 从此刻起 你不再是葛成县城皇了 听不懂吗 你 你 县城皇只觉得头皮乍裂 一阵眩晕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金童 你要耻夺我的神职 怎么 我不够格吗 你 你凭什么 县城皇猛然间体会到了 刚才山神土地 水神青洛 门神兄弟的那种 愤怒和惊慌 凭我小泥娘是洛神 凭我是金童 凭我比你神通广大 凭我可以随时随地地灭掉你 金童轻蔑一笑 怎么 是我的地位不够高 还是我的姓名不够多 又或者是我的神域 不比你的大吗 县城皇 哆嗦了半天 突然神经致死地发出一声怪笑 他五官扭曲着 咧嘴 哆哆嗦嗦嗦说道 你 你们水神 干预不了我们成神的之死 本府要告你们洛神府跋扈 对 我要告到郡府大城皇那里去 金童黑燃道 你不用去告 你的大城皇马上就到 我们一起来的 只是他飞得慢 我先到一步而已 本 本府到了 半空中卷下阵阵狂风 真人殿内的温度再次降低 张老丈等凡夫俗子 已经开始堵着帮子 瑟瑟发毒起来 风中传出一道气喘吁吁的声音 接着风头止住 现出几道人影 为首一人 身着紫袍冲天官 手持二尺碧玉鬼 三缕常然 雷雷落落 飘于胸前 面色黑尘 好色锅底 相貌颇有些威严 正是洛川郡的大城皇倒了 他身后 阴阳纠察速报三思宫 一字拍开 此时雾字在那儿 气喘吁吁 显然是追赶金童 追赶得太过于吃力 大城皇 这个金童 嚣张跋扈 他居然要耻夺 我的神志 葛城仙 城皇像是找到了 主心骨一样 连忙上前求助 啊 上水 怎么 怎么会这样啊 大城皇吃了一惊 看向金童桃 来时不是说要 要办别的事情吗 本来是要办别的事情 可是我在半空中 听见他恶言恶语 辱墨我小舅舅 这要是让我小姨娘知道了 大城皇觉得 后果会如何呀 金童笑嘻嘻地说道 反正 我小姨娘 现在最在乎我那 素未谋面的小舅舅了 小舅舅 葛城仙 城皇愣住 我什么时候 如墨泥 小舅舅了 陈一山县长 是我小姨娘的弟弟 那就是我的小舅舅 县城皇 差点晕过去 陈一山 是洛神的弟弟 这 这从哪论的 就是那个招摇撞骗 茂名 金童哼道 大城皇你听 这次现在还在 诋毁我小舅舅 我 按照上神说的办 大城皇心中暗骂蠢货 深吸了一口气 厉声喝道 从今日起 不必再担任 葛城县城皇一职了 本府会报告给 京师首座城皇爷的 你 你居然跟他沆瀉一气 县城皇惊呆了 也气坏了 怒急了 本以为找了个 主星虎 谁知道 主的不是 自己的心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零三集 你敢 你虽然是 君父大城皇 身知比我高 但与我之间 只有杜盗 剑叉 剑引之权 你无权尺度 我的身知 我是 你是个什么东西 大城皇也是 抱脑脾气上来了 直接把手中的 碰一语 砸了出去 砰的一声 激在了 县城皇的额头上 县城皇身子一晃 贪软如泥一样 跌坐在尘埃中 官帽也飞了出去 大城皇 这 文武判官一起上前 颤抖着想要劝阻一下 文 是 过了他的官府 大城皇立声喝道 早有纠察司公上前 一把扯掉了 县城皇身上的珠宝 又呸的 脆了一口 回身交给大城皇 县城皇带来的文武判官 还有日游神 各个浑身发抖如筛康似的 连大气都不敢喘 更不用说 上前维护老大了 山神 土地公 等五位神奇 都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太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明月明星 张老丈等一干人 光听热闹 都听晕了好几个 县府大城皇爷 亲自下场殴打 县府城皇爷 这几百年都遇不着一次啊 今天建设的场面 一次比一次大 娘嘞 回去吹牛 肯定是没人相信了 大城皇陪笑着看下金童 上神哪 这个不开眼的货 已经被拿下了 听平发落 让他滚蛋 金童满意地哼了一声道 落传军里不许再看见他 看见一次 打一次 是 大城皇冲手下的阴阳司公一时眼色 阴阳司公上前拉起贪软如泥的县城皇 架起一阵阴风便走了 你就是明喜水神吧 金童扭头目视青洛 青洛脸上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色 吓得 惊得 慌得 刺激的 他哆嗦了半天 在颤威威道 是 是小神 嗯 我小姨娘派我来 带你去洛神府 让你担任我小姨娘的近视 也就是洛神玉女 你愿意不愿意啊 啊 青洛身子一痒 直接晕倒了过去 金童无奈地伸出手 弹指间 一股青流洒落在青洛的脸上 他英宁一声 悠悠行转 呆呆地看向金童 金童道 哎呀 做洛神的玉女 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啊 说完再晕不迟啊 愿 愿意 青洛几乎是咬着牙 用尽了浑身力气 才把话说出来的 说完之后 两行泪水滚滚落下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夜太大了 洛神的竟是玉女啊 可不信我要掐自己一把 干什么事在做梦啊 却见金童也虚了一口气 啊 那就好 我舅舅托办的事情 要是奔不好了 回去我小姨娘肯定得骂我 哎呀 原本那个玉女妹妹也是瞎 找谁不好 偏偏找个猪婆龙搞对象 这是丢我们一族的龙眼 青洛物资沉浸在天大的机动中 难以置信 是 是陈大县安排的 不是她是谁啊 说起来我都没见过她 偏偏我小姨娘就让我叫她舅舅 金童很不服气地问她 哎 你是不是见过她 她真的很厉害吗 厉害 特别厉害 青洛芒不迭地点头 好吧 什么时候有机会了 我也见识见识 金童摸了摸鼻子 身情还是有些不大福气 旁边的山神突然咧开了大嘴狂笑 哈哈哈哈 陈县长果然不是骗子 蒲地公也喜极而起 哈哈哈哈 水神娘娘 恭喜了 门神兄弟擦了一把眼泪 兴奋而又艳羡地看着青洛 心中还有那么一丝小小的懊悔 哎呀 当初啊 我怎么就没想到抱进陈县长 的大腿呢 知道他的腿粗 可没想到粗到这种地步啊 居然是落神的弟弟 随便一安排 就让原本暗无天日的青洛 一步登天啊 哦 对了 还有你们几个 金童揉了揉小脑袋说道 我舅舅也提到了你们 我小姨娘说 既是我小舅舅的朋友 一个个都得安排好 大成皇再麻烦您一下 给他们找个妥善的位置吧 好说好说 大成皇搓着手 笑脸看向土地公 呃 这个 葛城县县城皇的位置 刚好空缺呀 你能委屈一下 去补什么 土地公也晕过去了 大成皇又看门神兄弟 呃 那个 葛城县城皇府里的文武判官 你们兄弟来担任 行吗 四个神奇 一起晕倒 原本的文武判官是寒泪晕倒的 门神兄弟是寒笑晕倒的 终于不用再被贴到门上了 好幸福啊 颤抖得快要散行了的日游神 暗暗擦了一把汗 心中叫醒 看来刚才 曾武判官想要替 县府城皇求情的时候 我没察觉是明智的呀 沉默使尽 火从口出 以后要刻在神牌上啊 山神 这个山神嘛 大成皇看着一脸 急不可待 也等着要晕倒的山神 有些尴尬的 哎呀 洛川郡内的大山不多呀 况且还都有山神坐镇 也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定替谁也不太好啊 山神把流到嘴边的口水 又咽了回去 脸色重新变得晦气无比 难道脸真的会影响前头吗 哎呀 算了 你跟我去虎关吧 金童说道 那里有座香山 是中越神军的侠地 好 你说一声 香山云给你怎么样 山域比这天宝山广阔些 有十万姓名供奉香火 还行吧 山神 山神个头出众 晕倒的声音也格外出众 原县城皇府下 门判官改任明西水神 原武判官改任天宝山山神 有天宝官群到在 不必再设土地门神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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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司公带着原本的葛城县城皇 在半空中飞了一阵 暗落风头 瞥了眼 劈头散发 如丧考笔的丧福城皇 阴阳司公也很无奈地叹了口气道 你说你得罪谁不好 偏偏得罪洛神 你也知道 大城皇爷是惹不起洛神的 只能委屈你了 以后 别再涉足洛春君了 我 我怎么知道 那个陈毅山会是洛神的弟弟 奇怪了 洛神的弟弟怎么会是个仙者 尹川军那边传来的公寒 又明明说陈毅山性命堪忧 朝不保夕 洛神义族是蛟龙 血统高贵 仙道神道 甚至妖道都能涉足 有个弟弟是仙者 也没什么奇怪 至于尹川军那边传来的公寒 大城有物 会不会是尹川军 大城皇坑你啊 不可能 我本就出自尹川军 原始那里的一丝之功 跟尹川军大城皇关系亲密 哦 那你可去尹川军投奔他呀 没劲之急 也只有如此了 你走吧 我也会去复命了 阴阳司公转身乘风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零四季 丧府城皇在空中漆黄的一阵 突然间醒悟过来 自言自语道 啊 我知道了 是陈重楼坑了我 原本共事的时候 他就跟我不睦 八成时 他无意中 见到我发去影传 询问陈一山底细的公函之后 就设下圈套 故意说他的玄孙就是陈一山 又说陈一山性命堪忧 挖了个大坑 让我跳 好毒的心机呀 堂堂落神之地 怎么会是你的玄孙 陈重楼啊 陈重楼啊 你也闯下大祸了 我饶不了你 夜色已深 正在客栈中昏睡的陈一山 突然惊醒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 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但见室内轻盲点点 无数灵气汇聚成团 震动着他的麻衣 哗然作响 一斤之上 一块本来隐没的补丁 又出现了 而且还变得晶莹剔透 如玉宁芝 这是 他细细看着那补丁 很快便认出 那是在诸灭白大王之后 与天宝山五神奇结缘的时候 所出现的那 为什么会再次出现 并且变化了呢 他迟疑着 伸手摸缩了上去 煞纳间 已有所悟 原来如此啊 他微笑了起来 五位神奇 全都胜了之死 自己所结下的缘 已成大缘 不丁一变 灵气如全涌现 耗尽的先力 不但在这虚余间 全部恢复了 隐隐之中 还有提升 归海阶段 已更进一步 顶炉中的刻度 也再次升了一个 欣喜之余 他牛颈斩臂 伸了个懒腰 一低头 只见无垢道长 不知何时已经醒了 正瞪着一双大眼 悠悠地看着他 陈一山吓了一跳 哎呦 哎呀 道长 你怎么了 呃 仙长 你又准备出去玩吗 呃 频道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哎 你说 这种事情不一多呀 不然纵使仙体 也难以承受啊 哎呀 我明白 昨夜 就是射的太多了 几十次下来 却是无法承受啊 无垢道长 呆住了 呃 仙长 你说话 就这么直白吗 但一夜几十次 未免也太快了吧 啊 不过 我已经练熟了 以后啊 就不会疲惫了 呃 这种事情 练得越熟 越毁身体吧 怎么会不疲惫啊 哎 真的 不毁身体 不信的话 我射你一次试试 无垢道长吓得 连忙用被子裹住自己 慌忙失措地 看着陈一山 脸色煞白的 呃 不 不必了 贫到信了 感觉还是挺不一般的 明早吧 明早起来 让你感受一下 腾云驾雾 非一般的享受 无垢道长更加惊悚 哎 舵长 你哆嗦什么 你怎么掉床了 哎 你准备往哪爬呀 你穿衣服干什么呀 你回来 夜半 影川郡浮城 本来是一片宁静 突然间 城南的安乐坊居户中 传出来一声凄厉的汗叫 皇儿子 接着又有打骂声和嚎哭声传出 但是很快 所有的声音又都消失不见了 寒风陡起 空中一道黑影迅速闪过 手持神牌的夜游神 劈头散发的 略向安乐坊 另有几个纠叉丝的神力 也寻声扑了过去 等赶到的时候 只见安乐坊中 有三名黑衣人 裹挟着一个婴儿 正急匆匆地逃离 那婴儿 已然是被什么迷药给弄晕了 不动 不吭 黑衣人还在相互责骂 你他娘的放个迷烟都能被发现 还不是因为你下手早了 没等人彻底晕倒就抱孩子 都闭嘴 赶紧走 要是被安乐坊的居户包围 那可就糟糕了 夜游神心中一喜暗想 终于找到了 这些天 盈川郡府城中丢失的婴儿 已经多达十九名 大城皇被百姓戳着金身骂 早就发了天大的火 下令日夜游神纠察司公 务必揪出那些倒阴的恶贼 如今自己找到了他们 算是立功不小 他对纠察司的几个神力说道 你们快去回报大城皇 本神官继续跟着他们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接应的人没有 是 明摆着是夜游神要贪功 可纠察司的司公不在 只有几个神力 不敢得罪夜游神 只涌起一阵阴风 奔着城皇庙滚滚而去 夜游神心中得意 跟紧了那三个黑衣人 眼见黑衣人一行 直奔太守府大院后门 那里竟有太守府的管家路通 带人专门接应 两下里不发一言 似乎是早有安排 路通接过婴儿 看了一眼 挥挥手 黑衣人便悄然离开 路通带人进府关门 夜游神看得暗暗心惊 也飘进了府中 继续跟了下去 只见路通把婴儿 放进太守府后院的 一处闲置屋内 里面似乎还有人在说话 很快路通出来 把屋门上锁 交代几个仆役 在门口守好 便匆匆离去 夜游神穿墙而入 进了屋内 一看之下 大吃一惊 屋子内别无他物 只有床 大大小小的数张床上 睡满了婴儿 男女架起来 居然有二十个 两个老妈子坐在角落里 看管照料着那些婴儿 夜游神 几惊且怒 怪不得城中百姓 就是婴儿报官 却无济一事 原来罪魁祸首 居然就是路太守 这次偷来这么多婴儿 干什么呀 夜游神不敢耽误 扭头就走 急急奔城皇府报告 半道里 便遇上了一脸阴沉的大城皇 带着大爷二爷 三爷四爷 五爷六爷 七爷八爷 一干神将 后面还跟着日游神 纠茶司司宫 以及一众神力 寒风阵阵的呼啸而来 参见大人 见过各位同僚 夜游神连忙去参拜 查到道英的元凶贼手了吗 大城皇阴测测的问道 怀禀大人 属下查到了 是路太守 什么 大城皇也吃了一惊 恶然的看着夜游神 你查实了吗 属下 一直追踪道英的黑衣人 亲眼看着他们 跟路太守府的管家路通交接 然后那路通把婴儿带入府中 属下跟进去 在太守府后院一处屋子里 找到了共计二十名丢失的男女婴儿 竟有此事 城皇大人 如果不信的话 何以过去看看 夜游神极其愤怒地说道 万万想不到 堂堂一个风将大力 百姓的父母官居然干出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 走 都随本府去看看 大城皇实在是难以置信 一挥手 夜游神带路 七爷八爷先行 三爷四爷左右护卫 五爷六爷殿后 大爷二爷紧跟 纠叉似一种椅子拍开 裹挟起森森巨峰 朝太守府滚滚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05集 太守府中 陆通还在前院书房 对陆太守汇报工作 王爷 已经凑够了二十个 还差八十个 这实在是有点多呀 这两天 咱们闹的动静有点大 府城之内人心惶惶 都把家中幼儿看得很紧 想要再去偷啊 怕是不太容易了 要不然 小的派人 到下辖的影阴县 阳笛县 影阳县 昌县灵县 射县 去找找 陆太守皱眉道 两天才凑了二十个 你们都是饭桶吗 赶紧给我家派人手 按你说的 到各县去弄 三天之内 一定要凑齐 是 去吧 老爷 这院子里有股怪味 您有没有闻到 陆通本来要走了 突然间又回转身 嘀咕了这么一句话 陆太守照了照眉头 说道 嗯 是小姐 柜房里传出来的味道 啊 陆通 蒸蒸的 小姐屋里 这像是鱼腥臭味啊 嗯 那丫头 不知道怎么回事 自从心病好了之后 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喜欢鱼 好严猫 把家里的鸣都拙而打死 又把家里养的金鱼 都放到了他的屋里 还叫丫头到处找尔料 亲自喂养那些鱼 搞得满屋子兴臭难闻 这个 嗯 难道是 小姐感谢影神之子救治 所以 对水族 有了亲近之感 陆通挠挠头 一时间 不知该说什么 不是 赶紧过来 陆太守好像也很心烦意乱 是 陆通刚走到门口 突然一股狂风平地而起 呼的一声涌进屋内 把陆通推得连腿竖步 倒在太守跟前 烛火瞬间全灭 森寒彻骨的梁翼 扑面而来 暗中 阴影绰绰 似乎有无数人影 逼近他人 那陆通身子一晃 咚的一声 如木头般 栽倒栽地 哎 怎么了 陆太守瞪大了眼睛 伸手不见物质 惊呼声中 却觉脖子一紧 像是被什么东西 缠住了一样 寒凉至极 接着 身子一轻 恍惚间他已经看见屋子里挤满了各式各样奇形拐状的人 啊 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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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爷 陆太守一眼瞧见那郡府大城荒阴测测地站在前头 后面黑压压的也全是各式神官神将都是庙里见过塑像的 此时 郡脸色不善地盯着他 七爷手里的勾魂锁正套在他的脖子上 陆太守惊慌失措地往后看去 早瞧见自己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 跟路通紧爱 眼下的自己已经魂魄离体了 大城荒爷这是何故啊 怎么叫七爷用勾魂锁套住了本官呢 陆太守惊得头皮炸裂 他是见过大城荒的 只因常有托梦嘱咐的事情 他也认得七爷 毕竟城荒庙里的泥塑木胎个个都闪过香 何故 本府还要问你 大城荒恶狠狠地说道 你偷盗那么多婴儿干什么 是作死吗 婴儿 到现在你还装不知情 夜游神前来汇报的时候 本府还不敢相信 但是刚刚已经在你后院 找到了二十名丢失的男女婴儿 方才又听见你跟路通说的话 可谓是人赃并祸呀 夜风欲发寒凉 陆太守在大城荒的逼问下瑟瑟发抖 回首望了一眼自己的曲窍 他惊恐到了极点 反而索性豁出去了 他咯咯宁笑两声说道 不错 不错是我干的 城隍爷 但是你不能管哪 这话说的奇怪 大城荒冷笑道 本府受一郡百姓香火情 就要庇护一郡百姓 你是太守 你不要脸 本府还要脸 老五老六 给他上家上锁 带回宿报寺 先过一遍游过 再上报首座城隍 托蒙皇帝 由朝廷发落 是 金家银锁二位爷 应声出脸 阴瑟瑟地笑着 就准备上前套神器 大城荒爷 我是为了你好 陆太守高声叫道 你知道这些白日鹰 是给谁准备的吗 大城荒一睁 点点头道 原来你还不是幕后元凶 我还正奇怪 你要这么多婴儿干什么 说吧 本府倒要看看 是谁能指挥得了 你这封江大利 做下这种猪狗不如的事情 是影神 陆太守不敢再憋着了 叫嚷道 影神过年 要一百个白日鹰享用 大城荒惊住了 一肝神官神将也都怂然 寒风暗落 众神 众神好像又变成了庙里的泥松木胎 各个呆滞 一动不动 陆太守的胆子又回来了 他黑黑一笑道 大城荒爷 如果不信我的话 可以发寒问问影神 又或者问问 他的公子金先生 金先生这两日啊 都在府城 为老百姓治病呢 大城荒的嘴唇 捏如了几下 但还是没能说出话来 大城荒爷呀 陆某在太守任上多年了 您也是了解的 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啊 还请高抬贵手吧 说到底呀 陆某还不是为了孝敬诸位神奇呀 大城荒爷放心 您老人家如果有什么需要的 自己有不好动手办的 也可以交给陆某 陆某 帮您办的妥妥当当 陆太守越说 越觉得胆气壮实 原本高楼的魂痒 现如今一站的挺直 还扯着扯脖子上的勾魂锁 冲黑无常笑道 启爷 松开吧 时间长了 身子都凉了 万一回不去啊 以后还怎么共事啊 黑无常扭头看向大城荒 大城荒 颓然的挥了挥手 黑无常 当即受了勾魂锁 默默无声的 站回到大城荒身后 你告诉金先生 本府在城荒庙等着他 那些婴儿你照看好 死一个 本府仍旧不会放过你 至于本府自己 没什么需要你帮忙的 大城荒脸色铁青的说完 转身拂袖而起 神官神将们 结起阴风 簇拥着大城荒 滚滚而去 在影川郡里 天大地大 到底还是影神最大呀 陆太守冷笑一声 回头赶紧又钻进了 自己的躯窍中 片刻之后 他从地上 嬉嬉嬉嬉地爬起来 摸黑点燃烛台 又把陆通给踹醒 陆通哆嗦着说道 老爷 小的刚才出门 好像撞到鬼了 然后就做了个噩梦 老爷 会不会是咱们 缺德事干多了 快有报应了 你撞到的不是鬼 是神 陆太守一副 不以为然的神情 淡淡说道 大城荒爷 刚才带着神官神将们来了 大城荒爷 陆通脖子一缩 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他老人家知道了咱们做的事情 过来问问 我说清楚了 他也就走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零六集 走了 陆通难以置信地环顾四周 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 颤唯唯闻到 他没追焦 追究个屁 他敢管影神的事情吗 混吧 陆太守骂道 没出息的东西 赶紧去把百日英给凑齐 要不然 就不是做噩梦那么简单了 是 过来 要是遇见金先生的话 告诉他 我有钥匙相伤 请他过府一趟 是 陆通一溜小跑出去了 陆太守摊坐在厅中椅子上 仰面闭目 只觉得浑身发软 一头冷汗 被钩魂锁套住脖子的感觉 实在是太恐怖了 那种深入骨髓的寒意 他再也不想体验 第二回了 院中传来一声清响 似乎是什么东西落地的动静 陆太守睁开眼睛一看 却是金先生 飘然进来 哎哟 金先生 陆太守喜出往外 这主心鼓来了 看来大城皇把你吓得不轻啊 金先生 瞥瞥了他一眼 金先生 都知道了 陆太守先是一愣 继而敬佩地说道 哎呀 魏捕先知 金先生 真是神通广大呀 金先生淡然一笑 他倒不是魏捕先知 是同院子里的陆小姐 用鱼形玉配告诉他的 你把家父说出来了 金先生 驱看着陆太守 陆太守脸色猛然一白 随即苦笑道 这 哎呀 大城皇很不高兴 发了大脾气 黑无常的勾魂锁都套在我的脖子上了 说是要把我的魂给勾走 还说要送去素包厮下油锅 我也是没办法呀 知道了 大城皇还要我去见他 对对对 他有什么好见的 他也不够格 让本身君亲自登庙拜访啊 若是不服气 还来找你的麻烦 你就叫他到影神水府 去见我爹 这个 陆太守一脸苦笑 想心想 哎呀 你们神仙打架 我一个反复俗子跟着造一样啊 你尽管放一百个心吧 他不敢拿你怎么样的 金先生黑黑一笑 又问道 白日英 凑够二十个了 是的 需要加快一些呀 是 对了 我还有事问你 府城中 还有像令千金陆小姐这样的人物吗 陆太守愣住了 像小女一样的人物 啊 就是书香门底出来的温婉小姐 知书大理 冰雪聪明的 金先生 双手按压着自己的太阳穴 猪着眉头 我还要有香气的人啊 我烦透了 要有香气的人啊 陆太守听得摸不着头脑 这 这治病 还要挑人 还要有香气的人 哪个姑娘身上没有香气啊 这个书香门底出来的 知书达理的 冰雪聪明的 这个确实不多呀 东城 王园外家的 去过了 那个 西城赵园外 也去过了 陆太守一连提了几家大户 金先生都说去过了 到最后 陆太守也一连无奈 贪手道 那就是没有了 还说什么影川郡 地劫人灵 物华天宝 看来也不过如此嘛 对了 陆太守突然灵机一动 记上心来 还有一个 也是书香门底出来的 算是知书达理 也冰雪聪明 但不是个小姐 是个夫人啊 夫人 那是半老徐娘了吧 金先生嫌弃地说道 不老不老 一点也不老 陆太守笑眯眯道 郡城 陈太清的夫人 虽说有三十六岁了 他保养得法 看上去啊 也就二十出头 寻遍复城 都找不到 比他更好看的女人 就连生下的儿子 都是城里有名的美男子啊 他最近 思念儿子成吉 正好需要 金先生去治病啊 最关键的是 他香啊 听说未出阁的时候 归名就叫阿湘啊 是吗 金先生眼睛一亮道 好 明早我就登门拜访 天色大亮 杨迪县通向影川郡 府城的官道之上 来往客人落意不绝 但如果谁在行路的过程中 能仰面往空中张望几眼 或许能看到一个黑点 在云层之中来回穿行 那正是陈一山 设着无垢道长在飞 且说清晨 天刚微微发亮 陈一山就坐到了 无垢道长的床头 直勾勾地盯着他 道长啊 咱们该启程了 无垢道长一夜胆战心惊 没敢睡着 顶着两个黑眼圈 心里发毛 颤为微道 是啊 县长 咱们该走了 陈一山急不可奈到 哎呀 那我设你吧 无垢道长毛骨悚然 连连后退 缩在墙角里瑟瑟发抖 县长 不 不好吧 哎呀 很好的 你感觉一次就知道了 陈一山黑然笑着 上前蹲下身子 凑近了无垢道长 你多做什么呀 真的不用害怕 不不不 县长 贫道 从来没跟男人干过这种事情 贫道害怕 贫道还是第一次 哎呀 说实话 我也是第一次 你 你千天夜里不是叫 哎呀 那不一样 陈一山拍了拍 无垢道长的肩头 温和地说道 准确来说呀 对人是第一次 千天夜里 我舍的是鱼 还有一块大石头 它是对人嘛 哎 我也很有把握 所以 道长请放心吧 无垢道长惊呆了 县长 对 对鱼 对 对 对石头 你也下得去手 那有什么 陈一山不以为然的 试炼而已嘛 活物 死物 走眼试试 无垢道长快吓哭了 仙人 都这么彪悍的吗 哎呀 来吧 道长 陈一山实在是 等得不耐烦了 一把抓起无垢 就往外拖去 无垢道长尖叫了起来 县长 县长 你要去哪里啊 实在是要对贫道下手的话 也在屋里吧 陈一山摇摇头 在屋里怎么睡呀 要到空旷的地方去 无垢道长一手扯着床腿 一手抠着地板放 我不要啊 陈一山满脸古怪 我都不知道你害怕什么 道长 你一向不是很大胆吗 无垢道长泪水连连 这种事情谁不害怕呀 仙长啊 我求求你了 就算你非要强迫我 也别在外面 会被人看到的 陈一山微笑道 哎呀 放心 很快 应该不会有人看到 就算被看到了 也没什么所谓 大概 还会很敬佩我们两个吧 乌垢道长快崩溃了 呀 县长啊 你是不是对俗史之人 有什么误解呀 这种事情 怎么可能有人会佩服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07集 哎呀 少啰嗦了 赶紧走 陈一山彻底失去了耐心 稍稍一用力 乌垢道长抓床腿的手 也松开了 抠地板缝的指甲 也绝了 整个人大摆成一个铲子 被陈一山 拖出去了 咦 那是陈先生吧 被拖走的不是天保大法师吗 哎 就是啊 怎么像死猪一样 被陈先生拖出去了 大法师好像还在哭啊 哎 嫂子 出去看看 怎么回事啊 归来客栈的掌柜跟店小二 还有一帮看热闹不见事大的客人们 议论纷纷都尾随了出来 吴够道长伸手捂住了脸 那屈辱的泪水 溢出了指缝 说好的 不会被人看到的呀 我以后怕是再也不能见人啊 陈一山倒是没那么多过路 出了客栈便松开了手 吴够道长像死狗一样趴在街面上 浑身还在抽出 要开始了 别怕 陈一山轻轻说了一声 吴够道长头皮炸裂 下意识的就准备贴地爬走 却见陈一山整个身影呼的一声 直挺挺的声腾而起 竟无风起 也无波澜 惊恶声中 吴够道长只觉一股极大的犀利裹身而来 整个人也不由自主的 升空而去 哇 老天爷呀 上仙了 陈先生带天宝大法师飞天了 那个白衣的仙人是谁呀 这白衣仙人是陈先生 是陈先生 住在我们归来客栈的 好近啊 地面上看热闹的人发出阵阵惊呼 无数少女 妇女 老奶奶 都满眼惺惺地望着长发飘飘 白衣洒洒的陈一山 看着她渐渐升腾至云端 然后变成了遥远高空中的一个小黑点 最后彻底消失不见 众人意犹未尽地簇拥着归来客栈的掌柜 有羡慕有羡慕的 有羡慕的 又暗自生气的 恭喜啊 店里住进仙人了 哟 以后您这地方算是有仙气了 家里祖坟冒清烟了吧 还不赶紧拜拜 也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 仙人居然会住他家 我们月来客栈差吗 归来客栈掌柜激动得热泪盈眶 手足无措地给众人团团作医 说的什么话自己都不清楚了 又着急忙慌地呼唤店小二 快快 你去请除掌柜来 他的字全具有名 要他给咱们客栈重新提名 啊 啊什么啊 咱们店都住了仙人了 以后还能叫贵来客栈吗 叫仙居客栈啊 对对对 要叫仙居客栈 店小二听得眼睛大放异彩 还是掌柜的肚子里有墨水啊 不过 处园外架子大 得掌柜的亲自去请吧 你个蠢才 你告诉他 咱们店里住进了仙人 当街匪生 看他来不来 我还要沐浴更衣 摆设相案呢 是是是 掌柜的英明 还有 请了处园外之后 你再去把吴画式请来 要给那位陈仙长 还有天宝大法师画像 以后就供在咱们客栈 偶尤咱们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主仆平安啊 是是是 店小二笑得一脸痴响 萌不迭地去了 掌柜地养着脸子 挺着肚子 背着双手 买着四方布 得意洋洋地 从众人的环绕中穿过 扭头挥手 哎呀 都散了吧 散了吧 闲人嘛 不稀奇 我家客栈 得常客嘛 去 去 空中 无垢道长 痴痴呆呆呆 望着人世间 小如止度的山城 带子式的川流 感受着 藤云家屋的刺激 脸颊被风刮得生疼而不自知 许久 他才如梦方醒般地 看向了陈毅山 乐乐道 仙长 您说的舍 就是这个意思呀 是啊 陈毅山突然间也意识到了什么 古怪地看向了无垢道长 你以为呢 贫道 贫道还以为 是仙长 要拿剑射我呢 无垢道长 毕竟是凡夫俗子之身 没有灵气庇护 陈毅山也不敢飞得太快 眼见他脸上 都被风刮出了血痕 浑身也冻得瑟瑟发抖 陈毅山当即缓下速度 徐徐而行 影川郡俯城 已经很近了 陈泰青这一天起得很早 自打从云梦山死里逃生归来之后 他就没有这么早起过 一来是经过这些天的休整 身体彻底恢复了 二来是天色还没有亮的时候 他就听窗外枝头上 有喜鹊在不停地叫唤 似乎是预示着有喜事临门 他那颓唐多日的心情 终于有所恢复 陈夫人倒是每天都醒来很早 只是仍旧沉浸在思念儿子 担忧儿子的悲伤中 不能自拔 对镜贴花黄的时候 他还禁不住地落泪了 阿湘啊 不必担心 陈泰青看见妻子脸上的泪痕 心疼不已 他爱恋地喊着妻子的闺蜜 温柔地说道 等大年祭祀祖宗的时候 我会再要求一下曾祖父 让他发香 跟叶南星说说 放过我们的儿子 无论如何 我都会再去云梦一趟 亲自把儿子接回来 无论死活 咱们一家三口 都死守在一起 辛苦夫君 陈夫人也不忍丈夫为自己担忧 那一声阿湘 也激起了她的少女情怀 起身 她乖巧地点了点头 轻轻依靠在丈夫 结实宽阔的胸膛上 温柔一笑道 夫君 你也该去衙门报道了 回来这许多日子了 跟陆太守不照面 怕是不好 我知道 就是打算去的 其实给你整理衣冠 陈太清看着妻子 为自己穿官服 正官帽 心中韵贴 眉头却紧锁到 这几天啊 我闭门不出谢绝剑客 也断了外面的消息 刚才却听见几个小丫鬟在外面嘀嘀咕咕的议论 原来啊 咱们府城里闹大祸事了 什么祸事 说是咱们府城接连丢失了二十多个婴儿 陆太守却无能为力 百姓们人心惶惶 闹得厉害 甚至还有人去城隍庙砸拱桌 这还了得了 陈夫人听得心头一紧 我会是妖孽作祟吧 不管是妖孽还是歹人 我定然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陈太清冷笑道 说起来啊 老天爷是真不想让我歇着呀 才几天而已啊 就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陆太守啊陆太守啊 他可真是个废物 是 夫君禁言 陈夫人连忙劝道 小心隔枪有耳 被人听到 哼 被人听到又如何呀 传到他耳朵里我也不怕 陈太清狠狠地说道 他就是个尸位素餐的东西 精神他底 搜刮他底 独闲技能 他第一 残暴不认他第一 除此之外 无可称道 过了年 如果朝廷再不把这么个东西弄走 我就请辞 尹川郡 一郡百姓的安危都细于夫君身上 夫君要是刺官不作 那这百姓于何地 哎呀 说归说 我也是分分不平啊 满肚子牢骚 无处发泄罢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08集 陈夫人帮陈太清理了礼鬓角 笑语款款的 夫君是大丈夫 心胸四海如天 容纳万物 不会放不下一点不平之念吧 快去衙门吧 百姓还等着你 为他们排油解难呢 陈太清正要跟妻子化别 府中管事的 却跑到堂外大呼 小叫道 哎 老爷 夫人 喜事啊 天大的喜事 夫妇两个一愣 都慌忙出去 直见管事的满脸兴奋 正在院子石榴树下 乱蹿乱跳 陈夫人张嘴就问道 是 是义山回来了 不是 管事的略显尴尬 但随即又兴奋到 禀老爷夫人 是神仙要过府啊 方才老门子通报说 在咱们府城 下凡救这百姓的活神仙金先生 来咱们府上了 什么活神仙金先生 陈太清胡一道 哪里来的 便是招摇撞骗的江湖骗子吧 不是骗子 那是货真价实的 影神府小神军啊 管事的知道 自家老爷这几天 断了外界消息 不明所以 连忙解释道 据说啊 是为了回馈咱们影川军百姓 多年来对影神供奉的相伙情 小神军特意临番 为百姓解纳 陆太守都亲自下了告示 广而告知百姓呢 陆太守都下告示了 是啊 陆家的小姐 不是害了相思病吗 被金先生治好了 还有东城王园外 西城赵园外 城外的柳庄主 都得金先生过府而病除啊 金先生还在城中施展神通 枯草抽薪 死于复生 满天云霞 红光绕身呢 许多百姓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些天 为了登记姓名 求得金先生上门 都不知道打了多少架呀 哦 陈太清吃了一惊 之前天上出现的异响 就是金先生施展的神通 正是我的手段 哈哈哈哈 一声轻笑 早有个潇洒男子 飘然落入庭院之中 一身金缕玉衣 在晨光的照应下 熠熠生辉 淡红色的长发 无风自动 一双毛子 灿然寒光 你 你就是小神君 金先生 陈太清惊愕地看着来人 是我 陈俊成英雄之名 应身水腑 也早有耳闻 今日得见 名不虚传 哈哈 亏不敢的 陈太清既惊且喜 一眼望去 就知道金先生绝非常人 他连忙说道 清晨听闻喜鹊教育之头 陈某还不知道 是什么贵客临门呢 却不想 竟是小神君要来寒舍 真是三生有幸 彭帝生辉啊 说话间 陈太清连连拱手 又深深意义 君诚客气了 我是特意为君诚家 排忧解难来了 金先生微笑着上前 目光却早瞥向了陈夫人 陈夫人避讳 转过脸去 却仍旧露出 白皙盈润的脖颈 看得金先生心中一动 再打亮陈夫人的腰身纤细 身段玲珑婉 果然如少女一般 嘴里说道 夫人因子生忧 还心病于身 我可以帮忙解之 真的 陈太清喜出往外道 我们夫妻 确实因为爱子的缘故 欲结于心 但病根在于爱子 却不在我们夫妻身上 如果爱子 能保平安归来 我们夫妻又能有什么忧愁啊 那自然是万病全消啊 只是 只是爱子 他的情况 很棘手啊 好说 有我在 一切便都好说 金先生缓缓凑近了 陈夫人 身秀 好香 果然好香啊 比陆小姐 还有香甜的魂魄 哎呀 金先生本来正正经经的说着话 突然就变得形貌古怪了起来 陈太清大为吃惊 一把将爱妻挡在身后 警惕地看着金先生 小神君 这是怎么了 神道小树 一袖之戎哭 只是探看一下 尊夫人的秉音呢 金先生连忙收敛行迹 高深莫测地微笑道 你们是要儿子平安归来是吧 很好办的 神君送人当真 陈夫人惊喜交加 扯着陈太清的官服 半露出一张脸来 期盼地看向金先生 这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样子 看得金先生都禁不住一呆 脸颊白里透着红润 细眉淡淡 明眸清凉如水 真是美丽啊 果然是许娘不老啊 陈太清这丑男人 不知道秀了多大福分 才却来如此一位人间妙女子 神道不妄语 一颖神府的神通 救回一个凡夫俗子 那是何等容易啊 金先生淡淡一笑道 只是 陈夫人需要配合我做一些事情 还不知愿意不愿意啊 神君请讲 陈夫人激动地声音颤抖 只要能让我儿平安归来 亲身做什么都愿意 这块鱼形玉配 夫人先拿着 金先生递上了一枚 精盈剔透的玉 这是 影神府的神迹 拿着吧 陈夫人稍稍迟疑着 从陈太清背后伸出鲜鲜玉手 接住了 金先生心中微微得意 看来又要得手了 夫人能否发个誓 为儿子平安归来 即便是身魂两宵 也在所不惜啊 先生 且慢 陈太清听了半天 终于忍不住察言道 金先生 敢问内子 为什么要发这种毒诗啊 令公子的事情我已知晓 神中妖毒 性命昭不保夕 被仙人带去仙山救治 是也不是 是的 只是那救他的仙人 也无能为力 只能千言十日 勉强续命罢了 陈太清说着 又不禁眼圈发红了 仙人无能为力 金某却有神通啊 只是 金先生对起满脸的严肃 欲言又止地叹息一声后 缓缓说道 哎呀 只是 想要救令公子回来 仍然是天大的一桩男士 毕竟啊 他几乎是要死了 救他 也算是令死人复生了 我虽能做到 此举却又为天道 这违背天道 纵然是神奇也会受罚呀 三灾降临 神也难抵呀 所以 必须要其生身之母 以自己的性命骑尸 如此 才能感动天地 使上苍 不将三灾责罚于我呀 是吗 陈太清还有些不信道 那就让我这个 做父亲的来发誓吧 你却不行啊 金先生心中暗了 嘴上冷冷说道 怀太十月 艰难认身的不是你 是他 算了 夫君 还是切身来吧 臣夫人无所畏惧道 为儿子发个毒誓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何况 就算这毒誓不发 你我心中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为了儿子 咱们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舍得做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零九集 陈太清苦笑一声 纵然是无用 我也要跟你一道发誓 咱们夫妻 本事一提呀 陈夫人紧紧地握住了丈夫的手 金先生心中银银冷笑 我要的是香甜的灵魂 臭男人 不知心底何等握住 干了多少难保女城的猥琐事 这个时候操什么热闹 却暗中 悄然对陈太清 嗅了一嗅 竟也如此香甜 金先生头脑中一阵悬晕 脚步虚幅 颠倒树步 险些摔倒 他哪里知道 陈太清为人向来极恶如仇 刚之不恶 平生为国为民做尽好事 大势大非跟前从不含糊 小错虽有 却从没有过奸恶心思 更没有做过什么龌龊猥琐的事情 虽是凡人 却精神纯正 灵魂成静 犹在其夫人之上 金先生感觉快要不能自持了 他恨不得立刻就吞了陈太清 你这个人是天地之间的智卫呀 金先生 你 您这是怎么了 陈太清看得突然目斥神乱 面色阴晴不定起来 心中一个疙瘩 暗暗已经起了怀疑 思量道 怎么这个小神君的行致 如此是吗 无 无碍 我只是被感动了 金先生勉强设定心神 暗下贪婪 又拿出一个鱼形玉佩 递给陈太清 俊成大人这番情意 真是感天动地 尊夫及二位 一起发誓的话 怕是更能感动上仓啊 还请俊成 也手持这枚玉佩 这是我影神府的神迹 和报平安用的 陈太清 见爱妻手中有一个自然是毫不迟疑的野 接住了 我们父亲一起发誓 但愿儿子平安归来 夫妻两个都一手握着鱼形玉佩 另一只手举起来 要对天发誓 金先生瞪大了眼睛 嘴角又有晶莹的口水溢出 快些吧 这对妙人都归我了 且慢 眼瞧着陈太清夫妇要对天言事 忽然传来一声娇吱 连带着一阵疾风过来 惊得夫妇二人都愣在当场 谁 金先生怒不可遏的寻声望去 却见院里闪尽两道倩影 声音清脆的 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 他是在汉人性命 叶 叶南兴 还有你 陈太清恍惚之下 一眼认出来人是叶南兴 还有那个在云猛山上 对自己百般折辱的羽青 你们怎么来了 我儿子呢 陈太清寂惊且怒 立刻阴沉了脸色 叶险恶既然不愿意救我儿子 请还回来 掌教献尸他 他没在家 叶南兴和羽青呆住了 陈太清觉得莫名其妙 什么掌教献尸 我问我儿子在哪 叶险恶 求求你 把日子还给我们吧 陈夫人也哀求了起来 叶南兴和羽青面面相去 合着 掌教献尸真的 根本就没回来 哎呀 哎呀 老 老爷 夫人 老门子气喘吁吁的跑了过来 拱着腰伸手一指叶南兴和羽青 艰难的说道 这两个女子 有失心疯 犯了话 滑石病 天天跑咱们府门口找公子 还还找找老爷 小的就没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今天他们俩又跑来了 小的不放他们进来 他们居然硬撞进来了 陈太清目瞪口呆 这说的是什么跟什么呀 叶县额呀 昨日一别念念不忘 还有羽青小县女 我们又见面了呀 金先生的好事被绞 本来勃然大怒 心中早起了杀机 可一看竟是叶南兴和羽青 顿时转怒为喜 又发了好一会儿电话 这片刻间才勉强镇定下来 三个美人 一个俊男 两仙两凡 精气魂魄 都是极品 在算上之前收集来的 享用之后 神道经济 追上老爹 指日可待呀 今天 注定是大丰收啊 臭金鱼 你离我远点 羽青看见金先生 就气不打一出来 虽然知道打不过 可嘴上不能输 金先生愕然 面孔隐隐扭些扭曲 你 你敢叫我臭金鱼 我哪里臭了 我的灵魂跟你一样 也是香甜的 羽青有些畏惧了 一缩身子藏在了 叶南星的身后 嗖的一声 叶南星飞剑出窍 盘旋在盘空中 摇指金先生 金先生 黑然一笑 并不以为意 叶仙俄 以何为啊 叶南星 一双兴眼 死死地盯着他 满身的戒备 嘴里 却对陈太清 夫妇说道 陈俊成 陈夫人 掌教先是原本 跟我们师徒二人 一起回应川俊的 原以为他早就在家了 现在看来 或许是途中 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至于掌教先师 并未归来 不过你们放心 有我们师徒二人在 绝不会让这金先生 祸害你们的 他直到现在才明白 掌教先师 并没有一直 避而不见他和于晴 老门子也没有说谎 这让他反而有些高兴 毕竟陈一山 避而不见他 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陈太清 看着金先生 再看看叶南星 又看看于晴 握紧了拳头 什么掌教先师 我只问我儿子 哦 令公子 就是我们掌教先师 叶南星解释道 我是他的弟子 于晴是他的徒孙 陈太清 怀疑自己幻听了 可却看见 于晴忙不迭地点头 还舔着笑脸 对自己说道 按照辈分呢 我要叫您 他爷爷呢 他爷爷 以前在云梦山上 于晴得罪您了 可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您不会生气的 对不对 陈太清脑海中 嗡的一声响 蒙了半天 伸手抓挠抓挠头发 难难道 你们两个 到底在捣什么鬼啊 陈夫人也听得莫名其妙 胡思乱想中 心下猛然一阵怂然 她颤声道 我 我那苦命的孩儿 是不是已经不再忍事了 所以 所以你们 叶南星笑道 没有的事情 掌教仙师先法无边 早就已经自己解除了妖毒 怎么会不再人世了呢 他是比我们更高阶的仙人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陈太清根本不信 我 我儿他才上云梦多久 怎么可能变成你们的掌教仙师啊 好了 金先生在旁边阴沉了脸 痴痴笑道 你们杂七杂八的 说些什么呀 当我不在了 叶险王 你两次坏我好事儿 这该怎么了结呀 叶南星冷冷道 坏你好事 你做的是好事吗 那 于我而言 自是天大的好事 叶险王 你 还有宇晴小姑娘 都跟我回应深水浮吧 叶先生年纸一缕禀发 故作潇洒 买不上钱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你站住别动 叶南星束手一招 飞剑刷的落在身前 悬浮不动 剑剑对准了金先生的咽喉 左手持浮沉 白毛三千 根根绷直 如针一样 也对准了金先生 一双妙目圆正 满眼都是寒霜 雨晴也跳了出来 手持铁剑 侧应在 叶南星的身旁 他原来的飞剑 被陈一山 丢进了云莽泽中 这把铁剑 只是繁品 前些日子才买来的 用来凑数而已 金先生 完全不把他们 仕途二人放在眼里 撇嘴冷笑 哎哟 叶仙额 要对金某动手了 叶南星森然说道 叶某的飞剑 三年不曾沾染红尘 难免斑驳 若也神喜 倒也可成一块 金先生呵呵笑道 叶仙额 金某对你一见倾心 只想着一亲方子 倒没料到 你这么狠心 居然想饮我的血啊 叶南星面色微红的 脆了一口 呸 恶心 金先生无言 陈太清夫妇两个 却惊在当场 他们今天难以理解的 事情太多了 思绪完全乱了 臣服管事的 还有老门子 也被虎得面无人色 不少丫鬟 仆役远远望着 都不敢靠近 叶南星见金先生 目中的金光越来越盛 知道一场恶战 大概是避免不了的 他心中忌惮 隐隐又有些懊悔 我怎么就头脑一热 听陈太清夫妇出头了 虽说认了陈一山 为长教先师 与陈家有了关系 可万一死在这儿呢 雨晴 你带陈俊 长还有夫人离开 她吩咐徒弟她 是师父 雨晴伸手扯住了 陈夫人的手 太奶奶还有太爷爷 你们别站在这里 那个臭鱼最带毒了 陈夫人茫然的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太奶奶 那个金先生是恶神 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 做的却是收集 精气魂魄的勾当 只要是接了他的 于行于佩 自愿发誓 献解出自己的灵魂生命 就会死的 陈太清夫妇 两个精的面无人色 手中的于行于佩 不约而同地丢在了地上 嘿嘿嘿 金先生一声明笑 于晴小姑娘 你以为 你说出来我的神术 就能救他们了吗 凡人欲望深重 为情为义 所求者神诺 是最好骗的呀 我甚至都不必 用神术蛊惑 他们就能自愿发誓 献祭身魂 你以为 你拦得住吗 于晴恨恨的 在那两块鱼形玉佩上 踩了几脚 碾得粉碎 然后讥笑道 哼 现在 我不是已经拦住了吗 好 好 好 金先生被彻底激怒了 厮声说道 先到一非人 弱肉被强食 不用要输 强取了你的精气魂魄 也不受散灾成绩 吐的一声 金先生口中吐出一个水泡 迎风变大 瞬间便有 杖鱼高低 迅速朝着 雨晴过去 夜南星 扶袖一挥 飞剑 急驰而去 一声爆响 剑盲贯穿 水泡 应声而泼 空中瞬间 弥漫起一股 腥臭之味 你们快走 夜南星叫道 臭金鱼 真是臭死了 他爷爷 他奶奶 快跑吧 雨晴在旁边 眼鼻而骂 一手扯着 陈太青 一手扯着 陈夫人 往远处逃去 不许这么说我 金先生似乎是 最忌讳别人 说他臭 心态崩掉了 恶吼声中 那双眼外骨 眼皮消失 俨然已经恢复了 他的本相中的 金鱼眼 接着哗啦一声响 上下嘴唇突爆 一张硕大的鱼嘴 也跟着出现 摇头慌脑中 脸成突面 耳朵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两片腮盖 在一仙一合 头顶上还有肉球骨包 双地化为胸起 左右扑山 唯有腹部以下 还是人身 为其如此 欲发险的恐怖之际 一串气泡 从他口中吐出来 阴测测的笑声随即传出 还是这样舒服呀 一妖 一妖怪呀 老门子还有管事的都吓晕在了地上 远处的丫鬟 仆役也都尖叫着一哄而散 陈夫人虽然已经躲在了远处 可看到这一幕时 仍旧险些晕阙 如果不是被雨晴扯着手 连站都站不稳 陈太清 把爱气往后一放 伸手拔出剑来 杀气腾腾的就准备杀过去 却被雨晴一把扯住 太爷爷 你干什么 哎呀 我去除妖 你打得过我吗 陈太清被问得老脸一红 当然是打不过的 不然在云梦山上 也不至于被凌辱了 连我都插不上手 太爷爷 您也好好待着吧 雨晴心中也极为恐惧 难难倒 长久些事如果在的话就好了 一怪都怕他 死臭金鱼肯定也不在话下 一扇他 他真的没事了 陈太清仍旧是难以置信 雨晴还没有回答 雨晴扑的一声破空之音咒哑 金先生的金鱼嘴里 喷出一道水柱 脾炼般的习想夜难行 半人半鱼的金先生 也猛然间跃起 裹着一阵静风 朝夜难行扑去 夜难行拔底而起 悬疑烈烈作响 蹭地踏上飞溅 斜斜升空 抵开了金先生 那水柱鸡在地上 轰然作响 炸出一道触目惊心的深坑 陈太清脸色巨变 知道这金先生 已经远非自己之前恶战过的 任何一个妖孽可比了 鸡 夜难行脚下一灯 飞剑爆射 化作白芒 已刺在鱼头上 只听当的一声催响 鱼头上蹦出一连串的火花 却连一片鱼鳞都没有消消 金先生黑然而笑 昂首又朝夜难行奔去 飞剑回转 在夜难行将要落地的瞬间 又载上了他 迅速拔高 金先生平地而起 立在风口 扶摇直上去追夜难行 夜难行在空中瞧见 当即调转箭头 嗖的鞋飞回来 竟像是要与金先生硬碰硬的对撞 如此打法 仙额是不要命了吗 金先生也不敢大意 暂避锋芒 塞帮子里鼓出几个气泡 内中都裹着人影 却是陆小姐 赵小姐 高小姐等人的精气魂魄 被他一口口吞掉 瞬间浑身已是金光暴闪 就连鱼头也打了一圈 他转身冲夜难行迎去 夜难行见他临阵之际 吞噬魂魄 心知不妙 却也无计可施 只能是硬着头皮死拼 两下即将交锋之际 夜难行手中扶尘直驱念声 几 三千白毛暴雨梨花般射出 化作道道兴芒 冲金先生当凶席去 金先生凶起吉山 左右翻动 三千白毛金树被荡 根根飘落 树 夜难行心中默念先决 三千白毛瞬间又倒飞回来 首尾相连 纵横交错 结成一张大网 朝着金先生迎头照相 雕虫小姐 金先生浑然不惧 鱼眼暴闪 要在空中已是万道金芒 白毛化作的大网 瞬间被寸寸割裂 化为灰烬 夜难行心头矩阵 鲜血喷出一口血来 祭炼已久的掀起浮尘 算是毁了 哈哈哈哈 我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11集 金先生勾着鱼头乘风而去 呼啸声中猛然撞上夜难行 夜难行来不及再施展宪法 只觉脚下一空 飞剑被金先生给撞了出去 惊呼声中 他人已从空中跌落 进来 夜难行拂袖几招 金先生却呼噜噜地连吐 一串串的水泡爆出 将飞剑团团裹住 夜难行几次欲气 飞剑却是毫无反应 人已经无处凭借地 从数百丈的高空坠落 啊 是师父掉下来了 雨晴一直观望占据 早看见夜难行落败 一边急忙着呼唤 一边飞奔了过去 他知道 从那么高的地方急坠下来 即便是以师父养元四阶的仙道修为 也会被摔死 他要接住师父 陈太清和陈夫人仰望高空 却根本看不清楚上面发生了什么 恍惚之中 隐约瞧见一道人影急坠下来 也分辨不出是谁 但雨晴的喊叫 无疑是告诉他们 落败的是夜难行 夫君 怎么办呀 陈夫人紧张地脸上毫无血色 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 陈太清也面如死灰 难难倒 连我也无能为力 这么大的动静 但愿能招来成皇爷呀 从百余杖的高空跌落 飞剑无法接应 夜难行连尸了几个指控仙术 才勉强把坠石给减弱 遥望见雨晴 在地面上张开臂膀 要接住自己 她不禁哭笑了一声 这傻孩子 这是忽兰 能记得住吗 雨晴让开 娇斥声中 夜难行紧咬红唇 拂袖一会 一股先锋平地卷起 早掀开了雨晴 夜难行则以拂尘禀充地 一触及撒手 人横着飞了出去 看似安然无恙地落地 但拿扶尘的左手腕 却传出一阵巨头 师父 雨晴跑了过去 你没事吧 没事 夜难行把受伤的左臂 背在了身后 瑟瑟颤抖 说是没事 但手臂受伤 飞剑被困 扶尘被毁 两把仙气 尽丧于敌手 怎么可能没事 金先生暗落风头 轰然落地 大笑着说道 夜香啊 你的仙法不及我的神道啊 还是跟我回府吧 夜难行咬着一口背齿 妙目凶狠 就是死 也不会让你趁心入忆 于今 我们师徒二人 并肩作战 是 真是不自两立呀 陈以珊带着无垢道长 已然飞临俯城尽叫 正要找个僻静的所在落下去 然后步行入城 免得引起惊扰 毕竟自己就生于死 长于死 熟人极多 不同于别处 要是让亲朋好友们知道自己是个仙人 从此之后 怕是再也难得清静了 但忽然间 麻衣急阵 一道古丁 疏得闪现 色泽暗淡无光 陈一山诧异地瞥了一眼 认出那是当初从老憋口中 救下夜南星和雨晴时所结的呢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异变吗 慧眼凝视 片刻间 他心中已有所悟 是危险 夜南星和雨晴 此时正在生死关头 死缘将命 陈一山脸色已变 暗存道 我接纳如此不易 岂能让他消失 缘可起却绝不能灭 更何况 他们已经是我的徒子徒孙 谁敢对他们不理 扶手远望 府城之中 一道道神光掀起纵横交错 竟像是有神奇与仙家在祭道 陈一山心中一沉 也不落地了 设着无垢道长呼啸一声 直取城中 仙长 怎么呢 无垢道长意识到不对 夜南星有难 我们不能栩栩入城了 陈一山心中不安 脸色阴沉 他还念着另外一桩石 夜南星和雨晴 既然还都在城中 肯定早就已经去臣府找自己了 他们两个有难 那自己的父母 会不会也在危难之中呢 到底是哪个神奇 给夜南星打了起来 神光庞大 显见是神通不孝 难不成是郡府的大城皇 郡府大城皇在神庙之中早已经是心惊肉跳了 金先生并没有来见他 他也猜出是对方看不起自己 但盗英的事情不可默许更不能踪放 终有一日会东窗施发 若是自己为虎作伤 事发之日 必定落入 万劫不复之地 他盘算着得亲自去找影神谈谈 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堂堂影神又不是邪神 怎么会对自己的信民们下手呢 可还没来得及去 日游神就惶惶恐恐地来击报 大人 郡城陈泰青家中有神仙积道 什么 大城皇吃惊不晓连忙问道 你认得是哪一路神 哪一路仙吗 属下在暗中窥探了许久才来禀告 已经听见他们彼此称呼 那神正是影神之子 水府的小神君 那仙乃是云梦山 仙额夜南星 还有他的一个徒弟 叫做羽晴的 啊 夜南星 大城皇悚然动容道 他 他不是一向不下云梦山的吗 什么时候来了我影川军了 你为什么跟小神君打了起来 日游神苦笑道 哎呀大人哪 那影神之子不是善来 这几日在城中治病 此乎是诱骗凡人惊奇魂魄 今早骗到了陈太清夫妇身上 不知道什么缘故 被突然出现的夜南星阻止 不久两下便打了起来 大城皇倒抽一口冷气 难难说道 夜南星跟陈家有些怨怨 所以会出头的 那小神君岂是好惹的 日游神道 大人 管不管 管 怎么管呢 大城皇苦笑一声道 小神君和夜南星都不是善差呀 这两个咱们谁都得罪不起呀 但是如果大人不露面 日后不管谁胜谁败 是不是不大好啊 嗯 你说的是 本府到底是一城之神 如此大事发生在城中 本府若装作不知情不露面 确实不好 走吧 你去把八大神官神将全叫上 还有阴阳 纠茶 速报三思功也叫上 不管能不能管 录个面算了 哦对了 再叫上赏善思功 毕竟是关他的子孙 夜南星冲的 也是他的面子 是 太守府中 此时却是一片惊天动地的呼喊 爱好 陆小姐 死了 莫名其妙地暴毙而忘 更可怖的是 陆小姐死的时候 人完全变了性 嘴唇暴突如鱼嘴 眼珠外露如鱼眼 面不外突 两颊之上 连塞盖都出来了 脖颈周围生满了鳞片 双手变成鱼鳍 双腿缩成了鱼尾 死人 非人 死鱼 非鱼 此后的丫鬟都吓晕了好几个 闺房之中 一片兴起 臭不可吻 陆夫人晕死在门口 陆太守逃到屋外 呕吐三声 探坐在门槛上 看着面无人色的路通 难难道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一十二集 类似的情形 还发生在别处几个大户人家里 赵园外 王园外家里 一时如此 这正是金先生吞噬晶元魂魄之后 引起的连锁效应 那些被他治过病的人 晶元魂魄被他收敛在鱼形玉配之中 转而用鱼魂代替 使人变成了行尸走肉 看似无恙 其实早已亡过 金先生本来打算瞒天过海 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享用那些香魂的 届时他可以暗中驱使 愚魂寄宿的行尸走肉们 悄然离开 投营水装作失踪 如此一来 神不知鬼不觉的 就把坏事办了 也不会引起城中的巨变 人们的恐慌 但是他低估了叶南星 之前相逢 叶南星匆匆逃离 他还以为叶南星胆小 孱弱 不难对付 可是今天 叶南星居然拼了命 用同归于尽的打法跟他激斗 逼迫他用尽了神头 更为可虑的是 那个雨晴一直都没有出手 虽是个小仙女 但金先生明白 激战到最后 双方都筋疲力尽之时 任何一个微小的力量 都能改变战局的胜败 他不敢冒险 只能是提前把那些精纯的香魂给享用掉 以急早击败叶南星 结果如他所愿 叶南星迅速落败 雨晴即便也上阵 也不足为捋了 可是为此 他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想必很快 他治病救人的幌子就会被拆穿 城中原本视他为活神仙的百姓 反而会将他认定为恶神 连他的父亲影神的名声 也会受到牵连 来自父亲的责骂 成绩肯定是跑不了了 为此他把一枪怨气 都迁怒到了叶南星的身上 原本打算的是挟持叶南星雨晴 到水府里逍遥 体会过神域仙女的快活之后 再吞掉他们的晶圆魂魄 可眼下他不介意先诸仙 再去魂了 至于雨水之欢 另觅人选 叶南星跟雨晴联手 也抵挡不住金先生了 雨晴的繁品铁剑 刺在金先生身上 金先生毫发无损 雨晴的铁剑 反而断了 凶奇拍动 雨晴倒飞了出去 天旋地转 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叶南星咬牙切齿 先术失禁 终究是无法重伤金先生 一个水泡起来 叶南星再无力阻挡 砰的一声 近乎耗尽灵气的叶南星 跌坐尘埃 交喘不已 陈太清忍耐不住 怒吼一声 石简冲了上来 恶神 我跟你拼了 金先生吸的一笑 塞盖鼓动 背出一个气泡 火住了陈太清 君长 你是最香的 我可舍不得杀你 还是别闹了吧 还有陈夫人 你听话 别操这热闹 臭金鱼 叶南星看着金先生逼近 目中闪过一道寒光 恶狠狠地说道 我会凭尽最后一丝灵气 便是自暴气海 要崩落你一身欲脸 啊 是吗 那就试试看 金先生根本不怕 叶南星的威胁 都快要到 尤锦灯窟的地步了 就算自暴气海 又能有多大的杀伤力 他仍旧是 一步一步逼近 我并不该下山 红尘中早就没我的落脚之地了 这就行事 南星尽力了 勉强凝聚着最后的灵气 全然破入汽海之内 闭塞周身毛孔与经脉 就这样 报了吧 师父 不要 雨晴大哭道 叶南星那美丽的双眼中 竟是绝绝的神色 初儿 再见了 偌大的水炮 朝着夜南星过去 金先生冷笑道 我让你连自暴的机会都没有 忽有一道寒光坠落 静止穿透水炮 刹那箭尘土飞扬 烟沉四起 水炮四分五裂 化为残影 那种万道青芒泵射 森森凉意破的金先生 悚然后退 叶南星也惊恶地 扬起俏脸 是一柄剑 流光如水 清澈贱人的剑 南星 起来 雨晴 不哭 掌教先师 为你们出气来了 掌教先师 叶南星仰面看见空中两道人影宁里 一黑一白 其中蚂蚁圣学者 正是他心心念念的 陈一善 终于 等到你了 叶南星松了口气 翘脸上露出一丝如是重负的笑意 刹那箭觉得浑身上下连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可是他内心中却没有了丝毫的慌乱和不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已经真正把陈一山当成了自己的仪仗 师祖 师祖 你可算来了 雨晴伸手擦了一把泪 又哭又笑地召唤他 你打他 打这个死 臭鱼干 金先生瞪着一双余眼仰望 在艳阳高照的耀眼光芒中 两道人影 飘然而落 黑衣者是道士装扮 以须发皆乱 神色狼狈 正是被风吹乱了发型的无垢道长 落地时 猛然瞧见金先生鼓着鱼眼在看自己 不禁吓了一大跳 哎哟 好大个鱼头啊 今天是要煲鱼汤吗 说完才觉得不对 因为鱼头下面 还有半截人神 无垢道长立刻自觉地闭嘴 顺便把阴阳罗盘悄悄照在了袖子里 金先生微微冷笑 显见这道士只是个凡夫俗子 大概懂些艺术 却并不足为虑 只是那个白衣男子 年少俊俏 暮色清明 如古井无波 难测深险 背负一柄古色古香的简俏 浑身不染仙尘 以自己的神通 竟然看不透 他始先是神 是妖是魔 金先生倒抽一口凉气 敢问阁下 是何方神圣啊 一条金鱼 无非活了三百年罢了 依仗着影神的庇护 神道进步快了些 就敢胡作非为 陈一山冷笑 金先生悚然而尽 他 他怎么知道我的底细呢 儿子 陈泰青看清楚来人 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矮子 顿时狂喜 在气泡中手舞足蹈 大呼小叫 兴奋的像个孩子 陈一山指引灵气 轻轻一弹 呜的一声响 气泡崩碎 陈泰青没了束缚 灯时张开双臂 哈哈大笑着 冲儿子奔了过去 夫人也不顾女人的 矜持体面了 稍稍撩起裙摆 如飞般地跑去 夫妻两个死死抱住了 陈一山 心情在这个时候 发挥出了极大的威力 两个凡夫俗子 居然勒得陈一山 差点透不过气了 爹 娘 儿子回来迟了 让你们受惊了 有罪有罪 先别这样 臣夫人泪流满面 伸手揪揪儿子的头发 又捏捏儿子的脸 再掰开嘴 看看牙口 真的 真的是我儿啊 你这灰小子 既然好好的 为什么不早点回来 为娘日日夜夜替你担忧 想杀为娘了 是是是 都是儿子的错 母亲大人先放手 先放手啊 就不放 咱们要再好好看看 真的没事了 第一百一十三集 夜南星和雨晴在旁边 寒笑观望 这俗史之中 极其常见的天伦赤晴 原本为他们所不信 可此时此刻 他们也都不由自主地 想起了自己的一些过往 唯有金先生心中诧异无比 那白衣少年竟是一对 凡夫俗子的儿子 不是说他身中妖毒 性命昭不保夕了吗 金先生在旁边沉吟了片刻 悄然退后准备逃离 方才白衣少年一见天落 破己神通 魏力实在是太过惊人 更何况此子平须欲空 腾云驾雾并不倚仗非箭 还能代意凡人俗子 举重若轻 修为更是琢磨不透 为时可不 夜南星叫他掌教先师 语情喊他师祖 怕是仙界中的大人物 不可轻易招惹呀 还是极早的抽身为妙啊 站住 陈衣衫分开父母冷冷的看了过来 金先生身形一致 欲眼瞪大 怎么 陈衣衫面无表情 道 你欺辱我徒弟徒孙 险些要了他们的命 又用神通求困我的父亲 如此作为 还想一走了之吗 师祖 他 他要害太爷爷太奶奶的性命 如果不是我和师父来得及时 你就见不到他们了 语情趁机天游家族 落井下石 陈衣衫略略一争 才明白 语情口中的太爷爷太奶奶 是自己的父母 这个语情啊 真会顺杆爬呀 他只觉得片刻的好笑 随后便是无穷的后怕 和天大的怨怒 是啊 若是我回来晚了 会有什么后果 年南行语情性命出一位 父亲被禁锢 家里丫鬟仆仆役不见踪迹 只有老门子和管事的晕死在地上 很好 不知我陈家何事得罪了影神府 以至于你如此相待 私生质问中 陈衣衫浑身灵气暴胀 澎湃如同泉涌 鼓掌的蚂蚁烈烈作响 插在地上的悬婴灵箭 也嗡的一声跳起 环绕着金先生那颗 斗大的鱼头嗖嗖悬飞 发出阵阵争鸣之音 肃杀之气瞬间弥漫了整个院子 金先生心底一沉 强笑道 陈先生一切皆是误会罢了 看在家父的面子上 你我不打不相识 叫个朋友如何 师祖 这条臭金鱼打着治病救人的幌子 在城中装不作样地给百姓们看病 其实是诱骗凡人 献祭金元魂魄 这几天害了好多人了 他还骗太奶的他爷爷献祭性命呢 你可千万不要饶了他 雨晴说完 长吐一口浊气 感觉大愁得报 神清气爽 臭金鱼 看你还怎么猖狂 陈一山的暮色阴沉到了地 心中原本还存留着网开一面的想法 也尽数消退 死盯着金先生 他语气森然道 既如此 你 自尽吧 啊 啊 你 你要我自尽 啊 哈哈 金先生像是听到了天底下最滑稽的语言 笑不可 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风声将金先生的笑淹没 天空突然阴暗下来 大片阴云遮天蔽日 云积在陈府的上空 无边寒意铺天盖地地落下 陈太清夫妇二人早瑟瑟发抖起来 便是无垢道长 也脸色大变 是妖怪吗 他迅速掏出两枚铜钱 照在眼上 用艺术去窥看 呀 以往之下 无垢道长头皮炸裂 那阴云寒风中竟站着密密麻麻的人都忐头忐脑的往下观望 其中 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 金家银索赫然在列 这几位爷几乎在各地城隍庙里都是一个办相 以下道人做噩梦为目的不难辨人 还有个打着日游神牌的不用想那肯定是日游神了 至于说谁能出动这么大的阵仗只能是郡夫大城隍呢 无垢道长有些激动 陈先生到底是本地土著啊 一回来就劳动大城隍率领和服神官神将亲自迎接呀 陈一山叶南兴 雨晴金先生也都看见了心情各异 大城隍 金先生抢先说道 我乃影神西夏小神君 与这位陈先生产生了些误会 你来得正好 还请为我二人调和调和呀 大城隍早看到了底下的阵仗 头皮发麻多时了 他心中深深懊悔 哎呀 真不该听日游神的话 来趟这趟浑水呀 原以为只有云梦夜仙鹅和水府小神君祈祷 自己过来露个面 能调和就调和 不能调和的话 也可以保持中立 双方互不得罪 可谁承想来了之后 却发现底下竟然还站着一个惹不起的角色 根本不用介绍 见惯风雨的大城隍一眼就能看出 那个身穿蚂蚁的俊俏少年狼是比叶仙鹅小神君更可怕的存在 本府的阴阳眼望穿秋水 却看不到人家的修为 这足够说明一切问题了 对方不是本府可以撩拨的存在呀 看 木控一切的小神君居然开口示弱 到本府替他求情了 哎呀 怎么办呢 本府这点薄面 还值钱吗 大城隍 他还没有发话 陈一山就先朗声说道 陈某 乃云梦掌教先师 你来得正好 这位影神府里的小神君 乃是一位恶神 他在城中兴风作浪 以致病救人为幌子 诱骗百姓献祭性命 他好收集晶元魂魄 你身为一城之神 难道不知道吗 大城隍一阵头大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本来面子就不值钱 还被人家用话堵住嘴了 本府还能不知道 他是恶神 能不知道 他在城中兴风作浪 他不但干了这些坏事 他还在盗取百日英呢 可本府能怎么办 他爹是影神呢 此子还欺辱我徒弟男性 加害我徒遂语情 更意图谋害我父母性命 在你的侠底之内 他如此穷凶极恶 你是管 还是不管呢 陈一山继续质问 大城隍无言以对 陪着笑脸乐乐道 这 这个本府 挤在众神中的赏膳司工陈重楼 听见陈一山说话的声音 不仅心中一惊 怎么好像 是我那个乖乖玄孙儿在说话 从神堆里挤出来 往下张望 火 真是我那乖乖玄孙儿 那只是 这 这渊庭月之的气度是怎么回事 这涌动着汹涌澎湃的灵气 又是怎么回事 还有这 这令人看不透底下的修为 又是怎么回事啊 陈重楼 眨巴了眨巴眼睛 又悄悄地把脑袋缩了回去 活了这么多年 久经沧海南北水的老陈呢 自以为已经看透了一切了 那个家伙 肯定不是我乖乖玄孙儿啊 对方不是说自己是云梦派的长教仙师吗 哎 那就是叶兰星的师傅 一个大县 幻化成自己的乖乖玄孙儿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14集 第114集 联想到之前洛川郡过来的公寒 陈重楼脑补出了很多东西 然后感觉一切都对上号了 神界广为流传的 已经慈世的云梦掌教仙师 根本没死 闭关多年突破瓶颈 瘦数大增 于是一时心血来潮 起童心要游历世界 不想以真面目视人 就变成了自己玄孙儿的模样 假托陈一山的身份 在天宝山干掉了邪神白大王 还对神界指指点点 这个混蛋 仙界高人都是这副德行 这么喜欢给人当孙子吗 还是玄孙 你自己倒是爽了 连累我家太清 做了一年的大选人 到头来没有福报 还得把城隍穿着小鞋 你现在要这么扭起哄哄的 跟大城隍说话 你作孽呀 一个为老不尊的坏东西 你是要搞死我们陈家呀 不行 你赶紧想个什么办法 也挺干系啊 大城隍 陈一山一声力喝 吓得胡思乱响的陈重楼 险些从风口云端掉下去 你要是不管 我就自己管了 这个奔赴 奔赴 大城隍还是支支吾 大城隍 替我拦住他 家父定然会重谢你的 金先生见识不妙 当机立断动用神通 平地掀起波澜 浪花涌动 他身子一晃 便想要借助水盾逃去 一声雷炸 树道电芒 从天而降 瞬息间就披在了 金先生那陡大的鱼头上 暴响声中水花似箭 黑烟滚滚而起 一股烤鱼的香味 迎风飘荡 金先生凄厉地惨叫着 从水波之中摔了出来 无垢道长的口水流了一地 大城隍和乙竿神官神将 也下意识地深锈一口 哎呀 好香啊 这祭品 嗯 不对 大城隍环顾众神 目光锐利 低声喝道 多严肃点 那不是祭品 众神低头 心中赋飞 刚才就你绣得深 绣得陶醉 天哪 叶南星一张俏脸上 写满了难以置信的深情 那 那是仙法天纲雷结吗 张教先生的修为 到底伸到了何等地步 于清嘴里咬着手 啊 师祖好 师祖好厉害 打他 打死他 你 你惹了大祸了 金先生半边塞盖都没了 双眼血红嘶吼着张嘴猛吞 白花花的水珠 匹炼飞光般冲沉一山起来 于其山洞 一股滔天灼浪 冲火一猛 浮动一下又出 你是要我死是吧 我就淹了全城 让所有人给我陪葬 金先生咆哮的 陈太清夫妇大惊失色 连梯带打地唤醒老门子和管事的叫让道 快跑 快跑 神通跟陈一山同归于尽了 唯有无垢道长 云淡风轻地站在旁边 晃着腿不屑一顾 目光辟逆 顾盼自凶 看你们一个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陈一山的身影消失了 金先生瞪大了鱼眼 陈一山在他身后猛然出现 一指出去 神通 金先生只觉神通一致 周身竟变得僵硬起来 刚从地下翻腾出来的滔天灼浪 瞬间又落了回去 水花连陈府后院都没有一碗 众人只是失了邪 一切复归平静 恍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陈太清夫妇愣住 叶南兴与情师徒面面相去 惊喜交加 大城皇浑身起立 又是害怕 又是刺激 大仙 真是大仙 小神君啊 我让你浪来浪去的 这次打的你亲爹都不认识你啊 金先生彻底崩溃 不 不可能 就算是打不过你 我也不会 不会这么快落败的 我 我是影神之子啊 其实 我真未必打得过你 可你已是强弩之末了 陈一山傅尔过去 冷笑着悄悄说道 更何况 你的破绽 尽在我灰烟之中 你 你到底 捡来 玄鹰灵剑搜的破迹 加持服 陈一山指引灵气 一道一道快如闪电的画在剑身之上 青色的锋芒 越来越亮 剑魂也越来越明显 阴阴已如十指 他慧眼早已经看透 小神君浑身金灵 便是仙剑也难刺透 要想让其授手 唯有以量变 因其质变了 数百道加持服化下来 巨大的杀意 很快就席卷了整个陈府 立在风口云端的大城皇 顿觉浑身发毛 后颈发凉 众神官神将也已止不住瑟瑟发抖起来 一些孱弱的神力早已跌下风口 大仙 收下留情啊 大城皇从空中倒撞下来 也不顾体面 爬起来就去劝阻陈一山 他是影神之子啊 杀了他会连累全郡百姓的 玄英灵剑为我诸此恶神 陈一山根本就不理会大城皇的劝阻 一声令下 玄英灵剑轻盲不适 金先生神情凝滞 众神痴痴呆呆 夜南星语情 陈太清瞪大了眼睛 天上地下 一片四季 须余间 咕噜一声响 斗大的鱼头落地 无数水炮 从鱼腔子里挣腾而出 化作残影 陈一山拂袖一挥 闭火悠悠而起 瞬间便把半人半鱼的残肢断体 烧成了灰烬 小神君就如此灰飞烟灭了 消失的连喳喳都不上 目睹这一切的神仙人 无不尽若寒蝉 呆若目击 感觉刚才所看到的种种 恍若一貌 尤其是陈太清夫妇 看向儿子的目光 惊多于喜 那是自己的儿子吗 好像有点不认识了呀 夜南星和语情先是震惊 继而难以置信 但是这些情绪很快都退去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狂喜 张教仙是如此鲜发广大 云梦一排 该当笑傲仙界了 至于我 千辛万苦无法突破的 修为瓶颈 又算得了什么 有张教仙是在 就是脱胎换骨 也能轻而易举地突破吗 啊 小师祖 雨江 你 你这是干什么 雨青狂叫着跑了过来 两眼之中是星光大放 如恶虎扑石一样 竟猛然抱住了陈一山 陈一山陡然感觉到了一股温软 包围了自己 吓了一跳 伸手扯住雨青的头发 你快放手 人家是高兴吗 雨青撇撇撇 转身又眉开眼笑地去抱 叶南星继续狂乎 师父 你看见了吗 小师祖好厉害 叶南星连连点头 难见得笑眼如画 是 张教先生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15集 唯有无垢道长 嘖嘖叹道 哎呀 可惜呀 那么大的鱼头 应该留下来的 麻辣一下 是很下饭的 一道道恼怒的目光 朝他扫了过去 这位嘴贱的道长 到底是谁呀 从他出现之后 就一直在说些 莫名其妙的话 忍他很久了 要不是看在 他跟小师祖 一起从天而落 来头不小 欲情早就动手了 哎呀 弥天大祸呀 哎呀 大城皇 陡然发出一声狼嚎 小师的哀嚎 英神一怒 泽国千里 英川郡 此此不报了 大城皇 不必欺人忧天 影神若要报复 自有陈某去领教 与你无关 陈衣衫冷冷地看了过去 只是 你身为一郡成神 畏首畏畏 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能庇护 纵容恶神 兴风作浪 而束手无策 这城皇 你做得心安理得吗 大城皇一阵惨笑 奔赴这神职 怕是当到头了 陈衣衫毫不留情面道 这件事情过后 即便你不退位 陈某也会去京师 见一见你们的首座城皇 让他来评一评 你的座位 惭愧啊 大城皇拱的拱手 面如死灰道 本府确实无能啊 之下出了这么大的乱子 本府实在是 休于再历神坛之上 只是影身丧子 必然大怒 本府还想再尽最后一点力 为百姓说说情 最好是城门失火 为殃及驰鱼吧 大城皇自便就是 陈某还有要事在身 大城皇 也请回吧 陈衣衫拂袖 做出送客的意思 本 小神 大城皇在陈衣衫跟前 自觉无颜面 也无实力 自称本府了 当即改称小神 欲言又知道 仙长如此法力 又如此饥饿 如仇 实是影穿 全郡百姓的福分 小神 便再告知 仙长一件事情吧 府城之中 连日丢失婴儿 全是陆太守所为 现如今太守府里 已经盗窃了 二十余名男女 婴儿 说是要供影神 过年享用的 陈衣衫悚然 已经难以置信到 还有这种事情 是的 那些婴儿 现今都在太守府里 小神去质问过陆太守 跟陆太守仗着影神撑腰 并不把小神放在眼里 大臣皇摇了摇头 苦笑道 此间神界荒唐 让仙家见笑了 小神 告辞了 说吧 大臣皇颓然而去 一众神奇 也都默不作声 他跟在后面 灰溜溜的 百姓而归 唯有陈崇楼 磨磨蹭蹭的 缩头缩脑的 还隐浮在风中 没有离去 陈衣衫早已经看见他 双足微微点地 当即扶摇直上 飘飘然 升至云端 那首便拜 玄孙一山 拜见高祖爷 你 你 陈崇楼惊得浑身打摆子 陈衣衫抬头笑道 高祖爷 难道不认得一山了 每年四十几拜 孩儿都随父亲祭祖的 高祖爷 在城隍庙认神职 当时的孩儿 陈崇楼物资难以置信 你 你真是我呢 玄孙 高祖爷说笑了 不是我 还能是谁啊 这 哈哈哈哈 陈崇楼 转京俱为狂喜 兴奋得满脸通红 怎么会 天哪 我的好孩子呀 你这是从哪里得来的机缘呢 怎么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此事说来话长 高祖爷 是不是要先回城隍庙呢 过几日 孙儿去城隍庙 再跟高祖爷相谈 好 也好 对 理应如此啊 陈崇楼 从机动中 镇静下来 他也知道 现在不是跟 玄孙子许家长的时候 大城隍和众同僚都走了 他单独留下来 未免有落井下石的嫌疑 好啊 真好啊 他伸手去拍陈一山的肩头 想要以示亲密 不提防 一股灵气冲撞上来 啪的一声 竟将他打翻了个筋道 高祖爷 陈一山吃了一惊 连忙去福 陈崇楼惊慌的摆摆手 哎呀 别 你别碰我了 神仙殊徒啊 更何况 我还是阴神 你嫌弃太足了 不能碰他 哎 高祖爷 您 您没事吧 嘿嘿 没事 没事 陈崇楼无尽感叹 哎呀 乖乖玄孙啊 你给我陈家 争了好大一口气呀 高祖爷先走了 你好好抚慰你的父母 他们应该都受惊不小 如果影神阵来报复 高祖爷 拼进这百年的香火院里 也要跟你共进退 是 一山 恭送高祖爷 陈一山再拜道 陈崇楼点了点头 恋恋不舍地去了 陈一山的脸色 迅速阴陈沉了下来 大城皇临走时候 说的那番话 让他出离了愤怒 堂堂营水正神 居然索要男婴女婴 供自己享用 而身为封疆大吏 地方父母官的陆太守 竟然不知廉耻地为虎作伤 甘为走狗 不可否认 大城皇足够话头 他不敢招惹影神 故意把这话说给自己听 摆明了是想要借刀杀人 让自己揽下这桩大事 这个大城皇几乎是毫无担当 对金先生纵容 对为虎作伤的陆太守也不应急 他的神职是该做到头了 而自己既然已经灭掉了小神君 也不在乎再多管一管大神君的恶性 至于管得住还是管不住 已经不是自己眼下该考虑的事情了 毕竟自己这一身宪法修为是怎么来的 不就是做善事 结善缘才得来的吗 更何况自己纵然不管 自己这个饥饿如仇的父亲 还能不管吗 打定了主意 要一管到底 陈影山倒也觉得轻松了 影神未必有多可怕 打不过可以用慧眼看透他的破绽 再用三寸不烂之舌 说到他害怕呀 慧眼和巧舌头 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 况且身边还有叶南星 雨晴和无垢道长 尤其是叶南星 仙术并不容消去 爹 娘 让你们受惊了 陈影山落下来 双膝跪地 对父母叩拜道 影山不笑 害父母不安 最干嘛死 陈夫人早迫不及待的一把扯起了儿子 又紧紧搂抱住 揪揪耳朵 拽拽衣服 像是唯恐宝贝儿子又不见了 陈太清也笑了 哈哈哈哈 受惊是受惊啊 惊得是我儿竟然有这样大的出息啊 说到不笑 你没有 至于不安 爹娘也没有 说什么罪该万死 那不是一家人该讲的话 哈哈哈哈 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16集 陈影山不好意思地 从自己母亲怀里挣脱出来 红着脸道 娘 我都长大了 那边 还有徒儿 徒孙 朋友看着呢 都不是外人 你这孩子羞丧什么 啊 我儿真是长大了 能为爹娘遮风挡野了 陈夫人又哭又笑 哎呀 好了好了 一山这孩子确实长大了 大到连做父母的都要仰望的地步 父母亲 父母亲 你再捞捞捞捞捞捞的 把他当个小孩子看 真是要惹人笑话了 在陈太清的劝慰下 陈夫人这才恋恋不舍地放儿子 陈影山连忙逃开去探看叶南兴 你怎么样 叶南兴是为了自己父母出头 才险些相消于云的 经此一役 陈影山终于彻底消除了心结 把他当朋友看待了 至于说师徒名分 开玩笑 叶南兴一百多岁 自己不到二十岁 做孙子还差不多 做什么师父啊 迟早有一天 云梦派的长教先师 还是要交给他来做的 叶南兴背着左臂站在那里 头发衣着虽然有些凌乱 神色也有些疲惫 但仍旧是化容月貌 妩媚异常 听陈影山发问 便柔柔地答道 多谢长教先师关系 难心没事的 陈影山古怪地瞥了他一眼 心想他从前说话 一直冷冰冰的 现在怎么交底滴起来了 神情也不冷傲了 反而温婉可人 这几天不见 转性子了 怪 不过这变化 倒是可喜的变化 毕竟谁都不喜欢 他冷淡孤傲的人 哪怕 是个美人呢 陈影山却哪里知道 再强势的女人 但凡有了依靠 都是会化作绕纸柔的 他现如今 毫无疑问的 已经是叶南兴和雨晴的 最大依靠 当然 也是他们 唯一的依靠 你的手臂怎么了 陈影山注意到 叶南兴背着左臂 料想是受了伤 当即伸手轻轻扯住 那我看看 玉臂浩腕 陡然被捉 叶南兴浑身都是一颤 他矜持冷淡了这百余年 哪曾跟一个男子 肌肤相轻光 尤其是陈影山 还捋起了他的衣袖 露出洋枝白玉一样 盈润娇嫩的肌肤 他更是紧张 羞涩到满脸通红 偷偷瞥看陈影山 陈影山架脚也在看着他 还埋怨到 哎呀 手臂伤成这个样子 还说没事 陈影山用手指 轻轻按压他的伤处 管住灵气 那称怪的语气 怜惜且自责的神情 还有不断抚摸着他的手 来来回回 撕磨在他的肌肤上 一下一下 轰然击溃了叶南兴 那守护了一百多年的心结壁垒 被他深埋了百年的少女情怀 在这瞬间又重见天日了 浑身忽然有些发软 双腿几乎站立不住 心神也有些不宁 娇嫩的肌肤之上 也因为陈影山的轻浮 而苏麻难耐 灵气贯重 犹如一丝丝电流 扣及他心扉 使得他在片刻间浑身上下 便满是站立 陈影山不明所以 见他雪白的手臂上 突然出了一层鸡皮疙瘩 尽收眼底 他是过来人 女儿家的情怀 他如何不理解 当即看出叶南兴这位大仙女 是对儿子懂了烦心了 为何儿子也真是 女人的胳膊 其实能轻易就上手摸啊 更何况 还把人家的袖子捋上去 拱溜溜地露在自己眼前 这臭小子 该打 他眼嘴轻笑 陈太清莫名其妙地 夫人 你偷笑什么呢 笨哪你 陈夫人压低了声音笑道 你看咱们一山海儿 跟叶仙娥那个样子 像不像 珠莲碧合的一对玉人 像 陈太清瞥了一眼 也笑出了满脸的折子 随即又触动了一枪老父亲心思 哎呀 是啊 以年岁来说 儿子马上二十 要行官礼了 可婚事至今 还没一撇呢 从前 从前儿子上午 不以儿女 私情为念 屡次数婚事 不必着急 满影川俊 没有能入他眼的 就连苍狼先生的孙女 他都看不上 现如今嘛 儿子 变成了如此厉害的仙人 怕是眼光 要更高了 反复苏子 他都不会看在眼里的吧 至于叶南兴 相貌自然是万周无依 拔尖的好看 气质更是没得说 超凡拓俗 浑身上下 都是出臣的仙气 至于说门户嘛 人家也是仙女 还是大仙女 仙女配仙男 这不就是天仙配了吗 嗯 原本跟他还有点戒笛 可是今天 人家拼了命的救我们夫妇 那点子戒笛 就算得了什么呢 但儿子 怎么就成了师父了呢 这辈分有点太乱了呀 说到辈分 叶南兴 好像跟曾祖父 是一个时代的 那 哎呀 他们两个的岁数差太多了呀 嗯 那个雨晴的年纪应该不大 相貌气质 都跟野男性一样 无可挑剔 是个天下男群的小仙女 哎 倒是也跟儿子般配呀 性子嘛 从前觉得有点歹度 现在 瞧着也天真浪漫 不像是坏人 只是 他居然喊儿子 小失祖 陈太清心里乱糟糟的 猫抓狗 挠似的 比妻子操的心还多 再也静不下来了 夫妻两个却不曾想到 方才他们说话的声音 虽然很低 可陈以珊和叶南兴 都是养员四街修为 耳聪目鸣 远超凡夫俗子 把他们的话 听得是一清二楚 陈以珊这才意识到 自己跟叶南兴 肌肤相亲的行为 有些越界了 赶紧松手 乐乐道 好好 好了 叶南兴更是羞躁的 把脑袋深埋胸口 声音鲜弱如闻 几乎微不可闻 多谢长江仙士 陈以珊脸色通红的走开 雨晴很没眼灵劲的 迎了上来 哎 小师祖 你和师父的脸怎么了 红的有些古怪 你闭嘴 陈以珊和叶南兴 异口同声 恼羞成怒的呵斥道 语情惊恶 小师祖 师父 我是说错什么话了吗 没有 我们脸红啊 是因为激斗之后 血气还未平复 现在不是讨论这些事的时候 陈以珊用咳嗽掩饰满脸的尴尬 你叫我师祖就师祖吧 为什么还要加个小啊 因为你年纪小嘛 哎 好了 别嬉皮笑脸的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小师祖是要去收拾影神吗 雨晴瞬间就激动的 翘脸也通红如血 迫不及待地说道 小师祖 一定要收拾影神 一条老鲸鱼 肯定比小鲸鱼更坏 不急 我先给你们引荐一位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一十七集 陈以珊招呼吴构道长过来 对父母和叶南兴 雨晴介绍道 爹 平 南兴 雨晴 这位是天保官的主持道长 好 吴构子 为人很好 是我的朋友 原来是天保大法师啊 施敬 陈泰青是听过吴构道长的名头的 当即深深意义 哎呀 不敢当啊 不敢当啊 吴构道长着急忙慌的 一一到地 差点给跪下 郡城大人哪 要折杀贫道啦 开玩笑啊 这可是陈先长的父亲啊 给贫度最厉害的衣 要贫道怎么还呢 陈夫人也学着道了个福 吴构道长又是慌忙还礼 唯有叶南兴和雨晴无动于衷 不就是个修炼艺术的法师吗 掌教先生怎么跟这种人交上朋友了 道长 南兴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夜仙师啊 陈一山笑吟吟说道 评道 见过夜仙师啊 吴构道长激动的一颗心猛的狂跳 脸色胀红的看向夜南兴 他多年前在京师 只遥望过站在空中飞溅上夜南兴的侧眼 彼时已经敬畏天人了 先如今尽在咫尺 见夜南兴虽是神色憔悴 却仍旧难掩天生丽之 悬疑之下掀起逼人 莫敢直视 夜南兴啊 方才对陈一山说话是柔声细语 温婉娇羞 处处动人 但转脸面对吴构道长 便又恢复了冷冰冰的状态 在我长教仙师面前 夜某不敢称仙师 吴构道长既自残行贿 又激动的满脸放光 结结巴巴的 是是是 频道 参见夜仙鹅 嗯 夜南兴实在是不想大理吴构道长 只是碍于陈一山的面子 不得不敷衍一声 雨晴也嫌弃地看着吴构道长 这牛鼻子之前那番嘴贱的举动 已经深深烙印在众人的心中 不可磨灭了 南兴啊 道长有意修炼仙法 我已经答应 让他跟你学习 你觉得如何呀 陈一山把众人的神态 尽收眼底 暗暗好笑 啊 夜南兴吃了一惊 连忙推脱 张教仙师 这 这个所谓天宝大法师 是修炼艺术的 再修仙 怕是不妥吧 陈一山摇头 艺术与仙术 其实并无冲突啊 那他的年纪 也有些太大了吧 吴构道长 也努力 穿了穿眼角的褶子说 贫道啊 其实年纪也 也不算大 就是少年老成 看着面色不嫩呢 你还年少 鱼精撇了撇嘴 要学仙法的话 最迟也得从十二岁开萌 看你这岁数 至少是过了四个十二岁了吧 仙长 吴构道长难过地看向陈一山 快哭了 陈一山便说道 哎呀 男性 我也不是从十二岁开始修仙的 仍旧能入仙道 想来年纪 并不算什么修炼仙术 仙法的桎梏啊 叶南兴摇了摇头 那不一样 像长教仙师这种天才绝艳的人 世上能有几个 就是 小师祖是何等样人 岂能是什么人都能类比的 长教仙师便是放在仙界 也是翘楚般的存在 小师祖何止是翘楚 但是鹤立金群 嗯 一枝独秀 旷是奇才 陈一山听得连连白手 汗颜道 哎呀 你们两个 差不多就行了啊 叶南兴和雨晴 都忍不住眼嘴偷笑 长教仙师 到底脸皮薄 带不得这许多高梦 不过他能怪谁呢 谁让他弄个臭道士来 一脸长矛 还望想跟着我们 吴构道长 一脸想死的表情 陈一山实在不忍多看 也怕夜南兴雨晴 再说出夸到他难受的话 当即转了话头 哎呀 此事也不急于一时 可以回头再说嘛 扭头看向陈泰青 爹 有一件要紧的事情 孩儿得禀报给您 风采大城皇临走时 告诉孩儿说 府城之内中 接连丢失了二十多名男婴女婴 都是陆太守所为 又献给影神 作为祭品想要 此事 您知道吗 什么 陈泰青先是一惊 继而勃然大怒 这件事情 是陆太守干的 大城皇 不至于说谎啊 陈泰青起得目字尽列 虚法结账 当即从地上捡起铁剑怒吼一声 鼠背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我去找那姓陆的畜生 问问清楚 看他是不是要作死 父亲 稍安勿躁 陈一山知道自己亲爹的脾气 怒急之下 怕是敢当场把陆太守给杀了 你同为父一起去 陈泰青现在把儿子当主辛苦了 让道长陪您同去吧 陈一山伸手拉住无垢道长 仔细嘱咐道 要辛苦道长一趟了 哎呀 先长尽管吩咐就是 说什么辛苦啊 劳烦道长 多招呼些百姓 随同家父一起去太守府 一来让百姓们都知道姓陆的所犯罪行 日后也有人证 让他抵赖不得 二来人多势众 也使陆太守不敢轻举妄斗 是 贫道明白 这百姓可以动手 法不择重吗 于是道长 要拦着家父 不能让他动手 毕竟陆太守是朝廷命官 在没有撤职查版之前 家父还是他的下属 一下灵上纵然有礼 也会触犯官场大击 为朝廷所不容啊 嗯 听到了解 若是陆太守狗急跳墙 铤而走险 道长要护住家父周前 也要保护百姓安慰啊 先长放心 贫道定不辱命 无垢道长听得连连点头 又暗暗赞叹陈先长 心细如发 思虑周密 就连陈太清 陈夫人听了之后 也觉得儿子所说句句在里 只摘不出任何毛病来 嗯 嘿嘿 好孩子 被复走了 陈太清亲密地拍了拍儿子的后背 跟无垢道长连眉而去 雨晴现如今是最好热闹的人 当即忍不住说道 小师祖 你不去吗 带上我和师父 我们一起去打狗官 哎呀 俗世中事 不宜休闲者插手 陈印山瞥了雨晴一眼道 我不去 你和南星也不许去 我另外有事情 要你和南星去做 哦 雨晴有些泱泱的 那我和师父做什么呀 陈印山道 南星 辛苦你和雨晴 帮着家母 把这庭院收拾拖大 是 张教先生 叶南星很是听话 比雨晴看起来都要怪巧 因为激动 院子里已经千疮百孔 丫鬟奴仆 也都不知道藏哪里去了 自然需要整顿 娘 孩儿办一件事情 去去就回 陈印山向母亲告退 陈夫人紧张道 儿啊 你要去哪啊 陈印山说 哎呀 儿子杀了那个小神君 影神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儿子要去见见影神 告诉他 娶他儿子首级的人是我 冤有头战有主 纵然他要报复 也不能祸及全军百姓啊 陈夫人扯着儿子的胳膊 死活不放 哎呀 母亲请放心 儿子不会有事的 陈印山轻轻挣脱了母亲的手 微笑道 师父不是祸 躲 是躲不过的 说话间 陈印山拔地而起 平须欲空 早飘然去了 陈夫人遥望空中飘荡的弦云 又是担忧 又是骄傲 我的儿子 真的是长大了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18集 却说陈重楼与陈印山分别之后 积极追赶 在城隍庙前碾上了 戚戚惶惶惶的大城隍 和众同僚们 抱着不张扬 不骄傲的态度 陈重楼本想默默地 回自己的赏膳寺 却不想大城隍 突然回头 轻轻唤了一声 陈公 啊 陈重楼悚然一惊 大人 怎么如此称呼卑职啊 折杀卑职了 别谦虚了 那位陈县长 是你的玄孙吧 是 是的 可之前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呢 哎呀 卑职卑职之前 真的以为 洛川剧那个陈一山 不是卑职西夏 这个玄孙儿 毕竟 一山的孩子 确实是命在旦夕呀 更何况 距离他被夜仙鹅 带上云梦 也没过多久 怎么就修炼成 如此广大的法力啊 直到刚才 卑职仍旧是不敢相信 他就是卑职的玄孙儿 直到他出口呼唤 卑职高祖爷 卑职才如梦方醒啊 所以此前 卑职实在不是 有意欺瞒大人的 哎呀 算了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大臣皇难难倒 如果之前就弄清楚了 知道陈县长 如此先发广大 或许还能提醒 小神军收敛一些 让他不要在军里 胡作非为 也不至于 惹上陈县长 更不至于 闹到眼下这般 无法收拾的地步 嬴神啊 嬴神一定会闹出 天大的祸事的 你们都等着瞧吧 大臣皇爷 大臣皇爷 众神都在庙里 愁容满面的发呆 一连串的大呼小叫 陡然传来 众神都皱起了眉头 心想是哪个 如此不开眼呢 寻生望去 却见是个披头散发 连袍子都不穿的 一丝神奇 兴冲冲赶进庙里 你 怎么是你啊 你不是去了 洛川郡葛成县 做城皇了吗 怎么披头散发 一贯不整的来我 颖川郡呢 大臣皇认得他 是原先自己手下的八大司工之一 后来举荐到葛成县 担任城皇的 哎呀 一言难尽呢 卑职给大臣皇爷丢脸了 丧府之神 瞥了一眼 陈重楼 恨恨说道 大臣皇爷 这个陈重楼 不安好心 他嫉妒卑职 外放 开府升职 故意射套 陷害卑职 连累卑职 被洛川郡 大臣皇 耻夺了神职 现如今 无处可去啊 哦 陈司公 怎么陷害你了 他说 颖川郡郡城 陈太卿之子 陈一山 是他的玄孙 其实根本不是 陈一山 闭嘴 大臣皇的脸 瞬间变黑 恶狠狠地 打断了 丧府之神的话道 丧府之神惊恶道 大臣皇爷 这是怎么了 卑职说的都是实话呀 陈一山 堂堂大仙 怎么会是陈崇楼 一个小小 司公的宣孙 这是亵渎大仙 这是要向全国百姓 谢罪的 你给我滚出去 大臣皇急吼 大臣皇现在已经怒不可遏了 都是这个丧门星 给害的 如果不是这个丧门星 发来那道公函 自己也不至于给陈崇楼穿小鞋 还取消陈泰青的福报 本来作为陈崇楼的顶头上司 好好关照一下陈崇楼 好好给陈泰青弄个福报 等陈一山回来之后 还有不少交情可以客套 现在倒好 陈一山写广大仙威 容归故离 自己堂堂俊府大臣皇啊 却连一份薄面都求不来 说的话 全被人家当放屁啊 人家还当面放话 要撵自己下神坛呢 不是眼前 这个丧门星害的 可丧门星 还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 他茫然的看向 众位曾经的同僚 心想是哪个混蛋家伙 惹怒了大臣皇啊 以至于大臣皇迁怒于我呀 却发现众神官神将 都像看白痴一样的看着他 尤其是陈崇楼 脸上还带着似笑非笑的古怪神情 丧门星勃然大怒 伸手指命 陈崇楼 你个混账东西 也配笑老子 你 大臣皇直接把手里的碧玉龟 扔了出去 当头击中丧门星 后者惨呼一声 飞得老远 丧门星伸吟着 爬不起来了 他被洛川郡大臣皇 砸中一次 损掉了百年香火院里 如今又被影川郡大臣皇 砸中一次 又调百年香火院里 这是作孽呀 大人息怒啊 陈崇楼看得过意不去 躬身说道 被指与他曾经也算 同聊一场 如今见他无处可去 不由得 生吐死湖北之感慨 向我等司官 辛辛苦苦 战战兢兢 数百年香火院里 艰难修成 一旦漂泊天涯 无妙无辞 乾功尽弃 神道尽消 天地不容 身魂无归 还请大人 留他在此暂居吧 如今 谁的话都不好使 唯独陈崇楼的话 最好使 大臣皇见 陈崇楼说的真挚 不禁叹息了一声道 哎呀 总是成功 心肠软啊 待人宽容 怪不得你 陈家福报身后 宣孙能成大仙道 你们都学着点吧 既然陈公求情 就让那丧门星 留在你赏膳司 担任府判神力吧 陈崇楼拜道 谢大人开恩 那丧门星 还不滚进来 大臣皇骂道 要不是成功为你求情 本府非用碧玉龟 砸死你不可 丧门星 戚戚惶惶惶的进来 心中纷乱如麻 到底不知道 究竟哪里出了错 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倒霉 可他 不敢再说话了 因为挨打挨的 实在是太疼了 再笨的人 也该长记性了 陈一山去找影神 却没有下营水 到人家水府去告诉人家 我杀了你儿子 这是诚心作死吗 陈一山 当然不会蠢到那个地步 他去的是影神命 庙里很热闹 进进出出的人 络绎不绝 有生意人 有求影神保佑自己 来年出远门的时候顺风顺水 有渔夫船家 请求影神保佑自己 来年水上生计 平安无事 还有读书人 请求影神保佑自己 也能一跃龙门 逢考高中 有求子的 求财的 求官的 熙熙攘攘 远非一般妙语可比 进入正殿 更是有一帮男女 跪在门口哭哭啼啼 堵住了好大一片地方 惹得其余相克很不高兴 妙著的神色 也极其不耐烦 陈一山悄悄靠近 听见那些人是在祷告 竟是请求影神保佑自己 找到丢失的儿女 陈一山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被倒婴的受害者 他们找陆太少 陆太少不作为 他们求大城皇 大城皇不敢管 现如今又求到了影神庙 大概是想着影神神通广大 还在大城皇之上 求求或许有用 可他们哪里知道 影神才是带给他们噩梦的 罪魁祸首啊 陈一山瞥了泥塑木胎一眼 冷笑着引到了神台后面 总声说道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陈俊成已经找到了 道英的幕后元凶乃是陆太少 你们若是想要学回儿女 现在就去太守府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19集 片刻间 妙里鸦雀无声 但很快就哗的一声 人群沸腾了 是影神爷显灵了吗 肯定是影神爷在说话呀 多谢影神爷指点迷津啊 天可连剑 神明保佑 陈俊成终于出山了呀 我就说 陆太守是个色力内人的草包 遇到大事 还是要靠 俊成大人呢 快走吧 走 咱们也去太守府看看热闹 近百人 哗啦啦 一哄而散 其中有丢失儿女的受害者 也有存心去看热闹的闲人 影神妙 瞬间 冷清了下来 只剩下寥寥无几的乡客 在妙柱连连的呵切声中继续虔诚的礼拜祷告 陈一山耐心的挡着 藏在神台后面 一动不动 距离府城百里之遥 浩浩渺渺的营水突然波分浪开 一个紧淘欲带 静观的常然老者飘然上岸 腾云驾雾升至半空 静奔影穿府城而来 亭云落风 常然老者在俯称之下 无声无息的临帆坠地 看着热闹拥挤的城门 常然老者迟疑了片刻之后 摇身一晃 紧袍变作葛衣短打 玉带变作寻常不条一数 静观化为一顶遮住颜面的斗笠 他挤入人群之中 毫不起眼的朝城中走去 守城门的士族 并未注意到的 但是如果是谁在此时掀开他的斗笠 仔细咽看他的脸 就会发现这位常然老者的长相 与影神庙中的金身神素 有几分神似 入城之后 他走得并不算快 街头上左顾右盼 似乎要将人间的种种繁华忙碌 尽收眼底 也不知道有多少年 没有在这样亲身不入俗世之中 这些庸俗却有实在的味道 竟让他产生了那么一丝丝喜欢 如果真的要毁灭这些 还有点不舍呢 叹息了一声 常然老者 静奔 成皇妙而去 太守福了 此时是费反迎天 近百人闯进了院子里 路通惊恶之余 连喝代骂 却根本没人理会他 几个彪悍的妇女 还上手挠了他一脸 萝卜死 路通鲜血淋漓地跑回后院 率领和服的仆役和武士来阻拦 仍旧是被潮水一样的百姓们 给打了回去 路太守刚从女儿暴毙的震惊中 缓过神来 就又遭遇了这个变故 他立刻猜到 可能是谁走漏了风声 百姓们冲撞太守府 怕是来寻觅丢失的婴儿的 他赶紧吩咐手下转移那些婴儿 但根本就来不及了 躁狂而愤怒的百姓们 早就冲进了后院 撞开了藏纳婴儿的屋子大门 两个老妈子吓得魂飞胆丧 想要跑路 却被几个怒不可遏的父女揪住 劈头盖帘 打成半死 催了满身的口水 奄奄一息的躺在地上停尸 哭闹的婴儿们 被自己的亲爹亲娘抱进怀里 渐渐的有了笑脸 陆太守见识不妙 揭叹一声 想要从后门溜走 不料 早有百姓堵住 纷纷叫嚷道 你不许走 把事情说清楚 陆通叫嚣着 老幽慌 小的杀出一条血路去 他带着家奴往前冲 反背一堆砖头 石块砸破了头 又被几个壮汉 用乱棍敲的屎尿气流 狼狈不堪地退了回来 家奴们见风头不对 早就一哄而散了 吃亏的事情 谁肯出头啊 陆太守还故作威严的河头 大胆 你们敢闯进太守府里闹事 是要造反吗 造反 是要住九族的 片刻的沉默 忽然有一个壮汉上前怒喝 你少吓唬我们 我们不怕 此人姓郭 排行老三 就是之前 搅闹城皇庙的那个汉子 走南闯北 最是性情彪悍的 他刚刚在后院 找到了丢失的儿子 交给了婆娘以后 便带头横冲直撞 在太守府里见人就大 如入无人之境地 发泄着怒气 大家不要怕他 我们丢失的孩子 是在他府上找到的 他就是秦术 是狗官 郭三骂道 打狗官 不是造反 就是 我们打狗官 不造反 狗官 给我们一个说法 狗官 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孩子 百姓心中的怒火 迅即被郭三点燃 郭三振臂发一声喊 打狗官啊 数十人便围了上去 扯掉陆太守的官帽 撕碎官袍 拖拖拉拉 带到院子当中 按在地上 拳打脚踢 路通忠心耿耿 扑上去 要救出自家老爷 却被郭三一砖头砸晕 丢进了水缸里 陈太清和无垢道长 就是在这个时候 才进去太守府的 他们身后 还跟着大批的官府武士 都是平素里 跟陈太清出生入死的江湖高人 都住手 我是郡城陈太清 百姓加上陈太清带来的武士 足足有二百余号人 把偌大的太守府 前中后三院都占满了 就连树上 墙头上 房顶上 都趴着看热闹的人 是郡城大人 郭三喊了一声 都住手 先听郡城大人说话 陈太清威望素来极高 百姓们看见是他 便渐渐安静了下来 郡城大人哪 您老人家终于来了呀 鼻青脸肿 鲜血淋漓的陈通 挣扎着从水缸里爬了出来 高喊道 哎呀 你快快管管这帮无法无天的刁民啊 他们闯进府里打了陈太守 是要造反呢 我去你的嘛 郭三又一砖头砸了上去 陈通再度昏去 丢民 陆太守咄咄嗦嗦着叫道 陈太清 还不把这些造反的丢民 给本官拿下 陈太清环顾众人 你们 是来造反的吗 郡城大人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 陈太守是狗患 他偷倒婴儿 请郡城大人为百姓做主啊 我们不是造反的 我们就是为了讨一个公道 人赃病祸 二十多名男婴女婴啊 陈太守简直猪狗不如啊 白姓们的呼声瞬间就把陆太守等人的声音给淹没了下去 诸位家乡父老 暂且安静 陈太清不懈的贴看了一眼狼狈不堪的陆太守 嘴角浮起一丝冷笑 等着百姓们吵闹声彻底停顾 院子里重新安静下来之后 陈太清才缓缓问道 陆太守 百姓们说你偷倒婴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请您给百姓们一个交代吧 本官没什么可交代的 陆太守目光阴沉道 陈太清 本官到现在才发觉你态度暧昧 这些人都是你鼓动来闹事的吧 下官在家 闲居多日 休养身体 今日感觉好转 特来见太守大人报道 并不知道这些百姓 为什么会冲进太守府 更不知道 太守大人 您会做出这等禽兽行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二十集 陈太清确实意外 他和无垢道长 只是召集手下武士 还没有来得及发动百姓 就看见成群结队的人 气势汹汹 朝太守府涌去 陆太守冷笑 陈太清啊 根本不知道 这件事情的厉害程度 这些无知小民 在这里胡闹 你最好还是约束一下 不然到最后 吃不了兜着走的 可不是本官 是他们 还有你 这狗官 都现在还在吓唬我们 他身为父母官 有下三烂的手段 偷我们的孩子 还有理了 没有王法了 没有天理了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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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百姓 听见陆太守在这种时候 居然还说这种话 无不愤怒 纷纷脚骂 真的 你们根本就不明白 本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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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陆太守 他都哼了 我哼了一声 这背后 有你们无论如何都惹不起的存在 陈太清心中冷笑 陈太守 你听听他说 陈太守跟前 陈太守跟前俯下身子 低声说道 陈太守大人您 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蠢事来啊 陈太守惊恶的如见鬼魅颤声道 你 你 你怎么知道是 是应神的 放心 你是朝廷命官 又是奉将大力 在皇上明发旨意之前 我会保住你这条命的 陈太清 看陆太守的目光 像是在看一条死猪一样 既可怜 又冷漠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陆太守彻底慌了 诸位父老 陆太守告诉我了 说指使他做下这件事情的幕后元凶 是应神 陈太清起身 朗声说道 是应神 要享用男婴女婴 所以 陆太守就秘密派人做出来了 我没说 陈太清 你 你怎么敢 陆太守真没想到 陈太清 就这么旁若无人的 把这天大的机密事情 给当中抖露出来了 还明目张 还明目张胆地套路自己 众百姓也是目瞪口呆 拥挤不堪的院落里 房上房下 屋内屋外 静得指纹 指纹呼吸声 陈太清 你死定了 良久 陆太守才五官扭曲地 吼了一声 陈太清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只是轻蔑地笑了一声 陈某是堂堂七尺丈夫 为国为民 并不怕死 郡城大人 这 真是影神干的吗 郭三脸色 煞白地说道 可 可我们就是从影神庙里 过来的呀 是影神县灵 告诉我们 丢失的婴儿在太守府 我们才来的呀 众百姓 也议论纷纷 是啊 影神怎么可能 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啊 如果不是影神指点 我们还找不到孩子呢 肯定是陆太守着狗官 忽乱攀摇 把狗官绑到影神庙 让他对影神谢罪 陈太清有些诧异 影神显灵告诉百姓 到这里寻找流失的婴儿 自己揭露自己 吴沟道长 一直站在陈太清身后 冷眼旁观事态发展 他倒是很快猜测出 发生了什么事情 眼见陈太清卡壳 他便愿重而出 朗声说道 诸位 贫道 乃是天宝观主持吴沟 贫道 有话要说 哎呀 那不是天宝大法师吗 他居然也在咱们影川郡 想必 是被咱们郡城大人 拢落来的吧 吴沟道长的名头 还是有的 人群中议论纷纷 郭三扭头 冲众人喊道 多想别说话 让大法师说 贫道 可以明白告诉诸位 乡亲父老 道英这件事情 幕后元凶 确确确实实 就是影神 啊 至于在影神庙里发生的事情 怕是有所误会 你们说是影神显灵 贫道请问 影神 是亲自献身了吗 大法师 影神没有亲自献身 而是言语告诉我们的 哦 那就是只闻其声 并不见其身 是啊 那贫道再请问 那声音 像是出自少年之口 还是出自老年之口啊 吴沟道长这一问 人群里一阵沉默 随即又骚动了起来 郭三抢先说道 是少年人的声音 旁人纷纷附和 对 就是少年人的声音 清脆爽朗 对对对 就是少年人的声音 清脆爽朗 吴沟道长笑了起来道 诸位乡亲父老 试想一下 影神活了几百年了 说话的声音 可能会是少年人的腔调吗 所以 根本就不是什么影神显灵 而是仙人指路 跟你们说话的人 是云梦的掌教仙师 云梦掌教仙师 钟百姓目瞪口呆 那是谁啊 吴沟道长傲然说道 云梦掌教仙师是谁 你们可能很快就会知道 也可能很快就会见到 他刚刚诛灭了 为非作歹的小神君金先生 现在又去找影神算账 为你们出头了 小神君金先生 他不是一直在城中 为百姓治病的吗 怎么又为非作歹了 我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小神君治病的告示 就是陆太守派人贴的 陆太守是狗官 小神君会是清白的吗 你们谁家有人请小神君治过病啊 还没轮到呢 小神君过府的都是大户人家 众百姓议论纷纷 半信半疑 毕竟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 影神就是这片平原流雨的最大守护身 在影川群老百姓的心中 影神的威望比朝廷还要高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 禽兽不如的事情呢 陆太守 陆太守何在 就在百姓们狐疑不定 现场气氛有些凝滞的时候 太守府中突然又闯进了一群人 气势汹汹 为首的几人都是锦衣玉带 显见是高门大户里头出来的人 早有人认出 其中一个是书香世家 晋深赵元外 另外一位也出自明门望族 乃是富甲一方的王元外 还有朱老爷和族长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1集 他们怎么也来了 这也丢孩子了 哎 到处小神君去过他们府上 赵元外和王元外 还有几户大族门头 此时进来 放眼一望 也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多人呢 前院后院 树上树下 屋里屋外 连墙头上 房戟上都齐人了 水缸里还有个人 竟像是太守府家里 那个骄纵跋扈的路通 陆管家 陆太守也被打成了一副鸟样 差点没人出来 郡城大人也在 赵元外莫名其妙 但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他一肚子无名火气 正要对陆太守发信 陆太守 你张榜不高 说什么小神君金先生 擅置疑难怪症 小女有心痛怪疾 请他治了 当时倒是好了 可就在方才 小女突然暴毙 而且死状可不 简直 简直是成了妖孽 王元外也立刻说道 什么也是如此 陆太守 请你给个说法 对 陆太守请给我们个说法 或者 叫金先生来见我们 其余大族门头 也都义愤填膺 陆太守 给不了你们说法 金先生 也见不了你们 陈太清说道 小神君本来就是借着治病救人的幌子 到处害人取魂 连我也险些中他的毒计啊 嗯 竟然还有这种事 赵元外惊怒交加 郡城大人 那 那金先生 真的是隐身之子吗 陈太清点点头 是的 不过 他已经扶珠了 已经扶珠 在场的人 无不大吃一惊 陆太守最为恶然的 看着陈太清 王元外盲问道 那金先生是被 被谁诛杀的 陈太清不好意思直言是自己儿子 也学无垢道长 寒昏道 是云猛先派的长教 陈贤师 那陈贤师还在咱们城中吗 我们能见一见吗 呃 这个 吴够道长 见陈太清实在是博善说冠冕堂皇的言辞 便又替他说道 险宗缥缈 不可捉摸 陈贤师 现今已去找影神算账了 日后若是有缘 诸位会见到陈贤师的 良久的沉默 陆太守突然喃喃问道 陈太清 你说实话 小神君 真的被杀了 陈太清冷冷说道 今天我府上神仙鸡斗 打得惊天动地 你们之中应该也有人听见动静吧 众百姓这才醒悟过来 感情不久前 府城中怪风阵阵 电闪雷鸣 光彩异样 还有剧烈的暴响 竟是因为神仙鸡斗 道英这件事情 还是陈皇爷查出来的 无垢道长为百姓的情绪又添了一把柴火 陈皇爷查出是影神干的 但陈皇爷不敢管 没有陈仙师干冒齐险 为你们出头 影神 真是影神干的 我们上当了 郭三怒吼道 陈太守是狗官 影神是恶神 恶神 可恶 我们世世代代供奉他 他居然这么对待我们 砸了他的影神庙 对 砸了影神庙 推倒他的近身 老百姓们对影神的信仰崩塌了 在太守府中大乱的时候 常然老者出现在了郡府大城皇的庙间 大城皇庙还是相当气派的 前置一门 中设大殿 最后一进才是城皇正殿 一门前墓柱上挂着一幅对联 常然老者瞥了一眼 见上连写的是 世上人行善作恶皆有己 下连书的是 庙里神古往今来饶过谁 常然老者微微冷笑 大踏步朝庙里进去 当指守门两个神力察觉出不对 上前阻拦他 阁下好大香火气 不过应该是进错庙了吧 这里是郡府大城皇庙 敢问阁下是何处尊神呢 常然老者摘下斗笠 眼中返现神光 金灿灿只扫了两名神力一眼 两名神力灯尸如遭电击 刷的一声 齐齐被钉在了门柱上 穿过一门绕过大殿 便是城皇正殿 常然老者走到门口 看见里面冷冷清清 居然连个上香 请愿的人都没有 自从城里丢失婴儿 郭三等人来闹过一通之后 大城皇爷不灵验的消息 便广为流传 以至于堂堂一郡正神 在百姓心中失了宠 来上香请愿的 自然寥寥无几 城皇正殿门前的墓柱上 也挂着一幅对立 上连写着 行善事心安梦安 平生诸邪不清 下连事为恶者 天知地知 半夜阴神敲门 常然老者又是一声冷亨 迈步进到殿内 妙柱趴在香岸上睡得香甜 寒声阵阵传来 常然老者微微醋眉 随即便凝目而望 城皇神索 在凡夫俗子都看不到的 二层空中阁楼里 大城皇刚刚散了 自己属下的一杆神官神将 司公神力 让他们各回各属 各安其职 大城皇自己回到寝舍 还没来得及休息片刻 就猛然觉得心惊肉跳 如同被锁镇了一样 他当即动用神通 借庙里泥塑木胎一看 早看见有个常然老者 立在正殿之中 神速之下 与他怼视 影神 大城皇竟得脸色傻白 那常然老者就是巴水正神里排名第三的 影神 大城皇惶恐无敌 他知道影神会来的 可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萧神君也是才被诛灭 他怎么就知道了 正要呼唤文武判官等一起出营 影神就出现在了他跟前 大城皇 不必惊动其他神官神将了 你我单独见见就好 影神语气平淡地说道 我们也是好久不见了 一影神大驾光临 小神府下 蓬笔生辉啊 大城皇恭恭敬敬地起礼 影神只是微微拱了拱手 哎呀 守门的侄日神力可恶啊 影神驾到 他们居然不通报于我 大城皇恨恨说道 稍后我就发落了他们 他们没法子跟你通报 因为他们阻拦我入宜门 还问我是谁 被我钉在了宜门的门柱上 影神笑呵呵道 大城皇这里的规矩啊 还挺多的 啊 大城皇吃了一惊 随即便也笑道 听得好 这些蠢才 居然连影神都不认得了 该发 影神自顾自地坐下 看了一眼桌上刚刚泡好的茶 深锈一口 在茶汤失色的时候 他摇头的 哎呀 不算好茶呀 大城皇 要过年了 竟没有好贡品享用吗 大城皇皆叹道 哎呀 小神小妙 如何跟影神水府相比呀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2集 影神一笑了之 又问道 你这庙里为何这等冷清啊 我来时 居然没见到一个上乡请愿的人 大城皇 暗暗复飞 还不是因为你 脸上一副苦瓜香 哎呦 百姓们都敬重影神 信奉影神 好东西都给影神送去 这大箱头啊 也给影神烧的 至于小神这里 不足轻重吧 香火冷清 倒也是 常见的 影神翻动眼皮 哎呀 大城皇这是责怪我 夺了您的香火吗 大城皇连忙起身 哎呦 影神严重 小神奇感哪 坐下吧 只是一句玩笑话 何必认真呢 你是成神 我是水神 百姓所求庇护不同 香火皆有 不会厚此薄笔的 是是是 门前冷清啊 就说明一定出了什么大事 影神目光森然的 大城皇 近来府里 都发生了什么大事啊 大事 没 没有啊 大城皇心想 终于问到正题了 他努力镇定 强笑道 哦 如果说大事 倒是有意见 那可是好事啊 贵水府的小神军 近来在城中 为百姓治病 专制人间名医 束手无策的 疑难怪病 百姓们都交口称赞啊 哦 是吗 影神黑然一笑道 那我儿子 他现在在哪儿呢 大城皇浑身发紧 舌头都有点硬了 这 这个 小神军形势 高深莫测 见首不见尾 小神并不知道 他的踪迹啊 城州还有大城皇 不知道的事情 大城皇打了个哈哈 这个 这个小神军 目前可能已经不再城中了吧 他是已经被杀了吧 影神突然拍案而起 怒戎满面 双眼 双眼已经暴徒 两颈隐隐隐和 像是有腮盖要陷出 大城皇下的头皮发麻 面如死灰 但仍旧装糊涂 这 影神 这 这 这话 从何说起啊 他身上 有我一缕晶元 魂魄 现如今 我已经不可感知啊 影神 私生 说道 只有一个可能 他已经死了 而且神魂 剧灭 说 是谁 干的 小 小神 不知道啊 大城皇 索性 装糊涂 装到底 这 最近都没听见 什么动静 这不至于吧 我跟你 废了半天话 是想对你客气点 你却这样 不深 抬去 影神 五官 争宁道 那好 敬酒 不迟迟 罚酒 我就拆了 你的城皇庙 碎了你的 泥塑墨胎 打掉你 四百年 香火 院里 你尽可以 去找 静师 手作 城皇 告状 说 本尊 八户 大城皇慌了 一一倒地 告扰他 影神气度 人让小神 好好想想 影神面孔扭曲着 恶狠狠地盯着大城皇 突然心中激动 他扭头看向神格之外的虚空 那里有一双清澈透亮的眼睛 正凝望着他 惊恶之下 影神调动神思 瞬间游向自己的神庙 落在自己的神速之上 他看见了一个白衣少年 站在神岸前 盯着自己 一神一仙 如此怼势 片刻间 影神收回了神思 冲大城皇黑然一笑 我来你的庙里做客 而真正的贵客 却去了我的庙里 大城皇啊 你太滑头了 这样不好 不过郑主既然已经找上门来 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影神 耀然而逝 大城皇浑身贪软 突然间感觉 再也不稀罕 自己这个高高在上的神职 影神庙里也很冷清 毕竟人都去太守府闹腾了 陈一山孤零零地站在大殿之中 凝视着影神的塑像 方才塑像上一拟眼灵动 他便知道 影神看见自己 马上就要来了 庙柱很奇怪地捏斜着他 这个少年 尽庙也不烧香 也不请愿 又不跪拜 又不祷告 就直勾勾地看着影神金身 要干什么呀 如果不是看他长得太过于俊俏 气度又实在是太过于出臣不烦 庙柱早就要轰这个不经神明的人出去了 庙柱大叔 你 该睡了 陈一山突然笑着说道 庙柱一愣 心想这家伙说什么疯话 咒觉一阵困意袭来 他打了个哈欠 倒在岸旁浑睡过去 一个常然老者迈步进来 凝视着陈一山 陈一山也凝视着他 死寂 影神墓中金光璀璨 积累数百年的香火怨力 尽情放开 整个影神庙都被他的神道威压所笼罩 可陈一山仍如泥塑木雕一样 丝毫不为所动 一双眼睛清澈透亮 波澜不净 影神暗暗寒手 此次好风骨 好气宇 好定律 这少年似乎也没有多大年纪吧 可我这双金眼 为什么 又看不透 他的修为呢 公子身上没有神器的香火器 也没有妖怪的无灰器 是仙界众人吧 影神先开口了 云梦掌教先师 陈一山 云梦 影神皱了皱眉头 目光深邃 像是在回忆一些很久远的事情 须余间他说道 云梦派的掌教先师 好像是叫叶南兴吧 我记得 在很多年前就是他了 很多年前确实是他 不过 他最近认了我做师傅 原来如此 我还奇怪 云梦派修仙者 并非仙界上流 所以一向不怎么招摇 更不热衷于混俗时染红尘 现如今却换了个喜欢惹是非的掌教 也不知是福还是货呀 陈一山淡淡一笑道 必派的福祸荣窟 不老影神观照 我登门拜访 也不是喜欢惹是生非 影神或许不知 我就是影川军人士 就住在府城 受影水 挤养之恩很多年了 祖祖辈辈都是如此 哦 影神稍稍讶异 我居然不知道自己治下的水域里 还出了一位大仙 惭愧啊 惭愧 影神过奖了 陈一山皆探道 哎呀 说起来 我从小就很敬畏你 跟着家父 还来庙里上过不少香火 献过不少祭品 虽说影神这两年改了规矩 每逢年关 就下令净水 可百姓仍旧把你视为 此方最大的保护神 包括我在内 所以 我是真的不愿看到你走上邪路 辜负我们的信仰 哼 抬起来 影神微微笑着说 请接着说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3集 陈一山点点头 你的儿子 自称金先生的 让陆太守收集百日英 供你享用 你知道吗 影神汉手 我知道 本来就是我手看的 陈一山脸色阴沉了下来 那他在城中诱骗人 献祭 精元魂魄 你也知道 影神似笑非笑的 也是我同意的 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陈一山缓缓摇头 轻声说道 你应该明白 他犯下这么多条罪过 身死神秘 已是活该 更不用提 他还以脱害我父母 差点杀了我徒儿徒孙 哎呀 影神长长的叹了口气 原来他是不开眼 惹错了人呢 陈一山诧异的 上下打量着影神 你居然以为 他是惹错人才被杀的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过 你们做的事情 该被千刀万剐吗 他即便不来惹我 我也要灭掉他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妖怪都不如 影神咬着牙 脸颊稍稍一抽 撕声道 那你知道 他为什么这么做吗 陈一山悠悠问道 不管因为什么 这么做都可杀 影神沉吟良久难难道 唉 该从哪儿说起呢 我被吃风为正神之后三百年 才有了个儿子 他苦袖神道 两次试着月龙门都没成功 只多能活一百五十岁 眼看他手术将近 做父亲的 该怎么办 我只能舍着自己一部分精元魂魄 供他吸收 帮他严命 就这样 他才活到了三百岁 可眼看着 又到尽头了呀 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能活三百岁已经不少 下宠秋缠 不过一季 人为万物灵长 七十古来兮 若不知足 非要强求 天诛地命 影神冷笑 哼 你还没儿子吧 陈一山摇头 没有 影神恶恨恨到 所以 根本就不懂 你若是当了父亲 你若是有了儿子 你也不会让儿子 死在你自己前头的 陈一山沉默有情 想起了自己身患妖毒 命学一线时的情形 父母的胶着痛苦 自不必说 至今仍能感念 他赞同地点了点头道 这话说的是 之前 我也曾姓名垂危 家父家母为了救我 丧尽颜面尊严 甚至愿意隐身换我一命 为人父母的心情 我可以体会 只是自始至终 家父家母都没做出 似影神这般穷凶极恶的事情 穷凶极恶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妄自非以我们父子 唯有让我儿继续吸取 纯粹的干净的京元魂魄 他才能苟活下去 而我 因为京元魂魄有亏 近年来神道大损 也有了毛病 我儿是心疼我 才去找百日英 来补我的亏欠 哼 你们倒是否辞子孝了 和影川郡的百姓们 就活该家破人亡嘛 更何况 你的儿子是儿子 旁人的儿子 就不是儿子了 他们就活该被你吃 活该被你儿子坑害 影神哼了一声道 哼 我在影水为正身 庇护这一片水域 数百年无劳无哉 沿岸风挑雨顺 五谷风登 百姓们得我如此大的恩惠 贡献积蓄性命 就算得了什么 熬水域无哉 是风挑雨顺 那是你的本分 因为你就是水神 做的就该是这些事 赚的也是这份香火情 陈一山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一直享受着百姓的香火供奉 没有他们的供奉 你的神位 你的地位 你的寿命 而今安在啊 到头来 你本末倒置 反倒觉得百姓应该为你牺牲 你错了 你大概以为自己是百姓的父母神吧 其实百姓才是你的一时父母 你说我错了 我为政神六百年了 还有一个仙界中人来教我怎么做神 陈一山想了想说的 人老糊涂 神奇也会 人久经诱惑 可能会利语熏心 神奇也可能会 有很多人会忘本 怕是不少神奇也会 这没什么好避讳的 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我当然也可以 只摘你做神的事物之处 你又何必 汇集几衣呢 影神沉默良久道 你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是有一点 你错了 哪一点 影神恶狠狠道 对一个父亲说 杀他儿子是应该的 这一点错了 陈一山轻蔑的一笑 灭到他是应该的 甚至 我还想灭掉你 替百姓行道 替百姓行道 英神阴瑟瑟地笑着 言语如同从牙缝里 蹦出来的一样 修仙者 远离人世 不惹尘埃 何曾有你这一号 爱管闲事的人物 你修的是什么仙 我曾对一个妖怪说过 我修的是什么 今天不妨再对你说一说 仙道万千 古之凡己 我取其慈悲 但以善念养我道心 何惧红尘俗事 重重烦扰 我就是要管尽天下不平事 皆无穷援 以正大道 影神的瞳孔骤然收缩 精光化作脉芒一样尖锐 所以 你觉得为那些凡夫俗子出头对付我 是值得的 当然值得 因为这就是我的仙道 而你 本该把善待百姓当作你的神道 可你背弃了他们 也背弃了自己 更背弃了自己的道 你有把握对付我 陈衣衫黑的一笑 并没十足的把握 但也还有些 不然我也不至于 来你这神庙与你相见 你想要为此报仇 怕也未必做得到啊 影神脸上的杀气越来越浓 嘶声说道 是吗 你看不透我的修为吧 陈衣衫笑了 但是我能看透你的 一朝月龙门 遍体生金林 黄河中为蒲 赤锋为影神 影神神笑的 我的体系 天下间知道的并不在少数 你倒听途说一些传闻 也不足为奇 这就算看透我了 陈衣衫又说道 你得到七百年 成神六百载 香火鼎盛 信民无数 确实神通广大 可你有一个缺憾呢 精元 魂魄 残缺不正啊 影神脸上的讥讽意味 越发浓厚 精元 魂魄 残缺不正 还是我告诉你的 你知道了又如何呀 对付魂魄 神奇更在行 你们仙界却不行 因为 你们没有阴阳眼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二十四集 是吗 陈衣衫目光一闪 悠然说道 三魂之中 你残缺的是命魂 七魄之中 你残缺的是灵魂之魄 影神陡然一愣 刹那间 已经生出满身寒意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陈衣衫 你修的到底是仙道还是神道 陈衣衫冷笑 在你看来 神仙殊途 在我看来 万法通归 只不过是倚仗的不同罢了 你的倚仗 是香火院里 我倚仗的是天地灵机 术 法 都是细枝末节了 我连妖术 凡人的艺术都能信手拈来 更遑论神术 能看透你的底细 又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影神死死地盯着陈衣衫 还没有开口 一片喧哗声便圆圆传来 拆了影神庙 砸碎影神精神 恶神当中 影神的面色瞬间铁青 陈衣衫也知道 这番谈话到了为生 他伸手一指殿外 听 你的医师父母来问你讨债来了 你还要在这里跟我动手吗 影神沉默了片刻 忽然冷笑道 人心如水 翠世善变 你为他们出头 与我结成死仇 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我只一句话 就能让他们 从敬你 变成恨你 陈衣衫摇头道 是非自有公论 人心 并不如水啊 那就试试吧 试试吧 百姓们潮水般地涌了进来 吼叫着要冲进大殿 此时却突然有一阵浓郁的白雾 蒸腾而起 将整个影神庙笼罩在其中 众人伸手不见五指 正直惊恶之际 忽然听见一道苍老而愤怒的声音 在浓雾深处响起 云梦掌教先师陈衣衫 屠露我儿 此仇不共戴天 以三日为期 陈衣衫如果自尽谢罪 此仇可敏 如若不然 我定会水焰影川 到时候泽国千里 寸草不留 一道雷声炸裂 半空中早有一道巨大的鱼影略过 瞬间 遥无踪迹 影神 走了 他没有选择在自己的庙里跟陈衣衫动手 既因为他看不透陈衣衫的修为 又因为陈衣衫说破了他的底细 还因为他的姓名已经背弃了他 影神庙自此不但不能为他提供香火愿力 反而还会成为他的诅咒之地 唯有回归自己的神府 占据营水之力 才有把握报仇啊 穿衣衫目光透过浓雾直驱高空冷笑道 影神啊影神啊 你还真是老奸巨华 怠毒至极啊 影神临走时说的那句话 是离间 也是疑惑 陈衣衫为百姓除害 本该是英雄 是救苦救难的先尊 可是影神只说的那一句话 就让他成了给全郡百姓 带来祸害的根源 急在农物里的百姓 果然慌了起来 影神要睡晕晕穿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陈衣衫 陈衣衫不是郡城家的公子吗 是他触怒了影神 为什么要祸害我们呢 三天 三天时间 我们往哪跑啊 上游老下游小 几带积累积累都在这儿 我们逃得出影窗吗 大雾之中 一片哀嚎抱怨 一阵先锋卷起 奴武倾刻间消散 众人一下子停止了喧闹 看着一道仙长的人影 缓缓 缓缓从大殿之中走了出来 蚂蚁飘飘 并发长垂 陈衣衫用温和的目光 扫过众人惊恐的脸 在距离人群还有一步之遥时 他站住了 我是陈衣衫 郡城家的陈衣衫 诸位父老乡亲 有认得我的吧 请放心 影神奸恶如此 必定付诸 衣衫 是不会让家乡猛难的 公子是成仙了吗 一个名谋好耻的绿衣少女 从人群里挤了出来 定定地看着她 是雪儿啊 陈衣衫认的那少女 是名义苍狼先生的孙女苍雪 跟自己原本很相熟的 当即微笑道 是啊 我就是那个恶神口中的 云梦掌教仙师啊 苍雪不知怎的 目光突然暗淡了 低着头 默然不遇 那 公子你 你会自杀吗 静默中 忽然有人质问道 陈衣衫惊讶地 看向了人群 这才发现 人群中的绝大多数 都在死死地盯着自己 目光畏惧 且冷漠 陈衣衫彻底惊住了 面对众人麻木不仁的目光 她甚至感觉到了一丝害怕 暗响的 难道真的让影神说中了 人心如水 罪是善病 我替他们出头 他们反倒要恩将仇报 是啊 你会自杀吗 影神说三天之内你要是不自杀 就把全卷给淹了 寸草不留啊 你自己惹下的大祸 可不要连累我们呢 你准备什么时候自杀谢罪啊 陈衣衫的心隐隐作痛 脊背 微微发寒 自杀谢罪 我何罪之忧啊 我是在替你们出头啊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陈公子 苍学气得脸色傻白 眼圈发红 他大声说道 陈公子是好人 他是为了我们才杀的恶神 得了吧雪姑娘 谁不知道你们苍家 想要跟俊成家攀亲戚 你当然帮他们说话了 就是 不过人家陈公子现在成仙了 可看不上你了 雪姑娘 你这还没过门呢 就护上男人了 人群中立刻有风言风语 飘了出来 你们 你们可恶 苍学气得浑身发抖 眼泪如断线 珠帘崩落 陈衣衫怒气 遏制不住地往上冲 脉步向前 一身挡住了苍学 目光冷冷地扫向了众人 苍狼先生大意经常人心人数 你们吃的免费药材中 有不少是苍姑娘亲自采摘的 如今 你们就这么回报苍家吗 恶言恶语 诋毁一个未出阁的姑娘 还知道廉耻吗 人群畏惧的后退 但仍旧有人嚷嚷道 这我们不是针对苍家 就问你 你会自杀吗 陈衣衫的心情已然低落到了极点 她冷笑一声道 你们也不必着急 还有三天时间 到时候 不是我死 就是影神王 人群再度安静下来 雪儿 咱们走吧 陈衣衫轻轻说了一声 呼得拔地而起 连带着苍雪 飘飘然腾空飞去 苍雪猛然升至半空 不由得失声惊呼 慌乱中情不自禁地 一把抱住了陈衣衫的腰 紧紧地趴在了她的后背上 冻也不敢动 别怕 不会掉下去的 爸 落日于灰中 数百人仰望上空 淡见一道雪白的残影 眨眼间消失在了天际 低下头来 众人揉着眼睛面面相觑 一时间又嚷嚷起来 这陈公子真是成仙了 书飞天就飞天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5集 你们说陈公子 真的能收拾得了影神 他成仙了 肯定不怕影神 但是咱们怕呀 影神发大水 陈公子会飞天 咱可不会呀 我说各位 这陈公子 是不是跑了 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妙 我们去他家赌门 对 去陈军城家里赌门 不能让他们留个烂摊子 跑路 走 干什么干什么 郭三突然从人群里 跳了出来 身体拦住众人叫他 我看你们谁敢去 众人惊恶他 郭三 你干什么你 郭三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 陈公子 就是云梦掌教先师啊 是他告诉了我们孩子 是被陆太守偷走的 也是他斩杀了作恶多端的金先生 他是我们的恩人呢 你们现在居然要去他家里赌门 逼他自尽 这 这 这 什么这也大呀 沧雪姑娘说得很对 我们不能这么对待陈公子 郭三激动地说道 他们一家可都是好人哪 陈公子要是不自尽 那我们所有人都得去死 一个干瘦的男人冲出人群 指着郭三喊道 郭三 你少站着说话不要他 你的孩子被偷了 我的孩子没有 他对你有恩 对我刘狗胜没有 你郭三不想活 我刘狗胜还想活呢 你让开 就是 你让开 不少人也翻三覆和了起来 呵斥 郭三让路 郭三怒道 刘狗胜 你说这话还要脸吗 啊 上个月 你婆娘被猪妖掳掠 是不是郡城大人和公子 率领武士们帮你救回来的 陈公子还因为对付猪妖中了妖毒 差点死掉 刘狗胜脸色通红地低下了脑袋 郭三说得不错 一个可疑短打的中年汉子 也站得出来说道 千年 我进山砍柴 被狼群围困一路逃到山洞 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只能搬石头堵住洞口 差点被饿死 如果不是郡城大人和公子 带武士杀对狼群 我活不到现在 我虽是个砍柴的侨夫 也知道恩将仇报 不算人 此话说完 人群里又有不少人默默地垂下了头 哎呀 是啊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接着说 我爱养的牛 在去年 在去年被一条大蟒给生吞了的 是郡城大人和公子斩断蟒头 割开大蟒肚子 把我的牛给掏出来的 哎呀 那牛啊 就是我的命啊 郡城大人和公子救过我的命 我再去堵门 逼人自尽 我 我也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说完 老汉又看向人群中一个老玉 缓缓问道 徐二姑啊 你祖籍不是尹川郡的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你们祖上是因为家乡闹蝗灾 逃犯逃过来的 要是当年没臣家的崇楼老爷子 放粮阵灾 你们徐家人 早就饿死完了吧 徐二姑捂着嘴咳嗽了起来 那我我也不去了 四年前我蒙冤入狱 腿都被打烂了 不是郡城大人替我出头 我侯耀宗能活着出来 一个矮胖汉子 赤红着脸跳了出来 伸手指示人群 还有你 郕宝贵 你儿子怎么当上 郡府武士的 你不清楚 还有你程小旺 公子没救过你的命 还有你 你 你 侯耀宗一个一个的指着教道 你们谁没受过 郡城大人和陈公子的恩惠 良心哪 你们的良心 都被狗吃了 人群中几乎一多半的人 都羞涨得脖子通红 黯然 无语 老侯说得太对了 郭三索性站到了庙里的石骨上 居高临下 叫道 你们哪个敢拍着胸脯子说没受过臣府的恩惠 有钱站出来 敢昧着良心说一句瞎话 让雷劈了他 几乎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没有人敢直面郭三的目光 直面郭三的质问 这些年来 陈太清身为郡城 大共无私 屡屡冒着生命危险 率不出妖灭声 为郡府百姓救危劫难 陈一山从十二岁开始 也跟随父亲四属厮杀 可算是父子英雄 有口皆碑的活人巫术 再加上陈崇楼在世的时候 本就是郡里有名的大善人 屡屡仗义书才 皆济穷人 可谓是积善之家 世代恩责 所以郡府之中 几乎所有人都或多或少 受过臣府的恩惠 还真是没有谁敢发毒誓 冒着被雷劈的风险 站出来耍屋来 许久 才有一个弱弱的声音 底气不足地从人群里传出来 陈公子成仙了 他不怕死 可我们怕死啊 他一个人死 总好过我们这么多人死吧 谁说的 给老子站出来 郭三破口大骂 没人应声 也没人站出来 有胆说没胆站出来 做你乌龟王八蛋去吧 郭三骂骂咧咧道 你也知道说这话不光彩 不露脸吧 郭三 你别一直骂街呀 你说咱们能怎么办 刘狗胜哭丧着脸问道 陈公子是成仙了 那是因为人家善事做得多 所以福报就厚 这样的人家 我不信能被恶神给灭了 郭三拍着膝盖一蹦多高 骂得吐沫星子乱喷 你们就作孽吧 我郭三不是什么大人物 也不知道 如今遇上这事该怎么办 但是我死去的老爹 从小就教我 做人要知恩图报 不然猪狗都不辱 你们要是不怕遭报应 不怕坏良心 不怕下辈子当猪当狗 你们去堵陈府的门吧 就去逼陈公子 陈先生 让他自尽吧 我郭三不做闹钟 大不了就是个死骂 怕死的是婆娘 郭三你嘴里放干净点 婆娘怎么了 我是婆娘 哭也不怕死 我念郡城大人一家的恩情 影神是个恶神 他要逼陈公子自尽 我张拉尼是第一个不服 要死 我也跟陈公子一起死 人群中一个妇女气势汹汹地说道 好 张拉尼子你巾帼不让须眉 从今往后我郭三佩服你 你比你们家男人还强 郭三冲张拉尼子竖起了大拇指 你跟陈公子一起死 那我算啥 再说了 陈公子能愿意吗 张拉尼子的男人在旁边闷闷地问道 惹得众人一阵哄笑 张拉尼子回身就拧了他男人一把 死鬼你给我等着 看我今晚回去怎么收拾你 哎呀 郡城一家都是好人哪 别堵门了 堵什么门哪 都各回各家吧 杨老丈叹息了一声道 郭三说得对 咱们不能昧着良心 去堵门逼公子自尽 那是要遭报应的 徐二姑也扯住了自家的两个儿子 走 我就不信那恶神能一手遮天 皇宰都没饿死咱们家人 能叫恶神吓死了 谁也不许去为难郡城大人和陈公子 我也不许 我信陈公子 回家守着 陈公子都已经成仙了 还怕什么 烟就烟吧 算个球 陈公子说 三天之内要恶神好看 就是怕什么 死了也得求找上 千万不能做软蛋人 咱二十年后 还是条好汉吧 处理完陆太守的事情 不放心百姓们的陈太清 和吴构道长也来到了影神庙 恰在一门外 听见了这番议论 陈太清目光中 盈润有光 渲然欲涕 吴构道长静幅地看了陈太清一眼 忠心说道 君城大人 人心向背啊 听到今天算是真正见识到了 陈先长那样宅心人厚 也是君城大人 言传身教的功劳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6集 咱们回去吧 陈太清连忙揉了揉眼睛 笑道 哎呀 这恶神庙门口的风沙 也太大了 是啊 贫道的眼睛 也被迷到了 陈一山带着苍雪直奔苍下 他们两个落向院子里时 苍狼先生正在收拾亮晒的药材 突然感觉到 有团黑影笼罩到了头顶 不禁吓了一跳 他仰面看时 见是空中有人飘露 不由的惊呼道 哎 妖 妖怪来了 先生 是晚辈啊 我是一山 啊 啊 是一山呢 你 你怎么 从天而降啊 哦 是了 领尊说你去云梦修仙了 你 你这么快就修成仙了 都会白日飞升了 苍狼先生惊喜交加 凑近了陈一山正要续道 突然觉得不对 一山这孩子的腰上 怎么多出来一双细嫩小手啊 身头往陈一山背后一看 嘿 竟然有个女人 苍狼先生压得一声惊呼 哎 一山 你 你怎么还背了个女人回来 你 你 你这成何体统啊 谁家的女子这么不知羞耻 光天化日之下 搂搂抱抱的 快撒开手 老夫看不了这个 是啊 雪儿 你快放手吧 已经到你家了 陈一山被勒得也不舒服 嘟囔头 你怎么这么重啊 手劲也挺大的 还有什么东西 鼓鼓 软软的 一直顶在我后背上 陈一山 苍雪脸红的 像个熟透了的番茄一样 恶狠狠地吼了起来 啊 是 是雪 雪儿 苍狼先生目瞪口呆 怎么也没想到 趴在陈一山背上 不知廉耻地 搂住陈一山腰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的乖乖小孙女 苍雪之所以一直贴在陈一山背上 没松手 是因为腿被吓软了 落地半天才缓过劲来 此时松开手 恨恨地瞪了苍狼先生一眼 又跺跺脚 瞪了陈一山一眼 快步冲自己闺房跑去了 陈一山恶然道 哎 他为什么生气啊 哦 先生 您又让雪儿采药去了吧 下回告诉他 别塞在胸口了 脱不自在 苍狼先生已经是明白过来了 提起拐杖 朝着陈一山乱舞起来 你这个灯徒子 你这梦浪货 还敢胡言乱语 怎么了这是 陈一山吃惊道 哎呀 先生 你干什么打我 我怎么梦浪了 苍狼先生的拐杖挥舞得更凶悍了 你 老夫打死你 晚辈 告辞了 陈一山 陈一山堂堂仙人 竟感觉招架不住 苍狼先生的拐法 慌忙把双脚一蹬 拔地而起 狼狸不堪地 飞离苍家 混账小子 你给老夫回来 你成仙了不起啊 你回飞天了不起吗 有本事给我下来 苍狼先生挥舞着拐杖 义愤填膺地 在风中怒吼 哎呦 爷爷 您别再叫骂了 苍雪在屋里喊了起来 苍狼先生气呼呼地 回屋找孙女 一进孙女的闺房 就瞧见他脸色 仍旧红得厉害 眼睛里隐隐有泪水 脸上还残留着泪痕 苍狼先生顿时心疼坏了 他的儿子苍海先生 原本也是一代名医 可在早年间 为了配置解毒的药剂 不惜亲身施药 结果种剧毒不知身亡 苍海夫妻的感情极好 在丈夫死后 苍海之妻不愿毒活而自尽 只留下了苍雪 跟爷爷相依为命 可以说 苍雪就是苍狼先生的一切 眼看苍雪渐渐长大成人 婚事就成了苍狼先生的一块心病 府城之中与苍家门当户对的人家很多 可没有一家的男子被他看上 直到后来有一天 苍雪悄悄溜出家门 独自上山去采药 结果不慎跌入山溅之中 不见踪迹 恰在那天 陈一山到山中猎兽 瞧见有人落水 便毫不犹豫地纵身跳下 奋力去追 最终漂泊进十里之遥 在瀑布边缘将苍雪给救了上来 那时候的情形真是凶险至极 与陈一山同行的武士回来后说 哎呀 若是陈公子烧迟片刻 苍姑娘就得坠崖身死不可呀 苍狼先生对陈家千恩万谢之余 自此也看中了陈一山 他越接触越发现 此子性情豁大 急功好义 为人和善 又极恶如仇 而且长得也好 本事也高 又是名门之后 简直是无可挑剔 再加上陈一山救出苍雪之后 脱离而生病 是苍雪跑去照料陈一山的 等陈一山身体复原之后 苍雪仍旧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去见陈一山 苍狼先生看在眼中 会议在心里 孙女 这是看上了陈公子了 直到陈一山中妖毒之前 两个孩子相处的都很和睦 所以苍狼先生不惜舍下老脸 冒着被人诟病攀大户的坏名声 在陈太清那里屡屡提起儿女婚事 要撮合苍雪与陈一山 陈一山夫妇俩倒是不在意门户之间 只是陈一山自己热衷于武士 无意造婚 苍狼先生为此还沮丧了很久 再后来陈一山身中妖毒 苍狼先生是除了陈家人之外 最为痛心疾首的 他甚至不敢告诉自己孙女实情 只说陈一山是被仙人救走了 肯定会没事的 结果没想到 陈一山确实是没事了 就变成了个坏小子 当着自己的面 调戏自己 乖乖孙女 什么鼓鼓的软软的东西 什么别塞进胸口 这等不知廉耻的话 也说得出来 雪儿 你放心 那小子敢轻薄你 爷爷肯定饶不了他 苍狼先生愤愤地说道 什么狗屁仙人 我看这小子上了云梦 根本就没学好 我怪他 他一直都是笨笨的 从前就是这样的 苍雪脸颊红扑扑地说道 什么 苍狼先生大怒道 他从前就这么坏 你怎么不告诉爷爷 亏爷爷还以为 他是个正人君子呢 哎呀 您不明白 他才不坏呢 他就是正人君子 傻姑娘啊 他 他就是流氓成那个样子 还不坏 您您您 您别说了 都怪您 苍雪突然冲自己 爷爷发起了脾气 怪我 我怎么了 苍狼先生恶人 您要是当初能治好他 他也不用去云梦山了 他 他上云梦山是好事啊 可谁知道 他不学好啊 什么 他要是不上云梦山 他也不会成为仙人 他成为了仙人 我 我 我以后还怎么跟他 他肯定在 他 他 我怪您 苍雪突然埋头 哭了起来 苍狼先生 瞠目结舍 哎呀 这个 哎 雪儿啊 你别哭啊 那小子成了仙人 又怎么了 啊 我跟你说不明白 苍雪伸手推着 苍狼先生 爷爷您出去吧 苍狼先生 莫名其妙道 这不是 我 我招谁惹谁了 您招惹我了 苍雪跺脚道 您什么都不明白 您也奔死了 快出去吧 哎呀 好孩子 爷爷明白了 你是埋怨爷爷 没给你出气是吧 好孩子 你别哭了 爷爷现在就去陈佛 找那小子算账 啊 郡太守我都不怕 更不怕他爹是郡城 仙人怎么了 他还能打死我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7集 苍狼先生自认为明白了孙女的心思 当即就放出豪言壮语 准备去臣府干架 您敢 苍雪吓了一跳 也不哭了 您要是去他们家 您要是敢打他 骂他 我 我以后就不叫您爷爷了 我就不回家了 我还扔山间里的水 还把我冲走算了 我 你 他 哎呀 你这孩子 你到底是怎么了呀 苍狼先生重重地用拐杖遁地 然后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苍雪的心思 他确实明白不了 虽是名医 可也看不透 这女人的心呢 苍雪当然知道 自己静慕的陈公子不坏 更不是登徒子梦浪人 他就是蠢 感情这种事情 永远都是女孩子更早成熟一些 当然在身体上也是如此 男人嘛 往往是后知后觉 苍雪哭得那么伤心 不是因为陈一山说她的手劲太大 那个蠢货根本就不明白 女孩子只有在抱着自己心爱的人时 才会用尽全身的力气 苍雪的伤心也不在于陈一山说的吃胖了 那个蠢货根本就不明白 什么叫做属于女人独有的风雨 她只是伤心 他只是伤心陈一山变成了仙人 而自己还是个凡夫俗子 凡夫俗子就算长得再好看 长得再风雨 能配得上仙人吗 而爷爷什么都不懂 自己还不能明说 陈一山心情郁郁寡欢地飞回到臣府之中 那些老百姓逼她刺杀 实在是寒透了她的心 送雪儿回家 本来是一件好事吧 结果又莫名其妙地挨了苍狼先生一顿打 还被骂灯徒子梦浪人 自己哪里浪了 这一天真是糟糕透顶了 她本来是要给母亲请安的 但是在心绪不佳之下 又唯恐强颜欢笑被母亲看穿 反而惹母亲担心 所以便没有登堂入室 在墙角下默默站了片刻 她静止从中亭穿过 走向后院花圃 想要随意溜达溜达 散散心再说 亭中已经收拾得相当干净了 叶南星正在后院花圃里 摆弄被损坏的花木 雨晴则叽叽喳喳地在旁边说话 两个仙子都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巧笑奄然 雾盼生辉 相应城区 动静皆妙 陈衣衫远远地望了几眼之后 便觉得此间甚是美好 心情渐渐好转 不觉已经是少了许多烦恼 她快步走了过去 小师祖回来了 雨晴看见她 立刻就眉开眼笑地飞奔迎去 扯住胳膊 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 那条臭金鱼 打破了咱们家好多花草树木 那奶奶都说很贵的 心疼死了 不亏了师父 正有仙术救那些花花草草呢 可是有些实在救不过来 臭金鱼坏透了 到时候咱们打上影神水府 一定要抢他们一些宝贝回来 最好是有什么玉珊瑚之类的 这样才算够本 陈衣衫挺得头大 怎么就成咱们家了 还要抢劫影神水府 这死丫头越来越不让人伤心了 叶南星微笑着起身 盈盈一半 恭迎掌教仙师回府 咱们之间没有这么多理解 陈衣衫醋眉的 你本来就受了伤 怎么还浪费灵气 治这些花花草草的 叶南星低眉顺眼地说 回掌教仙师的话 老夫人说 这几株花叫素心辣眉 很是贵重 是掌教仙师当年亲自从陵县移植过来的 好不容易才养活 还有这几株春蓝 冬天奈寒 能饮雪开花 都是掌教仙师喜欢的 若是坏了死了 掌教仙师该伤心了 陈衣衫心中意暖 感激地看了他一眼 柔声说道 辛苦你了 蓝星 现在你去休息 我来拜登 是 叶南星虽然答应 但仍旧没离开 雨晴又扯着陈衣衫的胳膊 小师祖 先别摆弄花花草草啊 你刚才没有再听我说话吗 怎么什么时候打上眼神水腑啊 你去见那老臭鱼了吗 见到了吗 难道已经打过了吗 打死了吗 我和师父都没听见动静啊 雨晴啊 你去提些水来 不要井水 要南城护城河里的水 陈衣衫吩咐道 小师祖一回来就使唤我 却让师父歇着 雨晴嘟嘟囊囊地去了 陈衣衫支走了画老雨晴 心情渐渐宁静下来 他指引着灵气一缕一缕的滋润那些折损的辣梅和兰花 扭头看了眼陪在身边的夜南兴问道 我母亲在内室吗 老夫人说 是掌教仙师许久没有回过家了 怕是会想念她的手艺 所以要亲自下厨了 陈衣衫眼前一亮 夜南兴有些羞灿地说道 弟子 弟子不善烹调烦尖餐食 所以 所以没能给老夫人帮忙 只能料理这些花草 陈衣衫道 没事 我母亲也不会先述呢 更不敢跟恶神打架呢 夜南兴偷偷抿嘴笑了 以后啊 也别叫老夫人老夫人的了 我母亲不喜欢别人怎么称呼她 她怕自己啊 被叫老了 更何况 我也没娶妻 家里也没有少夫人 自然就没有老夫人呢 是 哎呀 你别这么拘谨 我们是闲聊 又不是对部公堂 一口一个事 还怎么聊啊 那弟子 弟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随便说什么都行 陈衣衫也是心情烦闷 有意要散心 夜南兴沉默了半天 忽然问道 长教先是以后 要娶妻吗 陈衣衫一争 随后摇头道 哎 不知道呢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掌教先是要娶什么样的妻子呢 哎呀 也不知道呢 等娶的时候再说吧 掌教先是可真是随意 啊 什么 可这种事情 我毕竟没经历过呀 哎对了 南兴 你为什么一直没嫁人呢 弟子是修仙者 这仙人不能有眷侣的吗 可以有 那你为什么不嫁 你都一百多岁了吧 掌教先是 呃 怎么 我现在不想说话 哎呀 好好好 那不说这个了 谈点别的 呃 你跟我讲讲 我高祖爷的事情吧 毕竟你们俩是同辈人 他生前还没我呢 掌教先是 又怎么了 我 我是真的不想跟你说话了 有一搭没一搭的 胡言乱语着 两人竟然都彻底放开了束缚 就此聊了起来 陈衣衫阴霾的心情 在不知不觉中 竟也渐渐变得晴朗起来 影神错了 人心并不如水 就像叶南兴和雨晴 刚认识他们的时候 他们既冷漠又无情 可是自己在救了他们之后 他们能舍命去保护自己的父母 非要叫起针来 人心倒也如水 是善变 但大多数都是向着好的地方变的 只要是真的被感化了 老百姓们也是最值得好坏的人 不可能会负恩薄情的 远处 几个调皮胆大的丫鬟 远远偷窥着 嘀咕的 咱们公子真的生仙了吗 怎么还来摆弄那些花草啊 叶仙鹅还是仙女呢 不也摆弄花草吗 就是 你个小题子懂什么呀 这叫夫畅妇随 您瞧 叶仙鹅多像咱们公子的小夫人呢 陈一山跟叶南星早又听到了 瞥了眼脸颊通红的叶南星 陈一山起身大声喝道 阿财 再乱说话 我告诉母亲拧你的脸 公子的耳朵好长 几个小丫鬟嬉笑着跑掉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8集 你别在意啊 陈一山笑着对叶南星说道 我们陈府里啊 向来没有什么大规矩 所以纵容他们顽皮惯了 什么话都敢说 弟子不在意啊 叶南星咬着嘴唇 似笑非笑地说道 弟子的耳朵又不长 什么都没听到 哦 陈一山低头继续摆弄花枣 突然觉得哪里不对劲 什么叫弟子的耳朵又不长啊 难道长叫仙师的耳朵长 抬头看叶南星 已经捂着嘴 笑得花枝乱颤了 陈一山哼哼道 胆敢计讽长叫仙师 你看我以后怎么罚你 叶南星瞪着一双妙目 长叫仙师准备怎么惩罚弟子 罚你 传授无垢道长先罚 啊 长叫仙师还是饶了弟子吧 弟子 弟子宁愿下厨去学做饭 哈哈 无垢道长 就那么找你讨厌呢 是啊 弟子看见他那张脸 就想把他的胡子都给刮了 还是让雨晴叫吧 哎呀 你只是想想而已 雨晴怕是真的会动手 把无垢道长的胡子给刮干净了 人家可是留了好几十年呢 你们不许作念啊 两个人说着笑着 不觉已是月上柳烧头了 华光洒落满地 如霜似雪 陈一山俯着身子 叶南星俏丽在旁 本来相隔齿鱼 叶南星一抬头 却瞧见地上 是两道紧紧一尾的人影 脸瞬间变烫 陈一山猛回头 看见月下叶南星 玉面生粉 娇嫩无比 也不禁一争 怎么又变好看了 这 这花还能救活吗 叶南星见陈一山 睁睁地望着自己 不免心下慌烂 还以为她看出了自己的异样心思 连忙问了一句 移开话题 已经活了 陈一山果然不再看叶南星 又专心致志地 摆弄起素心腊梅了 哦 叶南星心下有了点微微的失落 随口又问道 这花什么时候会开 开了以后好看吗 你等着 陈一山继续以灵机观众 虚余间竟然有几个被雷缓缓绽放了 眨眼间并开出了一片黄色的花瓣 开了 叶南星一阵惊呼 映着月光 但见那梅花丝丝融融 晶莹剔透 芳郁的香气 私下里弥漫 叶南星难难说道 好美啊 好香啊 美吧 陈一山满足地站了起来 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道 总是有人说 女人美得像花儿一样 那是他们没见过 我这素心腊梅绽放的样子 哪有女人能比她好看呢 叶南星历时无语 我说的对不对 陈一山还征寻叶南星的意见 也就一般吧 一般 陈一山愤愤地道 你还是不懂欣赏啊 也不知道是谁不懂欣赏 这时候 雨晴提着水回来了 小脸愤愤 小师祖 你干什么 飞阳湖城河里的水啊 而且还是南湖城河 害我跑了那么远 哦 是吧 辛苦你了 呀 怎么开花了 哇 这花好漂亮啊 好香啊 云梦山上的花还要美 还有香 雨晴一见梅花绽放 顿时又惊呼赞叹起来 看吧 陈一山得意地撇了叶南星一眼道 雨晴才是识货的 叶南星撅起了嘴 暗自付费 本仙女现在根本不想说话 小师祖 是要护城河的水 浇这些花吗 陈一山摇头的 不要 他们是耐汗耐寒的 浇太多水啊 反而不宜成祸 雨晴愕然 那你让我提这些水干什么 呃 啊 方才是我觉得你话太多 说得我头疼 所以就给你找件事情做 你还是把水倒回护城河里去吧 毕竟这水也不怎么干净 习做饭都不成 没出用啊 小师祖 雨晴张牙舞爪地冲了过来 陈一山黑的一笑 闪身远顿 已经出了后厨 在远处亭子里窥探了半天的陈夫人 不禁摇头叹息 这孩子 刚才跟大的说说笑笑 现在又招惹小的 到底看上哪一个了 突然心中一动 陈夫人暗自失声道 坏了 这孩子多半不像他爹那样转一 怕是要大小通吃 臭小子 陈一山的心情 在夜南星和雨晴那里得到了平衡 也想明白了 在大难来临之际 恐慌是人类的本能 做出趋利避害的严刑举止 不足为惯 但是陈一山也相信 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 纵然是畏惧恶者 也绝对不会助纣为虐的 等陈太清和吴构道长回来之后 对他说了在影神庙外的见闻 陈一山更是心情畅快 果然 人心是最能分清是非善恶的 也都能做出正确的抉择 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 自己是离开的早了 也难过的早了 其实大可不比 父亲 您是怎么处事陆太守的 一家人用过晚餐后 夜南星和雨晴被陈夫人 拉走闲聊去了 吴构道长迫不及待的 要沐浴三遍 洗白白换小衣 陈太清 陈一山父子二人 便在书房谈论了起来 陈太清说道 我已经派遣 郡府武士 把太守府严密监管 不许任何人进出 一来是怕陆太守 与外界通连 多生事断 二来是怕陆太守前逃 难以追责 再者 也免让百姓 不知轻重 床府打死了他 我又让郡府别家 写了急报 派快马持网京师 奏于皇上 让朝廷来定夺 陈一山点了点头 认为父亲处理的 已经足够缜密 他说 朝廷肯定是会派专员 来处理此事的 近时 陆太守大概难免一死吧 陈太清不屑道 幸陆的 在朝中虽然有靠山 可干出这种龌龊的勾当 怕是没人再敢保他了 更何况 激起地方民变 历来都是朝廷 最深恶痛绝的事情 幸路的这一次 难逃险路 我看哪 他能保住全尸就不错了 朝廷 应该也会任命父亲 为下一任郡太守 若真是如此 万望父亲不要推辞 对于颖川郡的未来 陈一山自然是希望 父亲能担当重任 那样会是颖川郡 百姓的福分 陈太清不是虚伪的人 他也自认比陆太守 更有资格统设颖川郡全局 当即凯然说道 嗯 如果朝廷真有任命 我自然当仍不让啊 陆太守的事情 便算搞一段落 陈太清瞎了一口茶 问儿子他 哎 你去见影神的结果怎么样 啊 见到他本尊了 陈一山把自己 与影神的交谈细节 对父亲和盘拖出 陈太清听了惊恶不少 又心忡忡道 三天之内 他真的敢发大水 让整个影川郡 变成千里泽国吗 这等丧心病狂 就没有更大的神尊来管他 据儿子所知 水系正神 以河江为首 影神原本是河神的进士 所以在手中用 成为影神 他大概认为河神会保他 所以 有失无恐吧 陈太清拍案而起 怒气冲冲道 神气之间 也如此袒护 所以这件事情 十分凶险 陈一山忧虑道 儿子本来 是有一个保命符的 可以请来一尊大神 帮忙庇护影传 但是那尊大神 也与河神关系亲密 唯恐请他来 也仍旧是袒护影神 更何况 儿子之前 已经麻烦过他不少事情了 没有再三再四 劳烦人的道理 所以儿子思来想去啊 觉得这件事情 还得靠我们自己努力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29集 你能胜得过那恶神吗 陈太清看着儿子满怀期望道 如果能胜得过 就趁早诛灭了他 陈一山苦笑道 如果不是叶南星拼命 耗费了小神军 大量的神通 儿子又有蚂蚁遮掩修为 又慧眼窥视破绽 恐怕也难省得过小神军呢 影神比起小神军来 更要神通广大得多 儿子怎么可能灭得了他 那 那你们神妙相会 你不是把他吓走了吗 他看不透我的修为 反而被我看穿了破绽 所以才不敢直接动手 决定会神府 占据地理优势 水淹影川来报复我 真要在神庙就动起手来 儿子 十有八九是回不来的 陈太清一阵心计 脸色傻白头 那 那你和叶仙娥 与情联手呢 陈一山摇头 也是不成啊 差距太大 难依靠数量取胜啊 陈太清有点绝望了 那再加上天宝大法师 陈一山苦笑道 哎呀 父亲 巫狗道长只是个凡人呢 他虽然精通一书 能降服些小妖小怪 可对上影神 那就是天地之别了 陈太清怀揣着最后一丝希望 乐乐问道 那 那如果 有郡府大城皇站在我们这边呢 陈一山 陈一阴道 倒是可以联络 若是大城皇还有担当 能调集我影川郡 治下所有的县府城皇 和影阴县 阳笛县 影阳县 昌县灵县 射县 六处神官神将 司公神力 共同抵御影神 或许还能有一半的胜算 陈太清 倒抽一口 凉气 惊恶道 这样 才有一半胜算 陈一扇 眉头紧锁 悠悠说道 是啊 毕竟是 八水正神 排名第三的大神君 七百年前 越过龙门的 又享受迎水流雨 数百万生灵 六百年的香火运力 远非一般神气 可比呀 所以父亲 您 要做好打算 陈太清 心头笼罩了 一大片阴云 连声音都暗压了 哎呀 你要为父 做好什么打算呢 陈一扇一边 凝撕 一边缓缓说道 首先 儿子觉得 父亲 应该以 郡府的名义 下达告示 告知 全郡一府 六县百姓 让他们知道 这场祸事的 前一后果 也让他们做好 洪灾来临的 心理准备 那样 会引起大乱的吧 陈太清 沉吟道 一旦此事传开 局面 怕是会不可收拾 陈一扇摇头道 哎 父亲 满是满不住的 方民之口 深于方川 就算官府 不出告示 消息 也会从 府城之中 流传出去的 父亲要知道 谣言四起 才会酿成 不可收拾的 最坏局面 唯有开诚不公 才可能稳定 民心 毕竟 百姓最怕的 不是有灾难来临 而是灾难来临时 官府态度不明啊 嗯 你说得对啊 为父惭愧啊 我会在出事告示的同时 做好安抚工作 陈一扇知道 自己父亲的压力有多大 他有些后悔 急早地跟影神摊牌了 甚至后悔当初 没有听大成皇的话 若是留住小神君一命 或许 还算了 事到如今 并没有任何后悔药可以吃 只能是未雨绸缪 做好最坏的打算 尽一切能力 把损失降到最低 他说 安抚是必要的 供要紧的 是官府要拿出应对举措 父亲 如果能率领全郡百姓 在三天之内 撤离到安全之地 儿子 便没有后果之有 即便是与影神 临斩失利 父亲和全郡百姓 也不至于被洪水殃击 陈泰青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撤离到安全之地 你是要为父 率领数百万百姓 脱驾带口地离开影川郡吗 三天时间 怎么可能做到啊 陈一山道 不必离开影川郡呢 父亲可以带领百姓 上山避祸 儿子觉得 影神即便 用大神通 掀起滔天巨浪 也不至于能没过 咱们郡内的轩辕山 金鸡岭吧 更何况 凡是大山明山 里有山神 他们也不会让洪水 淹没自己的山头 影神再怎么疯狂 也不至于得罪所有的神器 父亲 觉得如何呀 陈泰青私存了半天 然后说道 官府的告示可以下达 百姓最好也要撤离 但为父说过 要与你共进退的 达护亲兄弟 上阵父子兵 没道理 儿子去跟恶神拼命 当爹的先跑路了 陈雨山洞容道 父亲 你我二人若是都不在了 母亲该怎么办呢 更何况 你以后 还要负担起 全郡百姓的将来呀 哎呀 傻孩子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你以为我和你母亲 还能活吗 至于全郡百姓的将来 也不独独在为父身上 朝廷有的是好官 不缺为父一个 可是 好了 这件事情不必多说 我已经决定了 就这么办 陈雨山叹息了一声 没有再劝 他知道自己父亲的秉性脾气 既然认定了 多说也没什么用了 不过陈雨山心中 也暗暗打定了主意 三天之后 一旦被迫无奈 必须与影神决一死战的话 就让无垢道长 带走自己的父母 哪怕是打晕之后 带走也在所不惜 绝不能让他们落入死地 还有夜南星和雨晴 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 也要想办法送走他们 不能让云梦一派 彻底终结在自己这个半路上山的 长教仙师手里 至于自己 只能是以死谢罪 但愿自己这一命 能换回影川 全郡百姓的安全 儿子 当然听父亲的 打定了主意之后 陈雨山假意顺从道 明早 儿子就去城隍庙 拜回大城隍 上一自身 陈泰青伸手重重地 派了派儿子的肩头道 也不必过于忧虑 吉人自有天相 你中了妖毒都能因祸得福 转位为安 为父相信 这一劫 咱们也能扛过去 陈雨山握住了父亲的手 深深用力 儿子 为父 还有个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你得跟为父说实话 陈泰青正今微作地说道 父亲请问 陈雨山见自己父亲脸色十分凝重 也不知道会问出什么样的天大事情 不由地也做得端正 陈泰青道 如果这一劫 咱们躲过去了 你是准备取叶仙鹅呀 还是取雨晴啊 父 父亲 说什么 陈雨山大吃一惊 差点栽倒 还以为自己幻听了 你总不能两个都要吧 陈泰青瞪了儿子一眼 男人 要有担当 可不能太花心了 陈雨山无语道 不是 爹 咱们正在聊这么正经的事情 您 您怎么突然开始胡说八道起来了 这 这都哪跟哪啊 他们是我的弟子呀 你这是什么话 为父哪里胡说八道了 该打 陈泰青一脸严肃的 再说了 婚姻大事怎么就不正经了 你也别不好意思 什么弟子不弟子的 他们没跟你学过一点本事 而且你母亲还告诉我 你挑戏人家两个 这苗头可就不对呀 陈雨山欲哭无泪啊 哎呀 我什么时候挑戏他们两个了 你母亲 难道还能说谎 陈泰青 不满地瞥了儿子一眼 起身道 你也老大不小了 精力旺盛 血气方刚 爱慕家人 倒也没什么错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吗 更何况 是俩仙女 陈雨山顿时无言以对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一百三世纪 为父提醒你啊 身为男人 要有担当 绝不可以满地 夜仙女和雨晴 事都不错 但雨和熊掌 不可见得 你也别打算 左拥右抱 一气一切地 向其人之福 到底中意谁啊 你在闲暇之余 得好好想清楚 陈雨山有些凌乱了 嗯 作为过来人啊 为父 可以给你提一点 小小的建议 夜仙娥长得 虽然像十七八岁的 小姑娘也更好看 可她毕竟 年龄实在是大你太多了 常言道 女大一宝金鸡 女大三宝金砖 可从来没说过 女大九十七岁 报啥的 所以为父建议啊 你着重考虑一下雨晴 这姑娘虽不如夜仙娥美貌 但胜在心眼更实在 年纪也更小啊 陈雨山更加灵了 这孩子怎么一直不说话呀 怕是为父说的太多 你一时间听不明白吧 好好想想啊 陈太清爱抚地 摸了一下儿子的脑袋 先停散步似地去了 陈雨山彻底凌乱了 这一夜 叶南星和雨晴 都住在陈府 吴构道长也在相防安人 陈雨山本来回了房间 可因为影神的事情实在是心思烦乱 根本无法入眠 于是在深夜之中又悄悄溜了出来 独自坐在后院亭子里 抽出悬婴灵剑一遍又一遍的画幅加持 也不知道加持了多少遍 悬婴灵剑已经抵受不住 发出嗡的颤音 哆哆嗦嗦 陈雨山便不再画幅 让小剑剑仿飞自我 悬婴灵剑在空中一圈又一圈的盘旋 陈雨山百无聊赖地看了一圈又一圈 夜空中繁星璀璨 闪闪熠熠 陈雨山却呆呆地私存着 自己看过的典籍中 还有哪些妖术艺术 是能为自己所用 届时可以作为抵挡影神的资本 但反复思量之后 她得出来的结论仍旧是 修为不够 若是自己的修为在更上层楼 气海顶炉之中的灵气再多出一尺来 根本不需要更多的竖法 大概也能对付得了影神 她喃喃自语 为什么我的修为就停滞不前了呢 想起来 自己在落水对洛神姐姐出手 可是救了两百多条人命啊 那该是多大的闪缘呢 可是到头来居然没有接纳 回到影川郡之后 自己又出手灭掉了小神军 救了夜南星 雨晴 也救了自己的父母 还间接救了二十多名被盗走的婴儿 这也该是极大的闪缘吧 怎么也没有接纳 倒是轻落他们被洛神安排高救 自己所结的补丁发生异变 修为稍微在归海阶段又精进了一些 难道说洛神是冲着西夷老祖的面子 没有对自己痛下杀手 所以那一传人获救 并非是完全出于自己努力的结果 这才导致了麻衣 接纳不成 至于小神军 莫非是因为幕后有更大的元凶手握影神 不出影神 真那就结不了 唉 他悠悠叹息 原以为有麻衣在身 慧眼在望 修仙会变得很简单 可没想到还是难呢 这世上似乎就没有什么特别容易的事情 长教仙师 你叹什么气 亭外 忽然传来一声关切的询问 陈一山愣了一下 自己专注于思谋影神之时 居然放松了警惕 身边来了人都不知道 玄英灵剑刷的飞落 立在亭子前头 似乎是在给主人警戒 陈一山抬头看去 只见月下走来一个女子 绣发长锤 竖着一个金环 淡淡生辉 浑身白衣 如雪般光洁 倒是与自己的麻衣十分相配 再看那女子的眉眼 笑里无双 一席很熟悉的样子 陈一山竟有些发症 你 你是谁啊 是弟子南星啊 那女子称怪的 长脚先是故意装作不认识弟子吗 是南星 陈一山哑然失笑道 你 你没有竖起发际 又换了一身白纱衣 样子 哪点也像是变了些 我没有认出来啊 叶南星也觉得好笑 夜里要休息 自然换身打扮 弟子只不过是喜静千华 不识粉黛 长脚先是可就认不出来了 你耳朵是长 但这双眼睛 是真不好使 胡说 我的耳朵不长 眼睛是最好使的 你怎么不休息啊 深夜里出来了 于晴一直缠着我说话 我实在头疼得很 还不如出来吐吐气 再说 修仙者与凡人 体质迥然不同 本来就不必休息多久 陈一山乐道 于晴化老 还不是因为你管教不严呢 叶南星撇嘴道 以前在山上 他也没有这么多话 是下了山之后 才成了这个样子 红尘俗世 真的能让人焕然一变 连修仙者也盖莫能外 陈一山指的指身边的长凳 示意叶南星过来走 嘴里说道 你自己也变了 叶南星恩了一声 已经走进了亭子里 犹豫的片刻 还是坐到了陈一山的身边 脸颊上微微有些烟红 轻声说道 弟子小的 只是不知道 这变化是好还是坏 陈一山嗅到一股 若有若无的香气 并非是脂粉那种味道 而更像是彻底缘起于 身体发肤的香 是叶南星的香 每个人身上的味道不同 陈一山早就发现了 他说 有变化当然是好的 你变得人情味更浓了 心胸更豁达了 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这绝算不上什么坏事 掌教先生说好 那便是好吧 可是掌教先生 还没有回答弟子的问题呢 叶南星稍稍歪着脑袋 一双妙目定定地看着陈一山 陈一山一争 什么问题 我问掌教先生 刚才叹什么气 陈一山沉默了片刻 又忍不住叹息了一声道 三天之后 若是真与影神大战 我没有必胜的把握 说到底啊 就是害怕 可是弟子不怕 叶南星微微笑着 你不怕吗 陈一山有些诧异地看着他 这次 我是真的没有半点把握 或许 你也会死 不怕 死也不怕 叶南星轻声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只要想到掌教先师在身边 弟子就什么都不怕了 虽然很奇怪 可就是这样 雨晴也是这样想的 是 是吗 一股暖意 陡然流淌进了陈一山的内心 让他恍惚间 有了种血气上涌的悸动 是的 掌教先师本就是差点要死的人了 可最后非但没有死 反而还浴火重生 成了让男星仰望和敬重的人 所以我不相信 影神那种恶神 能杀得了你 叶南星坚定地说道 你 掌教先师先容弟子说完吧 这些日子里 弟子其实一直都在想 为什么掌教先师就能看破 老祖洞的妻子先知 而弟子在云梦山待了近百年 都看不破 后来弟子想明白了 大概先知的秘密 根本就不是掌教先师看破的 而是西一老祖选择了掌教先师 作为他的一波传承人 弟子 只是不配罢了 与孟派的历代掌教 也都不配 他们只想修仙 只想长生 却从来没有想过 既是救民 抚慰救难 他们畏惧死亡 死亡反而会一直如影随形 人在山上才是仙 他们自私 狭隘 冷漠 尽渐忘了如何做人 即便一辈子在山上苦修 也成不了真正的仙 可掌教先师你不是 你是真正的仙 而真仙是不死的 恶神怎么可能击败你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31集 陈一山听呆了 他愣愣地看着夜南星 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一样 他已经发现 夜南星有了极大的变化 却没想到夜南星的变化 如此之大 原来只看到的是他外在的变化 竟忽略了他是由内而外的真正蜕变 刹那间 他既感动又勇气被赠 他一把抓住了夜南星的手 祸得站了起来 忧郁的状态一扫而光 朗声说道 多谢你 那行 我不怕了 夜南星小手被握 心中一颤 正不知如何是好 目的眼前电光火石一般闪念 灵海骤然透亮 疏忽间风起停下 掀动他的裙摆 摇曳着长发纷飞 金环叮然一声 脱落在地 璀璨的月华星芒 如瀑般映下 无数灵气朝着他 奔勇汇聚而来 看着美得让人不敢直视的夜南星 陈一山输得放手 难难道 啊 南星 你误了 你要突破瓶颈 尽尽了 夜南星困在归海阶段已经太多年 以至于他觉得 在自己寿命耗尽之前 根本就突破无望 过于悲观的心态 和出于对死亡的畏惧 让他陷入了一种困顿的恶循环 越悲观未死 就越无法突破瓶颈 越无法突破瓶颈 就越悲观未死 基于这种恶循环 他的性格也在变化 其实他在初上云梦山修仙之前 根本就不是一个冷漠自私的人 他明媚善良 只是被他授业的师父给带歪了而已 什么人命不足虚 什么仙者为至尊 什么红尘禁恶俗 什么情语皆是毒 他师父所说的仙界道理 他全部都信以为真 渐渐抛去了温度 斩断了人性 直到遇上陈一山 以得抱怨救他 再让他入红尘 沾染世俗 不知不觉中 他的温度回来了 他的人性也回来了 对陈一山说的那番话 已是他顿悟的明证 天地间的灵气受此感念 自发涌入他的四肢百害 经脉气害 在归害阶段困顿多年的他 终于要突破了 明月照暗示 天目见难兴 无常来何宿 不惧生与死 福慧何日足 三生不归一 剑剑非是剑 无名未能息 若能剑非剑 剑所不能及 浑浑醉梦间 细遂静静絮 犹如天兽一般 夜南星南南地念叨着 缓缓坐在了长椅池上 涅仙诀 一仙发 寻一道气 朝着细遂进发 陈一山看着他双眼微闭 睫毛长垂 脸上隐隐泛出 皎洁凝润的光泽 雪白的手腕上 一道接着一道的 轻芒浮动 知道那是骨髓 被灵气浸透 开始洗涤 深埋其中的污垢了 陈一山悄然迈步 想要退到亭子之外 以免打扰夜南星 这来之不易的境界 可不料刚迈半步 他便心中移动 慧眼情不自禁地 瞥向了自己身上的麻衣 然后赫然发现 那枚因为喝退 憋怪救了夜南星 和雨晴而出现的补丁 正在悄然一变 天地间的灵气 涌动得更加疯狂 一部分朝着夜南星奔去 另一部分朝着陈一山 汹涌澎湃 只不过片刻时间 陈府后院中 那座不大的亭子里 便出现了两股若隐若现的 青色空气漩涡 漩涡的中心 正是陈一山 和夜南星 脑海中轰然一声 陈一山眼前再度现出 那白茫茫的一片大世界 在进龟海阶段时 升出的汽海 颅顶此时也重新出现 其中的清晰一点点攀升 一尺二寸 一尺三寸 一尺四寸 颅顶周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原本呈现出紫色的纹路 一点点变成了青色 陈一山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透 夜风丝丝 穿骨入随却没有半点不舒服的感觉 自己也朝着洗髓紧发了呀 陈府中已经熟睡的人 谁都不会想到在后院亭子里 会有两个新人正在发生极大的蜕变 唯有那些花花草草与二仙同在 并没有缺席这场纵响零起的盛宴 陈一山所喜欢的素心辣梅 在灵气的包裹中一朵接着一朵绽放 黄色的花蕊渐渐变成了金黄色 花蕊之中也有光泽透出 本来就沁人心脾的花香变得更加丰富 熟睡中的人在这异乡之中水得越发像天 花圃外围的一棵桃树 也伸展开了枝叶 贪婪地蹭着吸收灵机 本该不是这个时候开花的她 居然也出现了被雷 蠢蠢欲动地准备招展起来 时间在一点点过去 天色在一点点变亮 随着府中大鸣攻击的一声轻蜓 陈衣衫豁然睁开眼睛 两道青芒随之鸡舍而出 洗髓先接 成了 炉顶中的氢气已经攀升到了两尺之高 也就是说从归海阶段到洗髓 所需的灵气居然是前死阶段的一倍 仔细推算 从通脉进阶到归海 是自己已接纳六次的纪元换来的 那么从归海突破到洗髓 至少需要接纳十二次才高 可而今只是一次接纳 两次补丁一变就换来了这次进阶 可见补丁一变所带来的修为禁忆 比接纳本身更为巨大 想来结缘虽然重要 可是让善缘成为大善缘更为重要 就好比救叶南星很重要 可是让叶南星变成一个更好 更强大的人更重要一样 这可是有心在花花不放 无心插溜溜成音呢 不久前还在感慨落水救人 灭小神军都没什么收获 结果跟叶南星一次无意的夜谈 竟促使了他的顿悟 他自己紧接 使得自己所结的缘分变成了大缘 补丁因而异变 先接居然提升了一档 这缘真是妙不可言呢 陈衣衫感慨万千 心情复杂地瞥了一眼叶南星 叶南星也恰巧在这个时候 睁开了眼睛 一双妙目含笑眨了眨 小腿清明 玉面生分 他的容颜 镜似又漂亮了一些 掌教仙师 你陪了我一夜吗 南星 恭喜你 修为终于突破了 要谢谢掌教仙师啊 没有你 南星永远不可能突破的 此时忽悠一阵脚步声传来 两人扭头看时 却见是陈太清 手持铁剑大不流行地朝着后院走来 这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 每天早上起来在后花园练剑 哎 猛地看见自己的儿子和一个女子肩并肩地站在亭子里 陈太清吃了一惊 再一看 那个女子好像是叶南星 只是头发也没有束 金环还掉在地上 一身白纱衣 一看就是睡觉时才穿的衣物 脸颊嘲红 目光盈润 像极了生命和谐之后的状态 陈太清只觉一阵眩晕 你 你慢 张家仙师 弟子回房去了 叶南星已经看出陈太清是误会了 连忙捡起束发金环 飞也似的逃了 叶南星这一跑 陈以善才醒悟过来 眼见父亲跺脚锤胸 痛心疾首道 哎呀 儿子呀儿子 你 哎呀 你怎么就不听爹的劝告 偏偏要喜欢年龄大的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32集 父亲 父亲 儿子要去找大城隍 就先告辞了 陈以善根本不想解释 急匆匆落荒而逃 哎呀 家里有房有床 非要在凉亭里 这大冬天的 你们就不嫌冷吗 陈太清的咆哮声 远远传来 陈以善一个猎气 差点摔飞了出去 哎呀 修个仙 熟腻嘛 府中的仆役 听见老爷子咆哮 还以为是抓住了 哪个丫鬟和人私通 也都兴冲冲地跑来后院 却猛然嗅到 阵阵一箱扑鼻 再一看 满园鲜花怒芳 恍如人间仙剑 那桃树居然结果了 满树硕大鲜红的桃子 雷雷坠坠 压弯了枝头 哎呀 老爷 祥瑞啊 陈以善 桃也似的出了府门 静止奔城皇庙而去 天色尚早 许多人尚在梦中 再加上影神的恐吓 府城中人心惶惶 大街小巷冷冷清清 空无一人 陈以善索性纵开身形 虚余间 便到了城皇庙间 镇守一门的值日神力 闲着无事正在聊天 影神今天不会再来了吧 但愿别来 昨天也真是倒霉 不过是问了句话 就被盯在了门柱上 还是城皇爷费了好大劲 才弄下来 到现在啊 我这前心后背都是疼的 哎呀 我也是啊 我听说了 都怪一个叫陈以善的 闲人好管闲事 好出风头 得罪了影神 我也听说了 那个陈以善 好像跟咱们赏善思的 陈思公 还沾亲戴故呢 哎呀 陈公也多精明啊 怎么会有这么个 蠢货亲戚 你说那陈以善 得罪谁不好 偏偏去得罪影神 是啊 咱们俩 就属于是城门失火 殃及驰鱼的那驰鱼 影神心里憋着火 正到处找撒气的地方 刚巧咱们俩没认出他来 就出了眉头 那影神也是不地头 有本事你找陈以善撒气啊 把陈以善定在门柱上 就是 正聊得火热 突然觉得气氛有点不对 两个神力一起扭头 只见有个面如关玉的白衣少年 正似笑非笑地 看着他们两个 你 你能看见我们 两个神力有些吃惊 眼前这少年身上没有香火气啊 不是神奇啊 怎么能看见阴神呢 少年笑道 我就是你们说的 那个蠢货 陈以善 两个神力大惊失色 啊 陈以善出手快如闪电 直引灵气左右各点 神风符 早化到了两个神力的额头上 在拂袖一挥 两个神力随风往后飘去 灯石又被钉在了门柱上 陈以善哼了一声 迈步 走进一门 庙宇很大 但是陈以善从小就跟父亲常来城皇庙祭拜 所以进来后也清澈熟路 只是以前肉眼看不见阴神 他所能接触到的都是泥塑木胎 而今修仙有了慧眼 故地重游 所见已截然不同 心中自然是另一番感触 图经大殿时 看那迎眠如故写的是 近来摸摸心头不方回过千山 出去行行好事 何用点烛烧香 殿内八思大神各有尊位 正中两座神像乃是阴阳司公 速报司公 阴阳司公神座之下 眷客的批语是 善来此地心无愧 恶过无门 胆自汗 速报司公坐下的批语则是 阴暴阳暴 时暴速暴 终须有暴 天知地知 人知我知 何谓无知 再往左右两侧看 便是赏善 伐恶两位司公大神了 伐恶司公的批语是 要做坏事 请看大奸巨恶 怎样收场 赏善那边刻的则是 要做好人 自古忠诚孝子 都有善报 陈一山 在赏善司公神座之下 逗留良久 之前不知道自己的高祖爷 就是赏善司公 也从不会觉得 这尊泥塑 跟高祖爷的模样相像 现在再看 居然还真的有几分相似呢 出了大殿 他直奔后面城隍正殿 见大城隍金身高座神台当中 左右配想着八位爷 文武判官 牛头马面 金家银索 黑白无常 但唯有这一杆神速空坐 却没有一个人来上相 连妙筑都跑得不见踪影 陈一山摇了摇头 心中暗想 哎呀 既然是请大城隍帮忙的 就该放下身段 恭敬一点 之前责备大城隍的言语太重 还不知道大城隍 记仇不记啊 若是记仇 等会儿见面 我先给他赔礼道歉就是了 想到这里 陈一山粘起了几根香 点燃之后插进炉里 在香火萦绕中 他毕恭毕敬地冲着大城隍金身 以及各位神官神奖的塑像 团团身衣 恭神常拜道 陈皇爷 各位神官神奖请了 云梦掌教先师 陈一山 来拜山门了 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 整个殿里的所有神索都晃了起来 供桌都抖得打打作响 陈一山吓了一跳 是真的跳起来往后避开 还好那些神速没有砸下来 但是当他抬头看时 只见城隍爷 那抹了金粉的泥塑脑袋 都裂口了 这 这是怎么搞的 陈一山有些傻眼 在城隍庙上空 看不见的空中神阁内 犹如发生了一场地震 从文武判官到黑白无常 八位爷一起跌坐在地上 各个眼貌金星 目瞪口呆 这怎么回事啊 正在寝殿休息的大臣皇本尊 也是悚然作急 哇的一声 竟然吐出一大口香火气来 殉疾飘散 哎呀 是哪个大臣来拜我了吗 哎呀 这不是坑我吗 大臣皇擦了擦嘴 浑身虚脱的发软 又心疼的要死 这一年的香火呀 算是白享用的 零到年终 居然又全都吐了出来 大 大人 神阁要崩塌了 一个神力 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 放屁 大臣皇骂道 神阁怎么会崩塌呀 也真的 刚才八位爷正做得好好的 在饮茶论诗 突然间神阁发生了一阵剧烈晃动 八位爷都坍倒了 就他们几个还论诗 除了文判官认点字 那几个连扁蛋倒了诗个一也认不出来 论个屁诗啊 告诉他们 庙里来了大人物 来砸场子了 准备其家伙事 到城皇正殿 是 神力走后 大臣皇急纵神通 把阴阳眼附着于正殿的泥塑之上 定睛一看 直见殿里站着个少年 正嘀嘀咕咕地自言自语 大臣皇 我可没有毁你今生 是他自己裂口的 可能是我刚才的礼节不周到 那我再拜拜你 再拜拜你 陈县长 眼看陈以珊 伸手作医 而且还要长衣到地的节奏 大臣皇吓得魂飞胆丧 急忙叫道 哎呀 别别别 不敢哪 陈以珊移了一声 止度动作 只见大臣皇本尊 已经出现在跟前了 只是形象有些不大好看 脸色煞白如纸 像是出来的急 连官帽都没戴 剔头散发 衣衫凌乱 哎呀 陈县长啊 你 你是要毁了小神这座庙啊 陈以珊愕然道 呃 大臣皇 这话从何说起啊 陈某是专程来拜会大臣皇的 恭恭敬敬 并无一丝失礼之处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第133集 哎呀 就是礼数太周到的 大臣皇苦笑道 哎呀 陈县长啊 别看小神这塑像是金灿灿的 那只是泥塑木胎外面涂抹了一层金粉 连铜柱的都不是 更不是金子浇灌出来的真金神 他不结实呀 陈县长 您诸过神 而且诸的还是神通在我之上的小神君 尾压太大 背上仙剑又沾染了诸神杀气 这泥塑可当不起您的大礼呀 您再拜 他就塌了 陈县山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因为自己礼数太周到 会弄得城隍庙鸡飞狗跳 听着大城隍说的煞有介事 他还半信半疑 不至于吧 不至于 大城隍心有余计讨 哎呀 陈县长 刚才是不是还败了这些神将神官呢 陈县山呆呆地点头 是啊 哎呀 您老人家 差点把毕府的神阁给拜他呀 小神府下那八位神官神将 到现在怕是还起不来呢 他们比小神 更当不起仙长您的一败呀 是这样严重吗 陈县山擦了一把汗 惭愧道 哎呀 不知者不罪 我还以为是自己礼数不周 把庙里的神速都气得颤抖了呢 大城隍无语了 陈县山反手 把玄英灵剑给抽了出来 一边擦拭 一边嘀咕道 就这把剑 还沾染了诸人杀气 杀气在哪 怎么我也看不出来呀 说话间 他随意挥了挥 大城隍脸都绿了 急叫道 哎呀不要啊 叫声已经迟了 陈县山随意挥动了一下 正殿之中 瞬间满地狼藉 大大神官神将的泥塑木台 一起从神坛上跌落下来 碎了一屋子 陈县山张大的嘴 这 大城隍语哭了 哎呀 陈县山长啊 小神知道你对我不满 可不至于来毁庙吧 你高祖爷还在府下做四公大神呢 哎呀 大城隍 如果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真不是有意的 你 你相信吗 我信你大爷 我信你高祖爷 要不是没带碧玉龟处理 我就早打你了 哎呀 还好 大城隍的金神没有问题 到底是涂了一层金粉呢 陈县山还没说完呢 大城隍的金身塑像 也倒了下来 一神一仙 面面相去 店里一时间很安静 哈哈 陈县山嘴角抽搐着 笑得比哭还难看 哎 大城隍 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哎对吧 再换个新金身 肯定比这结实多了吧 哈哈 大城隍黑着脸 没有作声 只是心里在低血 哇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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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拉锅吃了雄心豹子胆 敢来砸咱们城隍大人的神庙 一声怒吼 五判官提着判官比 还捧着碧玉龟 气冲冲的闪进正殿 嚷嚷头 大人 我把你的碧玉龟带来了 打吧 大城隍没有接碧玉龟 只是古怪的看了五判官一眼 五判官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再定睛一看 陈县山就站在大城隍的身边 手里提着一把剑 还冲着他微笑 五判官瞧见那把剑 顿时就想起那天 陈县山诛杀小神军的场景 吐死胡碑 勿伤其累啊 五判官心有余悸地 哆嗦了一下 满脸堆笑道 哎呀 陈县山长 什么时候大驾历临的 五判官 这庙里的事情 实在是陈某 陈县山还没来得及 跟五判官解释 店里就又起了一阵寒风 大人 我们来了 谁要杂妙 文判官 牛头马面 金家银索 黑白无常 也都各持神器 气势汹汹地涌进了正殿 哪个丧心病狂的东西 这是 这是要死啊 看着满地的烂泥脑壳 断木胳膊 闻判官惊呆了 也气坏了 浑身哆嗦着 口吐芬芳 是谁干的 牛头嘶吼 马面咆哮 弄死他吧 黑无常拽舌头 白无常扯头发 用自残来表达内心的愤怒 杂妙的坏屁子呢 干 金家镇臂 隐所堕地 家所晃的叮邦响 几位爷看见自己的神速被毁 简直是太激动了 根本就没发现 站在大成皇和武判官之间 尴尬无比的陈一山 大成皇和武判官都默默地往后退了一步 让出陈一山来 几位神爷这才发觉 惊恶之余 各位 真是对不住了 使我在无意中弄成了这种局面 陈一山满脸歉意地说道 一山 向各位赔罪了 对于神奇来说 毁了泥塑木胎 几乎等同于 被人扒光衣服 愁大嘴巴子 等同于去谁家里砸锅倒灶 深仇大恨 陈一山汗颜无比 极其诚心地一聊麻衣 就准备下跪谢罪 不要啊 大成皇绝望地喊了一声 然后自觉地往后躺倒 八位爷正在茫然 突然间一阵眩晕 奇奇栽道 陈一山一拍脑门 哎呀 心想啊 又忘了 那些神奇 当不起自己的一败啊 哎呀 大大成皇 我 我该怎么谢罪才好啊 陈一山赶紧起身 窘迫得满脸通红 哎呀 来是求人家帮忙的 怎么会弄成这样啊 陈先生 陈上仙 陈大仙 小神求求您了 别别跟我们谢罪了 我们不配啊 真的 大成皇有气无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挥舞着颤抖的小手 虚弱道 您再给我们谢罪 我们这些年的香火就算是白享用了 好好好 那那那我不谢罪了 陈一山急忙过去搀扶大成皇 却听痴的一声 大成皇犹如被雷电击中 几乎飞出去 浑身筛糠式的乱倒 嘴里都出白沫子了 哎呀 陈一山赶紧松手 对对不住啊 我又忘了 这个我的灵气会冲撞到阴神 我高祖爷说过 我真忘了 大成皇差点哭出来 陈一山赶紧松手 陈一山赶紧松手 您说吧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呀 我 我是有事来求大成皇帮忙的 陈一山诚惶惶惶惶地说道 别用求这个字啊 真的千万别用啊 大成皇捂着心口恐惧道 哎呀 陈仙长 不 陈仙爷呀 哎呀 你有话直说吧 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去干呐 其余八位爷 在这个时候 也都伸吟着爬了起来 你扶着我 我扶着你 个个头晕眼花 像是大病初遇 哪儿还有半点神奇的威严呢 就连牛头马面 黑白无常 都显得可爱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喜欢本故事 记得订阅和关注哦